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佳音宝 大汉帝国之主 帝皇教至尊 刘汴 刘汴冷冷道 目光当中的力然越来越凝结 刘汴 求万读喃喃自语着 联想一年前 他也的确听过帝皇教的诸多名号 帝皇教在这方地界发展迅速 统育了超过数万里的凡俗国度 集结了无数实力 但是帝皇教幕后之人却是从未出现过 朕的臣子被你折磨一年之久 你说 朕该拿你如何 刘汴冷忧忧道 一个区区凡俗帝王 本门主何惧 只要你有本事 本门主的命就在这里 但如若你没本事 不只是你的臣子 就连你 本门主也会将你炼成毒人 求万读狂懊道 完全没有将刘汴放在眼中 朕的臣子生死由镇定 唯有朕能审判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如此对付朕的臣子 今日 朕以大汉帝国之主之名 你独桃源将陷入不负 所有人灵魂将堕入幽名 遭受折磨 永不超生 刘汴冷酷宣判道 骤然 一念一动 右手猛然抬起 朝着前方洞穿了数道灵力的剑指之气 哄 剑指之气落地 暴虐挥斩 瞬间 数百个独桃源弟子 碾灭在了狂暴的能量当中 你 忽然而来的动手 让求万读一惊 朕会再给你二十个呼吸时间 调动你的手下 过了二十个呼吸 朕就会杀一批 直到杀光为止 刘汴淡漠说道 好似那一只灭杀数百人 就死踩死了几百只蚂蚁一样 好好好 你很狂 本门主法事 一定会把你炼成毒人 永生永世 受到本门主的折磨 求万读猙獰 看着刘汴怒然道 十个呼吸 刘汴好似没有看到 求万读的表现 只是默默凝视前方 手指当中的杀鸡 缓缓凝结着 只待时间一到 便会爆发 在这等威速下 周边独桃源的弟子 都是忐忑地看着刘汴 生怕遭受了先前同伴的厄运 被直接轰杀成渣 时间到 刘汴目光一领 帝皇一指再现 朝着独桃源 弟子所在 洞穿了过去 咻 闪耀金光的指芒 破釜前行 带着无尽的暴虐杀法 刚才是本门主 没有拦住 但是这一次 岂能让你如意 求万读愤怒暗骂一句 纵身一动 手中闪耀黑光的 剧毒钢器汇聚 周身方圆 陷入一片枯萎 骤然 一掌朝着帝皇一指迎了过去 碰 求万读硬生生与那金光指芒碰撞了一击 这怎么可能 求万读只觉掌心一股钻心的剧痛 痛感窒息灵魂深处 手掌被直接动传 乌黑的鲜血标剑而出 略禁的身形一顿 那一道破釜的指芒 仍旧朝着独陶原弟子所在 撵了过去 哄 与之前一样 强横的指芒暴虐 直接吞没了方圆数百米 绝望的惨叫声不断 漫天血舞标剑 瞬间 又是数百个独陶原弟子毕命 你 你究竟是谁 天下强者皆有名 你这般实力 绝对不会是无名之辈 你绝对不是什么帝皇教之人 囚万毒捂着被帝皇一指冻穿的手掌 挣扎看着刘便 而这一刻 眼中闪烁前所未有的凝重 之前对刘便那般狂傲 全因不知道刘便的实力 可现在 他却完完全全的明白了 他堂堂武王四重天的修为 在刘便的手下毫无反手之力 这证明刘便绝对是武王六重天之上的高深境界 十个呼吸 刘便完全没想法搭理囚万毒 却是又在计算下一轮的时间 该死 千杀 你千万不要回来了 本来 囚万毒让囚千杀下去调动人马 是为了将贾许等人一网打尽 可是这一下 看到刘便的实力后 却是来了一个反转 哪怕他再蠢再迟钝 也看出来一点 刘便从头到尾就没有把他当回事 所谓让他聚集全部的人马 只怕也是想要一网打尽 故而现在囚万毒祈祷着 囚千杀不要回来 要不然独桃源只怕会真的陷入万劫不复 可是老天根本不眷顾囚万毒 正应着他脑中翻滚的思绪 大哥 我回来了 囚千杀腾空飞纵而来 身后跟着一大片独桃源的精锐手下 少说有数千人 其中五宗境多不胜数 五王境也是有着五个 可谓独桃源的全部力量聚集 门卓 有我们在 他们今日一个也别想离开 让你们成为我独桃源的独人 乃是你们无上的荣耀 你们居然还敢逃脱 找此 这一次 本座擒拿你们这群 定要打断你们的经脉 看你们下一次还怎么逃 当独桃源的高手全部来到 站在了囚万毒身后 一个个结实猙獰的看着刘便等人 一副吃定的样子 很好 等了你们三十五个呼吸 你们终于来了 刘便忽然出声了 脸上挂起了一副邪魅笑容 看上去阴森争鸣 千杀 白斩 快带着兄弟们走 快离开 看到这副笑容 囚万毒如同心底被什么猛击了一下 顿时生出了狂勇的危机感 当即猛的向着刘便冲了过去 同时对着所有手下喊道 大哥 门主 后来的独桃源的人 皆是不知所措的看着囚万毒 不知所措 结脉伞 换灵杖 囚万毒飞速略尽之刻 双掌呼啸而动 各种散发着毒食气息的毒药 从他的手中展现而出 朝着刘便撒了过去 这种毒药 无论哪一种 都是剧毒无边 哪怕是五王镜的沾染了一点 也会深染剧毒 如此众多的毒药全出 足以轻松将百万人的大城 都摧毁成人间地狱 漫天五颜六色的毒粉 毒物 化作吞噬一切的恐怖凶利 虚空都被毒物完全吞没 如同猙獰怒笑 遮蔽虚空的一切笼罩流便 反之 流便没有丝毫慌乱 仍旧是淡漠相识 这漫天的独时独物 在他的眼中好似不值一提 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流便淡漠说着 身躯上的信仰之力狂涌而现 转化成属于神灵的审判神通 大预言术骤然发动 一种五行而霸道的神威 在流便的身躯上展现 好似真正的天神下凡 审判事件 大预言术起 冥冥当中 直接沟通了三千法则当中 神秘的法则 预言法则 在无边信仰之力的催动下 法则之力骤现 预言成真 直接遍布漫天虚空的猙獰毒物 五颜六色的腐蚀毒粉 忽然一改向前笼罩的势头 猛然间被一股力量静止 哗 一阵狂风凭空而生 呼啸虚空 朝着那静止在虚空的毒物 毒粉刮了过去 哗人一声 所有的腐蚀剧毒调转方向 反倒朝着毒桃源弟子洒落了过去 毒物在狂风的怒笑下 瞬间燎原 几乎笼罩了所有的毒桃源弟子 纵然是毒桃源的门人 精通毒药 可是面对着五王进强者都会吃亏的毒药 都是陷入了痛苦 只是毒物沾身的一瞬间 瞬间有上千个毒桃源门人 被生生腐蚀成了血水 许多痛苦的在地上打着滚 痛苦大叫着 啊 救我 痛啊 慢着 快帮我解毒 毒药沾身 可谓最痛苦的刑法 腐蚀身上的肉 渗入体内各处 如同千刀万剐 此刻在独桃源弟子身上呈现 混账 你不得好死 我和你拼了 求万毒看到痛苦嘶喊的弟子 愤怒地朝着刘变骂道 直到这一刻 他都没有向刘变求饶 他不蠢 自然看出来了刘变的杀意决然 这一次定然不会放过他 求饶也是无用 对武臣子动手的一刻 便已经奠定了今日之果 刘变冷冷说着 撤退 看到这一幕 求千刹还有后来的一众独桃源弟子 似乎明白了什么 为什么他的门主忽然让他们离开 全因眼前这个身着凡俗地袍的男子 是一个连他们门主都难以抗衡的存在 想逃 那可没有那么容易 一年的折磨 将我们炼成非人 如若不是皇上 只怕我们已经沦为了你们操纵的毒人 此仇此恨 不诛灭你们独桃源全脉 无等枉为大汉帝国之臣 这时 站在刘变身后的石人动了 带着发自浑身上下的杀机 狂冲而出 五个武王境强者 五个武宗境强者 磅礴的能量冲涌 石人分散成了四个方向 朝着意图逃窜独桃源弟子冲了过去 禁锢 刘变意念动 大预言树再次催动 如同天微一般 方圆万米之内 凭空生出了笼罩四面八方的光幕 光幕当中似乎自成了一个空间 与外界完全隔绝起来 由于刘变不是本体降临 此信仰之躯也没有武魂存在 帝皇领域也是不得施展 想要禁锢敌人 也只能借助大预言树的威能 帝皇剑 刘变微声一鹤 大手一斩 顿时漫天当中 剑气环绕 整个虚空都陷入了剑气速燃的压迫当中 煞然一看 刘变的手中 多了一柄龙手剑柄 修长的金光长剑地阶极致 无限接近于天阶的帝皇剑 其震尘子便是汝震 今日尔独陶原之人 朕不仅让你等身灭 更让尔等灵魂寂灭 刘变微速冷喝着 声音响彻方圆万米 骤然 信仰之躯当中的信仰力 转化为暴虐杀鸡之能 涌入了帝皇剑当中 剑气冲销而起 如同盛世的太阳光辉 压抑天地 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 千杀百斩 你们快带兄弟们逃 求万毒大吼一声 身体当中的剧毒钢气冲涌 带着一种同归于尽的势头 朝着刘变冲了过去 一剑定江山 黄道惊天 刘变身上的衣袍 嗖嗖飞舞 气势冲涌 地道之威荡漾而起 信仰之躯能够容纳流变全部实力 武王顶峰配合信仰之力 武皇境也可一战 化作了无穷剑气风暴的正中心 骤然间 剑洞 冲消悦耳的剑鸣 闪现而鸣 一剑之上 灭世之力骤起 金色的剑光虚影 在天穷之上闪现而出 冲破虚空 剑起冲消的气流波动 轰然间 朝着前方急速掠来的 球万毒斩了过去 笼罩切迷的剑芒 一惊斩下 万毒拳 我和你拼了 球万毒怒吼声 全心浮现阵阵黑光 如同蝼蚁抗向 高举拳头 正正迎上了那 猎天斩下的帝皇剑芒 蝼蚁之力 安可抗天 斩 刘变冷喝一声 控着帝皇剑一斩 涛染剑芒 骤然加大的力量 强如风云世界 这等高五世界的虚空天地 都被斩得 胜出阵阵破碎波澜 迎上剑芒的球万毒 聚集全身之力的一拳 在这一剑之威下 瞬间破碎 噢 一声嚎啕惨叫 球万毒的身体 被剑芒贯传 生机在一瞬间 被剑芒寂灭 变成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惨倒在地 区区一个球万毒 还不能完全挡住 流变全力一剑的光辉 剑芒斩落 朝着慌乱逃窜的 独桃源弟子斩去 不 不要杀我 帝皇教之人被炼成毒人 不管我们的事哦 无数独桃源弟子惨叫着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惊天剑芒斩落 哄 地面一阵 一千多个独桃源弟子 瞬间碾灭在了帝皇剑威之下 大哥 门主 向着外围窜逃的球千砂 球百斩 还有一众独桃源的高手 瞪大眼睛 看着球万毒一步步的从空坠下 惊恐无比 二门主 我们被困在禁制当中 出不去了 怎么办呢 当大部分独桃源弟子 逃到了流变设下禁制的边缘 这才悲剧的发现 一层荡漾古怪能量的光芒 隔绝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 无论他们使出多大的力量去斩 都不能伤到这尽之一分 当日之音 便有今日之果 独桃源一脉 今日当一个不存 逍遥子 贾许等帝国臣子跨步来到 屹立在了四面虚空之上 挡住了这些独桃源弟子的所有去路 每一个皆是煞气 威势张扬 冷冷凝视着这些独桃源弟子 已然给他们判定了死刑 奥天兄 当初我们两家也算市角 不用做得这么绝吧 求千莎看着 藤丽四方的逍遥子等人 心中压着一种怒火 颤声道 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我的名字了 可笑啊 奥天嗤之以鼻的说道 奥天兄 误会 全部都是误会 求千莎带着示弱 误会 哈哈 好一个误会 听到这话 十个人皆是冷嘲笑了出来 你们对我们下毒 把我们制成毒人的时候 怎么不说是误会 如若不是皇上出手 我们都难以逃脱你们毒手 今日你毒桃源 必灭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嘉音宝 十个人都是面带仇恨 争鸣 一年的耻辱 一年的折磨 如果毒桃源是堂堂正正的打败他们 他们也不会如此愤怒 可是毒桃源使用的是那种下三滥用毒手段 完全没有正面相对 靠卑鄙胜胜了贾许等人 这样他们如何能服你们做得当真要如此知觉 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 看到贾许等人的态度 求千杀示弱的样子也是一变怒吼道 哼哼 逍遥子贾许等人相视一眼 句是透着狠辣 战 十个人怒吓一声 十道气势通天而起 战意平天 手中的兵器闪烁力芒 朝着毒桃源的人冲了过去 和他们拼了 朝千杀看着四面已经禁锢的光幕 知道已经是逃脱不了 想要活命就只能硬拼 当即大喝一声 毒桃源所有人朝着击射而来的十人赢了上去 一场惊天大战随之产生 强横的能量波动肆意而现 武王对武王 武宗对武宗 但是现阶段 在流变一剑斩杀了 球万毒后 毒桃源内的武王镜已经减少了一人 逍遥子等武王镜已然占据绝对有势 虚空上 强横的能量四面荡漾 血光连天 不时数百上千的尸体从高空坠落 又有许多地面上的毒桃源被能量轰成了积粉 大战持续不断 在十个寒怒的帝国大臣属下 杀机爆发百分之百 无数敌人被他们掠夺了生机 他们要将压抑了他们一年的屈辱 用敌人的鲜血释放出来 杀 唯有杀才能将他们的屈辱尽视 球前杀 当初就是你们兄弟偷袭屋的 今日 你必死 一剑斩天 傲天直面相对球前杀 身上的怒火狂涌 钢器从体内涌入了手中的地阶神兵 突然 带着属于他的杀伐之力 一剑斩掠而去 浩浩荡荡的剑光 如同绝地的洪水一般 直掠球前杀的身体 傲天 不 面对傲天的寒怒一击 球前杀感受到了来自身体的战力 抬起手中的兵器一挡 咔的一声 兵器被傲天手中的神兵 直接撞得破碎 强横的剑王 带着滚腾的杀机 直接将球前杀的身体吞没 瞬间 无数道剑气穿透了球前杀的身体 后者生机小事 向着地面 惨倒下去 独桃源第二大武王镜强者 允 死 贾许南华左辞 各自对付一人 杀机成羡 愤怒 咆哮 击出 一瞬间 独桃源最后的三个武王镜也陨灭在了三人的剑下 死状 惨然 武王镜战力全部失去 剩下的独桃源弟子更是难以有力量对抗 面对凶煞如修罗的帝国识人 便是如同楼椅汉象 生机迅速碾灭 带得一注想的时间过去 这一座属于独桃源的圣地 独兵窟范围内 遍地都是猙獰的尸体 地面虚空 已经被属于独桃源弟子的鲜血染得通红 在这一刻 也宣判着 曾经在风云世界也鲜有声明 以独称王的独桃源 彻底覆灭 这便是帝国十大臣子与独桃源正面相抗的结果 完胜之 从这便可以看到 一年前他们被独桃源所勤 是多么的窝囊 不敢 回禀皇上 独桃源一干 全部剿灭 十个人沾染着一身烟红鲜血 如同修罗鬼煞 恭敬拜扶在了刘变的身前 每一个的脸上挂着大仇得报 还有发自内心对刘变的感激 这一次 如若不是刘变破戒而来 被炼制成毒人的他们 只怕再过不久 意识就完全丧失了 不错 刘变威严一笑 看着眼前的时辰 眼底带着一点满意 经过独桃源这一次的挫折 想必他们日后也会成长不少 不过说来 他们这两年也可以算是成长极大 在风云世界两年 四人从五宗破入了五王境 五人从五魂破入了五宗境 在这风云世界虽然遭遇了危机 但是也自有机缘呈现 混账 我们全部都死了 吞了他们的魂魄 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当时间持续了一刻 独桃源弟子的灵魂也纷纷从尸体当中漂浮了出来 灵魂如虚幻皆是仇恨的看着刘变 争吟无比 朕说过 尔等七朕之臣子 其罪当许堕入幽冥 灵魂受万事折磨 如今尔等当朕的话再开玩笑吗 柳变锐目一动 如同苍天之眼 将所有的独桃源弟子的灵魂收入眼中 柳变 你强又如何 也才五王境 现在我们可是灵魂体 你没有五王境的实力 根本无法伤到我们 今日的仇恨 等我修炼成千年厉鬼 我一定会找你算账 求万独己兄弟带着仇恨猙獰 死死盯着流变 风云世界乃是一个高五世界 与中五世界不同 达到高五世界后 人死之后 修为强大的武者灵魂 并不是被天地法则吞噬 而是可以修炼成厉鬼 修炼成千年厉鬼 传说实力完全不属于五皇境强者 而想要伤到灵魂体 必须拥有击溃虚空的强大 很明显 这求万独等魂就是引以成为灵魂体为倚仗 猜到流变伤不到他们 修炼成千年厉鬼 很好 流变淡漠倾土 意念一动 手中多了一个散发着阴沉光芒的瓷瓶 你想干什么 难不成靠着这个小瓶子就能对付我 哈哈哈哈 流变 没有想到你也前驴技穷了 求万独丝毫不怕的看着流变 嘲讽道 但愿待会儿你还能笑得出来 流变摇摇头 打开了楚魂瓶的瓶三 信仰之力蜂拥加持在了瓶口 哗 一股针对灵魂的超强吞噬力从瓶口产生 一瞬间将方圆所有的独桃源弟子灵魂笼罩 怎 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动不了了 门主 快救救我 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刚才猖狂得意的独桃源弟子神情猛变 惊恐大喊道 他们都发现 本来可以自由活动的灵魂体 被一股无形力量所射 并且一股吞噬力正在蚕食着他们 瓶子 流变手上那个瓶子 此刻 求万毒也是一样 灵魂体根本动弹不得 本来自以为倚仗的信心瞬间不复 只剩下了恐惧 对流变的恐惧 流变 放过我 我错了 我愿意臣服于你 流变 放过我 我错了 我愿意臣服于你 不要伤害我的灵魂 求万毒终于怕了 惊恐求饶道 灵魂不比身体 身体死了 还有灵魂存在 可灵魂碎了 那就永远没有反身的余地了 魂飞魄散 诸天万界将会完全失去你这一个人 吞纳 对于求万毒的求饶 还有无数独桃源弟子的惊恐 流变视若未见 在来到此界之前 流变便下了定义 谁敢伤他的臣子 必诛灭其势力 让其尝尝苦难的滋味 同时也是宣告世人 胆敢与大汉帝国作对的下场 顿时 楚魂平散发而出的吞势力再次猛增 啊 不 声音惨叫不断 纵然如何抵抗 也难以挣脱这完全针对灵魂的吞噬力 眨眼间 黑色的吞噬光芒扫掠而过 之前遍布在周围的数千毒桃源弟子灵魂 全部被吞入了楚魂平当中 楚魂平 幽冥世界内部 这 这是哪里 当数千灵魂回过神来 已经置身于一个散发着阴沉之气 对于灵魂体格外舒适的世界 天哪 这里面都是幽冥灵气 如果在这里修炼百年 足以抵过在外界修炼千年 完全可以成就千年历鬼 难道流变并不打算杀我们 而是准备收服 哈哈哈哈 流变哪流变 这一次倒是谢谢你了 当我们修炼成千年历鬼之日 就是我复仇之时 可怜到了真正的危机时刻 球万毒等人还在做着一种美梦 轰 轰 忽然间 幽冥世界内大地震动 好似数百万兵马的骑头并进 什么声音 球万毒等独陶渊弟子一惊 向着发声看去 还没缓过神来 四面八方已经被无数个身着黑甲 手持灵魂之兵的大军包围 每一个皆是冷戎煞面 灵魂凝食至少都是五十年以上的鬼魂 球万毒对于灵魂的研究似乎很有一套 当看到帝国的军魂大军顿时惊悚到 此批灵魂每日每夜折磨不断 幽冥世界存于一日折磨不断 流变的意念化作苍天之眼 在幽冥世界显化 传下了一道天地之言 尊皇上旨意 幽冥世界内 嬴政 杨林 蒙田等帝国灵魂战将 全部恭敬回应道 随后 数百万道冷锐的目光 落在了球万毒等灵魂体的上面 充满了猙獰 煞气 你 你们要干什么 伴随着独陶渊灵魂的惊恐 代表着他们即将步入 用无休止的折磨当中 目光回转 你们此番落难一年 帝皇教如何了 流变沉声问道 回禀华上 帝皇教一切都安定 在一年前我们落难的一刻 已经全部用过血气石吩咐下去了 让他们折服不动 暗中发展 贾许恭敬道 帝皇教的发展 乃是当初流变 让他们进入风云世界的重中之中 自然不能有失 如今帝皇教的实力如何了 流变点点头 问道 回禀皇上 经过两年时间的发展 禅等已经在暗中控制了几个国家 拥有人口数千万 全部推行对皇上的信仰 而教中的高手 除了我们识人外 还有拜见山庄 其他笼络而来的散修 五宗境也是拥有数以百计 贾许将帝皇教内的情况大概禀告道 两年时间 不仅将在此界发展了这么强的实力 自身修为也突破到了如今境界 不得不说这一次很直 柳变朗然笑道 皇上过欲了 这一次要不是您出手 只怕陈等就全军覆没了 贾许仍旧是忏悔道 每每想起一年其被毒倒 他就心有余悸 无许太过自责 用毒的这种手段本来就卑劣 这一次也不能怪你们 刘变非常体谅几个臣子 并没有怪罪 臣等谢皇上不怪之恩 十个人恭敬道 而在距离毒兵窟万米之外的一座山巅上 有两个身影匍匐在地上 目光凝视万米之外 正是刘变身影所在 风 确定了 这个就是那帝皇教的首领 我们现在怎么办 他的实力不简单 毒桃源也能算得上一个一流势力 在他一力下居然沦为破灭 我们的实力只怕不是对手 不经云沉声说道 神情凝素 在他的身侧则是聂峰 乃是不经云从小到大的好师兄弟 而知道两人的名字 他们的身份也是呼之欲出 乃是天下会帮主 熊霸的两个徒弟 同样也是熊霸 征伐天下的心腹爱将 可以说天下会如今拥有震慑天下的势力 这聂峰和不经云功不可没 他们为天下会杀掉的敌人 不计其数 调查了这么久 终于找到这个帝皇教的头了 聂峰表情浮现冷然 自当初天下会人员在风云世界与大汉主界的空间通道折损开始 聂峰和不经云就奉了熊霸的命令调查 一直两年 一直追查 从当时大战之地的气息 还有蛛丝马迹上锁定了帝皇教这个新兴的势力 然后逐步追查 来到了这独桃园 刚才流变的出现 强势斩灭了独桃园之主求万毒 那等大战的余波 被远在万米之外的他们清楚感应到 帝皇教首领肯定是五王境之上的实力 也许比我弱 但是他手下可是有着五尊五王境 如此力量已经足以称得上一流 却是在这天下东南角发展 其中定然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们要不要先回去禀告师尊 交给师尊定夺 不经云谗言一想 问道 嗯 你说的对 这帝皇教的确不简单 不只是当初我天下会分布人马的死 关于通向异世界的空间通道 全部都和这帝皇教有瓜葛 聂锋点点头 同意了不经云的说法 好 未免意外 我们这就离开 两人达成了共识 再一次看下了流便所在方向一眼后 缓缓站起来 准备飞身离去 而就在两人有所动作 造成了几分不可查动静时 远在万米之外的流便 敏锐感知到了什么 锐眼一动 猛地向着涅风不经云这个方向看来 来都来了 何必急着走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佳音宝 闻声 风云两人的身体一颤 表情同时变得复杂 但是并未多言 而是缓缓迈步前行 显然流便的第二句话 已经深入了两人心中 特别是不清云 听到流便口中的血海深仇 心中已然生出了无穷波澜 以汉帝这等强者 不屑于欺骗我这个手下白将 难道我父母的死 血海深仇与师父有关 汉帝所言 师父并不是真心对我们 聂风也在深究这一句话的意思 以风云与熊霸的关系 可以说是信任有加 如果本来是一个陌生人说出这话 风云定然不信 但是从流便口中说出 一个意志将他们打败的强者口中说出 他们就没理由不信了 毕竟作为流便这样的强者 根本不屑于撒谎骗人 武道强者也是拥有属于武道强者的尊严 在流便一言而生起的波澜中 两人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 戴德两人彻底远去 消失在了流便以及众臣子的视线当中 皇上 这两人乃是武王静高级的强者 更是此界天下会之人 日后必然会成为帝国进军此界的最大阻力 为什么要放过这两人 贾许走到了流便身前 带着疑问之色问道 流便瞥了贾许一眼 神秘一笑 天下会外显强横 其内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稳定 此二人回去 朕的话就会在他们的心中发酵 也许再过不久 便是他的反目之时 皇上圣明 贾许想到流便一直以来掌控全谋的睿智 自然知道流便不会打没把握的战 此番朕跨界降临 主要原因便是与你等失去了联系 不得不来 如今你们已经救出 朕也是时候回归主界了 流便威严一笑 劳烦皇上东家 臣等惶恐 贾许 逍遥子等臣都是忏悔道 身为臣子 这一次不但没有为君主分忧 反倒是让流便忧愁了 不得不说是他们的失职 皇上 大秦世界难道已经平定 话后贾许敏锐听到了主界 然后激动问道 不错 大秦已定 帝国大军已经全部班师回归主界 流便笑道 那秦始皇 迎正 贾许激动的看着流便 被朕斩杀而死 灵魂已经被朕掌控 流便道 皇上神威 臣等敬服 话到这里 千古一帝 秦始皇都被流便斩杀于手下 贾许等臣心中一鸣 哪里不敬佩 交代了后续的事情后 流便也没有在风云世界太过耽搁 毕竟现在帝国刚刚从大秦世界征伐归来 资源的开发百废待兴 帝国将士们也需要修养 将大秦世界的所得消化 近些年 功法小世界吞噬气韵资源还好 但是没必要功法大世界 特别还是如风云一样的高五世界 大汉主界 闭关室内 流便的意念通过信仰联系 从风云世界的信仰之躯当中跨越而来 回归了本体 典尾 徐楚 流便沉神呼唤道 臣在 恭听皇上圣誉 两将的声音瞬间传了过来 显然他们一直守在闭关室外 从未离开 距离朕当初吩咐你等闭关 过去几天了 流便问道 回离皇上 刚好五天时间 典尾恭敬回禀道 没想到在风云世界只待了两天的功夫 主界世界居然过去了五天 果然高五世界的世界流速与帝国有所不同 不过 此次回归之后 还有几件当务之急的大事要办 晋升世界为第一 如今大汉主界已经是中午中品的世界 只要将大秦世界的本源吞噬 绝对会破开世界层次 晋升中午高品 甚至有可能触碰到高五的阶层 还有 敖威蜕变血脉成龙 流便暗暗想到 眼中闪烁着金光 一会儿后 流便从闭关室内走了出去 参见皇上 典尾徐楚 还有诸多禁军全部跪倒在地 高呼道 平身吧 流便微言一笑 一抬手将所有人托付起来 皇上圣驾要到何处 臣让人将龙脸抬来 徐楚恭敬道 不必了 流便摇了摇头 目光深染 摇看天宫的东边一出 在十几里外的寿元殿雨中 大汉帝国的两大镇国神兽 懒洋洋地爬在了地上 龙尾一翘一翘的 有着数百个太监奴仆伺候着 为他们洗澡 为他们审分 好不快意 敖皇 到现在本王才知道你过的日子是多么舒坦 敖威懒洋洋地一台龙爪 给身旁躺着的敖皇说道 现在知道臣服皇上的好了吧 当初你还以赴要死不活的样子 敖皇嗤之以鼻地嘲讽道 想着当初在大秦世界的妖兽大神 敖威一副死都不臣服的样子 再看现在的舒畅模样 简直好笑 嘿嘿 那不是当初不懂事吗 现在我明白了 敖威尴尬一笑 你呀 再等一段时间就知道投降皇上真正的好处了 上次你带领百万妖兽 把那个叫啥犬戎的一族全族覆灭了 这个可是大功一见 皇上一定会助你蜕变成龙的 敖皇非常自信地猜测道 真的 皇上要助我成龙 听到这一句 敖威激动了 猛地从地上立了起来 吓得边上的奴仆太监非常紧张 神龙大人息怒 息怒 几百个太监跪在敖威的身旁 颤声祈求道 而其中的一个太监 更是让人格外眼熟 正是当初在大秦世界 阉割净身带回来的刘邦 现在他已经适应了太监这个身份 向着更好的位置奋斗着 不过作为大内总管的重点关注对象 显然他的晋升只是一个梦 没事 你们都闪一边去 敖威对着身边的奴仆道 没空搭理 那是当然 皇上当初说了要助你成龙 自然不会说谎 依本龙看来 你成龙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敖皇得意笑道 跟随了刘变几十年 他知道刘变的性格是一言九鼎 答应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 就像他当初蜕变成神龙一样 好 好 如果我蜕变成神龙了 我哪怕是死 也要报效皇上大恩 敖威激动道 也正在两龙激烈讨论的时候 他们所处上空的天穷上 虚空一颤 一个带着无情威势的苍天巨眼 出现在他们头顶 虚空一颤 一个带着无情威势的苍天巨眼 出现在他们头顶 煞然间 这一片宫殿环宇 都处于一种冷静的压抑当中 敖威来镇这边一趟 随之 这一只巨眼猛地睁开 大放无尽神光 参见皇上 听到这威势无边的声音 周围数百个太监都是同时跪倒在地 高呼道 话一说完 苍天巨眼扫视一圈后 就直接离开了 那遍布虚空的压抑情形 也是瞬间消失不见 敖威 本龙说的对不对 你真的要蜕变成神龙了 敖皇得意地笑道 我要蜕变成神龙 敖威的爪子一抬指着自己 皇上既然喊你过去 自然是助你蜕变成神龙 肯定没有其他事了 敖皇得意道 哦哦哦 那我得赶快去 让皇上久等了就不好了 敖威恍然回神 蛟龙之躯一腾 向着上方的虚空一掠 急速向着流变所在威势飞了过去 不一会儿 在堂堂寿王的实力下 十几里的距离 不过是几十个呼吸的时间 敖威参见皇上 敖威来到了流变闭关室所在 直接落了下来 硕大的头颅恭敬一敌 表示敬畏 嗯 流变微言一点头 看着敖威这水蓝色灵甲的龙区 丝毫不逊于已经成就神龙血脉的敖皇 与敖皇相比 这敖威能够从蛇一步步蜕变成蛟龙 便可见其毅力 你可知朕照你来此的目的 流变笑了笑问道 小笑龙不止 面对流变这等超然强者 敖威如坐针毡一般 非常敬畏 流变面犯笑容 脉步走向了敖威 继而微声道 朕当初答应过你 只要你为帝国立下足够功勋 朕便助你成就神龙 而今日便是朕兑换诺言的时刻 流变声音如同天地审判雷霆一般 在敖威的脑海中乍响 修炼了多少年 敖威便是为了向神龙的境界晋升 神龙境方才是他的终点 多谢皇上恩德 敖威作为一头妖兽 并不会用什么太好的言语 来表明他对流变的感激 但是抖大的龙眼当中 泛出无尽炙热 还有忠心 系统如何才能助眼前蛟龙 蜕变成神龙 流变一年直接沟通系统 问道 叮 宿主可以兑换五爪神龙龙珠 蛟龙吞噬炼化 有80%的机会蜕变血脉 晋升成神龙 系统答道 龙珠需要多少积分 流变目光一定 问道 叮 成年五爪神龙龙珠 需要一亿积分以上 未成年神龙龙珠 适时力而定 系统道 成年的需要一亿积分 流变的眉头稍稍皱了起来 朕现在有多少积分 叮 宿主现拥有积分680万 乃是系统蒸伐大秦世界后 完成了各种改变进程任务所得 系统道 朕需要相应五亡镜的神龙龙珠 应该不用那么贵吧 流变问道 叮 五亡镜神龙龙珠属于未成年神龙之下 需要积分300万 宿主可兑换 系统问道 兑换 300万积分 还在流变的承受范围之内 用300万积分换取一头神龙 对于流变来说 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而之所以成年神龙 而未成年神龙会那么快 原因有两个原因 实力和血脉 根据流变所知 成年神龙的实力 哪怕是最弱的 那也是五地之上 从而可见这等神龙的力量 丁 扣除积分300万 剩余积分380万 兑换王镜神龙龙珠 龙珠已经储存系统空间 宿主可随时提取 系统提示道 提取龙珠 流变没有犹豫 随着他意念移动 一个闪耀独特光泽的龙珠 出现在了流变手中 差不多是一个人的头颅大小 观其光辉闪耀 便可清楚看出其中蕴含的 韬然能量 龙珠 当龙珠出现的一刻 敖威的双目瞪大 其中尽是炙热 整个躯体都不自觉地扭动起来 好似为这颗龙珠而沸腾 敖威 此乃拥有神龙血脉的正统龙珠 你吞噬炼化 有极大的可能蜕变成神龙 如若失败 你就将会错过这一次的机缘 你可准备好了 流变沉声道 语气当中带着一种告诫 皇上 小龙准备好了 此次如若失败 小龙也绝对不会对皇上有丝毫怨言 敖威正色精神已经准备就绪 好 接龙珠 柳变沉声一鹤 大手用力 手中的龙珠向着敖威抛了过去 蜕变血脉 晋升神龙 我一定要成功 敖威给自己打气说着 好 敖威一声咆哮声 音波震天 张开锯嘴 直接将龙珠吞浮入肚 一股冰寒的气息 瞬间侵袭了敖威的全身 在系统扫描下 自然将敖威的情况探查清楚 他乃是水属性的神龙 自然得配合水属性的龙珠 要不然 流变给他一个火属性的 他非但不能顺利晋升神龙 只怕还会直接崩溃而亡 一属性难以融洽在一起 除非是流变这种修帝皇法则 吞噬法则的帝皇 那样一切属性皆可容纳 不过这等妖孽 诸天万戒也只怕只有流变一人 接下来的成败 就只能看敖威自己了 流变目光凝视着敖威的蜕变 表情淡漠 如果敖威蜕变成功 大汉帝国将会再多上一条神龙 成为大汉镇国神兽 如果失败 敖威应该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最多受到重创 在流变的实力下 也可以恢复 日后再行冲击 如今先有事情 能够影响流变的帝皇之心 或许只有前世的那个世界吧 那里有着流变的几分牵挂 还有心结 这一次 也许朕需要回去看一看 朕想知道 当初他究竟为了什么 流变本无波澜的帝皇弹幕当中 付出了一抹柔情的神采 还有难以掩饰的韵怒 显然 在前世的时候 有一个困扰的心结存在 直到现在重生为帝王 他都无法释怀 在流变沉浸的思绪中 敖威身上的气息汹涌 磅礴的冰寒之力 向着四面四溢 让整个宫殿陷入了冰寒冷寂 显然 他已经进入了蜕变的边缘 感谢收听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嘉音宝 我不能辜负皇上给我的机缘 不能辜负我蜕变神龙的宏图 妖精 龙珠 融合 敖威意念在他的体内咆哮 全力催动着体内的能量 属于他自身的妖精 还有流变次雨的龙珠 在他的催动下 开始缓缓聚拢合并 似乎是要合并在一起 两同属性的情况下 两个能量结晶并没有隔阂 终于 时间流逝 两个能量结晶轰然合并在了一起 变成了属于敖龙独一无二的龙珠 哄 敖威龙躯置上释放出一股冲销之威 在本来受网三重镜的前提下 修为竟然猛地破开 达到了四重天 与此同时 其体内的龙珠开始发力 凝结血脉 敖威本来落地的龙蛆 突然向着上空一冲 在天穷之上翱翔而动 巨大的龙蛆 发生着难言的改变 首先是四只龙爪 由本来的两指 蜕变成了五指 拥有了五爪神龙的特性 再而身上的蛟龙鳞片开始飞速地掉落 一种全新的神龙鳞片在他的龙蛆之上产生 仍旧是冰蓝色 不过显得更为的烟雾 其巨大头颅上 独角开始蜕变 变成了正统的龙角 嘴角多了龙须 本来晚似莽头的头颅 完全变成了龙头 此刻的敖威已经具备了神龙的一切特性 这似乎已经宣告 敖威蜕变完成 成功晋升了神龙之境 我成功了 我成为神龙了 感受庞大龙蛆蕴含的充勇力量 还有属于神兽才拥有的血脉威压 敖威无比激动 哦 下一世的一吼 不再是那种蛟龙的兽吼声 而是属于正统的龙颜神 震慑天地 敖威蜕变神龙成功 他现在已经成就五爪神龙 属性为水 加上敖皇属性为暗 帝国已经拥有两大神龙坐镇 多谢皇上 小龙愿意为皇上 为大汉帝国赴死 敖威压住了晋升成龙的机动 从天穷落下 龙手低下 给予流变最真挚的敬意 不错 你没有让朕失望 顺利晋升成了神龙 流变看着眼前威武的敖威 晋升成神龙后 敖威不仅仅在气质上有了变化 实力晋升了一重天 龙蛆也攀升了十丈左右 现在至少有着一百三十丈 可以说得上平天恐怖 小龙不敢辜负皇上期望 敖威头更低了 但是对于流变的忠心更是难言 当初臣服于流变 是敖威没有办法 为了保命 更是为了晋升神龙 而此刻 敖威已经从心底 发自灵魂的臣服流变 敖皇为暗属性神龙 敖威为水属性神龙 他日 朕再努力一把 聚集所有属性神龙 凑齐九龙拉拈 身为帝皇 最荣耀最威严的时刻 便是坐拥天下 欲龙而生 而流变已然拥有更好的树备 不仅仅拥有一个天下 而是十一个天下 十一个世界 神龙也坐拥两尊 但帝皇的心 不会甘于满足 流变自然也是 九龙拉拈 那方才是属于帝皇的 无上荣耀啊 敖威听旨 流变面容疑速 小龙在 敖威恭敬道 从即日起 你便是属于我大汉帝国 镇国神兽之一 想我大汉国运家神 流变意念画天 封天榜上 刻录了敖威的名字 顿时 国运金龙的虚影 在流变的身上一线 一道磅礴的国运金龙 落在了敖威的龙区上 这一举 彻底将敖威与大汉帝国 绑在一起 而不仅仅是与流变签订了 主仆契约 小龙多谢皇上封赏 定为皇上 为大汉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敖威话语如同誓言 在方圆嗡鸣响起 恭贺神兽 厚礼在一旁 亲眼见证了敖威 蜕变的典委徐楚 还有诸多禁军将士 大声恭贺道 而敖威则是点了点头 回礼以待 传指文武百官 明日大朝会 流变威声喊道 遵旨 典委徐楚 恭敬应下 一日 在帝都洛阳数百万百姓 每日的仰望中 天宫如同俯瞰人间的 无上权柄 在太阳的光辉下 展现属于天宫的金碧辉煌 属于流变无上的权柄威严 此次 乃是征伐大秦之后 第一次大朝会 文武百官不敢怠慢 皆是从府邸而出 火急火燎的向着天宫而去 而此刻的帝都洛阳呈现的一幕 却是让整个帝都沸腾 以往根本难以看到尊荣的帝国文武 在无数百姓眼中现身 五宗镜之上的 直接腾空而行 向着天宫而去 五宗镜之下的 在寻求速度下 驾驭飞行翼龙而去 现在天宫四面 宛若真正的天庭一般 无数道散发着五道威势的身影 如同天神一般 向着天宫飞略而进 在天宫四面飞舞的翼龙 晋军宛若天庭当中的天兵天将 皆是散发着一种 来源于真正天宫的威势 帝林殿 大汉帝国之主 帝皇流变的驾临之殿 此刻文武百官 已经全部来到了帝林殿当中 恭敬厚礼者 此次大朝会 不仅仅是大汉主界的臣子 还有分布在其他十个世界的 治理大力也全部回归 皇上驾到 百官跪营 还是如往常一般 大内总管曹锦的声音 在大殿当中响彻 随之 文武百官皆是面容一敏 带着难言的敬畏 恭敬拜祷于地 最终高呼道 臣等参见皇上 愿吴皇胜受无疆 高呼声如同洪水涛浪 朕荡着整个虚空天地 直传于天穷之上 流变缓步从地林殿外踏步而入 在文武百官的南沿敬畏当中 走上了地位的前端 随而威严转身 地袍一展 大手虚伏 朱爱卿 平身 柳辫面容威严 沉声道 谢皇上龙恩 文武百官再次高呼道 缓缓站立而起 敬畏看着地位前的身影 此次朝会 乃是出征大秦世界之后 第一次在逐界召开的朝会 于此 分封在诸大世界阵界史全部到来 流变微声说着 百官竖起耳朵 速容听着 各大世界阵界史 都汇报各自镇守世界的情况吧 流变沉声道 陈岳飞有本起奏 大秦世界阵界无始岳飞首先出声道 说 流变威严一笑 经过帝国将士的不懈奴隶 陈与诸葛大人在几日前率领大军 顺利将大秦世界一族铲平 现如今 大秦世界江途也尽数落入帝国掌控 一族已被全部贬为奴隶 为帝国建筑劳作 岳飞恭敬道 很好 一族 豺狼也 如若不以狠辣对待 我炎黄诸族将会反受其乱 流变赞誉地点点头 因为流变对待一族狠辣的原因 帝国文武臣子 在对待一族方面也皆是一样 狠辣对待之 绝不留情 可以想象 这一次岳飞率领将士 征伐大秦世界的一族时 肯定造成了一族十世九空的一幕 嗜血无数 对此 流变不仅不会责怪 还会嘉奖之 古往今来 一族泛入炎黄中原境内 造成了杀戮 难以预算 那些血债都需要血的代价去偿还 皇上圣明 群臣高呼赞誉道 岳将军诸葛大人 顺利将大秦世界一族铲平 立得大功 臣恳请皇上予以恩赏 兵部尚书曹操出声道 孟德所言极是 他们功勋定然要好好嘉奖 流变微然一笑 直接一摆手 此番争一族功勋 岳飞诸葛亮每人恩赏十万军功 额外嘉奖递接武计一步 麾下将士军功翻倍赐予 臣谢过皇上 为麾下将士谢过皇上 岳飞诸葛亮表情严肃 恭敬道 哈哈 其他世界如何了 流变笑了笑 目光投向了其他世界的阵戒史 臣有本起奏 随唐世界阵戒史秦琼出声道 说 流变道 自当初随唐世界平定以来 在皇上圣为之下 百姓安康 世界平定 无天灾 更无人祸 如今整个世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 武道之路昌盛 秦琼恭敬道 嗯 不错 流变满意点头 臣有本走 天龙世界一切安定 百姓人人向武 亦为投身军旅 报效帝国 神雕世界 人人心向帝国繁荣 人人向武 紧接着 帝国掌控十大世界的阵戒史纷纷出声 将各自管辖世界的情况概括而出 也让流变对于现在帝国的繁荣 有着更深层次的了解 帝国的实力已经空前绝后 强大无比 再过不久 仙神 仙界 都将会在帝国的脚下站立 诸大世界繁荣无限 朕深赶大跃 这些都是帝国的文武重臣 还有各大世界阵戒史努力结果 流变威严一笑 浪声道 皆是皇上统帅之功 文武百官恭敬道 丝毫不敢鞠躬 但是 流变话音一转 眼中带着一种力然 如今诸界虽然安定 百姓安康 但是也不可忘记危机之景 须保持自危之心 向武之路 上武之徒绝对不能断绝 大汉帝国 炎黄诸族 须知武道方是永远凌驾诸天万界的强力 皇上圣言 臣等铭记在心 文武百官恭敬道 此次朝会 朕有一决定 关于帝国军团的改变 流变沉声道 话音落 整个朝堂的文武百官的心都是一顿 特别是武臣 皆是带着一种忐忑 还有期待 看着流变 流变微然一笑 瑞木在殿下一扫 我们炎黄有一句话说得好 树叶有专攻 而现在帝国的五大军团 却是概括各行 没有属于各自军团的特色 当初 朕之所以组建五方神兽军团 便是看中了五方神兽的属性之力 可是 你们五大上将 却是太让朕失望了 流变的话音一沉 带着一种发源于帝皇的不悦 臣等惶恐 五大上将 皆是从队伍出列 跪倒在了帝林殿中心 五方军团白虎为主 为兵戈冲击最利的功法之军 青龙主墓为中和之军 负责辅助之力 朱雀主火为利剑之军 远攻利剑铺天盖地 足以将敌人覆灭于千米之外 玄武主水为盾之防御 为五大军团之屏障 其林主土以急速冠绝 为五大军团互相持援之力 这是朕本来为五方神兽军团设想的晋升之途 可是你们完全背道而驰 海纳百川没有错 但是各大军团皆是发展杂乱 失去了本身军团具备的特性 流变沉声说着 语气越来越严厉 陈党之罪还请皇上责罚 五大上将没有丝毫怨言 只是非常忏悔 流变说的没错 现在的五方军团 的确朝着另一种不好的方向发展 失去了本身神兽军团的特性 看看现在 五方军团虽然强 甚至可以说是大汉掌控世界的最强军团 大势根本没有特性 煞人一看不用以军团分为 因为几个军团发展的情况是一样的 什么兵种都齐聚 什么强什么好就发展 知错能改善莫大言 此番朝会的目的便是改变五大军团 现在的情况 流变看着跪在眼前的五个上将 稍手平复了心情 道 正如朕所言 朕一遇让五方军团发展各自神兽之道 相互配合方可是强军之道 从今日起 五大军团必须按照朕的要求来改变 白虎军团属性为耕金锐利 主要发展陆地强攻 全力发展大地重甲 重计大军 青龙军团属性为木 邪恶之木 试杀之木 主要发展飞行战技 弩箭手 朱雀军团属性为火 暴虐烈焰 催灭之火 主要发展重弓 弓箭军 玄武军团主水 玄武者防御最强 主要发展攻城防御大军 麒麟军团主土 万丈疆土 任土持奔 主要发展大地速度大军 五大上将 你等可明白 流变速荣速生 将五方军团规划而成 随之 锐幕重新落在了五大上将身上 传等明白 一定全力改建军团 武将正声禀告道 如今帝国人才辈出 大将无数 现在帝国仅仅拥有五方神兽军团 等再过不久 朕将会组建五大凶兽军团 与神兽军团严密相抚 流变威严道 双臂展开 透着无穷的野心 对诸天万界的野心 他日 五方神兽军团 五方凶兽军团 齐出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佳音宝 沙神军 他日 五方神兽军团 五方凶兽军团 齐出 诸天万界 亿万强者 何人能够挡住十方帝国强势军团之威 试想一下 帝国之威在诸天万界略战之际 那是何等的韬然 白起何在 刘便突然出声 微声喊道 蠢在 一脸淡漠 表情沉染的白起 从五尘一列中站了出来 看着白起的身影 地铃殿内的温武百官 都是投以一种敬畏 现在的大汉帝国 除了流遍实力冠决 堪比武皇竞强者 白起的实力 就能够称之为第二 足足武王八重天的实力 大汉帝国 虽说关押众人 但是也是强者为尊 单靠白起之名 便可震慑诸多 更别说白起 更有通天的实力了 当初你在大秦世界训练杀神军 皆是兵中之王 强大肥肠 朕今日命你重新组建杀神军 兵力额度一万人 人数虽少 但是朕希望 你将这一万人 全部训练成兵中之兵 你可能做到 刘便锐目落在了白起身上 蠢能 白起不苟言笑 也不惜多说 一个字 一句话便表明了他的意思 自信来源于他身体内外 灵魂深处 哈哈哈哈 很好 刘便威严一笑 龙眼大悦 他就喜欢这种了当的臣子 大笑过后 刘便面容正色 浑身泛出无尽地皇威严 白起听风 刘便微声喊道 帝皇一言 如同天地之令 臣在 白起面容宁肃 恭敬拜扶在了刘便的眼前 纵然是当初在大秦世界 为嬴政效忠时 白起也从未对嬴政行过跪拜礼 但是今时今日 所尊君王不同 白起的心也不同 对于刘便行礼 他心甘情愿 因为刘便的实力 折服了他 摄令 刘便心中低贺一声 意念一动 风天榜 从丹田当中冲了出来 落在了刘便的双手之上 意念画笔 在风天榜上刻画 白起之名打入了风天榜当中 摄令 白起为沙神军上将 奉入十万军功 官居二品 享帝国二品国运 只尊朕之命 风天榜释出了一道金色光辉 直接流入了白起的身体当中 灵魂深处 也正是将白起的命运 与大汉帝国 串联在了一起 哦 国运金龙虚影 在刘便的身上腾线 朝着白起 示出了一道光辉 超过打秦数百倍的气运 国运临身 白起先是一惊 随后放松了身体 迎接国运入体 让白起停顿在武王八重天的修为 有了迅速晋升姿态 相信再过不久 只要白起回去修炼一番 便能破开瓶颈 踏入九重天的地步 此番组建沙神军 你若需要兵援 帝国千万大军 五方军团当中的将士 任你挑选 五万上将必须照办 刘便目光移动 臣等明白 赵云等五方上将直接领命 在现代 有特种兵这一成位 因为他们乃是从万千士兵当中 挑选出来的兵王 而沙神军 则是属于大汉帝国的特种兵 只尊流变 只听流变行事 而沙神军必须最强 冠绝五大军团 沙神军 朕之陆沙利刃 朕的旨意 将会是沙神军的天命 哪怕朕要他们去死 他们也必须去办 此乃练兵策 训练士兵的无上法宝 刘便沉声说着 意念一动 手中多了一个闪烁宝光的古朴物事 正是当初系统奖励的练兵法宝 练兵策 文武群臣的目光 皆是落入了刘便的手中 看向了练兵策 练兵策 乃是朕偶然得到的法宝 其中蕴含强大的力量 拥有促使武修实力快速晋升的力量 后天境进入其中 一年便可成就先天 先天境进入其中 两年便可成就武魂 刘便沉声说着 竟然有这么逆天的法宝 后天一年成先天 先天两年成武魂 这也太可怕了吧 如果帝国将士接到其中修炼 岂不是能够很快就组建一支强大的武魂军团 所向披靡 听到刘便所言 文武群臣皆是表情惊悚 难以想象 现在的帝国将士武魂镜并没有达到鼎盛 战力大多都是先天境的武修 看着现在帝国高层战力已经是武王武宗 再一看武魂就觉得很弱 但是想一想当初在神雕世界 武魂镜可是陆地神仙的存在 可见武魂镜的实力也不会是太弱 如果全军皆是武魂镜 那样真的是所向披靡 势不可挡了 皇上 这法宝真的这么强 白起训练士兵的方法很有一手 让他们实力晋升飞快 但是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作为铺垫 但是听到练兵策的功效后 也是不由一惊 一年先天 两年武魂 这也太恐怖了吧 这法宝逆天 自然也有着不足之处 通过练兵策突破的武修 再达到了特定境界后 终生难以再有进步 而且练兵策每一次进入修炼的人 最多五百人 对于朱晨的惊奇 刘变毫不觉得奇怪 至于练兵策现在能够容纳五百人 则是刘变的利用积分将其中的品阶提高了 现在练兵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地阶极致 扩大了其中的修炼空间 终生不得进步 难道会有如此法宝 原来是消耗武修的潜力 文武百官也纷纷明白了过来 但是也许有许多臣子明白 这法宝的副作用 对于底层的士兵来说 也许并不是副作用 而是一场机缘 五魂静啊 武道之徒的分水路 寿元从一百多年增长到了千年以上 这并不是每一个士兵都能够达到的 牺牲潜力 换取五魂静的力量 相信有很多士兵都愿意 恳请皇上赐予练兵策 有此法宝 臣一定能在十年内 将沙神军全部训练成五魂静强者 为皇上利刃 帝国利刃 摆起面容难得激动 看着练兵策一片炙热 这种法宝想必在军中的将领都想得到 本就是为沙神军准备的 刘便威严一笑 大手动 将练兵策直接抛给了白起 多谢皇上 白起接过练兵策 在许多上将大将 有些艳羡的目光中 急动叩手 李牧何在 刘便大声呼唤 当初在大秦世界可不仅仅收服了白起一个天下文明的大将 还有李牧 船在 李牧略带激动地站了出来 将来是想到了刘便要给他委任职务了 你自投降帝国以来 在大秦世界也是为帝国建立了不少功军 当予以封赏 日后建立五大凶兽军团 其中一军团必归于你统帅 刘便威严笑道 多谢皇上隆恩 李牧激动地说道 军团上将 这可是大汉帝国最高层次的将领了 由一个降将登上军团上将 李牧想都不敢想 这等魄力 也根本不是普通的君王能够拥有的 皇上魄力 值得我投效终生 不是赵王那般的酒囊饭带 李牧暗暗想道 但是如今凶兽军团还未完成组建 朕先将你安排至沙神军为白起副手 你可愿意 刘便威声说道 传愿意 李牧不假思索道 很好 刘便满意点头 帝皇之道在于懂得用人 相互制衡 沙神军让白起一人挡道 刘便虽然不会有丝毫背叛的担心 但是麾下的文武群臣肯定会对白起产生不满 唯有分权才能解决 摄令 李牧为沙神军副将 奉录十万军功 官居二品 享帝国二品国运 与白起一起统帅沙神军 刘便意念沟通封天榜 随即摄令 谢皇上隆恩 传莫死难报 李牧恭敬道 今日朝会镇的事情已经说完了 朱卿可还有本要揍 刘便微声问道 话音落下后 群臣皆是面面相视 并没有事情要奏报 如此便散朝吧 刘便摆了摆手 从地位上站了起来 就准备离去 等等 刚刚走下了高台 刘便好像想到了什么 今日 朕会晋升世界 昼时整个主界都会发生改变 你们安排下去 让帝国臣民不要恐慌 臣等明白 帝国文武先是一惊 然后带着强烈的洗衣回应道 先是帝国运朝 晋升到了皇朝高品 差一步便可晋升到帝朝 再有便是大汉主界 又到了晋升时刻 这一次从大秦世界归来 可以说是帝国收获最丰厚的一次 由此看来 大秦世界也不愧为中五极致的世界 让帝国主界拥有如此的晋升 从地灵殿离开 流便并没有在天宫行晋升之力 而是纵身一动 破空来到了帝都洛阳之外的一个山边 向来每次主界晋升 流便都是来到此处 可以说也是受到了不少本源负责 让此地的天地灵气异常丰厚 而且本来只有数百米之高的山顶 达到了现在的千米之高 冲入云霄 大秦世界为中五极致世界 其内涵的本源超过了中五低品的十倍 而主界才看看中五中品 吞噬了大秦本源 百分百的可能会晋升到中五极致 但是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破入到高五的境界了 流便屹立在这山巅之上 锐言扫视着下方无穷无尽的大地 怅然想到 高五世界 与中五可是跨越了一个大境界的阶层 一旦进入 足以让帝国主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源 线 流便凝视眼前的虚空 威严出声道 声音在方圆无人的山巅之上传荡 咔 翁 一波不起的虚空 忽然荡起了一幕水浪般的波纹 闪烁五彩光芒的主界本源 从虚空闪烁而出 顿时 在本源出现的一刻 整个山巅上的天地灵气 狂涌异常 好似在欢迎本源的降临 翁翁 本源发出一阵蒙鸣的声音 围绕着流便的身影转圈 很是欢快 从最低等世界到现在的中五中品 你陪着阵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时光 流便表情略带回忆 大手伸出 本源意识直接落在了流便的手中 喜悦回应着 本来作为一个连低五都不是的本源 直到世界破灭 应该都不可能晋升 但是在流便执掌天下之后 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逆绝了属于本源的定局 几十年间连连跨越 达到了现在的中五中品 大秦本源 流便没有耽搁时间 意念一动 沟通了不知隔绝了多少个世界空间的大秦世界本源 很快 主界的虚空一荡 一道比主界本源意识更为耀眼的光球出现了 其中蕴含的本源力 甚至是主界本源的数倍 正是大秦世界的本源显化 本源相合 当蜕变更强 流便沉声说着 帝皇领域狂斩而出 瞬间将整个方圆的空间禁锢 三千法则加持 任何外物都无法破开领域的防御 系统融合两大本源 流便对着系统发出指令 叮 扣除积分三十万 融合本源 系统叮鸣一响 一道金光从流便的身体当中释出 将大汉大秦两大世界本源笼罩在内 然后以肉眼可见 两大本源抛开了本有的排斥力 互相交融 向着对方融合过去 大秦世界的本源品阶 远远高于大汉主界本源 是以让大汉主界强行吞噬本源 很难做到 只有互相交融方可搭乘 很快 在系统之力的作用下 两大本源互相融合 其中的三千法则 也是以相符法则为一点 相互融合 本来两个五彩光球 在时间的推动下 已经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光球 过了两个时辰后 叮 本源融合完成 一声叮鸣的提示声响起 煞时 系统的金光全部消失散去 一个散发悬傲之能 蕴含更为涛染力量的本源光球 出现在了刘变的眼前 带得刘变意念感知过去 两大本源合为一体的层次 已经达到了中五极致之上 可以说无限接近于高五的阶层 哪怕是以刘变 堪比五黄镜的实力 感受本源蕴含的力量 都能感受到振振的心迹难言 如今 主界本源的能量层次 已经远远超过了五黄镜的层次 只怕已经接近了五黄之上 五帝镜 回归世界虚空 让世界彻底晋升 刘变扫量了本源光球一眼后 微声令导 世界晋升已经到了这一刻 刻不容缓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嘉音宝 听到了刘变的命令 主界本源光球稍稍颤动了一下 五彩的光芒肆意一散 带着一种俯视诸天的气势 向着虚空飞掠而去 当到了虚空的节点所在 直接裂开了一个祸口 本源直接顿入了其中 虚空随即闭合 刘变凝视着本源消失的虚空 目光一定 如今本源在刘变的几十年的努力下 成长到了现在的境界 向着终极的境界 天道甚至大道迈进 也许等到有一天 主界本源真正成长到了天道的时候 刘变甚至可能凝聚属于他的天道法轮 操纵天道之下的一切法则 这样一想 刘变如何不激动 哄哄 当主界本源回归虚空的一瞬 千米万米之高的天空 本来一片无云 可是在一瞬间过后 风云滚滚而动 翻滚而起 无数云层遍布在了天地虚空各处 所以而天穷之上 虚空之内 天地之间忽然想撤了无数道堪比雷霆的阵明 本来平稳无动静的大地上 如同爆发了数级的地震 轰鸣颤动起来 虽没有造成翻江倒海的动静 但是每个身处大地上的人都是站立不稳 在这一刻 整个天地都在此等雷霆下震动起来 世界晋升 大家无需惊慌 皇上神威自会庇佑帝国臣民 在刘变从地灵殿离开之后 文武百官便全力将世界晋升的消息 传到了帝国各城 对于这忽然出来的天地巨震 帝国主界的臣民们根本没有一点慌乱 反而跑到大街官道上看热闹的不计其数 对于经历过帝国晋升的老人来说 每每帝国晋升之刻都是机缘之刻 世界本源将会降落属于反哺的福泽 武修者得知可以促进修为增长 就算不是武修的得到 也会延年益寿百病消除 可以说每每主界晋升 都是帝国亿万万民众期待无比的时刻 哄哄 天地之间巨大的轰鸣声不断 如同漂泊在海洋之上的巨剑 主界唯一一块大陆开始疯狂的扩张起来 向着大海汪洋的四面 土地一万里的大小扩张 眨眼间庞大的主界大陆就扩张了几十万里之大 在大陆扩张之后 整个大地定格 天地间本来充实于低武世界几百倍 高于中武低品十几倍的天地灵气 骤然开始猛烈地攀升起来 以数倍之势迅猛增长 哗 无尽的天地灵气从虚空当中宣泄出来 这一刻天地间的灵气比之前暴涨了至少三十倍 完全超过了中武高品 更超过了中武极致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半步高武的地步 流变在风云世界停顿过许久 综合主界现在的灵气情况来看 主界灵气浓郁度 离得风云世界也差不了多少了 主界晋升 世界反驳 帝国臣民抓紧时机修炼 流变意念动 顿时天穷之上显化出流变的苍天之眼 一股强烈的天地之威无穷惊险 碾压天地 声音传遍了整个大汉主界 谢皇上圣恩 皇上圣受无疆 无数臣民贵福在地 敬畏看着苍天之眼 高呼不断 随即 苍天之眼隐去 帝国主界所有人 甚至隐藏在山林当中的妖兽 都不浪费着宝贵的机遇 疯狂吞吐着灵气 修炼起来 整个世界的天地灵气疯狂沸腾 无数境界突破的气势散开 整个主界呈现被五道气息笼罩的海洋 在整个主界完成了晋升之后 分住在各大世界的本源分化 也是开始得到了增强 各大附属世界之中的灵气 也是开始缓缓地递增 虽然不会有主界增强的这般迅猛 但是也是或多或少有些增加 比如当初的第五神雕世界 现在已经拥有了第五高品的灵气含量 其他世界也都是一样 有着增强 而大秦世界在两大本源融合后 合为一体的世界本源 直接顿破了虚空 融入了大秦世界的法则核心当中 接管了大秦世界 这一切都做完之后 丁 恭喜宿主炼化世界成长到接近高五世界 跨越近两个阶层 奖励积分两百万 丁 发布任务 在二十年内将主界晋升至高五世界 奖励积分三百万 宿主是否接受 系统的声音在流变脑海响起 接受任务 流变没有丝毫犹豫 晋升主界到高五是势不可挡的 有任务奖励自然更是不能错过 完成了世界晋升之后 咔的一声 本源意识又从虚空当中顿出 重新回到了流变的身边 超过了中五极致 无限接近高五 只需要再有几个世界的本源力 你就能晋升为高五世界 流变凝视着本源光球 喃喃说道 听到流变的声音 本源光球兴奋地颤动了几下 本源本无灵 但是在面对流变的时候 却是无比的亲密 从中五中品 晋升到了无限接近高五的阶层 蕴含的力量多出了几百倍不止 哪怕是无灵的本源意识 也是激动无比 忽然 在流变没有预料间 本源意识忽然释出了一道光芒 射向了流变 嗯 流变表情一愣 但是没有任何的害怕 本源意识已经被他的烙印所控 崩溃就在他的一念之间 自然不可能伤害到流变 之所以一愣只是对于本源意识忽然的动作感到不解而已 看着本源释出来的光芒 流变没有抵抗 放开心神 接纳了过来 在光芒进入脑海的一瞬间 一股讯息在流变的意识中呈现 流变的表情更是带着一种惊异 这一次晋升之后 你竟然拥有了强行吞噬等级比你低的世界本源 更能同化其世界法则的本源神通 似乎感受到了流变的惊异 本源光球欢悦的飞舞了几下 似乎在向流变炫耀着 好家伙 日后对付高五之下的世界 用主界世界直接入侵 定然会无往不利 流变眼中视出阵阵激动的光芒 本源拥有了这般神通 入侵极低世界的法则 吞噬其本源 可以说已经向着天道的层次进化了 遥想当初 主界本源为流变开辟雷霆之眼 而损耗了本源时 流变为了恢复本源的能量 下旨征伐五个小世界 但是因为小世界的本源法则限制 仍旧只能率领那么多将士下界 但是现在主界本源 拥有了吞噬低级世界本源 同化其世界法则的神通后 那般尴尬的处境将不会存在 利用系统开启空间之门后 无需改变进程 直接让主界透过空间之门 吞噬其本源 同化其法则 而帝国大军下界将不会有任何牵制 当然 这也仅仅是对于低于主界的世界 如果是高五存在 主界只怕并没有那样强大的力量 不过 想着中五层次的世界都会被主界本源吞噬 这难道不是强大的本源神通吗 你暂且顿回虚空 朕会为你去寻找世界本源 让你踏破最后的一重瓶颈 彻底进身高五境 到时便会有着与风云世界本源抗争的力量 刘变对着本源说道 嗡嗡 本源意识准确听到了刘变的话 嗡鸣两声 闪烁了五彩光芒 随后重新遁回了虚空当中 风云世界 高五世界 此番征伐大秦世界 震荡休养二十年 消化大秦世界得来的底蕴 随之征伐高五之下的世界 补全主界本源 晋升高五 二十年后 帝国大军全出 踏平风云世界 雄霸 帝是天 圣剑 等着朕 流遍目光当中 带着无穷野望 属于帝皇强烈而不断的野心 书战 帝国晋升之后 回到主界的两件大事 晋升皇朝高品 晋升世界 已经全部完成 流遍终于也松了一口气 主界本源距离高五只差 致尺之遥 但是需要的本源力 也是难以计算 出定为五个世界 不知道够不够 流遍盘坐于山巅之上 陷入了一种沉思当中 系统 给我随机列举高品之下的世界 稍稍沉思后 流遍下指令道 丁 指令受理 开始列举 中五中品世界 长城世界 其中五道并不繁荣 负面气息集结 产生了凶兽掏剔 意图吞灭整个世界 低五中品世界 二战世界 南京南京 中五低品世界 以天世界 随着流遍的一声指令 系统先后列出来几十个世界 供流遍挑选 看着这一长串的世界名称 流遍的表情略带平淡 这看似千万的世界 在他眼中不过相同 皆是日后征伐的对象 都将是他将要踩踏脚下的世界 如今朕以为地 主界之主 掌控子民亿万万 但是前世的我终究还是留了几分眷恋 我终究还是拥有着前世最审藏的记忆 唉 流遍悠悠一叹 一向保持威严的神情 变得有些哀愁 几十年的光阴 前世今生 一朝为人 一朝为地 一朝为夫 一朝为父 已然将前世普普通通的屌丝流遍 洗刷得一干二净 但是在前世该有的眷恋 却还是深重在了流遍的心底 五皇境不像五王之下的境界一样 靠着天赋和修为积累的可以突破 五皇境又名炼心境 必须让心境圆满 毫无杂念 方可踏入五皇境 而流遍现在的地道登峰造极 地道之心无比圆满 但是在这圆满的同时 确实还有一点小瑕疵 当初前世为人 留下的心境小瑕疵 流遍必须解决了这一次瑕疵 地道心境方可真正的圆满 五皇境也将会水到渠成 朕一定要搞清楚 它是为了什么 淡漠过后 流遍的眼中浮现了一抹坚定 系统 朕前世的那个世界 可还能回去 流遍意念沟通系统 丁 消耗积分可以回归 系统没有让流遍失望 达到 好 流遍目光彻底一定大声道 我要选择五个世界 第一 镇前世的世界 第二 长城世界 第三 二战南京世界 第四 以天世界 至于最后一个世界 随机选择 丁 宿主指令受理 第一世界 现代都市世界 第五高品 所需破戒积分三十万 第二世界 长城世界 中五中品 所需破戒积分五十万 第三世界 二战南京世界 第五中品 所需破戒积分二十万 第四世界 以天世界 中五低品 所需破戒积分四十万 第五世界 随机世界 货比特人世界 第五高品 所需破戒积分三十万 五个世界 总计需要积分一百七十万 宿主是否开启空间之门 系统将所有世界的属性列出 问道 全部开启 刘便不假思索 丁 指令受理 五个世界空间之门全部兑换 宿主可随时召唤而出 系统道 五个世界的本源力 定然能够促使主界本源 晋升至高五 如果到时还是不够 再行功法掠夺 朕存在一日 大汉帝国掠夺不止 刘便沉然说着 身形一纵 向着帝都洛阳掠去 虚空直接裂开 刘便瞬间顿入了其中 帝国五大上将 全部来地灵殿议事 刘便破空穿梭之势 威势无穷的声音 透过气韵联系 传到了赵云等上将的心中 传等遵旨 世界晋升 天地灵气暴涨 虽然机缘难得 但是对于他们这等五王境的大将 已经起不来太大的作用 当即收工 向着天宫行进 在王境的实力下 不过片刻 五人便来到了帝林殿之内 谈等参见皇上 五人恭敬拜扶于帝 高呼道 全部平身吧 刘便端坐于帝位上 威严看着殿下五人 谢皇上隆恩 五人缓缓站了起来 恭敬地看向刘便 不知皇上相招有何要事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嘉音宝 面对五人疑惑的目光 刘便淡漠一笑 主见已晋升至半步高五境 差一步便可进入高五层次 主见已经要到高五了 大喜事啊 难怪现在的天地灵气如此磅礴 已经远远超过了大秦世界 恭贺皇上 听到刘便的话 五人皆是面范喜意 朝着刘便贺喜道 主见距离高五只有智齿之遥 朕抑郁加一把火 让主见在最短时间内晋升高五 故而在接下来的时间 朕将会开启五个高五之下的时间 征服起见 吞起本源 促使主见晋升 刘便威严一笑道 皇上圣明 主见乃是帝国之根基 晋升高五 方可让帝国根基越发稳固 武将本是好战之人 更是刘便的心腹 听到要征战朱戒 壮大实力 顿时都生出了难以言的激动 此次五大世界 有一族文明 更有凶兽世界 对于你等现在实力 可以不惧 如当初一样 你们每一个军团负责一个世界 刘便威严道 臣等尊职 赵云等人恭敬点点头 每一军团派遣二十万大军即可 你们便回去准备吧 五日后便准备开伐异界 刘便道 皇上 初次跨界便带领二十万大军 会不会引起异界崩塌 赵云带着一份凝重门道 无需担心 你们按照朕的话照做便是 刘便淡默道 如今主界已经拥有了本源神通 可以吞噬低级世界的本源 同化其世界法则 虽然需要时间过程 但是也是能够制法住 征伐世界的本源意识 让他们对于帝国降临大军 也不会有什么办法 这便是世界天道 入侵另一个世界的天道 一层对一层 臣等尊职 看着刘便这样自信的样子 微臣的赵云他们也不敢多问 宫敬点点头后 便退离了地灵殿 却是回归各自军团 挑选征伐将士去了 回到自己的寝宫 到了夜晚 召集了北宫的嫔妃 来了一场盘长大战后 上次太医帮了刘便的大忙 让天宫得以扶空现世 刘便可是答应要好好陪他一个月的 皇上 你又要出征了吗 太医依偎在了刘便的怀中 温声道 嗯 刘便温然点头 带着一点柔情 朕知道 征法不断 帝国知道 征战不休 终有一日 诸天万戒都要臣服在朕的脚下 于此 朕绝对不可能贪图享乐 臣妾一定尽全力帮助皇上 太医柔声道 作为后宫皇后 朕只希望你们姐妹能够团结在一起 朕出战时 为朕稳定朝纲变城 刘便笑道 皇上放心 臣妾可不是那种霍乱后宫的女人 一定会和姐姐们交好团结的 太医笑道 嗯 这样朕就放心了 朕离出城不久了 这几日就好好陪陪你们 啊 皇上 不要 伴随着寝宫之内的阵阵交呼声 无数春光蔓延 泪趴了雪女 红莲 大司命 邵司命再一次被恶狼强行唤醒 进入又一轮的征伐当中 时间飞快 五日过后 庞大的天宫外层 五方神兽军团 一百万大军齐聚 让整个外层宫殿 遍布了无数杀机 从下方向着上方天宫看去 好似金碧辉煌的电雨群 变成了一种肃杀的幽名堡垒 嗷 两声同时响彻的龙吟声 传荡在整个天宫方圆百里 两条庞大惊天的神龙 从宫殿深幽当中惊现 一条鳞甲呈现漆黑深沉 一条鳞甲冰蓝如天 两大庞大神龙四爪飞舞 拖着一个奢华权势的龙脸而来 帝国上将 恭迎皇上 帝国五军将士 恭迎皇上 甲昼披身的五大上将 首当其冲的拜扶于帝 随后五大上将 从军中精挑细选而出的 一百万先天将士 身着帝国战甲 整齐如一人 带着震天的军威 轰然拜扶 强大的军威 让天宫都为之一颤 诸位将军平身 诸将士平身 在两大神龙所拉的龙脸上 一身地袍加身 地观在上的流变身影 显现在百万将士的眼前 谢皇上 百万将士整齐如一人 高声回道 战甲碰撞 叮鸣一响 百万将士同时站了起来 带着最深敬畏 看着龙脸之上的流变 此番功法 乃是帝国主界之万古大业 你等皆是我帝国最强之军 此战由你出力 必然踏平主界 必胜 流变难得一次的试诗 声音有力无比 震动天地环宇 百万将士带着无穷军威怒吼道 在这等士气之威下 胆敢挡住帝国脚步者 必定会被帝国的将士踏成肉泥 帝国将士由此军威 振心甚畏 流变威严一笑 对于帝国将士表现的军威 无比满意 子龙 奉先 此番五个世界 还是如上次一样 各凭机缘选择 流变威严一笑 扫视了下方的五元大将 威声道 传等谨遵皇上圣谕 五人对此没有意见 厚力下方 开启空间之门 流变意念低贺一声 地袍一挥 五道金光 从流变的手中挥斥击出 哄 在百万将士的正前方 五张巨大的空间之门 直接惊现 闪耀着属于法则无上的光辉 五大世界门户已出 主将各选一个 流变大声道 陈等遵旨 赵云等将高声回应 随后 武将走到五张空间门户之前 本将选择第一张门户 赵云了然一笑 大声道 既然如此 本将选择第二张 吕布笑了笑 大手一指 两位将军皆是按照顺序来 那我们也就一样遵从了 剩余皇中等三将一看 笑了笑 直接按照顺序选择了 五张空间门户 全部选择完毕 启奏皇上 陈等已经选择完毕 武将恭敬道 你们选择的是什么世界 朕也不多言 进入吧 流变威严一笑 光芒万丈的空间之门 直接打了开来 遵旨 武将各自回到了军团不屈所在 五方神兽战旗在天穹上飘扬 随着各军团上将一声令下 军团出征 荡灭一间 恨恨恨 杀杀杀 百万帝国大军一招而动 在各自上将率领下 向着空间之门进发 正是按照之前的选择 一将一门户 朝着空间之门冲了进去 百万大军如同步入了一空间一般 一步步的消失不见 本员 流变低声呼唤一句 虚空一颤 主界本员从虚空当中顿线而出 透过这五座空间门户 入秦一世界 流变对着主界本员下令道 嗡 主界本员嗡声回应了 光芒一闪 随后 从本员光球上动射出了五道玄奥的法则光芒 直接朝着五个空间门户传了过去 随后 在法则光芒首先进入了五个世界 后指 本员光球也在一瞬间分化成五个 朝着五个世界冲了进去 在这五个世界眼中 主界本员便是一界 而一界本员入侵 铁定会被其本界本员发现 水火不容 但是对于这五个世界 主界本员却是丝毫不惧 半步高五的世界层次 远远不是这五个世界能够相提并论的 与此同时 在这五座空间之门连同的对面 主界本员直接侵入了五个世界 强行顿入了五个世界的虚空当中 轰隆 轰隆 五个世界的天地之间忽然爆发出了滚滚雷鸣 让整个天地之间都是颤动不断 原本明亮的天空瞬间变得乌云密布 压抑无比 到处都是天雷诈鸣 惊雷不断 好似一场覆灭天地的末世即将来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好好的天色忽然变了 怎么我感觉大地都在震动 老天爷发怒了 长城世界 以天世界 这种对于老天爷充满敬畏的古代世界的生灵 都是惊恐的抬头看天 充满了战力感 大地在震动 天色全部变得 要是这些天雷能够把这些天杀的窝国鬼子杀了 该多好啊 二战 南京世界 无数落难的炎黄子民抬头看天 眼中散发着炎黄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悲怜绝望 显然是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屈辱才造成这样 卫星探测到一种不明的能量在数万米之上的高空产生 迅速锁定目标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发现 一定要查清楚 都市世界的无数国家通过卫星查探到了上方的虚空 产生了翻滚般的能量 日全时啊 几十年都难看到的场面 得好好拍照留念 对于生活在普通阶层的人而言 这一次天地的异变只是一个精益的笑料 根本接触不到能量的那种单位 在炎黄 还有许多隐藏在暗中的修炼人士抬头看天 每一个都是眉头紧皱 天有异象 不妙啊 密切关注炎黄 说不定这是炎黄弄出来的勾当 主界本源意识的入侵 不被五个世界的生灵所指导 但是在五个世界的虚空深处 法则核心 一场属于本源的战斗 世人眼中老天爷的战斗 正疯狂地打响起来 无尽的乱流在虚空当中咆哮舒展 造成了整个虚空惊天动地的炸响 这也是虚空之外的世界雷霆滚滚 显得极为压抑的原因之一 主界本源如今已然是半步高五的境界 纵然是本源分化成了五道 但是其蕴含的法则力量也绝非是中五能够相比的 世界的等级阶层比武修者的等级更为隔绝 当真就是真正的一镜一重天 死翻流遍跨界功法的五个世界 最高的也仅仅是中五中品 在主界本源之力下显然不够看 虚空当中巨大精明不断 主界本源释出了狂然的法则之力 朝着五个世界的本源意识疯狂碾压 面对这怒嚎般的威势 五个世界节节败退 可以说除了中五中品的长城世界本源外 其他的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 便被主界本源入侵到了属于世界最根本的法则核心当中 主界本源果真没有让朕失望 主界本源第一次行入侵异界吞噬本源之事 流遍的意念自然融入在本源之上 关注着这一切 一旦本源有所不利 他就绝对会跨界出手 但是本源没有让流遍失望 从头到尾都是碾压着五个世界的本源 很快属于主界本源的法则力量 已经将五个世界的本源意识包围 彻底侵入到了法则核心当中 吞 流遍见此一幕 直接下达了吞噬的命令 当即 主界本源五彩法则光芒闪烁 释出了无数道法则细线 朝着已经被包围 无处可逃的五界本源 笼罩了过去 五界本源意识毫无抵抗 只能感受着发源于核心的战力 看着主界本源一步步入侵到了他们的核心 随之 主界本源化作了倾盆大口 将五界本源一口吞了下去 本源之力极强 没有系统之力的帮助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彻底吞噬 不过 现在这五个世界已经可以说打上阵的印记了 流遍意念看着五个世界虚空深处同时发生的一幕 冷冷一笑 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流遍意念一顿 重新回归了主界的身体 而回来后 百万将士仍旧在飞速向着空间之门进入 可见刚刚主界本源碾压吞噬一界本源的一幕 进展飞快 前世的世界 朕也该过去看看了 流遍稍稍抬头 看着前方那释出诸多熟悉气息的空间之门 释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怀念 几十年了 终于要回去了 如今身为帝皇 诸界之主 这算不算一锦还乡呢 这不过 流遍这个一锦还乡就有些可怕了 因为他是带着几十万帝国大军 前世可以说得上是天兵天将的大军将领 前世的世界将会被属于他的帝皇光辉笼罩 帝威冲销 嗷皇 嗷威 流遍重新坐上了龙脸之上 沉声呼唤一句 嗷 两龙立即会议 龙区一动 朝着属于流遍前世的门户 都市世界冲了过去 两条庞大的神龙 拉着属于帝皇的尊贵龙脸 冲入了空间门户当中 眨眼间消失不见 在都市世界虚空深处 主界本源已经将此界的本源一时设服 剩下的便是缓缓吞噬 逐渐替代成为这个世界的本源 随着虚空当中的大战消止 外界也是迅速恢复了平静 那等整个世界天雷滚滚 似乎要世界末日一样的场景 也是逐渐消失 直到不见 这也让世界上所有的民众 都好似经历了一场梦幻一般 非常出奇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空都变了一个颜色 就跟世界要毁灭了一样 难道是神仙下凡 世界上哪有什么神仙 我怀疑是外星人处事 反正没有末世就好了 无数人看着末世天象的离去 都是纷纷议论起来 现在都市世界除了一些小摩擦外 基本上都是和平世界 自然所有人的心都变得平淡 对于所谓外星人 所谓鬼神已经完全不信 这一次大汉帝国降临 将会给这个世界来一场 属于武道仙神的冲击 与此同时 都市世界被誉为世界最神秘 最难以探测到的地点 世界各国 无论是称霸世界的美帝 还是哪个国家 都是无法揭开这一处地方的奥妙 百目大三角 被誉为都市世界的死亡之地 凡是人或者战舰 任何事物进入其中 都将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继而失去踪迹 故而 都市世界的每一个人 对于百目大都带着惊异的好奇 但是经历了无数次的事故后 也不会再有人敢探测其中 空间之门自主界开启 通向了此界 却是没有定下位置 可能出现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而这一次 则是出现在了这个世界最为恐怖的百目大三角 卡 虚空之上 嚎啕不绝 下方无尽的海平面下 呈现怒嚎版的滔流 让整个百目大呈现乱象一片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虚空突然惊陷了裂痕 从这裂痕当中 突然释出了金色的光辉万丈 一座金光巨门从虚空当中惊陷而出 向着海平面坐落而去 振天动地的涛燃能量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掀起蔑视一般的海浪 龙卷风暴 方圆百里千里的海平面都为之泛滥 也幸亏这百里千里方圆并没有国家存在 如若被这等能量威势笼罩 只怕会瞬间裹破 死亡无数 总统 百目大三角传来了强大的能量 只怕是几万吨核弹的几百倍不止 使用卫星探查 查清楚百目大发生了什么 说不定和之前的雷霆有关联 美帝黑工 卫星查探到了百目大的能量之危 总统 百目大发生了查到很大的能量 不知道和美帝有没有关系 严密监视调查 北极熊也是查探到了 一号 百目大发生巨大能量波动 严密监视 严黄也是有了动作 几乎在空间之门降临百目大三角的瞬间 属于这个都市科技世界的卫星都查探到了巨大的能量波动 但是也仅仅是查探到了能量 对于百目大内部的情况 卫星却是也查探不到 而是随着主界本源的吞噬作用 同化这个世界的法则转化为属于五道进化 也许再过不久 这个世界的一切科技武器都会成为一堆废铜烂铁 不起作用 无论是嚣张霸道的美帝 还是以核武威慑这个世界的北极熊 都会在这个本源同化之后被打回冷兵器时代 属于五道的光辉 或者对这个世界人来说 属于仙神的力量将会展现 百目大三角 空间之门坐落在了海平面上 在一股无形的能量下 腾于海平面上 没有丝毫下沉的轨迹 这是个什么世界 天地灵气竟然吸薄到这种地步了 当白虎上将赵云驾驭着一头巨龙 从空间门户冲出 一感受这个世界的灵气状况 不由皱起了眉头 可以说 这个世界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什么天地灵气了 看来这个世界是当初汉生所说的 类似生化世界的科技世界 用以科技进化 将天地灵气都污染浩劫 赵云扫量着方圆 暗暗想到 在赵云出现停顿的一瞬 汉 汉 汉 大汉天威 荡灭诸敌 伴随惊天动地的怒吼声 属于白虎军团二十万大军 从空间之门当中冲出 面对着百慕大的海平面 却也是没有一分畏惧 因为他们此番来到的全部是翼龙战绩 拥有飞行智能 很快 二十万翼龙战绩 组成了遮天蔽日的乌云 笼罩了整个百慕大的天空 白虎将士恳请上将训事 当所有将士立阵于半空 皆是带着严谨敬卫之色看着赵云 本将没有什么可说的 只有一点 将此界所有抵抗帝国天威的国家势力 当平当面 不尊大汉者 杀无射 赵云阵臂一动 手中的龙胆枪泛出了力然的光辉 尊上将之令 杀杀杀 二十万帝国将士狂吼着 在各自军团大将的带领下 朝着前方一望无际的海洋飞掠而去 如同密密麻麻的蝗虫将要将这个世界摧毁 重塑 嗯 赵云表情一宁 回过头 看向了空间之门 迎着赵云的目光 两头带着无尽威势的庞然大物 从空间之门当中冲了出来 而在之后便是属于大汉帝国最尊贵的帝皇龙年 臣赵云拜见皇上 赵云急忙败道 嗯 不必多礼 刘便的声音从龙年当中传了出来 皇上 此番您为何来到此界 难道此界有什么难以对付的敌人不成 赵云恭敬问道 朕突破五皇镜的契机在这个世界 刘便淡淡的说道 皇上要突破五皇镜了 赵云鹦鹉面容浮现一抹喜意 急忙攻守道 臣在此赫喜皇上五皇将破 此界乃是科技世界 各种科技武器与当初的生化世界一样 但是对帝国大军来讲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此番你们从此出去直接横扫周边 如若不遵 杀无赦 刘便与赵云给将士们训话时所说的一样 杀之一字完美展现 陈明白 帝国天威不可犯 胆敢阻碍者 杀 赵云眼中 力芒一现 同时在心底也是生出了几分压力 毕竟与其他的四个世界不同 刘便的剩下没有亲临 而现在刘便来到了赵云所征伐的世界 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形的督促 如果赵云征伐此界的速度慢了 岂不会愧对刘便 此次朕来到此界正在体悟 征伐之事一切都交于你 朕不会管 说完 刘便便驾驭着龙年继续向前飞进 向着炎黄的那片土地 百慕大三角 带着一种古怪能量 此界的科技卫星都无法探测到 但是只要出了百慕大 那种隔绝卫星探查的能量便会消失 当二十万翼龙战机浩浩荡荡的 从百慕大冲袭杀出 每一个将士身上 皆是泛着先天之上的能量 组合在一起 足以比你上千颗核弹头淋漓一起 为各国的卫星准确将二十万大军 从百慕大涌出来的画面捕捉到了 当各国的技术人员看到这般惊天的一幕 一时每一个人都是目光呆滞 好似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 或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天哪 这是什么 他们好像炎黄古代的战士 没错 我以前看过炎黄的古战士 他们正是这种服装 不过他们驾驭的是传说中已经绝技的一龙吗 这 这真是太可怕了 如果不是你们都看见了 我还以为产生了幻觉呢 当各国的技术人员看到从百慕大冲出的帝国战绩大军都愣住了 好半天后才恍然毁神 这件事情太过重大了 快禀告总统 当各国的卫星技术人员恍过神来 急忙向着上级传递消息 炎黄古代的军团从百慕大冲出来了 这怎么可能 当美帝的总统特普达得知消息 明显不相信的说道 总统 你看 这是卫星拍摄的画面 一个美帝官员把手中的文件递给了特普达 后者接过文件 顺眼一看 本来不相信的表情变成了惊诧 反问道 你确定这是从百慕大出来的 而不是在拍戏 总统 属下可以肯定 这绝对是最清晰的画面 美帝官员肯定道 炎黄古代战士 还有绝技了几万年的翼龙 从百慕大三角跑出来了 天哪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特普达捂着头 一脸无奈 总统 不好了 从百慕大冲出来的古代大军 已经向着袋鼠锅冲过去了 一个美帝官员慌张 跑进了特普达的办公室 他们想要干什么 特普达表情一僵 问道 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是想攻打袋鼠国 美帝官员迟疑说道 攻打袋鼠国 他们好大的胆子 难道他们不知道 袋鼠国是我们美帝招的 特普达忽然怒容上脸 怒骂道 总统 我怀疑这些古代战士 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所以 另一个美帝官员道 该死 这难道就是百慕大三角 隐藏的秘密 连同着另一个世界 这不可能吧 难道世界上真的存在什么异空间 特普达捂着头 很是苦涩 一会儿后 似乎想到了什么 炎黄和北极雄 有什么表现 他们倒是非常安静 似乎在等着看我们美帝的动作 美帝官员道 你们说 这会不会是炎黄搞出来的 特普达举起手中的文件 指着上面的古代战甲骑士道 不 不可能吧 炎黄如果有能力探查百慕大的秘密 只怕早就是世界第一了 美帝官员说道 看来我们也必须先采取观望措施 把这些古代骑士的嫡系探查清楚 在决定之后的动作 还有 可以让戴鼠国试探一下这些古代战士 特普达想了一会儿 对着几个手下说道 是 我们这就给戴鼠国传达命令 美帝官员点了点头 走了下去 在这个世界上 美帝可是掌控着绝对的霸主权力 许多国家都是他的小弟 例如这个世界的高丽国 沃日国 阿三国等等 当然 还有这个以戴鼠而闻名的戴鼠国 说只是小弟太夸赞了 姑且用走狗来说吧 在美帝决定让戴鼠国先行逝世 大汉帝国战绩的火力时 炎黄 北极熊等国也是纷纷有了对策 暂且官网 目光转移 来到了百慕大群岛相隔不远的戴鼠国上空 在赵元徽下 马超 孙策等帝国大将的率领下 二十万帝国战绩横冲直转 朝着前方掠迹 很快便来到了戴鼠国陆地的上空 大军压境 顿时让这个国家的本来明亮的天空 呈现了一片来自煞气杀气的牙翼 美帝大哥有指示 让我们试一试这些古代战士的嫡系 传令空军挡住这些古代战士的去路 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入我国的领土上 如果不听指示 我授予你们开火的权利 很快 戴鼠国的总统得到了来自美帝大哥的指示 作为中心的走狗 戴鼠国总统自然是直接下令 什么摆目大出来的狗屁古代战士 别以为骑着那些生化技术制造的翼龙就很强 在我们精锐的武器下 全部得死 而且这一定是炎黄弄出来的花样 等这一次对付完这些家伙 美帝大哥一定会好好地奖赏我们的 戴鼠国总统美滋滋地想到 完全没有将帝国战绩当回事 在戴鼠国的岛屿军事基地 数百架由美帝生产制造的先进战机紧急升空 还有几十万戴鼠国的军队迅速聚集 目标便是压境而来的大汉帝国战绩 总统有令 不能让这些假冒的古代骑士入境 如果强行硬闯 总统授权开火 一道道命令在戴鼠国军队中发出 随即数百架飞机快速地升上了天空 呈现一种现代化的飞行军阵 几十万核枪实弹的大军 也是整齐开复而去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加音宝 在戴鼠国与海面接口的上空 二十万帝国战绩整齐密布在了天穷上空 二十万将士散发的煞气 组成了遮蔽方圆百里的煞气乌云 让这个戴鼠国海边的人处于恐惧难言当中 他 他们是什么 一 龙 这些底层的人自然看不到帝国战绩 从百慕大冲出的卫星画面 看到微煞冲销的帝国战绩后 许多戴鼠国人都被吓蒙了 将军 这些人好像都是一族 是否强行诛灭 一个驾驭一龙的战绩 飞到了马超身前 冷然问道 一族之言最容易分辨 自然将士们一眼就能看出 等一会儿 不出意外 他们应该会派军队过来 等一举破灭了一族的军队 再行屠灭之时 马超淡淡说道 慕广摇看空无一物的远方 却是在等待 孟起说的不错 等待即可 无等将他们一网打尽 省得费力 最好在上将过来时 便解决战斗 孙策也是点头回应 眼中带着猙獰的炙热 手下遵命 几个小将恭敬领命 主将未动 二十万帝国将士就这样漂浮在了上空 静静等待着 总统 这些古代将士并没有进入我们的领土 现在怎么办 通过卫星探查的官员向着总统会报道 没有进来最好 在领土外解决了他们 才不会伤及我代鼠国的子民 但愿这些所谓的古代骑士 不要让我太失望 代鼠国总统冷冷一笑 心中更是嘲讽 什么百慕大义空间 什么古代骑士 全部都是假的 等灭亡了这些所谓骑士 我代鼠国一定会在世界上 好好掌插一番脸 那总统的意思是 发动攻击 代鼠国军队官员问道 先行警告一番 如果不肯退离我代鼠国领空 就全部见面 代鼠国总统冷冷道 是 几个军队官员一愣 随后揭示大声回应道 数百架代鼠国的战机 急速向着二十万帝国战机掠击 很快便呈现战斗姿态 炎黄古代的战士 几万年前就绝技的翼龙 Oh my God 我们这次的敌人 究竟是哪个国家派来的呀 这 这至少有着十几万的骑士吧 当代鼠国的士兵 看到前方天空遍布密密麻麻的帝国战机 这等骇然的军威 猙獰 嗜血的翼龙 每一个都是倍感头皮发麻 他们得到了代鼠国上层的命令 是迎战敌军 但是不清楚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存在 这里是代鼠国领空 你们快快退离 否则我们将开火 发动攻击 一个战机的军官打开扩音设备 朝着帝国战机喊话 不过他们说的是英文 听在马超 孙策以及帝国战机的耳中 便是如同怪鸟唧唧喳喳的叫一样 一直以来 帝国征服过许多世界 其中也是概括了这些金发碧眼的异族 但是对于异族的语言 他们都不屑于去学习 因为在帝国掌控的世界 都是异族来学习汉语 梦启 他们说的是什么鸟话 孙策皱起眉头冷冷的 我也听不懂 不过不用管 看他们的样子 军队都已经聚集了 是时候斗手了 马超舔了舔嘴唇 一扫前方陆地上聚集的帝国士兵 还有数百家的战机 眼中的杀机一闪 直接锁定了在扩音大喊的战机 手中的力枪一动 体内的真元狂热而动 力枪猛然突刺而去 刺 一道凌厉的枪盲 一瞬间之势 朝着那战机轰了过去 长官 小心 几个侧应战机的士兵急忙喊道 但是终归是晚了 一声轰鸣声 枪盲直接吞没了那喊话战机 坚固的战甲 哪怕是普通导弹都难以一下子击落 可是在这枪盲下 直接碎成了碎片 变成了道道火光 跌落了虚空 这 这是什么能力 他们是超人吗 Oh my god 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一枪 击出了害人的能量 轻松吞灭了战机 代数国的士兵都被马超这一胸威所射 俩然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种奇异场面 这种恐怖的力量 随意一枪 冷兵器的一枪竟然把战机击落 看到这一幕 代数国的士兵本来就被翼龙的争鸣所射 这一下变得更加害怕了 帝国将士们 杀 马超一枪便是号令所在 当即 孙策也是高举着手中的力枪 横掠夺空 向着前方遍布的代数国战机 猛击了过去 哗 浩荡的枪芒掀起天空而动 破碎了这个低武世界的虚空 如同火山喷发的凶势 无数气流肆掠而开 浩浩荡荡的翻滚 快躲开 开火 几百架战机顿时变得杂乱无章 向着四周躲开 但是也有十几架难以逃开孙策一枪之盲 被瞬间吞没 变成了漫天的火雨纷飞 汉 汉 汉 大汉天威 荡灭诸敌 杀 两大主将争先动手 二十万帝国战绩 也尽是握紧了手中的兵器 重弩 连弩 怒然狂吼 丹田当中的真气狂然调动 让整个虚空被狂暴的能量所射 驾驭着坐下的翼龙 朝着前方的代数国大军杀了过去 顺时 有二十万将士索宁的煞气乌云 煞燃而动 笼罩了戴鼠国陆地上的数十万军队 我 我们怎么办 他们都是怪物 我们要不要撤退 戴鼠国的士兵大多没有经历过战争 哪里能够与这二十万经历过数百上千场真正战场的将士相比 面对着涛然的煞气杀机 一个个都下的冷汗之冒 只敢干看着 哪怕手中握着他们自以为最强的枪械 热武器都不敢有什么动作 但哪怕他们如此 帝国将士也不会有任何留情 放箭 马超孙策同时一声力喝 咔咔咔 二十万将士的手中的弩箭锁定前方 突然扣下扳机 数十万破甲剑羽 构成了遮天蔽日的攻势 破碎了无尽虚空 朝着前方掠杀过去 破甲剑威 其力远非这个世界层次能够相比的 五宗镜之下真缘都难以防御 更别说这些第五世界制造的战机 无数破甲剑涌来 战机的外壳如同豆腐渣一样 被轻易冻穿 只是一个瞬间 刚才在半空燎原飞舞的袋鼠国战机 便被箭雨吞没了大半 化成了漫天的火雨 只有少数零散的几十架飞机反应迅速 上升到了千米之上的高空 才躲过了被箭雨洞穿成筛子的惨剧 咻咻咻 狂涛的箭雨仍旧疯狂肆掠 朝着下方的大地狂撵下去 零散分布的十几万大军 被来自天穷的利剑杀机锁定 快推 这些古代骑士的剑要落下来了 撤退啊 无数惊恐的声音在戴鼠国军队中惊响 本来严密布防的十几万大军瞬间溃散 向着周围四乱逃跑 混蛋 你们都是假象 我和你们拼了 杀光你们 打打打 火蛇吞吐的枪声四起 有些不怕死的士兵举起手中的枪械 朝着碾下而来的翼龙战绩 扫射着他们的火蛇 但是他们根本来不及看到他们的战果 便被无尽狂掏的箭雨冻穿身体 下方大地上瞬间死灭了无数士兵 鲜红的血液染红了这一片海滩前的陆地 进染到了海中 水蓝色的海水被染成了鲜红色 蠢货 一群蠢货 他们怎么不攻击 让这些古怪的士兵先动手了 总统府内 袋鼠国的总统 透过卫星看到了战斗的画面 顿时爆发了雷霆大怒 总统不要生气 我立马让他们反击 刚才是一个意外 士兵们和平太久了 没有经历过战场 在我们先进的武器下 一定会把这些古怪骑兵消灭掉 袋鼠国官员急忙到 并传令给前线的指挥官 而同时 在世界上拥有侦察卫星的各国 也是隐秘透过卫星 看着发生在袋鼠国的大战 一方面是想看看 这个白木大出来的黑甲古代战士的来历 另一方面 是想看看古代战士的实力 而结果 则是让世界各国的首脑都震惊了 甚至是恐惧 太不可思议了 那黑甲骑士究竟拥有什么力量 普通的冷兵器 竟然能够一枪击落几十架 米国生产的战机 那些弩箭也太可怕了 那些战甲都是由防御极强的 精美材料制造 导弹都很难打破 竟然被这些寻常无奇的弩箭 给轻松击穿 真是太可怕了 透过卫星观看这场战斗的各国首脑 都是目瞪口呆 因为呈现他们眼前发生的一幕 颠覆了他们活了几十年的认知 绝技数万年的翼龙 拥有超然力量的古代战士 恐怖到极点的冷兵器弩箭 那等疯狂的杀机 面对戴首国的士兵就如同屠戮高扬一般 这种大战不比现代战场的炮火 而是十足的冷兵器对决 产生的嗜血感透过卫星清晰传到了各国首脑眼中 北极熊 美帝 历史悠久的炎黄 极为两面三刀的高丽 我日 无论哪一个 都是陷入了对大汉帝国降临战绩雄危的惊骇难言 这些古代战士的面孔和我们炎黄一样 而且 这些古代战士的甲咒 倒像是和我炎黄的秦汉时期的样式相像 难道这些古代战士真的和我炎黄有所关联 炎黄的京都中心 一号首脑正透过卫星 观看着这属于古代与现代的碰撞 看着透过卫星传过来的帝国将士面容 与炎黄人一模一样 不由让炎黄一号联想不已 要知道 现在的世界各国 对于百慕大出现的古代战士 几乎都是怀疑在了炎黄的头上 都以为是炎黄做出了什么手脚 或者说是什么算计 如果不是这一号掌控着炎黄 对于一切机密事情都非常清楚 只怕也真的会以为 这些古代战士和炎黄有关了 这一次古代战士的冲击 势必会改变世界的本有格局 但愿不会对我炎黄造成影响 炎黄一号首脑 看着在代鼠国疯狂陆沙的古代战士悠悠一叹 总统我们怎么办 美帝 北基雄的高官几乎在同时向着各自总统问道 立即安排靠近代鼠国的军队 帮助代鼠国 特普达一脸凝重 本来对于古代战士的轻视再也不复 对了 一定要快 不然我怀疑代鼠国撑不了那么久了 是 美帝高官迅速发布命令去了 继续观望 只要不影响到我们北基雄 不用管 北基雄总统想了想说道 代鼠国上空 总统有令 全力反击 如果有位战当逃兵的 直接枪毙 所有人听令 开火 代鼠国大军中 指挥官透过通讯设备大声命令道 Fuck 和这群该死的家伙拼了 兄弟们 不要害怕 我就不信他们能够挡住我们的枪弹 红爆他们 听到指挥官的命令 代鼠国的士兵 也是强行压下了对帝国战机的恐惧 开始正色对待 杀光他们 你们就算拥有再怎么诡异的力量 也挡不住我们强大的枪炮 代鼠国士兵怒吼着 都是紧紧的握着手中的枪械 控制着地面的炮台 各种导弹锁定了上空肆虐的帝国战机 突然间 在指挥官统一的命令下 叨叨叨 无数枪炮子弹 组成了无数道火蛇吞吐 构成了几十万数百万的怒燃火蛇 密布程度覆盖了整个方圆数十万米的天空天际 哄哄 地面上的代鼠国阵地炮台 各式各类的强大导弹 在总统的命令下不计底线的释放实战 天空的火龙无穷展现 震天动地的声音轰然响彻 将这个本来平静的代鼠国惊响 让这个看似平静的世界多了几种璀璨的火光 皆是带着属于科技世界的强横破坏力 朝着天穷之上的帝国将士轰了过去 这就是科技世界的武器嘛 纯粹的物理攻击 所谓导弹也不过是五魂镜的能量层次 垃圾 马超 孙策 冰冷扫视下放呼啸而来的攻击 密码如雨的子弹 穿透力的确很强 但是没有任何能量的加持 更不是稀有破甲件材料锻造 这等威力 甚至都不能破开先天真气的防御 而那些导弹带来的爆炸力 虽然超过了子弹与汇聚的共识 但是充其量爆炸力也不过五魂镜层次 在如今的帝国将士面前 根本不够看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嘉音宝 代鼠国的导弹可是由美帝提供的战斧导弹 威力可以轰灭天际一切 不知道这些古代战士在这战斧导弹下能不能撑过 这些古代战士虽然诡异 拥有那种莫名的力量 但是在战斧导弹的威力下肯定抵挡不住 这一次 代鼠国或许靠着导弹和炮火的攻势改变局面了 各国首脑透过卫星看着代鼠国全力反击 导弹与炮灰与连天反击的一幕 都是瞪大眼睛看着卫星屏幕 甚至都不敢眨眼一下 他们害怕一眨眼就错过了这一场惊天的大战 当然 在各国首脑的内心深处也是极为忐忑的 他们害怕眼前拥有可怕力量的古代战士 能够抵挡导弹的攻势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他们就恐惧了 这个世界 如果论武器威力 导弹便是第一 当然还有最为强大的震慑武器 核武 众将士听令 马超森策同时的一声怒吼 声音震破虚空方圆 手中的战枪零空一百 枪芒闪烁虚空 让稳定虚空呈现波澜碎纹 在属于武宗境的力量下 这低武世界的虚空显得极为脆弱不堪 得到大将将令 二十万将士同时怒吼一声 声音递增起来 威慑天穷还宇 好可怕的军威 这 这等事情 如果是我们国家掌控 那样成为世界霸主不也是非常简单 这古代大军绝对是经过真正的大战洗练 身上的杀气太惊人了 看着二十万将士的冷面素容 煞气军威陡然惊现 超过了这个世界上认知 让各国首脑的心中都是一惊 但目光却仍然是死死盯着屏幕 想要看看帝国将士如何应对来自袋鼠国的导弹威胁 防御战阵 马超孙策齐声怒吼道 天穷之上风云呼啸 天穷之上 二十万略进的帝国将士忽然一改攻略之势 回归本镇聚集 形成了一个遮蔽漫天的圆形大阵 继而每一个将士都是运作防御战车的玄奥要诀 战阵 骑 每一个将士的身体当中 真气全部释放而出 在防御战阵的玄奥下 将各自的能量相互联系在了一起 也正在这时 所有的将士身前浮现了一幕金色的光幕 将所有将士都连接成了一个整体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那金色的光幕是什么东西 难道靠着这金色光幕 就可以抵挡万千战俘导弹 二十万将士启动 落入了世界各国首脑眼中 但是 无论他们有多么见度识广 都不能解释眼前的一幕 这些古代战士完全拖出了他们的认知 在战阵光幕形成的转瞬 无数戴鼠国倾泻而来的子弹 导弹雨 轰然猛击了过来 轰轰 无尽震碎天空的响声 万般暴虐的火光 遮蔽了整个天穷上空 让各国卫星呈现相同的一幕 火焰 暴虐吞噬了整个天幕 这等攻势 如若倾泻在这个世界的城市当中 足以把这个城市的人彻底灭绝 毫无生机存在 在战俘导弹的威力下 你们这些所谓古代战士将当然无存 戴鼠国总统冷笑着 看着火光屏蔽的虚空 他可以预见 当火光散尽 那令他不安的古代将士将会全部沦为灰灰 随着轰鸣声消逝不断 笼罩了整个天幕的火光 也是逐渐消逝 被笼罩遮蔽的虚空 也是逐渐呈现在了各国首脑 还有戴鼠国的军队眼前 这怎么可能 炎黄首脑忍不住惊呼道 纳尼 我日国首相惊声道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被极熊总统瞪大眼睛 Fuck 这不可能 美帝特普达怒声一骂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战士 不 这些古代战士 一定是我高丽的上古的战士 高丽总统肯定地想到 眼中泛出阵阵热火 这无穷惊骇的惊呼声 不只是发生在一处 而是发生在世界拥有侦察卫星的所有国家 他们看到了什么 目光转移 本来万千导弹齐发 炮灰子弹连天 已然当戴鼠国觉得稳操胜券 但是在下一刻 上空一幕映入他们眼帘的一幕 他们全部面犯惊恐 在那轰碎一切 足以轰杀数百万人口的导弹威势下 令他们绝望而恐惧的二十万古代战士 毫发无损的腾空肃立 在他们身前 金色的光芒并没有一点破损的迹象 光芒四溢 带着抵挡一切的势头 好似刚才那般狂然的导弹雨 便是一场笑话 所谓的此界科技力量 在属于大汉帝国的武道面前 更是那么的可笑 一族 马超冷宁一笑 身体当中的能量奔腾而起 玩够了吗 一声赤鹤 传遍了戴鼠国方圆的上空 让每一个戴鼠国的士兵 都能清楚的听到 炎黄雨 他们果然和炎黄有关联 马超的一言 通过卫星 传到了各国首脑 听到了这让人心惊的威士声 每一个首脑都是面色突变 如今这个世界的炎黄日益强大 汉语也是被世界所认知 自然许多人能够清楚听出 那你 炎黄的古代战士 我日国首相面色惊慌 如果说世界上最怕炎黄崛起 最怕炎黄强大的国家是哪一个 那么根本不用说 便是窝日国 当初的仇 当初的恨 国仇家恨 不会罢休 不 这是我高丽的古代战士 绝对不是炎黄的 我高丽以前也是说炎黄话 这些古代战士肯定是我高丽的 高丽总统仍然是安慰着自己 没想到是真的 这些古代战士真的和我炎黄有所关联 那样 以后无论世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念在同族之意上 这些古代战士也绝对不会对我炎黄动手 因为他们是我们炎黄同族血脉 听到这正统的汉语 世界各国首脑都是陷入了难言惊恐 但是只有一国笑得很开心 那便是炎黄 异族审判的时刻到了 胆敢阻碍大汉帝国天威 当许以诛灭屠族 马超怒声大喝着 杀己昼起 随即 马超与孙策相视一眼 多年的并肩作战 在这眼神瞬间的交汇中 双方瞬间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距离大振 马超孙策两人同时提起手中的 战枪 撕声一鹤 同时属于大将的命令 也是透过血气时 传到了各自麾下的将士脑海 变真 二十万将士怒然嘶吼 有之前笼罩方圆的原型大战 突然变成了锥形尖锐力阵 本来防御一切的契机 突然一变 变成了一种攻破一切 洞穿一切的杀机 防御战争 距离大阵 皆是帝国供奉殿的国师 研究原型阵 锥形阵的产物 其中还有许多上等大阵 不过现如今帝国将士施展的 这两种广为通用一点 距离大阵一起 二十万将士浑身的能量 气力已然结合在一起 在这等大阵状态下 可以无休止大战不断 传本将号令 斩灭一族 杀无射 两将一声狂然怒吓 两人手中的战枪同时挥斥斩下 两大惊天动地的枪盲 笼罩袭下 虚空在这等威势下 瞬间破裂出了千米之长的祸口 一个瞬间 啊 他们都是魔鬼 袋鼠国军队当中 响彻生生不绝的惨叫 两大五宗镜战将的一击 直接屠灭了上万条 袋鼠国士兵的性命 血腥的血武之气 荡漾在了扇空 大地都被瞬间染红 在这等低五世界 五魂镜 便是陆地神仙一般的存在 而五宗镜 则还是在陆地神仙之上 主宰凡人生死 一击一动 皆是带着无尽杀位 咕噜 这 这还是人吗 各国首脑艰难地咽下来一口口水 没有语言能够表达他们现在的内心状况 惊讶 或者说是惊骇 在他们的心中流淌 两将一动 随意一枪 成千上万的人命毙灭 这 这只怕只有传说当中的仙神 能够做到吧 这些古代战士究竟是什么来历 太可怕了 他们的军队又要动了 在各国首脑惊骇的注视下 两将的攻势便如同号令 在他们身后 二十万帝国将士狂然而动 煞气杀鸡狂斩 化作凌厉的肃杀锥子 朝着代鼠国的军队冲杀了过去 汉 汉 汉 大汉天威 荡灭诸敌 杀 属于大汉帝国的肃杀威严 在这个看似平静的世界惊响 随之也是打破了这个世界的本有平静 随着大汉帝国的降临 这个世界注定将会落入帝国掌控 无论是所谓美帝 还是什么北极雄 还是他们的科技至高利器 核武 都不能挡住帝国的凶煞之威 伴随杀字一响 帝国将士手中的杀机展现 众弩 化作夺命的剑鱼 疯狂掠杀着代鼠国士兵的性命 整个代鼠国的陆地上呈现一片毁灭的场景 战刃 各种类型的攻杀武技在将士们的手中闪现 白虎军团 跟进速杀的属性狂斩 属于帝国的武道光辉 能量轰击 朝着地面上的代鼠国军队轰杀了下去 轰隆 轰 伴随着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能量抒发 成千上万的代鼠国士兵被暴虐的能量轰成了碎片 漫天血雨 血舞 呈现在世界各国眼前 二十万将士狂逃猛击 皆是先天静的午休 每一集都堪比小型导弹的威力 二十万将士启动 便是二十万导弹的肆略 试问这些代鼠国士兵如何能够抵挡 两方的力量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在这等威势下 代鼠国的军队节节实力 别说招架之力 就连彻底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他们的方圆已经被帝国将士的杀鸡笼罩 此时此刻 十几万的代鼠士兵飞速锐减 已经减少了不到五万的地步 这是屠杀 一面倒的屠杀 不 不要杀我 我投降啊 世界有人道主义 我们投降 你们不能杀我们 魔鬼 你们是可怕的魔鬼 总统快救我们 起立的惨叫声 在代鼠大军中荡漾 绝望惊恐 流淌在每一个代鼠士兵的心中 此刻的他们 已经被打得毫无章程 只有四散逃窜 所谓人道主义 全部都是这些所谓的西方异族国家吹出来的 可是当初八国联军入侵炎黄 可曾有过什么人道主义 而来自大汉帝国的将士们 皆是以拳头为大 敌人为敌 战场上的对异族 没有投降之说 只有杀 无尽的杀 看着这疯狂的屠杀的一幕 世界各国的首脑 几乎都紧紧皱起了眉头 太残酷了 这好似还原了一个真正的残酷世界 而此刻 在代鼠国的总统府内 不 这不是真的 我代鼠国的军队 可是拥有全套的美式装备 我们怎么会败得这样惨 他们不是人 是恶鬼 来自地狱的恶鬼 看着这一场 针对代鼠国军队的屠杀 总统绝望了 一脸冷汗流淡 总统 前线指挥官请求总统下令支援 他们已经支撑不住了 代鼠国官员跑进了府邸 喊道 我能怎么办 我代鼠国所有的军队都派出去了 撤 让他们撤退 等到美帝大哥来 我们就有救了 总统一脸绝望的看着 他也没有丝毫办法 只能等待着他效忠的大哥来救 但是此刻 美帝黑宫当中 特普达畏惧地看着卫星屏幕 说实话 他也被这等残忍的屠杀吓到了 我们派去支援代鼠国的军队到哪里了 忽然特普达恍然回神 问道 就快要到代鼠国了 美帝官员回答 立即让他们返航 离开 这些古代恶魔太可怕了 我们绝对不能招惹 万一他们迁怒我们就完蛋了 特普达惊恐道 是 我立即传令 让他们返航 如果让代鼠国的总统知道 他们的唯一希望 美帝大哥都不来救了 只怕真的会陷入完全的警控了 灭国之祸将到 在代鼠国激烈的交战中心 代鼠国的士兵已经几乎告解 地面上全部都是他们的尸体 不到半天 一个号称西方强国的代鼠国 将要沦为破灭 而与此同时 在百慕大的方向 哦 突厄其来的一声龙言传来 透过卫星 世界各国首脑猛的一惊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加音宝 哦 突如其来的一声震天龙吟 透过虚空之上浩然传来 如今这个世界科技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层次 卫星不仅仅能够传达画面 声音也是能够听到 当这声龙吟威势传道 世界各国首脑猛的一惊 无论是在为帝国将士的无情嗜血而惊 还是在吩咐自己国家免于面对帝国将士 都是在同时间回过神来 猛的看向了卫星屏幕 什么声音 各国首脑惊异想到 我怎么听着像传说中的龙吟声 而炎黄首脑则是表情凝重 作为以龙的传人著称的国度 对于龙吟声实在是太熟悉了 把卫星探查调到刚才那声音发出来的位置 各国首脑都是出声的 是 卫星技术人员开始有所动作 调整卫星探查视角 重新将卫星焦距放在了百慕大的位置 这时 令世界各国 世界各国首脑都惊恐的一幕到来了 这一幕 比之二十万帝国战绩 恐怖的武道之威 还要让他们惊恐 一头身长数十丈的巨兽 背掌双翼 头顶独角 猙獰的龙头 透彻着暴力之气 被一个身着白甲 威势冲销的鹦鹉大将驾驭而出 巨龙 这难道是神话故事当中的邪恶巨龙 天哪 太太不可思议了 没想到神话当中的事物居然真的存在 难道这个驾驭巨龙的将领就是这些古代战士的大将 那些战士就拥有那种可怕的力量 那这个幕后大将该是多么可怕 各国首脑瞪大眼睛 看着这胸威震天的巨龙 还有那巨龙之上的威势大将 明正无比 不 在那巨龙后面还有东西 神话故事当中 巨龙的吼声不是刚才那样的 但是 有少数首脑 却仍然是紧盯着百慕大三角的出口处 果不其然 在巨龙迅速向着袋鼠国飞进的同时 百慕大三角的位置 忽然掀起了惊天动地的滔天巨浪 一种龙卷风暴突然产生 海平面上 滔浪呼啸而起 呈现一种连天的震撼之景象 滔然的能量之威在这巨浪当中产生 各国卫星发出了不断的警报声 发现强大能量超过中型核武爆炸 探查能量强度的技术人员 凝重的 太可怕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股巨浪背后的存在是什么 还未出现 竟然造成了堪比核武的可怕能量 各国首脑凝重想到 仍旧瞪大眼睛 看着遮天蔽日的涛烂 他们非常想知道 那涛浪背后是什么存在 同时 这也让他们认清楚了一点 之前那个驾驭巨龙的存在 虽说是大将 但是不是古代战士的绝对掌控者 他们的王或者说是首领 另有其人 在各国首脑的注视下 震天动地的龙吟声从那无尽的涛浪当中传了出来 那是什么 透过涛燃的蓝色水墓 各国首脑看到了两种庞然大雾的身影 正急速向着涛燃水墓冲来 轰化 两声同时响起的震碎之响 如同天幕被直接轰碎一般的盛况 那连天的掏水墓 在两头庞然大雾的撞击下 骤然破碎成了漫天水雨 整个方圆数百里的 骤然呈现狂风暴雨般的景象 而随着迷雾一样的水墓破碎 这一刻在那水墓之后的存在 也终于呈现在了各国首脑的眼前 Oh my god 那您 这是传说当中的炎黄神龙 各国首脑的语气都变得惊异 双眼当中透露着强烈的恐惧 两条长达百丈的神龙 在天际之中翱翔而来 一头鳞甲黑彻 发出着来自灵魂的威压之力 另一头浑身呈现冰斓 庞大的龙蛆在这海平面上 显得如同一体 两条神龙齐头并进 迅速的向前飞掠着 龙蛆一纵一动 带着破碎虚空的速度 一眨眼便穿梭到了万米之外 随后 在两龙身后驮着的龙脸 也是映入了世界首脑的眼前 那是古代的车架 一个炎黄的兵部高官 指着卫星屏幕惊倒 不 那不是普通的车架 炎黄首脑凝视着屏幕 悠悠一叹 那是传说中古代至高无上的龙脸 唯有帝王方可乘坐的尊荣之作 神话传说中 神龙乃是天地神兽 拥有翻云覆雨的可怕神通 一龙之力便可让世间陷入汪洋 而且更是帝王的象征 我本以为神龙真的只是传说 没想到今天居然见到了真正的神龙 而且还是两头 炎黄首脑沉声道 语气当中也是带着一种激动 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见到龙如何不惊 用两条龙作为坐驾拉脸 那龙脸当中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难道他是另一个世界的皇帝 一个炎黄高官沉声道 应该就是了 首脑凝重的点了点头 随后带着万分的沉重气息 因此一役 世界的格局要变了 但愿这古代战士与我炎黄同根同源 不然我炎黄只怕也要步入戴鼠国的后臣 除了炎黄外 对于两大神龙的拉脸出来 皆是表现出一种骇然惊恐的表现 这一刻 无论是美帝还是北极熊 都被属于大汉帝国的帝皇威夷给吓到了 随着两龙急速飞略而进 那龙脸也是被卫星准确的捕捉到 其上的一切都被各国首脑看在眼中 突然 当龙脸落在了卫星的一个最清晰的节点处 其龙脸内部的情况 一个身着黑色地袍 头戴威势地观的男子 映入了所有国家首脑的眼睁 哪怕是透过卫星看到 念中男子释放的无尽威夷 也是清晰的传播而出 这等威势 不是电视里能够看到的帝王 能够演出来的 更不是各国掌控权势的首脑 能够拥有的 好似这等涛然威势 便是这眼中男子与生俱来 注定要威临世界 那龙脸当中的人 难道就是这些古代战士的首领 他们穿着好像是炎黄古代的帝王 神龙拉脸 这是这只有帝王才拥有的威势资吧 无论如何 这年中之人一定是一个比那些古代战士 更为可怕的存在 各国首脑无论身处何地 但都是瞪大眼睛看着年中之人 哪怕是隔绝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他们目光当中的惊 而这时 龙脸之上 那地观地袍的存在 本来淡漠的表情一冷 目光悄然移动 看向了天穷之上 而随着抬头的一瞬间 面目却是直接对上了各国卫星的探视 双眼所带灵力之光 透过了卫星 直接动射到了各国首脑的眼中 那锐利双目 如同刺骨的寒芒 带着无形的精神力量 深深刺到了每一个看向屏幕人的眼中 哦 许多静教在各国机密的卫星探查室惊响 许多心性脆弱的 直接吓得心跳加速 瘫爬在地 许多人口吐白沫 蹊跷流血 竟然直接避亡 而且 哪怕是那些心性坚强的首脑 都是直觉头冒冷汗 有一种被死神所注视的感觉 让他们飞快转移了目光 不敢再对着屏幕 快救人 各国首脑看着地上蹊跷流血的手下 急忙大喊道 很快 许多医疗人员跑了进来 他们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全部都死了 让各国首脑惊恐的事情发生了 那些被流遍目光 洞彻而瘫趴在地的人 全部避亡 嘶 还活着的各国首脑心脏猛跳 浮起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同时 对于流遍越发的恐惧 好一会儿后 带得卫星探查室内的人 回过神来 他 他好像感应到了我们国家的卫星探测 各国首脑吞咽了一口唾沫 难以置信地说道 这这不可能吧 卫星可是在外太空 卫星电磁波也完全无形 他他怎么能够感应到 许多人惊诧说道 但是话是如此 他们却是不敢再看屏幕 否则地上的一地尸体就是代价 真的太可怕了 透过目光就可以杀人 他究竟是人是鬼 各国首脑胆战心惊地想到 饶氏以他们的心性 也是不敢再看屏幕 一号 那 那个人有动作了 就在各国不敢再看卫星屏幕 呈现一种僵局的时候 龙脸之内的流遍 嘴唇轻动 威视无边的面容上 挂着一抹不容侵犯 窥探于阵 找死 此番 朕便给尔党第一个教训 如若再敢窥探 死 流遍面容冷酷 语气透着滚滚杀机 煞然间 身躯上金光一闪 爆发出一股冲天动地的能量 直冲天际 震碎方圆数百米的虚空 使得虚空泄出无尽的乱流 倾泻不止 在这股超强能量爆发的一刻 远在外太空 世界各国的卫星 全部被一种强横的能量入侵 系统主板瞬间烧焦 各国卫星勘察室内 轰隆一声 所有屏幕在同时间爆炸开来 毁于一旦 同时也失去了对流遍的窥探视角 一号小心 总统小心 许多卫星探查室的保镖急忙保护首脑 果不其然 他真的能够感应到卫星的探查 传令下去 不允许再窥探那个存在 炎黄首脑想起了流遍那冰冷至极的宣告 苦涩一笑 而世界其他国家的首脑不通汉语 对于流遍一言自食不解 从地上灰头土脸的站起来后 带着一种畏惧和恼怒 给我翻译 那个人说的是什么 总总统 那个人说 如果再敢偷窥他 他会杀了我们 还有你 各国的翻译人员颤声说道 真的是好大的胆子 我堂堂的美帝总统 他居然敢这样对我 特普达爆发一种怒火 咆哮道 但是看着他如此生气 在他眼底深处 对于产生了一种对流遍的畏惧 刚才那透过目光 就杀了他的几个手下 如果他再窥探下去 只怕真的会落在他的头上 卫星怎么样了 特普达问道 负责主要监视的 一号卫星主板瘫痪了 不可能再修复 美帝技术人员道 给我调动其他侦察卫星 一定要严密监视 这些古代来的恶魔 还有 还有他们的首领 也必须监视 特普达斩钉截铁道 但是 总统 刚才那个人可是警告了我们 如果再敢窥视他 他就会对我们动手 一个美帝高官带着一种惧怕说道 你可是我们美帝的防卫部长 你居然怕那样一个古代人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特普达怒骂道 总统 美帝高官颤声道 我不管 你们必须给我严密监控 把握他们的动向 要不然 让他们来到我们美帝国 落到像袋鼠国一样 那可就完了 对了 我以总统的身份命令 美帝海陆空三军 严阵以待 严密防范边境 防御那些古代恶魔 特普达就是一种油盐不尽的总统 对于手下的劝说 视若未见 仍然刚愎自用 是 美帝官员只好点头遵从 与此同时 除了美帝外 还有许多不怕死的国家 无视了流变的警告 仍旧启用了其他侦察卫星 意图继续监控流变 这些古代来的恶魔 一定和炎黄有关 严密监控 一旦有异动 立即向我汇报 沃日国首相 狗三军严肃道 嗨 一个沃日国鬼子点头英士 这些古代来的战士 与我们高丽国先祖 有所渊源 那个帝王 你当是我们高丽先祖的后辈 我们一定要与他们取得联系 重新振兴我们高丽 高丽总统说的 总统说的对 我们一定要和这些古代战士 取得联系 高丽的官员一致同意 心中更是有着深深的自豪感 我高丽国先祖战士归来 这个世界将会是我们高丽的天下了 在帝国将士的无情杀戮下 代鼠国的战斗 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尾声 将士们 皇上圣驾将临 五等加把力 在皇上赶到之前 解决了这些杂碎 马超怒声大吼道 手中战枪疯狂挥斥 枪忙朝着下方残存带鼠国士兵扫掠 一击便会带走数百上千的敌人 杀 二十万将士怒吓着 杀机更甚 随而也不再以占据虚空的绝对优势杀法 而是飞纵落地 与敌军面对面的对决 不过一晃神的功夫 残存代鼠国士兵全部陆杀完毕 战斗结束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嘉音宝 戴鼠国与海面相接的陆地上 已然堆积了遍地的尸体 十几万尸体 横七竖八 狮山血海 已经完全具备了古代血肉大战的模式 全都是戴鼠国士兵的 帝国将士无疑伤亡 先天静的午休 在这个世界便是超人一样的存在 一人之力可以轻松灭杀数百上千的生灵 哪怕这些生灵手持着枪械 将士们也丝毫不惧 视之为蝼蚁 试问 这些戴鼠国蝼蚁拿着几根烧火棍 又能耐帝国将士如何 从大战开始 这完全就是一个不对等的战斗 戴鼠国总统府 怎么回事 这么久了 美帝大哥的援军怎么还没有过来 总统怒声对着手下贺骂道 总统 美帝大哥撤回援军了 戴鼠国高官冷汉直茂 颤声道 什么 不 绝对不可能 我们可是美帝大哥最忠实的手下 他们不可能抛弃我们的 戴鼠国总统明显不信 总统 到了现在的关头 我还有必要欺骗你吗 美帝大哥真的撤军了 他应该透过卫星 看到了这些古代恶魔的恐怖 不敢和他们对抗 我们戴鼠国被成了美帝的弃子了 许多戴鼠高官不甘地说道 一直以来 他们戴鼠国和乌日国 高利国 阿三国一样 是美帝的忠诚小弟 向来美帝说一 他们就是说一 指哪打哪 他们也对美帝是非常信任 这一次他戴鼠国重兵出动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帝受益的 戴鼠国总统自然照做了 可是最后这个结果让他们非常的苦涩 完了 彻底完了 我戴鼠国完了 戴鼠国总统看着前线一败涂地的战况 本来面对帝国将士而猖狂不懈的脸色 变得极为绝望 总统 要不了多久 那些古代恶魔就打过来了 我们尝着现在的机会逃走 否则 等他们打到我们首都来 就没地方可以逃了 戴鼠国高官说道 逃 那我们戴鼠国的民众怎么办 戴鼠国总统转过头 问道 民众的希望就在于我们 如果我们都被那些恶魔抓了 那我们戴鼠国就再也没有希望了 我们必须乘着恶魔攻到首都之前 撤到美帝大哥那里去 只有恳请美帝大哥出兵 我们才能救援民众 为了活命的戴鼠国官员 大意凛然的说道 是这样吧 戴鼠国总统有些迟疑 总统 不要犹豫了 我们必须得撤离了 来人呢 快带总统上飞机 我们迅速前往美帝国 寻求避祸 不给这个总统思索的机会 几个戴鼠国的官员互相打了一记眼色 扶着总统就朝着飞机走去 而此刻 戴鼠国民间已经炸开了锅 十几万大军出动 二十万大汉帝国战绩轻覆出击 这等凶煞磅礴的场面 哪里不被戴鼠国民间知晓 在戴鼠国的社交媒体上 网络上 已经全部被两方大战的惨烈炸开了锅 绝望 恐惧 在戴鼠国蔓延 那是什么 炎黄古代的恶魔吗 他们为什么有那种可怕的力量 翼龙 恐龙 为什么这些绝技几万年的生物还会出现 我们国家的军队为什么这么脆弱 不可能啊 我不信 我们国家完了 快逃出国 不然真的完了 在戴鼠国内外 已经被恐惧所弥漫 帝国将士所造成的杀虐 无情是血的兄弟 哪怕是没有在现场 只是看到了音像和图片 但是也足以让每一个戴鼠国民众惊口 现在他们的军队已经一败涂地了 他们甚至可以想到 等那些身着古代战甲的恶魔 真正攻入他们的国境后 他们的命将会如同蝼蚁一样 在戴鼠国慌乱蔓延时 世界各国的民间 戴鼠国与大汉帝国战绩相碰的音像 图片也是随着现在的网络社会 传遍了全世界 炎黄民间 我靠 这是什么情况 古代的士兵 古代的将士 绝迹几万年的一龙 居然出现了 这是什么搭配 异域入侵呢 居然打到了戴鼠国 打得好啊 这丫大一直帮着美帝和我们炎黄叫嚣 这一次总算遭到报应了 哈哈 都上了兄弟 那些古代战士这样凶残 现在是戴鼠国 等以后只怕会打到我们炎黄啊 你难道不怕吗 你特么眼瞎呀 没看见这些古代战士 都是穿着我们炎黄古代的战甲呀 我敢肯定 这些古代战士和我们炎黄有渊源 应该不会伤害我们的 无数炎黄人讨论到 面对戴首国军队惨遭屠戮的一幕 那等血腥 不知怎么的 炎黄人就是没有生出一点害怕 好似在冥冥当中 他们可以感觉到 这一批凶煞非常的古代战士 不会伤害他们似的 高丽国 欧巴兄弟们 我刚才在炎黄的网络平台看到一个笑话 他们居然说那些古代战士是他们炎黄一脉的 真是太可笑了 他们炎黄真是自不量力 这些古代战士分明就是我们高丽一脉 对 炉上兄弟说的没错 他们炎黄人就是喜欢自作多情 剽窃了我们的秦始皇 孔子 屈元 这一次居然又想剽窃属于我们大高丽国的战士 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 说的不错 我听说总统府正在设法沟通这些古代战士 等到连通上了 一定要让这些古代战士 给这些该死的炎黄人一个教训 无数高丽人大放厥词 已然将大汉帝国的战绩看作了他们高丽一脉 确实不要脸得很 我日国 这些古代战士肯定不是炎黄大 对 肯定不是 是不是炎黄大 我们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 这些古代战士太过残忍了 十几万的袋鼠国士兵啊 居然全被他们给杀了 这些无情是血 一定要号召所有国家对抗 嗯 说的不错 我们乌日国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这些古代恶魔破坏了世界的和平 我们一定要恳求首相联合其他国家 对抗这些古代恶魔 无数乌日国人激烈讨论着 摆着一副非常正义的嘴脸 米国 北极熊 欧连国 除了炎黄外 对于古代战士的屠戮一幕没有生出什么波澜 反而觉得场快外 之后 几乎所有的国家 西方国家 基本上都是在官方和各大社交媒体上 对古代战士保持批判 认为他们太过残忍了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联合在一起 对付这些古代战士 保卫和平 不过对此 帝国战绩将士自然是不知道 当然 他们也不屑于知道 这个世界不过是低伍 如若流变不打算要世界本源 大可强行毁灭 所谓此届国家联合一起对抗 也只不过是一个笑话罢了 须知堂毕当车之力 代手国战斗平息之后 赵云驾驭俱龙 快速掠来 威严扫势下方血海一片的战场 面容没有丝毫波澜 在帝国上将眼中 没有怜悯 只有敌人与子民 启禀上将 大战结束 帝国将士全歼敌军 恳请上将吩咐 马超孙策驾驭一龙 飞到了赵云身前 恭敬道 传本将令 封闭此岛 严禁任何人出去 一旦有违逆帝国军委者 杀无赦 传本将令 此岛之内 一族皆贬为帝国奴隶 皆为帝国私有物 一旦违逆帝国之意 杀无赦 灭全族 赵云冷目一扫 凌空看着这个并不大的 戴鼠国岛屿 怒然鹤岛 尊将令 马超孙策恭敬领命 除了留守在此的必备守卫外 便带领着其余的战绩将士 重新驾驭一龙升空 朝着戴鼠国境内深处而去 分散开来 准备将这戴鼠国境内全部掌控 继而 再向着此界其他国家推进 没过一会儿 两条庞大遮天的神龙 欲空飞临而来 奢华威势无边的龙脸 带着无尽霸道之气 闪耀诸天 传赵云 参见皇上 赵云驾驭龙 来到龙脸前 恭敬行礼道 战况如何 刘便缓缓从龙脸当中起身 纵步而出 落在了敖黄的龙手之上 正面看着赵云 回禀皇上 将士们没有让您失望 此番大战不过两个时辰 总监敌十六万之上 我方将士无一人尚损 目前 臣已让将士们分散而动 掌控此国此岛全境 赵云恭敬道 甚好 独占之士将由你全权负责 此界国度 如若有抵抗 杀无赦 刘便酷声说道 臣定当遵从圣命 赵云恭敬道 对于刘便之言 百分百遵从 也正是如此 帝国上下一心 当功武不破 战武不慎 美帝黑功 总统 二号三号侦察卫星 已经启动完毕 是否开始监控 戴鼠国古代恶魔 卫星技术人员道 立即开启监控 特普达不由分说 是 技术人员连忙应下 心中带着一种忐忑 开启了卫星监控 刚才那 微视无边的 地皇一瞪 外太空的卫星 都崩溃损坏 远在数万里之外的 控制人员 都为之殒命 这如何让他们不怕 在美帝再次启动 卫星的一瞬 一片流动的屏幕 再次出现了音像 正是戴鼠国的上空 流遍 赵云 毅力虚空的位置 一号 美帝又启动了卫星 似乎又要监控 那个帝王 我们要不要 重新启动卫星 盐黄卫星室 技术人员向着首脑 禀告道 盐黄首脑 俯着下巴 带着一种沉思 一会儿后 道 暂时不需要 万一再惹恼 那个帝王存在 就不好了 一号 如果失去了 对这些古代战士的监控 万一他们来到盐黄了 我们只怕 会被打得措手不及呀 一个军队将领说道 很是担忧 这样吧 等美帝启用卫星监控 看看那个帝王 存在有什么反应 如果再次动怒 我们自然不能得罪 如果美帝没事 我们再开启卫星侦察 盐黄首脑想了一会儿 命令道 是 一号说的对 嗯 以赵云武王静的修为 敏锐感知到了一种被窥探的感觉 忽然抬头 赵云目光直接看上了天空 何方萧小 胆敢偷窥本将 找死不成 话音落 赵云潜伏在身体当中的意念 化作灵力的追击 沿着那卫星波纹的轨迹 狠狠地刺了过去 啊 远在美帝黑宫当中 几个盯着屏幕的技术人员 捂着脑袋 在地上挣扎颤动 蹊跷流血 不过一会儿 全部惨死 武王静的意念攻势 堪比这个世界人类认知的先神存在 又岂会是几个美帝一族能够承受的 总统 小心 不要看屏幕 快保护总统撤出 美帝保镖急忙保护住了特普达 掩护他从这卫星探查室离开 至于室内的其他人 也纷纷将目光从屏幕上移开 不敢再看 惊恐无比 皇上捎带 臣毁了这暗中窥探的误事 赵云回过头 对着流变恭敬道 不必了 流变似乎想到了什么 淡淡一摆手 皇上 赵云不解的看着流变 跳梁小丑而已 既然他们要窥探 便让他们窥探吧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将五大汉帝国之言 宣告于他们 流变冷漠说道 皇上所言极事 跳梁小丑而已 是臣太过担心了 赵云略带歉意的道 远在美帝黑宫 卫星探查室内的所有人都已经撤了出来 这一次的窥探毫无预料的被发现了 那么接下来肯定是卫星被摧毁了 整个卫星探查室内都会爆炸 之前他们都已经经历过一次 自然有了警觉 可是等了好一会儿后 卫星探查室内毫无动静 怎么还没有爆炸 特普达紧皱着眉头问他 总统 让我进去看一看 一个保镖说着 非常谨慎地走进了卫星探查室 一看 里面的屏幕以及卫星设备完好无损 而在卫星屏幕当中 神龙龙脸 威士帝王和巨龙大将的身影都没有离开 只是面容冷冽 总统 他 他们没有摧毁卫星 保镖对着特普达喊道 他们是什么意思啊 特普达一抹脑门上的冷汗 再次走进了卫星探查室 心情非常之忐忑 他已经做好了卫星再次被摧毁的准备了 可是没想到 刘变却是没有再动手 这让他非常不理解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嘉音宝 世界各国都将目光放在了美帝卫星的上面 几乎都是抱着两种心思 如果刘变再次出手 将美帝的卫星击毁 他们就不会再开启卫星 那样也就不会惹怒了刘变这个神秘而强大的存在 但是 如果刘变没有击毁美帝的侦查卫星 各国也都带着一种侥幸 也是开启卫星 悄悄窥探 第一 能够获知这一支强大而神秘古代军队的动向 第二 如果有接触这古代战士的机会 他们也能迅速把握机会 这么久了 美帝卫星都没有被摧毁 看来那个存在不打算动手了 传我命令 开启其他探查卫星 目标 袋鼠国 记住 一定发现那个存在有任何不对 立即关闭卫星 并且不能暴露我们所属国家 我们千万不能惹恼了那个存在 否则 我们国家就完了 看到美帝卫星没事后 各国首脑在多番告诫之后 再次下令开启卫星 一时间 自外太空传出了无数道电子波纹 已然走向破灭的袋鼠国 再一次落入了世界各国的眼中 袋鼠国的陆地上 遍布尸体 满是血海 那等炼狱般的场景 让看见的各国首脑 各国高官 都是眉头紧皱 这等惨状 他们都害怕降临在自己国家之上 由此 他们心中也更是下定了决心 千万不能与这些可怕的古代军队为敌 否则 袋鼠国这尸横遍野的下场 就是他们日后的写照 至于日后 眼前的古代军队会不会打到他们的国家 各国首脑都是带着悲怜之意 想着走一步看一步吧 果不其然 袋鼠国完了 这一批古代军队真的太可怕了 美帝最强的导弹类型 数千枚战斧导弹都不能奈何他们 难道只有使用核武了 哎 没办法了 只能尽量寻求到这古代军队的联系 尽量稳住关系 不要为敌 否则 我怀疑何武都不能对付他们 袋鼠国可是美帝的头号小弟 这一次出事 倒要看看他怎么办 各国首脑看着袋鼠国的悲惨 都是生出一种兔死胡蓬的感觉来 皇上 又多了几十道窥探的意识 赵云轻声道 卫星探查 乃是以一种若有若无的电子波纹而形成 普通人是感应不到 但是只要修为达到了武魂之上 便能够清楚地感应到 嗯 刘遍冷漠的一点头 目光直接迎上了各国卫星的探查 没有丝毫的避讳 此番 朕来到此界 只为了了却心中的杂念 为突破武皇而成 征伐战士 朕一概不理 此番这些窥探意识 你待如何便如何 臣遵旨 赵云恭敬应下 随后纵身一动 耳等萧小 胆敢窥探我大汉帝国天子 该当何罪 赵云冷冷凝视天空 面目表情 声音透过卫星的探查 清楚传到了各国首脑高官的耳中 快翻译 这个古代恶魔将领在说什么 不通汉语的各国首脑急忙对着手下令导 大汉帝国 天子 炎黄首脑表情微宁 世界各国当中 唯有他听懂了赵云话中的意思 总统翻译清楚了 这个恶魔大将表明他们的身份 是一个名为大汉帝国的国度 那个站在神龙上面的就是他们的皇帝 各国翻译效率极快 大汉帝国 难道这就是百慕大当中隐藏的秘密 存在着一个古老的国度 真的是太可怕了 没想到百慕大当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国度 他们这一次出现肯定是因为之前那世界的震动 各国首脑高官纷纷发挥联想 殊不知他们所谓的最神秘百慕大三角 并不是大汉帝国的来源所在 而只是一个碰巧而已 无奈上界大汉帝国白虎上将赵云 奉大汉天子之命 踏平此界 今日特对尔等萧小宣告 他日兵临城下 如若尔等萧小胆敢反抗 必定与此国一般 国魄家王 一切皆贬为奴隶 倘若冥顽不灵 一遇于五大汉帝国死磕 本将赵云在此发誓 必定让你等国灭族王 屠灭不存 下场如同此海 赵云鹦鹉的面容上浮现难言冰冷 冷冰冰对着此界诸国宣告着 话音落 赵云手中的龙胆枪忽然一抬 五王静的钢器之力从身躯当中倾泻视出 哄哄 当这股磅礴能量一试一展 整个方圆千米万米的虚空都呈现一片诡异颤动 天地接近 卫星监测超过重型核弹一千倍能量波动 卫星监测能量超出了卫星计算 在各国的卫星监察室内 技术人员表情沉重 连续读爆着 随之各国首脑与高管的脸色完全苦涩 根本无言可说 白鸟嘲讽 赵云低贺一声 音波带着爆炸般的气势 轰碎虚空 钢器运转间 朝着前方那一望无地的海面 手中的龙胆枪爆燃轰击而出 鸣 一声惊天动地的凤鸣声 枪芒乍现简 一头闪烁金色光芒的凤凰 瞬间而生 虚幻的凤影身躯如同实质 凤翼一展 带着超过了人类认知的速度 前夕冲触 肃杀的更金之力随之狂斩 一波未起的海平面 呼范无尽波澜 海平面急速向着两侧分开 形成了垂帘于两侧的连天水墓 无数海中的生物 被更金锐利直接绞杀 尸体血液混杂 数百米的海底都清晰可见 巨凤前行 吐进了数千米开外 陡然落在了一座巨大的礁石岛屿上 鸣 巨凤丝然一鸣 震碎了无数虚空 双翼再次一展 磅礴博无边的能量尽数展现 轰然落在了礁石 轰隆 整个虚空天地都是一阵 数千米虚空嚎啕 事出无尽的虚空乱流 此界不过低五世界 五魂镜顶峰全力一击 便可破碎虚空 更别说达到赵云这样的五王镜层次 随意一出手便是天崩地裂的局面 当金凤能量彻底展现 那一座十几里之大的岛礁 在世界各国首脑高层的注视下 被彻底打成了积粉 连同那万米的海水一桶 被击成了真空的状态 见此神威一幕 见此神威一幕 不无意外 各国首脑高层 皆是瞪大眼睛 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幕 表情挣扎 近时难言 这已经超出了人力的范围了 纵然是一个核弹 最多是将上面的生灵毁灭 可是这个名幻赵云的古代大将随意一击 竟然将这个巨大的岛屿给轰没了 实在太可怕了 各国首脑高层 艰难吞下了一口唾沫 表情挂着从未有过的凝重 在之前 在导弹对于大汉帝国将士没有效果后 各国首脑或许将希望寄托在了核弹上面 但是当看到了赵云的胸威后 他们对于核弹的威慑力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了 一号 炎黄一个高级将领似乎想到了什么 看着屏幕当中的胸威赵云出声道 什么事 炎黄首脑疑惑看向了那名将领 我想到了一件事 不知道有没有关联 那名高级将领沉声说着 表情尤为复杂 老李 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关头了 你就别卖管子了 直接说吧 炎黄首脑苦涩笑道 完全没有浪费时间的心思 之前这名大将说他们乃是大汉帝国 还有这名大将自称为赵云 对此 一号你难道没有想到什么吗 这名高级将领诉声道 大汉帝国 赵云 炎黄首脑稍稍沉吟思索 忽然略带苍老的面容上 闪过一缕金光 难道是我炎黄最鼎盛时期的国度 大汉帝国 首脑想到了炎黄历史上所记载的国度 在当今炎黄人心中最向往的国度 大汉帝国时期 那个时期 炎黄的国力空前强盛 大汉帝国所在 诸国无不俯首称臣 天朝之名更是从大汉帝国时期所扬 可以说 大汉帝国时期 乃是炎黄最骄傲的时代 赵云 白袍白甲银枪 与眼前这个大将也是相同 可 大汉 可是时间限不对吧 大汉时期有名的大将赵云 可是三国时期 大汉将要灭亡的时期呀 炎黄首脑似乎想通了什么 可随后又否决了自己的想法 一号 历史只单纯的是历史 其中有真实 也有虚幻 而且 历史上有记载着大汉帝国的军团 有这么恐怖的力量吗 历史上 有这样的恐怖军团 西方巨龙和东方神龙同时出现吗 挥手挡灭导弹 不具科技武器 一枪击灭近百里的岛屿 这是人力能办到吗 这分明就是我炎黄神话当中的先神呢 高级将领陈省道 语气尽是惊然 现在不是我们纠结赵云 是不是我们所知的那个赵云的时候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一点 这些黑甲军团 乃是与我炎黄同根同源 纵然世界大变 他要踏平世界 应该也不会对我炎黄造成多大的杀戮 炎黄首脑凝视着卫星屏幕当中 目光划过赵云 落在了刘便的身上 而在袋鼠国上空 刘便敏锐感受到有人注视他 冷漠的表情微凝 冷锐目光一凝 也是看了过来 却是隔着数万里的地界 与身处炎黄的首脑 交汇了一道目光 小心 卫星室内的一片将领 猛地喊道 放心 他不会伤害我 手脑淡定道 可是在心中也是忐忑的很 之前刘便一个眼神 便可隔绝万里之外杀人 如若刘便想要对他出手 他绝对难以逃过 炎黄 刘便凝视着天空 晚似想到了什么 沉吟喃喃一句后 却是收回了目光 哦 炎黄一众人猛地松了一口气 面对刘便这个骨质帝王 那种压抑感实在太强了 我想的果然不错 炎黄手脑忽然泛出了一抹激动的笑容 一号 你想到了什么 其他官员纷纷看了过来 刚才我看到嘴唇动了一下 却是说着炎黄二字 所以我可以肯定 这大汉帝国绝对与我炎黄分属同源 他日世界局势大变 我炎黄也不会有灭族之祸 而且只怕会走上另一条强盛之道 与刘便对视之后 炎黄首脑只是陷入了短暂的失神 但是在随后变得激动万分 陷入了一种难以洗衣当中 难道说 这一次大汉帝国的军团降临 对于我炎黄是一场机缘 几个炎黄将领问道 对 也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 大汉帝国降临是一场有灭族之祸的威胁 但是对于我炎黄同族来说 绝对是一场机缘 天大的机缘 不知怎么的 炎黄首脑万分的肯定 能够作为炎黄的首脑 他自然不是平凡之辈 而是真正掌控大局的权势人物 可笑 高丽还叫小转 这大汉军团是与他们同根同源 一个将领忽然讥讽一笑 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 相信日后大汉帝国自会处置 炎黄首脑冷冷一笑 所谓高丽 所谓窝日国 在诺大的炎黄眼中 自然算不得什么 但是这个世界的炎黄 注重稳步发展 故而在各个方面显得脆弱 对了 还有一件事我要汇报 现在我炎黄境内的网络空间 已经遍布了戴鼠国的大战视频了 现在我们是不是采取措施 将流入境内的视频和图片 全部处理掉 以免造成恐慌 一个官员问道 这才过去多久 竟然这么快就流进来了 首脑略带沉思 一会儿后 不必处理 是该让拱众知道 大汉帝国的事情了 而且不仅如此 将那大汉帝国天子 和那大将赵云的视频和图片发出 让炎黄民众认知 未免日后冲撞了就不妙了 是 我明白 那个官员恭敬点点头 最后传我命令 炎黄从今天起 封国 禁止任何民众外出 如若有冥顽不灵者 强行外出国境 出了事情 我炎黄一概不负责 炎黄手脑沉吟了一声 道 一号 封国 这样也太夸张了吧 一个官员沉声道 看看 看看戴鼠国的样子 如果有人不想活了 那就让他们出去 如果想要保命 就老实待在炎黄 炎黄手脑冷冷到 现在的世界 已经不负平静 以其手脑的战略眼光来看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嘉音宝 现在的世界已将不负平静 以其手脑的战略眼光来看 大汉帝国平定了戴鼠国后 下一步绝对会朝着世界扩张 毫无意外 世界各国都会陷入大汉帝国的兄弟功法 陷入战乱当中 戴鼠国将会是世界各国的后尘 而炎黄与大汉帝国同根同源 民众如若不出去瞎逛 瞎晃悠 作为同源血脉 大汉帝国应该也不会伤害到他们 是 我会调动炎黄的所有军队封锁边境 禁止任何人外出和进入 军队将领连声保证道 对了 八国素来与我炎黄交好 安排人暗中知会八国一生 如果可以 让他们打出大汉的国旗 说不定在日后大汉帝国攻打到了中东 能够保住八国的民众性命 炎黄首脑想到了炎黄的铁杆盟友 随即说道 一号放心 我会按种派人通知八国的 作为我炎黄的好兄弟 该救他们的时候一定要救 一个外交官员保证道 轻松击灭了一个几十里的岛礁后 赵云淡然的一手龙胆枪 面容冷然 带着冰冷杀机 如若胆敢抵抗五大汉帝国 此岛此交便是尔等下场 说完 赵云一转身便不再多言 这也让世界窥探的各国首脑 都是咬着牙根 心中呈现莫名难言 这大汉帝国究竟是什么存在 难道真的是传说中天堂的神明 可是 不是神爱世人吗 为什么神明下凡 他们要造成如此大的杀戮 世界真的要变了 这大汉帝国的实力太强了 一个将领就这么厉害 那那个皇帝该会是多么恐怖 如果之前帝国将士屠戮 袋鼠国士兵的一幕 让世界各国首脑产生了凝重 那么在赵云实力展现 浩然一击之下 世界各国首脑都被吓蒙了 那根本不是人类能够拥有的力量 先神之力也不过如此吧 尽可能不要与这大汉帝国起摩擦吧 世界各国首脑都是不由想到 在大汉帝国强大的实力面前 哪怕是所谓的世界最强国的美帝 都有些畏惧 之前猖狂的特普达 也被赵云这神威一枪吓到了 袋鼠国总统和一众高官 已经逃到我们美帝国来了 似乎是要请我们出兵支援 打败大汉帝国 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时一个美帝官员走到了特普达的身边 出兵支援 这怎么可能 让我们去和那些恶魔硬碰硬吗 特普达瞪大眼睛说道 想起要与大汉帝国的军队碰撞 他就吓得打了一个冷颤 总统 我知道看到了大汉帝国的力量 你不想与他们对决 但是炎黄有一句古话 表达的就是眼下的这种局面 一个年龄有些老的美帝官员 凝重说着 什么话 特普达问道 纯寒齿王 现在虽然只是代鼠国被大汉帝国打败了 但是等他们晃过神来 只怕又会对其他国家动手 欧连 非猴子 甚至是打到我们美帝本土来 那个年老官员沉声道 透着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听到这话 特普达的表情也是一宁 没错呀 之前那个名为赵云的汉将说了 整个世界都会是他们大汉帝国的目标 这也就是说 根本没有任何的环节可言 混账 我才刚刚接任总统职位 居然就让我碰到这事 真是太他妈倒霉了 特普达心中愤愤骂道 在几个月前 特普达使尽了浑身解数 成功登上了美帝总统的宝座 世界第一强国的宝座 可真的是光宗耀祖啊 可是特普达还没来得及享受 就让他碰上了大汉帝国降临 不得不说 他还真是一个悲剧的总统 大汉帝国降临 必须得召开联合国会议商讨了 不然再这样下去 整个世界都会混乱 特普达压住了心中的粪粪 整理了衣巾 然后大意凛然 一副为了世界的语气说道 总统 你的想法是对的 大汉帝国的出现 嗜血无情 完全就是恶魔的军队 这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威胁 现在只有召集所有国家 想出办法来对付这些恶魔 那个年老的美帝官员肯定的说道 好 有你的同意 我就更放心了 特普达点了点头 随后对着手下道 立刻给联合国发消息 召集所有国家代表开会 对了 还有严密监控那大汉帝国的皇帝和大将 一旦发现不对 保命要紧 子龙 朕还有事要办 接下来的功法之事便交给你了 刘变目光看着严黄所在 悠悠说道 请皇上放心 戴德将此国彻底掌控 臣便会即刻启程 覆灭其他国家 争取在一个月内掌控此界 赵云向着刘变保证道 你从未让朕失望过 朕自然信你 刘变微然一笑 纵身而动 重新落入了龙脸当中 敖黄 敖薇 流遍沉声道 敖 停顿在虚空之上的两龙 狂笑一声 龙眼震天 随而 敖黄身躯的黑光龙园一动 敖薇身躯上冰蓝龙园一起 整个海平面开始疯狂沸腾 两龙拉着地黄龙脸 朝着炎黄的位置急速飞掠而去 破浪翻滚 带着属于神龙的骇然之威 神龙 不仅仅是风从龙操控风雨 更是能够掌控万水 乃是天生控水的神兽 神龙一动 自然能够引得大海平面如此涌动 那个大汉帝国的皇帝动了 与他们的恶魔军队分离了 看样子 他好像是要去向炎黄所在的方向 流遍行踪一动 牵动着此界所有的国家 数百上千道目光 透过卫星屏幕看着 皆是忐忑难言 哈哈 难道这个皇帝要对炎黄动手 那可真是一件大好事啊 特普达的美帝 高利国 欧连 还有炎黄的世仇 窝日国 都是幸灾乐祸的笑了起来 继续凝视着卫星屏幕 似乎想要看着流遍操控神龙 翻江倒海的一幕 在他们这些国家眼中 炎黄崛起就是他们的眼中钉 肉中刺 两龙拉着龙脸迅速向前行进 速度之快 超过了此界任何科技武器 只是一会儿便来到了炎黄的海域 南海 一号 那个帝王来我炎黄了 我们怎么办 一个高级将领 担心的看着屏幕 不用多想 他对炎黄应该没有太大的恶意 保持监控就行 还有这何尝不是我炎黄的一个机会 炎黄首脑沉吟一声道 什么机会 一个官员问道 大汉帝国的横空出世 会造成这个世界的变动 世界各国只怕都想着联系上大汉帝国 而现在机会落在我炎黄头上了 炎黄首脑睿智一笑 我明白了 只要联系上这个大汉帝王 给他说出同源同脉之意 应当就不会对我炎黄造成太大的杀戮了 所有官员明白的点点头 美帝特普达已经联系了联合国 准备召开全球会议 应对大汉帝国 欧联国 卧日国南越国等已经全部响应 一号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派人参会 一个外交方面的官员问道 看来美帝对于他们所谓的世界霸权 还是不死心呢 炎黄首脑冷冷一笑 也罢 就让祝联合国的代表参会吧 对了 无论美帝提出什么意见 我炎黄代表都投反对票 就这样吧 炎黄首脑沉声说道 南海之上 对于来自外太空卫星的监控 刘变视若未见 在刘变眼中 此界的所谓强国也不过蝼蚁 蚁窥探又能如何 又能改变什么 所幸 刘变也懒得理会 只为回到炎黄 圆满了他的心境变成 五黄境 真正的黄者之境 唯有达到此境界 方可是真正的强者 刘变目光一定 之所以跨离此界 并不是为了征伐 而是为了圆满他的心境 碎空 刘变面容冷漠 地袍一摆 一道强横的能量 从他的地袍之上挥斥而出 直击两龙正前方的虚空 哄的一声 能量一斩 轻描淡写的将虚空破碎开来 一个巨大的祸口惊现 嗷 两龙长言一声 直接冲入了虚空祸口当中 拉着龙年一起 进入了虚空深处 随即 当流变扩张虚空的能量消失 世界法则力量一起 虚空祸口又重新愈合 但是庞大的神龙 以及龙年 已经在此间南海消失不见 怎么回事 人呢 同时 在世界各国的卫星屏幕当中 已经变成了一片虚妄的空白 除了海还是海 流变的身影 已经彻底消失在了他们的目光中 这一举却是完全让他们惊乱了 他肯定进入了炎黄境内 为了国家的未来 一定要派人与他接触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传我命令 派遣特工进入炎黄 一定要找到他 然后与他取得联系 各国首脑纷纷对着手下下达命令 这是目前为止 世界各国难得统一了做法的一次 传我命令 炎黄各大洲注意 全力寻找大汉帝王 一旦找到 立即汇报于我 还有 无论如何 不可触怒于他 否则我炎黄威夷 炎黄首脑也是立即颁布命令 与此同时 炎黄境内 炎黄官方发出了史上最严厉的命令 乃是炎黄首脑亲自签订的命令 封国令 从今日起 炎黄人禁止出入境 如果有无视命令强行出境的 将剥夺炎黄公民身份 在境外发生任何事 炎黄将盖部负责 后果自负 在炎黄各大门户网站上 国防网站上 封国令都是高高挂起 显而易见 而所有人炎黄的手机上 都是收到了由官方亲自下达的消息 同样也是封国令 此番声势浩荡 足以堪比真正的战争到来时 封国令 好霸气的命令 看来世界真的要出大事了 不然我炎黄也不会下达这么牛的命令 把国都封了 我怀疑 只怕是因为戴鼠国的古代军团 他们可是各个拥有着恐怖的力量 足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 对呀 这些古代战士 不知道是从哪里出来的 力量太强了 完全就是传说当中的先神呢 看他们的声音语气 完全和我们炎黄古代的模式一样 我想 他们肯定和我们炎黄有所渊源 这也相当于一张保命符了 以后无论世界怎么乱 只要老实的待在炎黄 应该就不会出什么大事 赞封国令 赞剥夺公民身份 看看那些哈日哈美 哈寒的家伙还敢不敢出境 这一次我还真的希望那些家伙全部出去 对呀 那些家伙摆明了针对我们炎黄 可是总有那些恶心人的家伙 去他们国家爆满 真特么恶心人 对于封国令的出现 显而易见 炎黄大部分的民众都是非常的赞同 除了那些喜欢重阳媚外的人 但是在封国令过后 炎黄内的警害还远远不止 紧接着 炎黄国防网页也放出了几段视频和照片 全是之前用卫星窥探流遍和赵云石所拍摄下来的 国防网页居然挂上了视频 破天荒啊 这可一定要看一看 无数炎黄人点开了国防网页的视频 在一瞬间几乎全部陷入了惊慌难言 强势无边针对世界各国 大汉帝国降临上将赵云的宣言 白袍白甲银枪驾驭龙的赵云 威势无双的一击 一个横跨几十里土地的岛礁 被他轻松打成了鸡粉 在赵云身后 两头庞大遮天的神龙散发着无尽的神龙之威 拉着龙脸 在那龙脸之上 身着地袍 头戴地关 面容鹦鹉而俊异的威势男子 地威展现 震天骇地 好似整个天地在他眼中都算不得什么 我的天哪 上将赵云 难道是三国时期的强将赵云吗 白袍白甲 天哪 一枪祭面一座几十里的岛屿 这是什么力量 仙神吗 西方的邪恶巨龙 我东方的神龙居然聚集在一起了 龙 真正的神龙 没想到神话当中的神龙是真的 我竟然能够亲眼看到神龙 欲龙而来 身着地袍 头戴地关 这这分明就是我炎黄古代的威势帝王 传说当中的真龙天子啊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加音宝 那些拥有可怕力量的古代战士 导弹都不能奈何的古代战士 这个驾驭巨龙的大将 都是这个帝王的手下 皇帝 没想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竟然还能见到真正的皇帝 大汉帝国 难道是我炎黄历史上 最强盛的大汉帝国 如果真的是那样 我炎黄就真的要发达了 大汉帝国天子 他麾下大将都能一击破灭岛屿 那这个皇帝的力量 该会有多么强大 神龙都在他的脚下 为他拉拧 天哪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仙神 天地都不过如此吧 没想到 世界上真的存在修炼者 真是太振奋了 要是我能够踏足修炼 那岂不是快哉 当无数炎黄人点开视频 看到亥然的巨龙 他们为之信仰而存在的神龙 一瞬间 整个炎黄都静止了 在静止后的一瞬 爆发无尽的沸腾 整个炎黄都被一瞬间点燃了 古代帝王的出现 逆转返金 已经极大颠覆了炎黄所有人的认知啊 炎黄首脑有令 世界将会陷入更深层次混乱 为了稳定炎黄民众 特颁布封国令 不是将民众禁足 而是为了保护民众 但请炎黄民众放心 据首脑所知 此次从百慕大出现的大汉帝国 也许与我炎黄渊源颇深 不会伤害到炎黄民众 在炎黄网站的视频之后 由国防部亲自说出的两句话 出现在所有炎黄人的耳中 哈哈哈哈 果然呢 既然国家都承认 大汉帝国与我炎黄渊源颇深了 那就肯定是的了 可笑那些高丽棒子 还说大汉帝国是他们的先祖 我特么真想一棍子呼死他们 世界要变了 我炎黄要崛起了 最好杀光那些自以为是的西方人 自以为傲慢 天下第一 与我炎黄同源的大汉帝国降临了 看你们还有什么嚣张的资格 无数炎黄人听到大汉帝国 与炎黄渊源颇深的关系 一个个激动了 说实话 在一开始 看到戴守国惨遭屠戮的一刻 那等血腥 那等残忍 如果说不怕肯定是假的 但是 看到了那些堪称屠夫的古代战士 长着与炎黄人相同的面孔 甚至还有一种若隐若现的血脉联系 才让炎黄的民众稍安不少 但是说到底 也只是稍微安心 并没有彻底的放下来 不无有人想着 万一那些古代军团打进了炎黄 像屠戮戴守国一样屠戮他们怎么办 对于炎黄的实力 他们虽然自信 但是看到大汉将士的恐怖凶威 他们丝毫不觉得炎黄军队能够挡得住 要知道 戴守国的国力在这个世界上也算排得上前列的统一的美式装备 当今世界最强的装备 什么战俘导弹 什么坦克战车 全部配备上了 可是这样的武装却在大汉将士的手下轻松覆面 足以将大汉将士的实力表明清楚 而且这还不仅仅是大汉军队的实力 如果算上那驾驭巨龙的赵云 一枪之力堪比何武 再算上那驾驭神龙的神秘帝王 那真的会是可怕了 可是现在不同 连炎黄官方都宣布了大汉帝国与炎黄的渊源颇深 不会对炎黄民众下手 倒是让炎黄民众都安心不少 同时 对于降临的大汉帝国也产生出了一种归属感 强国 强者 这等大汉帝国兼备之 炎黄民众如何不向往 美帝 联合国所在 在美帝总统特普达的号召下 召集世界上所有国家应对大汉帝国降临的事情 原本联合国大会只是各国代表参加即可 但是这一次几乎世界各国的首脑或者是二把手都到位了 联合国说是属于世界的一个联合组织 非常的高大上 但是世界民众都在明面上知道 联合国只是一个有名无识的组织 要地盘没地盘 要军队没军队 世界各国心情好一点 想要在世界上赚一些声望名声 或许会给他一些好脸色看 但是如果心情不好 屌都不会屌他 而且在暗地当中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知道 联合国只不过是美帝在暗地当中的一颗棋子 打击对手的棋子 如果美帝看谁不顺眼了 直接利用联合国这张大棋 向这一次大汉帝国降临 特普达一个消息传到联合国 后者不就乖乖地召开了联合国大会 并且以联合国的名义邀请世界各国的首脑 联合国大会场 世界各国的旗帜飘扬 带着一种属于现代化的肃穆之气 这个世界的顶级权贵 几乎全部都在这里聚集 人都到齐了没有 特普达坐在美帝的代表位置上 对着一个手下问道 总统 北极熊的总统没有来 还有炎黄的首脑 以及巴基斯坦的总统也没来 其他国家的总统和二把手都来了 美帝官员悄悄地在特普达耳边说道 北极熊我知道他不会来 特普达冷冷地说着 在这个世界美帝和北极熊可是世仇 属于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 北极熊的总统又怎么会跑到美帝的地盘上来 那么纯粹就是自己找死了 现在世界危机 炎黄居然不来 那可真的是太不给我面子了 还有巴基斯坦 这个和炎黄穿一条裤子的国家 我们美帝一定要给他们最严厉的制裁 等这次联合大会散会后 我一定要让联合会签署对北极熊 炎黄巴基斯坦的制裁计划 特普达双眼透着很光 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个总统乃是近年来 美帝历代总统最奇葩的一个 刚愎自用 爱面子 最重要的是 喜欢把个人的喜好带入自己的工作上来 总统 制裁计划先押后 现在还是商量怎么样应对那个大汉帝国吧 美帝高官无奈地提醒道 特普达点了点头 随后摆正了自己的话筒 扫视了肃穆的联合国会场一眼 各国的政要还请安静一下 现在人已经基本到齐了 是时候开启这一次的大会了 特普达大声地说道 声音透过话筒 传遍了整个会场 听到特普达的声音 现在无论是哪一国 不管带着什么心思 都是变得安静下来 看向了特普达 在现在的世界上 美帝可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 没有国家敢轻易招惹的存在 所以一般情况来讲 都会给特普达面子 相信各位已经知道 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了 来自一界 名为大汉帝国的恶魔国度 入侵到了我们世界 代鼠国已经被这个恶魔国度给覆灭了 数千万代鼠国的民众 已经生活在了恶魔黑暗笼罩之下 不知正在遭遇怎么样的惨状 所幸我美帝救援及时 将代鼠国总统 以及他们的一众高官救了出来 现在让他们来和你们说说 那个恶魔国度的残忍 特普达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 表情庄重 带着一种悲怜世人 痛心疾首的样子说道 随后 特普达目光一转 代鼠国的代表席位上 正是已经被大汉将士打得狼狈 逃窜出国的代鼠国总统 伴随之 会场内所有的各国政要 都是将目光看向了代鼠国总统 目光当中有的怜悯 更有的幸在乐祸 种种皆有 这个世界几百个国家 可见代鼠国也得罪了不少 大家好 我是代鼠国总统卡奥斯 代鼠国总统带着一种难言的悲怜之色 缓缓站了起来 很不幸 我的国家遭遇了来自恶魔国家的攻击 属于代鼠国的英勇战士 阵亡了接近16万 国境已经全部落入了恶魔国度的掌控 现在民众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阵亡了16万士兵 国境已经全部沦陷 会场内 所有各国政要都是瞪大眼睛 听着这个可怕的数字 之前对于代鼠国的大战 各国的首脑也仅限于在卫星上面看到 具体的兵力情况 交战情况 他们也不是太过清楚 只看到了大汉帝国的军队狠狠屠戮 代鼠国的军队毫无招架之力 一听到代鼠国伤亡如此惨重 几乎会场当中的每一个国家代表 都是瞪大眼睛 惊诧失神 代鼠国呀 在世界上的军事实力也是排名前列的存在 16万军队配备完全的美式装备 可以说小国几十万大军都能轻松的战胜 这个异域来的大汉帝国太可怕了 不仅仅是那个名唤赵云的大将 还有他们的帝王 哎 本来稳定的世界 来了这大汉帝国 这叫什么事啊 无数国家的首脑摇头晃脑 很是失神 对于大汉帝国的强大 他们几乎生不出任何一份的对抗心思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各位 特普达看着会场内所有人的表现 心中暗自一笑 表情仍是非常郑重 相比对于这个大汉帝国 你们几乎所有人都是处于未知不懂 今天我特普达就给你们解释 这所谓大汉帝国的来历 特普达总统 你竟然知道大汉帝国的来历 欧联国当中的一个 女王国女王诧异的问道 对 特普达自得一笑 随后道 在这个大汉帝国出现后 我就命联邦局的人 调查百慕大的一切资料 最终让我发现了 这个大汉帝国的来历 特普达说着 表情也是变得诡异 冷静 会场内的气氛 竟然也被他调动起来 变得很是压抑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特普达 联邦局翻阅了所有的资料 终于找到了一个 有着数万年前历史大 玛雅文明留下的典籍 特普达神秘地说着 玛雅文明 那个科技比我们现在还要发达 却突然消失的文明 他们究竟是什么来历 会场内所有的国家首脑 都注视着特普达 等待着后者的解释 百慕大是传说中 地狱之门的开启地 一旦打开 地狱恶魔的军队 就会从里面出来 而这个所谓大汉帝国 就是来自地狱的恶魔军队 他们的出事 就是为了杀光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 然后占据整个世界 特普达的语气 带着一种深然的蛊惑性 作为依靠演讲 登上总统宝座的他 口才自然也是非常不错 百慕大是地狱之门 那个大汉帝国 是地狱恶魔军队 难怪他们拥有 那种可怕而恐怖的力量 原来是恶魔的力量 天哪 究竟是谁开启了地狱之门 将这些恶魔放出来的 所有人都被这个说法 给吓到了 一个个表情失措 难以言畏惧 上钩了 只要把你们一同拉上 未必不能打败 这个所谓大汉帝国 特普达在心中狠狠地笑着 只要他和他手下的几个高官知道 这所谓地狱之门 所谓恶魔军队是他编出来的 目的就是让整个世界人人自危 然后号召所有国家的力量 全部出来对付大汉 不得不说 特普达这一手棋 还是玩的比较大 究竟是谁把地狱之门的封印打开 这个问题暂时不说 特普达目光环绕了一阵 却是在炎黄代表的席位上 有意无意地停留了一下 带着一种深意 随后仍旧带着非常冷静的意味道 地狱的军队 带着屠灭世界一切生灵的目的 如今虽然只是戴鼠国惨遭来自恶魔军队的屠戮 但是再过不久 我们这个美好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会遭到来自恶魔军队的攻打 为了这个美好的世界 为了在这世界上所有的人类 我们所有的国家必须团结在一起 共同对抗来自恶魔的军队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活路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护着美好的世界 说了这么久 特普达终于进入了最后的主题 大声道 特普达总统的话 我窝日国赞同 窝日国首相安培苟三站了起来 大声道 我阿三国赞同 阿三国首脑摩迪道 我高丽赞同 高丽总统嫖不理道 而在他的心中 确实也有几分不愿 他可是坚信大汉帝国 是他们高丽先祖的军队 可没办法 美帝大哥发话了 他们也不得不照做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嘉音宝 窝日国 阿三国 高丽国 三个属于美帝最忠诚狗腿子的国发话后 没过一会儿 欧联国的多个国也是纷纷开口 特普达总统说的对 这来自地狱的军队非常可怕 如果我们不抵抗 绝对会落得和戴楚国一样的场面 所以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 一同应对这恶魔国度 各位不要再犹豫了 现在的情况非常危急 只有乘着恶魔军队还没有彻底在世界站门脚跟 我们团结一起才能打败他们 如果再耽误时间 世界会毁灭 我们这些存在世界上的国家都会不复存在 看着还有这许多国家很是愁挫 似乎没有下定对抗的决心 特普达再次大声催促道 我非猴子国同意 这时又有人开口了 我南越国同意 在特普达一话后又有许多代表同意 现在这种情况 在美帝的主场根本没有人敢不同意 毕竟如果反对就是和美帝作对 普通的小国不敢 但是某些上了台面的国家几乎都是美帝的控制 不过一会儿会场内已经有着大半的国家开口 全部是同意 没有一个反对 不出意外 这一次世界联盟就可以形成了 大汉帝国 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力量 休想从我美帝手中夺走世界 而且乘着这一次联盟 让那些反对我美帝的国家先上 削弱他们的国力 等以后打败了大汉帝国 整个世界将会彻底以我美帝为尊 我特普达就会是美帝历史上最强大的总统 特普达看着会场内的情况 向着他的预想发展 心中激动不已 但是正在特普达想着这种想法的时候 一边突起 我巴基斯坦反对 一个皮肤有黑 年纪大概有四五十岁的男子站了起来 大声道 什么 特普达表情一尖 愤怒看笑了那个反对的巴基斯坦代表 我北极熊反对 特普达还没来得及质问巴基斯坦的代表 另一边联合国五常之一 北极熊代表又出生了 北极熊 该死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这么老实 特普达愤怒无比 作为争斗了几十年的老对手 从一开始 特普达就知道 北极熊这关不好过 毕竟只要是他美帝的事情 北极熊不出意外都会反对 我言黄反对 让特普达愤怒的一波接一波 紧接着又是五常之一 严黄开始投反对票 一号早就有命令 不论你美帝想要干什么 统统投反对票 严黄代表冷冷想到 在三个国家投了反对之后 我非蒙反对 严黄可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老好国 特别是对于这个世界非洲的援助 那更是无私帮助 严黄大哥一说话 非蒙几十个国家 纷纷投了反对票 一时与会场内 投了赞同票的代表僵持相对 北极熊 严黄 你们什么意思 现在恶魔的军队入侵了世界 如果我们再不抵抗 世界都会完蛋 特普达愤怒的大吼道 对不起 特普达总统 现在是投票会议 而我严黄身为武偿之一 拥有一票否决权 此次投票 我严黄行使否决权 面对特普达的愤怒 严黄代表不卑不亢地说道 早在之前 严黄一号就给他亲自通了电话 告诉了严黄与大汉帝国潜在的渊源 这也是代表的信心所在 也亏得这特普达编得不出来 狗屁的恶魔国度 只不过是为了保住他美帝霸主地位罢了 而且就算大汉帝国是恶魔国度又如何 凭借着严黄与大汉帝国的血脉渊源 他们途进了这个世界所有的国家又如何 严黄有一句什么话来着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北极雄也是武偿之一 也行使否决权 北极雄代表也是冷冷的 相对于严黄 北极雄就是纯粹地看着美帝不顺眼 故意作对 你 你们 听到这否决权 特普达的脸色变得无比铁青 多少次的会议 多少次的投票 许多没有通过 全是因为这否决权 反正看对方不顺眼就否决 一直以来 特普达刚刚上任 新冠三八火 也没有人敢对他使用否决权 可今天 两个否决一起砸在了他的头上 让他愤怒无比 好 严黄 本来为了世界的团结 我也不想说出地狱之门开启的真相的 但是 你实在太让我失望 让世界失望了 百明乱已经偏向了恶魔军队 我今天就不得不说出了 特普达拿起话筒 大声地说道 狠狠地看着严黄代表 而后者 一脸无所谓地看着特普达 就差没有打出一个请的手势了 难道地狱之门的开启 和严黄有关 不会吧 百慕大可是在美帝的控制范围内 严黄就算想开启也很难呢 而且 那可是有名的死亡之地 无论什么人进去 只有死路一条 特普达虽然还未彻底言明 但是话里的矛头直指着严黄 这会场内都是坐着一群狐狸 自然一听就明白了 各位 你们想的没错 随后 特普达一话 肯定了会场所有人的想法 地狱之门正是严黄开启的 在几天前 严黄派起了秘密特工进入了百慕大 开启了地狱之门 所以说那恶魔军队的降临全是因为严黄 本来因为大家同属这个世界 我还不准备点名的 但是严黄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文言 许多国家的人都对严黄代表怒目而视 啪啪 严黄代表怅然一笑 竟然还鼓掌起来 说得好 不 编得真好 严黄代表目光毫无畏惧地看向特不达 世界的万事都讲究一个证据 麻烦特不达把我严黄特工 潜入百慕大的证据拿出来 还有 你所谓玛雅文明留下的 关于地狱之门的古资料也拿出来 让世界各国代表都看一下 我现在正等着呢 世界各国也等着呢 各国代表重新收回目光 看向了特不达 特不达总统 既然你这么肯定 严黄就是放出恶魔军队的国家 你拿出证据来 让他们明白 美帝的几个小弟直接开口道 对于美帝的话 他们自然深信不疑 其他国家代表也是纷纷点头 注视着特不达 等待着他拿出所谓的证据来 证据 听到这话 特不达本来郑重的脸色苦逼了 所谓玛雅文明留下地狱之门的古典秘籍 所谓炎黄开启地狱之门的封印 全部都是他瞎编乱造的 哪里来的食物 主要是这一次的大会太急了 他是想着伪造几份证据 可是也来不及了 特不达总统 怎么了 你刚才不是一口咬定 百慕大是地狱之门吗 不是说大汉帝国 是我炎黄开启封印 放出来的吗 证据呢 把证据拿出来呀 当然 如果你没有证据 当着这么多国家面前 我炎黄可要向美帝提起 严肃的外交谴责 污蔑我炎黄国裕 炎黄代表冷冷一笑 讥讽地看着特不达 你 特不达愤怒地看着炎黄代表 恨不得要动手似的 看到这里 只要不蠢的人都明白了 看出来了 这所谓地狱之门 所谓炎黄开启封印 全部都是这个特不达编出来的 到这里 美帝的几个小弟 也是有些失神 特不达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这么重大的事情 你居然在开玩笑 女王国女王很是愤怒道 散会吧 这一次 完全就是特不达在胡骗我们 北极熊哪里会放过这种好机会 打击敌人 大声说了一句 直接站了起来 朝着会场外走去 准备离开 哇 北极熊代表的动作后 又有了许多国家代表 不爽的瞪了特普达一眼 纷纷起身 准备离开 面对这么多不爽的目光 纵然是美帝总统的特普达 也是把头低着 脸上的表情愤怒而怪异 而就在这时 刚才用严厉措辞打击特普达的 炎黄代表握紧话筒 再次出声了 各位代表稍等一下 听到这话 已经走到会场门口 要出去的代表 都是看了过来 哪怕现在窘境万分的特普达 也是诧异的看向了炎黄代表 不知道后者想要玩什么花样 众所周知 这一次大汉帝国入侵 打破了世界以往的平静 但是以大汉帝国的强大 我们也并不能改变什么 所以我奉劝大家 如果面对大汉帝国来袭 最好还是早早投降 这样能够尽可能避免伤亡 炎黄代表带着淡淡的笑容 说着这话一出 会场内几乎所有国家代表的脸色 都是微变 直接投降 整个国家的人都将会成为 大汉帝国的俘虏 他们的权势都会在一瞬间消失 下场不定 这个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敢尝试的 当然如果大家不相信我 就当我这个只是一个提议吧 看着诸国代表的样子 炎黄代表也没有任何气馁 笑了笑 缓缓站起身来 也是朝着会场门口走了过去 就当要走出去的时候 一拍脑门 忽然又想到了什么 对了 最后提醒各位一点 最好学习汉语 对你们日后肯定会有帮助 说完 炎黄代表带着一种浓郁的装淡气息 迅速离开了会场 今天一直在世界上充当老好人 老是受到了来自西方国家欺负的炎黄 第一次在世界各国眼前高调展示 强势打脸特普达 彰显了属于炎黄的血脉之威 如若是平常 炎黄断不可能有这样的底气 但是在大汉帝国出现后 不知道是因为血脉缘故 还是冥冥当中的感应 炎黄似乎知道了自己将要彻底站起来了 重新拥有先祖时期的强声 炎黄相声 杀势 有着数千米高度的高空之上 两条庞大遮天的神龙 拉着属于大汉帝国至高无上的龙年 平天出现 在数千米高空之上 下方自然是看不到 而且在两老龙身上 流淌着一种浑厚的龙原力 纵然是卫星探查 也绝技不能探查到两龙 你们便在这方圆百里找一处山林待着吧 等待阵的召唤 流便从龙年当中缓缓飘身而出 地跑张扬 狂风嗖嗖而不动 屹立于这数千米高空之上 帝皇威势无穷展现 是皇上 两龙一点懦大的龙头 随后拉着龙年朝着下方一处山林飞去 眨眼间光芒闪烁便消失不见 炎黄 杀势 好久不见 流便屹立高空上 缓缓低头俯瞰 目光当中 罕见露出了一抹情绪波动 透过流便的目光 下方是一座繁华似锦的城市 车水马龙 科技景象鼎盛 与武道盛世古朴不同 眼下皆是一片现代化建筑 唉 当初的阵 当初的阵也仅仅是这底下云云众生的一个 而如今 阵已经坐拥十几个世界 挥下军团千万 实力已达通天 造化机缘 造就了阵的存在 而此番 阵回归此界 了阵我前世所有 圆满我灵魂心境 武皇境将豁然通达 流便目光当中闪烁着一种坚定 如今他已经身处武王境的最顶峰 差一步便可突破武皇境 而这一步便是那最为关键的一步 必须需要圆满心境 心境圆满 武皇境变成 带着对武皇境的期盼 流便纵身一动 身上金色的光芒一闪 向着下方的城市扎了下去 朝着他前世生活的地方 飞掠了过去 数千米的高空 以其武皇境顶峰的实力 只不过是一个瞬间 所谓这个世界 在他的实力下 也不过是辗转之间罢了 几乎只是一个瞬间 流便便降落到了地面 来到了一个现代化城镇当中 四面周围 到处都是喧嚣声音 各种男女老少在四面来回走动着 当流便出现的一瞬 却是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 哇塞 拍戏啊 古代的皇帝 不 这肯定不是拍戏 你难道没有看网络上吗 现在到处都遍布着大汉帝国皇帝的照片 这个人不就是按照大汉皇帝的样子模仿的吗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嘉音宝 刘便站在了这一条大街上 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 原因无他 刘便身着地袍 头戴地关 腰间还悬挂着一柄宝剑的样子 十足的古代帝王装扮 在这个现代化的都市当中 自然是无比显眼 现在在阎皇的网络上 甚至是阎皇官方的国防网站上 大汉帝国的凶煞大军 那等兄弟的威姿 涂灭一切的嗜血姿态 两条神龙威势平天的龙躯 带着属于神龙之尊的浩荡之力 那奢华到极点 自带苍穹肃穆的龙脸 甲鱼巨龙的上将赵云 一枪随手间荡灭一座岛屿的凶威 最后 身着地袍 头戴地关 面容鹦鹉而俊逸 浑身上下散发着恐怖地危的男子 纵然没有刻意 也是散发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 这种场景 这些图片 乃至视频 对于阎皇十之八九都不陌生 因为这些都让他们无比记忆深刻 深入每个人的心中 但是由于阎皇的国情处于那种平和安静 在流便赵云乃至无数帝国将士引起了阎皇举世关注时 想要哗众取宠的家伙不计其数 许多人争相模仿 身着帝王装扮 身着上将之服 身着大汉帝国将士的黑甲进装 这也导致今天流便站在这大街上 一身古代帝王的打扮也没有引起太大的警害 看着周边人头以热烈的目光 流便冷冷一瞥 眉头微微紧皱 突然低声轻哼一声 嗯 一股浑厚的意念力朝着方圆扩散开来 直接向着方圆所有打量流便的人轰了过去 顿时 哈 周围打量流便的人只觉脑袋当中一声轰鸣乍讲 随后每一个人都是陷入了一种难言的眩晕感 脸色发白 一时本来喧嚣的大街上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 随后 流便无视周围 一个跨步 直接向着他从前的家走去 残影一闪 消失在了这大街上 好一会儿后 带得流便消失不见 大街上几近晕厥的人才缓缓恢复了神采 刚才发生了什么 等到这街上近百个人清醒过后 除了脑袋里还隐隐作痛外 对于刚才的晕厥却完全不了解 都是面露茫然 那个帝王 难道 一会儿后 大街上的民众似乎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每一个都是面露惊恐后怕 随后快步离开了此地 眨眼间 遍布人流的大街 变得空无一人 当然 这次自然是流便留守的结果 如果流便真的要对这些人下杀手 根本只是吹灰之力 但是流便念他们实属无心 只是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教训 帝皇之威不可犯 帝皇之威不可熟赌 如果眼前的不是炎黄民众 与流便同源 而是一群一族 那么现在街上已经变成了一地血海了 一个楼层面前 流便站在了一个屋子的前端 看着这熟悉的情景 表情带着一种淡淡的怀念 曾几何时 在这个小房子当中 住着一个孤儿 吊丝 宅男 而到现在 掌控一个诺大帝国 十几个世界 回下子民一亿万万计算 挥手便可破天的强大帝皇 荣耀归来 此地乃是流便灵魂的生存之地 同而 此地也将会是流便突破五皇 解开心结 圆满心境的蜕变之地 几十年了 这个世界也是过去了数年的光景 有变化 却是又没有那般深层 流便目光当中带着怀念 喃喃道 目光落在了他曾经的家中 这就是流便前世唯一的东西 不过在今早 在流便前世遭雷批云命后 只怕这个房子已经被定义成了邪屋 无人敢住 毕竟当初流便就是死在了这个屋子内 前世 前世 想起前世的自己 流便不由露出了一抹无奈笑容 那时候的自己 全当是生存在这个世界底层的一个小人物 没有意外 终究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机会 但是苍天有眼 让流便逆转了本属于他的命运 从汉末开始 一路逆天 成就了现在的武王境巅峰 朱戒之主 进去看一看吧 此番前来 便是将前世的一切全部了结 便可突破鸿沟 登陵武皇 流便悠悠一探 地袍一挥 一股强横的气流 狂击而出 直接将这个尘封数年的门户 打了开来 一股压抑的气息 直扑流便的面门 但是还未接近流便的周身 便被一股无形的气势给震散 达到流便如今的境界 体内钢气已经自成运转 遇到任何事物都会有各种反应 随着门户打开 流便带着一种怀念的表情 踏进了屋子当中 前世的 没变 流便扫视了这屋子内的一切 并不大 但是让他格外熟悉 除了已经被厚厚的灰尘笼罩 前世的一切却还在这里 在雷匹而死后 作为死人的东西 又有什么人敢动呢 要知道炎黄人对于鬼魂之说 可是非常忌讳的 如今朕归来 也是时候将前世最后的遗留处置了 如若不然 这将会是朕突破五皇境的一个障碍 对于眼前这格外熟悉的一切 流便除了一种怀念外 转而来之的是一种坚定 对迈向更强武道之心的坚定 随即 流便面色淡漠 大手微抬 一道能量在手中环绕 猛然一摆 一股韬然的气浪 在流便的手中 向着这个屋子四周四略荡去 前世的一切 已经尘归尘 土归土 朕已非前世之我 朕乃大汉天子流便 主界之主 亿万万汉民之尊 流便淡漠清土着 在能量从手中落出的一瞬 一个跨步 从这个屋子踏步离去 眨眼 已经飞掠到了天穷之上 如同仙神俯瞰 而在屋子内部 呈现一片毁灭般的景象 能量之危所过 屋子内无论是什么摆设物体 都如同碰到了毁灭般的杀鸡 一触击碎 眨眼间 整个屋子内的一切 都变成了鸡粉 前世流便的一切所有 已然成了过眼云烟 前世瓜哥去其一 离得心境圆满 也差不多了 流便立于高空上 俯瞰着下方的一幕 淡淡说道 对了 这时 立于虚空上静立的流便 忽然猛地回神 好似想到了什么 前世我死亡后 尸体葬身在了何处 流便猛然想到 随即 流便表情神速 意念向着方圆扩张开来 五王静顶峰十里 意念已经足够扩张到 数十里之地 眨眼间 整个沙城都落入了 流便的意念掌控当中 找到了 在沙室外的一处荒郊 流便准确感知到了 一道熟悉非常的气息 当然 也不能说是气息 而是他属于他前世的遗留 一个纵身 流便破空飞掠而去 眨眼间便来到了那处荒郊 落于地面 几座坟墓 映入了流便的眼前 其中的一座 就是散发着让流便熟悉的气息 正是他前世躯体埋葬的坟墓所在 墓碑上写着 流便之墓 杀氏孤儿怨历 却是在流便死后 流便曾经所在的孤儿怨历下的 嗯 而在流便端下着前世躯体的坟墓 在两侧的坟墓 却是引起了流便的注意 流氏 流忠之墓 流氏之妻 杨巧之墓 看到这两个坟墓 如同一声炸雷 轰然在流便的脑海当中炸响 流忠 杨巧 流便表情难难 面目上 透露着一种强烈的难以置信 这 这两个坟墓的主人 这名字 如同前世遗留的一切 在流便的灵魂当中 却是根深蒂固 因为他们是前世流便的父母 而且这两座坟墓 分明比前世流便的坟墓 历下的年份还要久远一些 这是为什么 流便表情陷入了难言 喃喃自语 前世 最让流便在意的事情 没有其他 在他不过几岁年龄的时候 他的亲生母亲亲手把他送入了杀氏孤儿院 那时候的他才几岁呀 竟然被亲生的母亲送入了孤儿院 这让流便如何不恨 这也是流便突破五黄镜的心结之一 他这一次重归炎黄便是为了找出这事情的真相 他想问清楚 为什么当初要抛弃前世的流便 可是当看到这两座坟墓墓的一刻 流便却是呆了 他心中最想要得到的解释变成了眼前两座坟墓 本源 流便面容冷肃 突然疑惑 顿时 虚恐天地 如同受到了来自无上帝皇的号召 风云滚滚而动 虚恐嚎啕 乱流惊现 直接裂出了一道祸口 哗的一声 天危降临 大汉主戒本源意识 顿线到了流便的身前 经过这么多天的时间 主戒本源已经快要把此戒本源彻底制服了 后者已经毫无泛身之地 自然能够分化而来 给我找出眼前两座坟墓主人的死因 流便肃目倒 嘣 主戒本源的五彩光球上 闪过强烈的光运 再次顿入了虚空当中 不过一会儿 又重新出现在了流便的身前 一道光芒直接射下了流便 如今主戒本源已经初步吞噬了 此戒本源意识 而作为世界的本源 几乎对世界任何生灵都有过记载 只要确定目标便可查找 很明显 主戒本源是顿回虚空 前往了法则深处寻找了 流便放开心神 将本源的那条光芒接纳 十五年前两人皆是因病而亡 当查探到本源所给信息 流便目光扫视眼前的两座坟墓 猛然一惊 十五年前 那不正是前世流便被送往孤儿院的时间吗 明白了 我明白了 当初他 他们不是真的要抛弃我 而是因为身患重病 没有能力再抚养我 甚至害怕连累我 这一刻 流便彻底明白了过来 是啊 世界上哪有那么狠心的爹娘 会将自己的亲身骨肉抛弃 沦为孤儿 世界上哪有那么狠心的爹娘 十几年来连自己孩子一眼都没有看到 由前世而今生 几十年的心结 也在这一刻悄然破碎 他不是真正抛弃了前世的自己 而是迫于无奈 受到了病魔的侵蚀 这一刻 纵然流便没有刻意去感受 但是那通往五皇境的路途 却是又获达了几分 只差最后几步 便可真正的踏足 扑通 这时 让整个天地都为之色变 足以让大汉帝国亿万万子民惊骇的事情发生了 流遍屹立不屈的帝皇之躯 双膝一弯 竟然直接跪在了这两座坟墓之前 当双腿与大地接触的一瞬间 整个沙士之上的天穹 风云变色 本来明朗的天空变得无比压抑 乌云叠起 天穹之上的雷霆电弧 轰鸣不断 整个沙士已经陷入了一片狂暴雷云的笼罩当中 沙士之内 数百万的民众惊恐的抬起头 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只是带着一种对于天威的惊恐 与此同时 在之前流遍出现过的小区街道上 却是隐秘来到了十几批不像是炎黄人的人马 人数众多 刚才有人传出了消息 在这座城市 发现了一个帝王 一个眼神 就让大街上数百人陷入了昏厥 这肯定没错了 一定是那个大汉帝国的皇帝 恶魔军队的皇 一定要找到他 不然 等恶魔军队再一次出动 我们国家就难以幸免于难了 哈哈哈哈 那个皇帝一定是我高丽的先祖 只要找到他 我高丽腾飞有望啊 所谓大汉帝国一定和炎黄有着非常大的瓜葛 一定要使用一切手段解决了那个皇帝 否则我卧日国威仪 无数国家势力的人都聚集在了沙士 不过一天的时间里 消息却是以沙士为中心 传遍了所有有新势力的耳中 让他们汇聚于此 一号发现了 那个大汉皇帝在沙士 炎黄权权势中心 一个军方将领激动的对着炎黄首脑说道 好 好 终于找到了 炎黄首脑面露狂然喜意 但是世界各国的势力都潜入了沙士 似乎也是准备找大汉皇帝 军方将领道 哼 找死 我炎黄的领土不容侵犯 他们这些一族萧小 竟然敢犯境而入 命令沙士周围的军队调集 我要让他们一个个都允命沙士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佳音宝 炎黄首脑眼中带着浓郁杀机 对着面前的几个手下令道 是 胆敢犯入我炎黄境内者杀无赦 几个军方将领冷声回应道 不知为何 或许是大汉帝国的来到 无形中给予了炎黄一种 什么叫做强者无畏 大国威严 这也导致在联合国会场 炎黄代表敢于怒对美帝总统特普达 更是敢对世界各国说出 面对大汉帝国趁早投降的话 而现在 面对各国势力特攻的入侵 更是表现得铁血无比 颇有一种大汉帝国的威势之力 与此同时 在世界各国 总统已经成功找到了进入炎黄境内的恶魔皇帝 想尽一切办法与他交好 如果不成 也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和那皇帝同归于尽 我知道他虽然很强 但是只有一个人 他的军队没有在他身边 这也是唯一杀他的最好时机 绝对不能放过 各国总统对于这一次潜入炎黄的特攻 有着两个命令 第一 想尽办法结交流便 第二 如果流便不答应 那就想尽办法杀掉流便 成着流便挥下军队没有在身边的好机会 但是世界各国的首脑可曾想到 在这个世界真正恐怖的存在 并不是帝国的将士 也不是上将赵云 而是这个孤身一人进入炎黄境内的流便 他的力量 轻描淡写间便可摧毁这个世界 从而真是可笑他们的无知 把算计落在了流便的头上 炎黄沙士荒郊 天穷上乌云铺天盖地 接连不断 雷霆之声如同苍天怒嚎 不断蔓延 天威之势惊骇如此 流便身为大汉本源之主 已经可以称得上此界的主宰 他之一归世界无人可以承受 天都不敢 故而会导致这等骇然惊天的场面 这是天在恐惧 这是天在表示他的害怕 前世 你们赋予了我生命 更赋予了我灵魂 朕才拥有现在的这一切 成为诸界之主 帝皇之尊 朕今日一跪便是感激你们的富裕 流便凝视这两个坟墓 眼中带着一种别样的柔和 前世身为人子 朕揣测你们抛弃于我 这是身为人子的不孝 今日 朕以三败相责 流便语气带着丝丝颤抖 双手称帝 骤然 连续磕了三个响头 一跪尚且如此 更何况地皇三科 此时此刻的天地 真的如同蔑视场面一般 万物皆惧 万物皆恐 雷霆蔓延了沙士方圆的 每一个角落 无数民众惊恐地抬头看天 不敢有丝毫的动作 生怕头顶上的雷霆 在他们有所动作的时刻 忽然猛批而下 一跪三科后 流便缓缓站了起来 双膝之上并未沾染一分泥土 流便以帝皇至尊之身 了却了与前世父母的情缘 人已死去 但是受到流便这帝皇至尊的跪拜 却是拥有了连天都不曾拥有的殊荣 前世情缘已成一场空 前世的一切都将在此终结 从现在开始 前世流便已经彻底不复 剩下的唯有大汉天子 掌控十一界的帝国之主 流便 从今日起 土天之下 诸天万界 再无一人 能够受阵之败 流便面容沉塑 身躯涌现无尽霸道之势 地位进展 直到此一刻 流便对于前世父母将之抛弃的心结 彻底破碎 哄哄 流便的身躯之上 忽然涌现滚腾震天的气势 虚空在这气势之下 层层破碎 丹田之中 磅礴无边的钢器 狂涌增长 如若这些钢器泄露 哪怕是一分一毫 都可以造成此界的空间不稳 可见流便体内的钢器 强横无边 物黄镜 给震开 流便怒吓一声 声音化作震天动地的音波 朝着四面方圆怒吼 丹田之内 狂有的钢器 朝着那更强大 更深层冲击着 此界的天地灵气 以流便的身体为中心 疯狂聚拢而来 组成了狂暴无边的灵气风暴 注入了流便的身体之内 龙卷风要来了 大家快跑啊 天幕之上 本来虚幻不存在的天地 灵气组成了滔然的灵气风暴 呈现在了普通人的眼中 但是在他们看来 便是覆灭一切的龙卷风 也造成了沙士方圆数百里 惊天动地的牙抑 难道这个动静 是那个皇帝造成的 他没有在沙士当中 而是在那边那个方向 许多境外势力 看向了灵气风暴所画的源头 同时间确定了方向 迅速朝着流便所在前进而去 而阎皇官方的军队 也在这个时候迅速集结 总计数万大军 把整个沙士团团包围起来 导弹也是准备就绪 可以说现在就是连只苍蝇都休想逃出沙士 而这般动作全部是为了这些潜入炎黄境内的境外势力准备的 所有人听令 封锁沙士 禁止任何人出入 一旦敢强行冲关 我授予开火拳 直接击毙 另外 康团长 带五千人进入沙士荒郊 前往那大汉帝王所在 一号有令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打扰到他的宁静 军方大佬对着手下命令道 一时间 数万颜黄军队开始运作 全部都是全副武装 所有可以使用的装备全部出动了 而此刻 流变沉浸在了突破的过程中 对于此地已经成为了无数势力的焦点 并不感冒 仍旧运转着帝皇吞天诀 将所有涌来的天地灵气侵吞 作为一个低武世界 还是一个科技世界 天地灵气的浓郁度已经可以说没有 但是流变乃是本源之主 主界本源自当调集了所有的灵气 为流变突破 让流变没有丝毫后顾之忧 在吸收了海量的天地灵气后 终于流变运转功法 狂然一击 朝着属于他的瓶颈 轰然冲撞了过去 武王镜顶峰的层次在这等狂然冲击下 突然破碎 轰隆 涛然的气势在流变的身躯当中 轻泻示出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武王镜破 此刻的流变已经进入了武皇镜的初始阶层 但是没有一举踏上武皇镜 这是为什么 我的心结已经解开了 心境圆满 为什么还不能顺理成章地突破到武皇镜 看似短暂的突破过后 流变停止了运转功法 表情带着一种难言差异 因为他发现 解决了前世的心结之后 他并没有顺理成章地突破到武皇镜 也不是没有突破 而是卡在了半部武皇镜的境界 真正距离武皇镜差至一步 究竟哪一步错了 朕还有什么心结 流变面露神思 对于武皇这个境界 流变已经设想了很久 找出了圆满心境的心结所在 就在此界炎黄 但是自以为圆满之后 却发现没有那么简单 也正在流变沉思的时候 伴随着方元本来凌厉的气势一顿 变得无比沉静 完全受到流变的思绪影响 方元变得非常的安静 哪怕是飞虫走兽都不再发出声音 到了流变这个境界 一言一行都能够影响万种 也正是这时 一天过去了 一夜过去了 流变静立在坟墓前 表情肃穆而沉思 却是陷入了对心结的领悟当中 在流变所处之地的方元 正有着几十个境外势力 总计有着千人 正飞快接近着 之前动静发生的源头就在这山上 那个恶魔皇帝肯定就在上面 据我了解 其他国家的特工也都来到了此地 我们一定不能落在他们后面 快速登山 美帝的特工 有着几十个装备精良的一伙人 正飞速向这山上奔驰着 一定要毁灭这个恶魔帝王 首相交给我们的任务 绝对不能失败 窝日国特工首领道 身后一大片身着窝日国人者装备的手下 面见先祖 待会儿一定不能失了礼数 高丽国特工 先试着交谈 如果谈不拢 直接用最强的攻击摧毁 欧联国十几个国家特工 已经串通一气 千名不怀好意的家伙 正向着山上奔进 而殊不知 在山下 炎黄成千上万的军队 已经把此处团团包围起来 各种导弹 火炮 已经锁定了这一座孤山 将军 士兵们已经准备就绪 只等你一声令下 就冲上山 荡灭敌寇 一个士兵恭敬 朝着军方将领道 很好 传我命令 全军登山 返入我炎黄境内的敌寇 一个不留 军方将领酷声道 是 整齐的一声大喝声 成千上万 身着迷彩服 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们就绪 带着一种荡面 所有犯境之敌的气势 疯狂向着山上迈迹 坟墓前 朕究竟漏了什么 朕前世 还有什么未曾了结的心结 究竟是什么 刘便的眉头 深深皱在了一起 思绪了一天一夜 可是仍旧对自己内心 深处的心结 毫无头绪 也让刘便变得烦躁 无数狂暴的气息 沿着刘便的身躯 搅动而出 方圆在瞬间变得压抑 也正在刘便深思间 几十个境外势力的人马 已经来到了山顶 露出了头 终于上来了 真的是那个恶魔皇帝 当境外势力千人 看向了坟墓前的刘便 顿时 每一个为首的人 都是面犯炙热之色 他们来到的任务 便是刘便 如今见到了正主 他们离的完成任务 已经不远了 至于他们为何一眼 确定刘便的身份 便是从刘便 那傲然于天的气质 与他们接过来的资料相看 完全吻合 沃日国 高利国 还有欧联 你们居然都来了 美帝为首的特工首领 目光一瞥 看到了周围 全副武装的各国特工 冷声道 似乎有些不悦 麦克队长 难道你不知道 我们首相 已经和特普达总统通话了 这一次行动 我们沃日国 会完全配合你们 沃日国特工仁者 表现出一副 非常顺从的样子 我们大高利也是一样 绝对配合美帝大哥 高利国特工首领 也是说道 嗯 这还差不多 美帝特工首领 看到两国特工的表现 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随后不再理会 转过身 看向了自己的手下 这个恶魔皇帝 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 待会儿一旦发现不对 直接开火 不要有任何犹豫和留情 是 美帝特工轻声悔道 这一次 我绝对不能辜负首相的期望 这个恶魔皇帝 必死无疑 在美帝特工首领背过头的一瞬 沃日国特工首领 冷冷一笑 摸了摸背上的背囊 好像其中装着什么 恐怖的杀伤武器似的 走 沿阵一带 我们一起过去 伴随美帝特工首领的一声命令 美帝特工组一行人 紧盯着几百米开外的古装地袍身影 握紧了手中的枪械武器 缓步向着前方行进 而且他境外国家 也是纷纷照做 这一刻 似乎也带着一种抱团的心思 纷纷有了动作 向着前方流变 缓步靠近着 面对以凶杀嗜血 闻名于这个世界的恶魔军队的帝皇 纵然是各国总统 都是心生畏惧 之后就更别说 这些普通的特工了 在这一刻 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心里在打鼓 非常的害怕 见识过了上将赵云 非常人的力量 一枪荡面一倒 有极大的可能表示 眼前的这个大汉帝皇 拥有着更恐怖的胸威 也许他们再往前迈进 后果便是死路一条 当然 在所有特工的心中 他们还抱着一种期待 那就是 流变并没有赵云那么恐怖 毕竟 以他们对炎黄古代的了解 帝王君主皆是普通之辈 不会有太强的本事 也正是这个小小的期盼 让他们来到了此处 很快 在各国特工的同时动作下 以流变为中心 签名特工缓缓逼近 方圆已经被完全包围 一浅多柄轻重型器械 狙击枪 火箭炮 甚至有些世界顶端的武器 全部准确瞄准地处于最中心的流变 散发着一种冷锐杀机 好像只要流变有丝毫的异动 就会毫不留情地开火 将流变轰杀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佳音宝 队长 现在我们怎么办 一个美帝特工朝着自己首领问道 我常年生活在炎黄 懂得汉语 现在先让我和这个恶魔皇帝交谈一番 如果交谈不妥 再动手 美帝特工迈克冷声道 随后踏步上前 装出了一副温和微笑的表情 看向了流变 想必阁下就是大汉帝国的皇帝陛下吧 迈克用一种并不生疏的汉语 对着流变说道 话音落下后 所有境外特工的心情都变得格外惊惧 手中的武器更是不自觉的捏紧 时间过去了十秒钟 流变立于原地 没有半分动作 对于这个美帝人的声音 视若未见 完全没有打算理会 此刻的他 仍旧沉浸在内心的世界当中 嗯 迈克表情有些尴尬 更有些愤怒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这么友好态度的打招呼 对方居然不屌他 该死 迈克暗暗骂了一声 但是脸上 却是暂时不敢表现恼怒 他的上司特普达可是交代过的 如果能够与大汉帝国交好 那是一定要交好 如果实在不能 再行动手 毕人是美帝特工队长迈克 奉美帝总统特普达命令 呈现国书 愿意与大汉皇帝陛下交好 并请陛下前往美帝 迈克微微倾倒身体 双手捧起一个用金字打造的博书 却是口中的国书了 毕人是沃日国特工首领 特奉沃日国首相之令 前来与大汉皇帝陛下交好 同时也呈现国书 在迈克话音一落 沃日国首领也不淡定了 也是掏出了一本国书 微微躬身 我高丽国全体民众都敬服大汉皇帝陛下 念皇帝陛下与我高丽渊源颇深 总统特献上国书 恳请陛下前往高丽一叙 在吴日国后 高丽国特工首领又迫不及待的献上了国书 之后 各国特工都不怠慢 纷纷口吐汉语 攻身献上了国书 只见周围呈现如此一幕 一千多个全副武装特工的前面 几十个境外特工首领 虽然样貌不一样 肤色不一样 但是都是保持着一种相同的动作 都是手捧着奢华的国书 攻身向前 每一个都是表现得非常恭敬的姿态 谦逊看着忠心的流变 此情此景 却是此戒炎黄想都不敢想的一幕 万国朝邦不正是如此吗 但是 哪怕这伙特工的姿态再如何放低 刘便仍旧没有一点动作 完全静止了 他为什么不理会我们 这时 每一个特工首领都是面带不解 他们的姿态已经放得这么低了 于情于理 刘便都应该理会他们吧 毕竟他们只是普通人 并非武道修炼者 不知道修炼状态为何 队长 不好了 我们大批人马入境 炎黄已经发现了 现在山下已经全部是炎黄军队 并且还在向山上攀升 我们被包围了 这时 后方的一个美帝特工快步上前 表情慌张的说道 该死的炎黄 速度居然这么快 迈克愤愤大骂一句 与此同时 其他的境外特工 也是接到了手下的汇报 大批炎黄士兵向山上攻来 队长 我们怎么办 美帝特工慌乱地问道 现在的情况必须联合在一起了 否则炎黄军队攻上来 谁也别想逃 迈克冷冷说了一句 站直了身体 然后看向了其他境外的特工 现在的情况 想必你们都知道了 迈克严肃地说道 你打算怎么办 一个欧联国的人说道 我们必须得合作 否则全部得死 我们必须阻挡山下 所有的国家将不复存在 明白 其他特工首领看到迈克的动作 瞬间明白 当即都是散发着一种杀鸡 看向了流变 所有人听令 分出一半人下山 抵抗炎黄军队 各境外特工首领冷冷道 是 各国特工立马分出了一半人 向着山下的位置冲去 准备依靠山上的险要 阻挡来犯的炎黄军队 而另一半 则是仍然跟着各自的首领 手中的武器已经紧紧捏紧 彻底锁定了流变 总统有令 击杀恶魔皇帝 迈克一声大吼 手中的冲锋枪 如同火蛇咆哮 叭叭叭 数百发子弹 带着纯粹的物理攻击穿梭着 朝着流变的身体激了过去 枪声一响 如同号令 杀了他 恶魔不当存 只要杀了他 世界就不会毁灭 我们都会得到解救 美帝特工 还有其他境外特工 怒声大喊着 带着狂然的杀机 扣动了手中的扳机 从几百个特工手中 数千发上万发的子弹 狂笑击出 以笼罩之势压向了流变 恶魔皇帝 死 几十个手持火箭炮的特工冷冷大喝 火箭炮突然开启 震耳轰鸣一响 整个虚空一颤 几十发带着狂暴力量的怒燃火弹 朝着流变轰了过去 这么大的动静 山下的炎黄军队自然听到了 该死 他们居然这么大胆 动手了 炎黄军方将领表情一明 要知道 一号给他的命令 是不能惊扰了那位大汉皇帝啊 要是因为那些人而触怒了大汉皇帝 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要是大汉皇帝震怒 将怒火宣泄在了炎黄 那可就玩大发了 对于流变的实力 上至炎黄一号 下至每一个炎黄人 可都是产生着难言的敬畏的 毕竟作为炎黄人 对于古之君主 御史下属的权策有所了解 除了身为君 还必须具备绝对的实力 通过卫星屏幕 他们清楚看到了那名 一枪荡面一倒的赵云 看着他对流变恭敬的姿态 绝对不仅仅是对于君主的 还有对于强者的无上敬畏 传我命令 所有人加快攻势 以全快的速度攻上山顶 击杀一切犯敬入侵者 军方将领怒声道 顿时整个炎黄军队 本来就不慢的行程 递增飞快 很快与特攻激烈的交火声 就随之惊吓 可笑的特攻 居然把主意打到了大汉皇帝的身上 可笑的特攻 居然把主意打到了大汉皇帝的身上 真是找死 当进攻命令发布后 军方将领冷冷一笑 对于境外特攻对流变动手 感到讥讽非常 目光回转 数千上万发子弹 如同狂掏暴雨 疯狂向着中心扩张 几十发火箭炮的怒笑炮弹 脱膛而出 带着滚滚的凶力 这等狂然的攻击 足以将数千人性命一招泯灭 疯狂扑向了流变 而处于炮火正中心的流变 仍旧没有丝毫动作 沉浸在了内心的世界当中 对于这些飞速击来的炮火 视若未见 炮火冲击的速度 堪称此界的顶峰速度 琢磨不透 很快便飞速冲击到了流变的身前 但是这一刻 令所有境外特攻 惊恐的事情发生了 Oh my God 那你 不可能 无数特攻瞪大眼睛 惊恐的大呼道 语气当中透着浓浓的不可思议 当猛烈的炮火攻击到了流变周身 不到五米的地方 一股无形的力量从流变的身躯舒展而出 瞬间蓬发于虚空 上万发闪烁灵力的子弹 几时发暴力的火箭弹 这等狂暴的冲击力 却是被生生定格在了半空上 无论它们有多大的冲击力 都无法再前进半步 继续攻击 否则我们会失去所有的机会 麦克大喊一声 手中的冲锋枪 再次蒙吐无数迭血的火蛇 杀了恶魔皇帝 世界就能安全了 特工们大叫着 忍着心中极大的惊恐 手中的武器再次喧嚣出无尽杀击 疯狂洒落 不 不可能 又一轮攻击后 仍是让它们绝望 虚空定格 方圆定格 它们所有的攻击都被定在了虚空上 失去了本来的狂暴 在它们眼中 这个恐怖的恶魔皇帝眼中 好似这些夺命的攻击是多么可笑 朕的心结不仅仅是当初他们抛弃我 这时沉浸在内心思索的流变 面目浮现了丝丝神光 似乎即将清醒过来 前世 朕只是一个普通人 除了找出父母为何抛弃我 还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期盼严皇能够重归顶尖强国 不再让任何人欺负 刘便心中暗暗想着 似乎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没错 在严皇这个平和的社会当中 纵然是普通人 对于国家大爱护 也是远超想象 向前世的流变就是一个愤青 每每看看严皇受到屈辱待遇 心中就有一种愤怒的火焰 不甘心 想要将一切欺辱严皇的存在毁灭 曾经的小人物也有大报复 朕明白了 朕兴严皇 屠灭一切与严皇为敌之人 想来便是朕心中最真挚的愿景吧 煞然 刘便眼中的金光一闪 似乎彻底明白了过来 随而沉浸在内心当中的信念 也是开始缓缓复苏 朕指大汉降临 科技结束 武道盛事将要开启 在朕的统帅下 严皇注定腾飞 不过在此之前 朕要完成前世的报复 图灭一切与严皇敌对之国 美帝 我日 高丽 阿三 刘便沉沉想着 没想到此界一个语言皇为敌之国的名字 脸上的冷然就多了一片 此界平定日 荡灭敌寇时 便是朕晋升武皇境之客 带着这种解开心结的激动 刘便猛的一睁眼睛 哗 一股凌厉的气势 从刘便的身躯 急速向外扩张而出 好似一个沉睡了无数年的魔神 苏醒了一般 当刘便看着周身方圆遍布的子弹炮火 威肃的面容之上浮现一种冷然杀机 阵容倒是很大 此界各国的人应该都来了吧 刘便目光婉转而动 威然扫视方圆的敌人 一股涛然的冷意降临到了每一个特工的身上 尔等萧小 胆敢触怒于朕 当诛 让他们同时堕入地狱十八层 遭受难言的苦楚 我 我们怎么办 所有特工惊恐看着刘便 不知道如何是好 撤 撤 麦克惊恐地看着刘便 没有了丝毫敌对的想法 急忙喊道 同时迅速向着后方撤离 想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总统的预料出错了 这个恶魔皇帝并不弱 他甚至比那个恐怖的恶魔大将还要强 麦克心中苦涩地想到 从来此开始 特普达就给他连番说过 恶魔皇帝不会很强 没有恶魔军队的他注定不值一提 麦克完全当成了一回事 但是现在他所有的希望破灭了 先祖在上 请受后辈子孙的跪拜 高丽特工也被吓傻了 但是在之后 他们的特工首领眼珠一转 居然直接跪了下来 磕起了头 请受后辈子孙一拜 其他高丽特工也是有样学样 跪了下来 还能这样 其他境外特工看着这一幕 瞪大眼睛 先祖 刘便目光一转 看向了那一片贵岛的高丽人 纵然是他也闪过了一缕茫然 他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有后备了 高丽人 但是在之后 看着这些高丽特工的装扮 不正是和棒子一样 刘便也瞬间明白了过来 转而脸上挂起了一抹冷笑 触怒于震 当主 刘便凌厉的语气没有丝毫变化 随而地刨一挥 哄 一股无形的能量气浪破空击出 朝着定格在方圆的子弹炮弹摆去 轰隆一声 定格在虚空的子弹炮弹 顿时无穷力量推动 被气浪一击 直接吊转了进攻方向 朝着遍布在四周的境外特工 猛的击了过去 咻咻咻 轰隆 啊 快躲开啊 子弹炮弹在流变的一击下 变得更为的狂暴 一个瞬间 方圆五百多个特工 残倒在地上大半 被属于他们自己 灵力攻击给击杀 眨眼间 这一处本来平静的山头上 浸染出了无数烟红鲜血 如同通往地狱的门户 大汉皇帝陛下 不要杀我们 我们是奉总统的命令 前来献上国书的 还请陛下一看 麦克等各国特工 惊恐看着周围的尸体 心中万分惧怕 不敢再表露丝毫的不敬 再次把他们的国书捧了起来 而当真当阵好护弄 刘便冰冷一笑 猙獰乍现 煞气无限挥斩 宛若真正的恶魔皇帝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佳音宝 刘便的话音一落 方圆的杀鸡再一次的凝结 让使劲磕头跪拜的高丽特工 还有其他的境外特工 神情再一次紧宁 恶魔皇帝 我们不害怕你 再来到这里开始 我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我们同归于尽吧 这时 我日国的特工首领忽然猙獰一笑 从他的背包中拿出了一个并不大的装置 顿时吸引了方圆所有人的目光 不 不要 千万不要引爆 刘便还未出声 其他境外特工都是面犯惊恐的大喊道 原因无他 这个窝日国特工手中的是一枚小型核弹 一旦启动 狂暴的核能将会爆发而出 不说这座山会被夷为平地 只怕是杀士都会受到灰灭性的打击 我日国 你们想要干什么 麦克怒声骂道 同归于尽 我日国特工猙獰一笑 不顾所有特工的惊恐目光 大手一动 猛然按下了手中核炸弹的开关 咔咔 只听一种机械的运转 核弹成功引动 其中的装置已经成功引发 我日国万岁 我日国永存世界不朽 我日国一众特工高声大喊着 高举着手中的核弹 已然全部都是必死的决心 混账的我日国 你们想拉着我们一起去死 该死啊 所有特工怒声大骂道 每一个都是面露绝望死灰 核弹的力量 作为这个时代的人都是清楚了解的 一经眼报 核辐射范围将会寸草不生 无疑活口 他们这些近距离的人更是必死 再来之前 他们的总统都下了命令 必须全力出手对付流变 但是他们并没有 窝日国这么疯狂 要知道这可是炎黄境那样 在这里引爆核弹 可是极大的挑衅炎黄 万一引起了世界上的核武对轰 那可就玩大发了 核弹 很有意思 流变淡默一笑 心念微微一动 哗 帝皇领域 以流变为中心 将方圆千米迅速笼罩在内 金色的领域光幕 闪烁来自帝皇的威势 帝皇领域一出 三千法则皆要遵循帝皇号召 空间禁过 流变表情冷漠 诞生青土道 顿时 整个山上的 经起一种诡异的波纹 无形蔓延到了 每一个特工的身上 我 我的身体怎么动不了了 我也是 身体完全不能动弹 所有特工惊恐发现 他们的身体 好似不再是他们的 已经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恶魔皇帝 无论你使用什么手段 都无法活命 河庄智一经引爆 无法中断 我们同归于尽吧 窝日国特工猖狂大笑着 是吗 流变淡漠清土 地袍一挥 空间隔断 自窝日国特工所在 虚空突然裂开了一个口子 窝口如同化作兄弟的吞噬巨兽 直接将所有的窝日国特工 吞入了一空间当中 宛若与此界隔绝开来 既然你们喜欢核弹 朕就成全你们 流变道 怎么回事 我们到哪里了 放我们出去 被禁锢在一空间当中 身体更是不得动弹 看着外面的世界 如同透过镜子看一样 这让本来猖狂的窝日国特工 变得惊恐 哄 正在这时 他们手中的核弹 已经到了引爆的最后一刻 轰隆一声 核弹散发出一种格外刺眼的光辉 在哪一空间当中爆发而出 一个瞬间 几十个窝日国特工 被这强横的光芒 直接吞没成了虚无 强横的能量宣泄 让虚空都有了些惊荡 但是 这核弹的辐射力量 却没有任何外泄 完全落到了一空间当中 恶魔皇帝 连核弹都可以抵挡 这一幕呈现在 所有境外特工眼中 是惊恐无眼 当初导弹骑射时 帝国将士无惧所有导弹 于此 世界各国也只有将希望寄存在最后的王牌 核武身上 但是现在的这一幕 已然让他们最后的王牌都变得无力 核弹 不错的烟火 过不久 朕便会让你窝日国 见识属于五道的璀璨 刘便看着爆炸的一空间 淡漠道 心中已经确定了 窝日国的国破之行 至于尔等 刘便目光一瞥 落在了这些残存的境外特工身上 强弱无边的帝皇之威 看着他们如同看蝼蚁一般 生杀大权 完全掌控在了刘便的一念之间 攻击朕 株连九族之大罪 朕宣判而等 当受凌迟处死之行 刘便声音落 领域之内法则光芒百丈 化作吞噬夺人的杀机 无数柄凌厉的空间之刃 朝着这些境外特工斩去 历刃入身 血字如同瀑布掘地一般 疯狂的喷发而出 不 疼啊 放过我 饶命啊 炎黄古代的灵池之行 被号称最残酷痛苦的刑罚之一 如今 让这些境外异族承受 倒也是严了炎黄刑罚之危 凄厉的痛苦声延续了好一会儿 慢慢的 痛苦惨叫声变得凋零 直到完全消失不见 领域之内 这山头之上 已经没有了丝毫生机存在 尸横遍野 血肉分离 所有的境外特工 全部殒命 每一个的死状 都是极为的凄惨 冒犯流便之罪 当如此 但是 这还不算结算 待得流便动身客 便是灭亡他们诸国的时机 朕已经明白 全部心结所在 父母之结已结 接下来便是足之大义 重新振兴炎黄 荡灭一切与炎黄为敌之寇 流便悠悠一叹 眼中泛出无尽冷然 至于阵前世之坟墓 便永远长眠 永远陪伴他们吧 流便目光一转 落在了眼前的三座坟墓上 随即 地袍一挥 一道能量狂染击出 虚空一阵 裂开了一个窝口 三座坟墓 在一股无形的力量下 连根而起 没入了虚空当中 置身于虚空 永远不会消逝 从今往后 前世已彻底成为炮影 不会再有前世的流便 只有属于大汉帝国之主 无上帝皇流便 在山腰上 本来激烈的枪声 逐渐消逝 境外特工与炎黄军队的交火 也进入了尾声 在炎黄军上万人的绝对力量下 残存的境外特工 全部覆灭 眼看着 一个个的炎黄登上了山 但看到眼前 一片地狱一般的情景 当登上山的炎黄士兵 看到眼前这一幕幕血腥 堪称惨壮的情景 每一个刚刚经历过激烈战火的士兵 都是目瞪口呆 瞠目结舌 太可怕了 几百巨碎师 这是人力干出的吗 这些人真的是找死 居然敢打大汉皇帝陛下的主意 不用我们动手了 许多炎黄士兵心中暗想着 对于这等血腥 他们虽然有所难以接受 但是对于这些泛入境内的特工 没有半分的怜悯 虽然炎黄落魄了几百年 但是说不知 每一个炎黄人 都有着对于真正强盛炎黄的期盼 遥想当初大汉帝国时期威势 犯我大汉天威者 虽远必诛 炎黄的每一个士兵都是具备着这种意境 清理四周 如果有疏漏的敌人 直接必杀 不用上报 这一次带队的炎黄将领 对着手下士兵道 是 将军 所有登上山来的士兵 大声呼应一声 一哄而散 向着四面踏足而去 如果有漏网之余 也难逃一死 警卫通讯一号 我们已经成功找到了大汉皇帝 并且敌人已经全部见面 军方将领对着身旁的警卫道 是 警卫立马点头 拿出了属于炎黄的通讯设备 立即上报情况 大汉天子 是否真的与我炎黄有渊源 就看今天了 我炎黄是否腾飞 也就看今天了 几个军方将领 看着前面不远处的流便 纵然身居高位 但是也是非常的忐忑 甚至都不敢靠近流便的身前 只是忐忑地厚立在一边 炎黄中心 一号 大喜事啊 已经确定了大汉皇帝的踪迹 并且进入我炎黄境内的特工 也全部覆灭 无疑存活 中心内的警卫 急忙向着炎黄首脑禀告道 好好 干得漂亮 那些国家好大的胆子 居然派遣了这么多人 还携带这么多危险武器入我炎黄境内 真是找死 炎黄首脑非常兴奋地说道 显然 这一次的歼灭战 他非常满意 等等 那些境外特工 是不是对那位动手了 忽然 炎黄首脑一手喜意 很是紧张地问道 根据李将军的汇报 那些人的确胆大妄为 在他们攻上山之前 便已经对那位动手了 不过结果自然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对那位动手的人 无疑存活 死状极为的凄惨 而且 刚才李将军通过审讯残存的 窝日国俘虏 他们对那位使用了核弹 首脑身旁的亲卫 沉省道 本来 炎黄首脑的表情 还没有什么波动 但是听到核弹两个字 老脸顿时一凝 眉头皱起 什么 我日国的人 把核弹带入我炎黄境内了 他们怎么弄的 炎黄首脑冷声道 他们都是非法入境 核弹应该是从美帝手中得到的 亲卫道 那现在 沙士的情况怎么样了 炎黄首脑着急的问道 核弹呢 如果爆发出来 整个沙士只怕会沦为人间地狱啊 一号 核弹被那位给打灭了 纵然对于前线传回来的消息不相信 但是亲卫仍旧忍着 颤音说道 核弹呢 世界上最恐怖的武器 居然被人力给打灭了 这让人怎么相信 核弹都被打灭了 炎黄首脑的表情一凝 有着强烈难言的惊骇 这等消息 相信不只是他 纵然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首脑 听到了这个消息 只怕都会陷入惊恐 我早该想到的 早该呀 那位的手下大将 一枪都能击灭一座几十里的岛屿 更别说他了 区区核弹 也许在他眼中算不得什么吧 甚至是这个世界的任何国家 炎黄首脑压住了心中的惊骇 吴言道 首脑 李将军发来消息 请示您现在怎么办 亲卫道 要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对于那位 一定要用最真诚的敬意 不能有任何失礼 还有 立马给我准备专机 我要用最快的速度 前往沙士 炎黄首脑 严肃地对亲卫命令道 随后 立刻动身 杀士 荒骄 看着眼前数千个身着迷彩服 忐忑 忐忑看着自己的士兵 刘便目光稍稍一瞥 却是没有对待境外特工那般的杀意 这些人都是属于炎黄的士兵 分数同源 更是同族 而且看他们的样子 对于自己没有任何敌意 故而 刘便也不会无故地去滥杀同族 你们是炎黄士兵 刘便缓步前行 走到了炎黄军方将领的前方 但莫说道 口中一口纯正的汉语吐出 让每一个炎黄士兵 都是倍感安怀 恶黄 恶黄帝陛下 几个军方将领 有些畏惧地看着刘便 面对着来自古时候的帝王 难免很是忐忑 你等不必如此紧张 不是一族 分数同族 朕不会拿你们怎么样 刘便微言一笑道 在刘便笑容舒展的一刻 方圆紧绷的契机 顿时舒展了开来 我炎黄与大汉帝国真的分数通缘 真是天佑我炎黄 本来对于大汉帝国与炎黄的渊源 炎黄的高层都是带着一种猜测 不能太过肯定 但是现在从刘便口中亲自吐出 所有的军方将领安定了 乃至所有的炎黄士兵都松了一口气 相信这一个消息 肯定后传到炎黄各处 定然会让每一个炎黄人松一口气 皇帝陛下让这些境外异族冒犯了您 是我们的罪过 还请陛下原谅 一个为首的军方将领恭敬道 吴爱楼仪尔 待朕腾出手 灭了他们便是 刘便表情毫无波澜 冷漠说道 但是这话音一落 周围每一个炎黄士兵将领 都能感受到话语当中的冷力嗜血 如若是其他人说 或许他们只会是当成一个笑话 但是这句话是眼前这个威士帝皇所言 他们由不得不信 我日国 美帝 这一次你们算是完了 本来皇帝陛下或许还没有刻意注意到你们 但是你们居然如此胆大妄为 对皇帝陛下出手 你们的国家将要亡了 未来 这个世界将会是属于我炎黄腾飞的时刻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嘉音宝 听到流便的话后 上至炎黄军队的将领 下至每一个普通士兵都是面露一种冷笑 对于窝日国 美帝等国的冷笑 其中幸灾乐祸的意味十足 这一次泛入炎黄境内的特工 皆是与炎黄或多或少有摩擦的国家 自然没有人会怜悯 头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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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一种强烈的正空审 山上的树林草木被一股狂风笼罩 几架直升机飞速从山下升了上来 11号首长来了 盐黄军方将领 每一个都是带着强烈敬畏 对此 刘便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 并没有多少表情波动 如若是前世 对于见到盐黄的最大官 刘便铁定是心中敬畏有加 但是现在不同了 身份不同了 刘便已经不再是前世的刘便 而是掌控十几个世界的大汉帝国之主 武道修为通天 已经没有人能够让他敬畏 哪怕是这个世界最顶级的存在 刘便也不会 帝皇只有他人臣服敬畏 弹劾帝皇敬畏他人 如若刘便破了此等地道之心 那样修为也不会达到如今的境界了 不一会儿直升机下落 刚刚落地还不到一秒 直升机的舱门就打了开来 其中几个老者就迫不及待地下了飞机 直接跑到了刘便的身前 大汉皇帝陛下欢迎来到炎黄 为首的一名老者迫不及待地走到刘便身前 带着一种温和的语气道 目光当中带着一种难言的敬畏 欢迎来到炎黄 其他几个老者也是纷纷温和笑着 同时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是有着几分忐忑 要知道这几个老者可都是炎黄最大的存在了 如果让炎黄民众看到 铁定会惊呼出声 这些人以前只是在电视里看过呀 炎黄分数同族 不必如此拘礼 看着几人有些敬畏的样子 刘便威严一笑说道 真的是我炎黄同族 得陛下一言 真乃我炎黄之幸啊 几人刚到 听到刘便的一言后 也是激动无比 确定了 正是确定炎黄与大汉帝国的关系了 我们已经在中心设下了国宴 还请皇帝陛下同去 炎黄首脑温和说道 对刘便发出了邀请 目光带着期盼 其实在心中也是带着一种忐忑 生怕刘便会不答应 可以 刘便威严一笑点了点头 此番正好借着这国宴的一次 解决了此戒炎黄当如何处置 如若能够不战而收 便是兵者大赢 如若不行 没有达到了刘便的预期 再行动刀兵即可 至于刘便孤身进入炎黄中心 那就更不是事情了 只要刘便想 此戒都可以毁灭 此戒又有何人能够留下刘便 当然 此番复宴有着极大的可能不战而收 现在的状况已经很明朗 而这个普通的第五世界面前 大汉帝国 刘便拥有着绝对掌控的力量 足够让此戒炎黄 融入到庞大的大汉帝国来 绝对的力量掌控一切 当然 如果这些首脑不愿意免除兵戈 赋予顽抗 那刘便也不会有丝毫留情 帝国大军将会直接压境 摧毁本有的秩序 强行收纳于帝国当中 帝国之危不容践踏 请上飞机 炎黄手脑指着身后的直升机 笑着说道 不必了 刘便淡漠说着 地位一展 刚起一荡 直接浮现在了周身 顿时 整个人脱离了地心眼力 直接浮空而起 腾立在了半空之上 看到这一幕 这 所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眼前这位可怕的存在 居然直接飞起来了 这婉然再一次脱离了他们的认知 从帝国军团降临此届开始 再到刘便的出现 全部是驾驭飞行妖兽 凭空飞行的这等神通 却是没有直接展现 嗯 当刘便浮上虚空 便发现许多窥探的意识 从天而下 不用想 便是属于各国的卫星探测 找死 刘便怒哼一声 掩藏于脑海深处的意念直冲九霄 破开了层层虚妄 外太空之上 许多探测卫星直接爆炸 化作了几十个火球 向着地球坠落而来 与此同时 窥探的各国卫星屏幕直接破碎 许多盯住屏幕的卫星操作人员 直接被一股意念之力轰碎一时 当场毕命 那些用卫星探查的家伙完了 见此一幕 曾经经历过一次的炎黄高层 也是纷纷明白 为那些窥探的家伙默爱 苍蝇解决了 是时候动身了 你们先行一步吧 柳变微言一笑 看向了诸多炎黄高层 不用 陛下先行 炎黄手脑笑道 柳变也不再废话 意念一动 直接沟通就在不远处山林的两龙 敖黄 敖威 速速过来 哦 柳变的命令刚落 在距离不过十余里的山林当中 传出了两声震天的龙吟声 温声 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是面露宠敬 也是拥有神龙 为作为脚力 完全不需要飞机了 诸多炎黄高层自嘲一笑 两条庞大的神龙 从山林当中傲销而起 阴波所过 无数飞程走兽 无不趴地畏惧 十几里的距离 在两龙的速度下 不过是瞬间之事 飞快间 两条庞大的神龙 拉着一个空置的龙脸 飞速而来 这就是真正的神龙啊 炎黄的神龙 真实的存在 果然和神话故事里面一样 鹦鹉非凡啊 神兽 这是真正的神兽 许多炎黄士兵 无比敬畏地说道 目光则是凝视着神龙 皇上 请上龙年 两龙来到后 低下了他们高昂的头颅 恭敬道 嗯 刘便微微点头 纵不虚空 直接坐到了龙脸之上 一股沉稳的帝皇之威 释然而出 启程吧 哦 两龙同时点头 龙颜一震 庞大的龙蛆 带着威势的气势 破空而动 朝着炎黄最中心的位置 飞掠了过去 眨眼间 便已经到了数千米开外 立即登机 炎黄高层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 急忙登上了各自的飞机 用出最快的速度跟上 炎黄首脑吩咐驾驶员道 是 首长 很快 直升机启动 最高马力开动 向着已经消失的龙脸追了过去 而地面上的炎黄军队 却是只能失望地看着远去的神龙和飞机 留下来清理境外特工的尸体 美帝黑宫 卫星探查室内 已经遍布了一地的尸体 在室外 许多美帝士兵的拱卫保护中 几个美帝高官 包括特普达在内 脸色都是非常的沉重 该死 判断错误 失败了 特普达的脸色完全扭曲在了一起 这一次 他面对了他总统生涯中最难过的大事 本以为刘便是大汉帝国军团当中最难捏的一个软柿子 但是他没有想到挑来挑去竟然还是挑了一个最强的存在 在美帝特工队覆灭的最后一刻 紧急传回了一道消息回了黑宫 我日国用出核弹 核弹奈何不了恶魔皇帝 我们将要全军阵亡 就是这一条信息 让特普达以及所有派遣特工进入炎黄的国家 带着一种侥幸 开启了卫星探查 想要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情况 但是才刚刚开启 还只看见了几个画面 刘便便摧毁了他们的卫星 让他们成为了匣子 太可怕了 他们究竟是什么怪物 我日国拿着的可是核弹呢 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呀 竟竟然被他一个人给打灭了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人力了 也许只有真正的神明才拥有这种力量吧 美帝高官们带着难言的宁仲 颤声开口道 现在的重点不是这个 特普达宁仲的说道 美帝高官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特普达 从刚才的卫星画面当中 阎黄的几个已经顺利和那恶魔皇帝接轨 这也证明阎黄牵上了这恶魔帝国的线 这可不是好事啊 特普达冷冷道 从刚才卫星打开到摧毁的一瞬间准确看到了颜黄首脑和颜黄高官出现的一幕 画面不多 但是足够让他们惊悚 醒神 近些年来在大汉帝国没有降临的时刻 颜黄就是西方国家的打压对象 技术限制 各种针对 而如今被世界看作最强敌人的大汉帝国与颜黄走到了一起 让他们顿身更强的威胁感 总统 我们现在怎么办 一个美帝高官问道 戴鼠国怎么样了 特普达没有回答问题 而是反问道 已经全部被恶魔国家掌控了 美帝官员回道 不过几天时间 戴鼠国竟然全部沦陷 真是可笑啊 特普达略带自嘲地摇了摇头 这一次彻底定下了戴鼠国 恶魔军队肯定会再次攻伐 说不定是我们美帝 说不定是我们的盟友 所以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采取一切举措反击 比如说核弹 特普达眼中释出一股冷芒 看开启核弹攻击 所有美帝官员都被特普达这一句给吓到了 现今社会 核武已经被所有国家视作禁忌 不允许任何人使用 因为一旦开启便会造成核战争 近些年来 也只有那些不怕死的窝日国有胆子 没错 使用核武进行反击 这就是我的决定 我的反击计划有两步 第一 核武锁定戴鼠国 全方位覆盖轰炸 我要让戴鼠国和那恶魔军队一起下地狱 第二 核攻炎黄 既然炎黄已经彻底 站到了那个恶魔国家一边 那么我们就把他们与恶魔定为一伙 必须采取严厉的打击 特普达冷冷道 俨然没有把曾经的盟友 戴鼠国的人的性命放在眼里 总统 这样我们不会引起国际上的制裁吗 一个高官忐忑问道 管不了那么多了 如果让恶魔国度和炎黄扩张 不仅是我美帝 只怕连世界都会沦陷 如果成功消灭了恶魔和炎黄 未来的世界 依旧是我美帝做主 谁敢制裁我们 特普达面露疯狂之色 因为大汉帝国横空出世 打乱了他对世界一直的布置 让他陷入了疯狂 总统 我觉得这事情事关重大 还是得召集我们所有盟友 一起来商议 一个美帝高官道 没错 你说的对 从一开始 我就没打算由我美帝一个国家 发射核弹反击 而是号召欧联国在内的所有盟友 同时进行核轰炸 消灭一切敌人 伴随着流便降临炎黄后 一股在这个世界更大的风暴由此产生 核弹风暴即将席卷 炎黄中心正如其名 乃是炎黄治所中心 更是权力的中心 此刻在炎黄中心最高规格的招待室里 流便端坐于主位置上 炎黄的权势高官全部坐在下方 表情严肃 而在招待室外 无数炎黄士兵守卫后力 如若只论这个世界的力量 藏颖都难以飞进来 今日的一序 关乎炎黄日后百年 千年 甚至更久的进程 皇帝陛下 在此 我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炎黄首脑表情稍微一动 温和的问道 心中仍然是极为忐忑 流便稍稍转头 目光一瞥 好似洞彻了其内心 在后者忐忑的目光中 流便微然一笑 你是不是想问 朕和朕的军队从何而来 正如皇帝陛下所言 我想要问的 就是这个问题 手脑低声道 心中则是生出一种被看透的感觉 诸天之大 存于万界 万界之大 概括无数生机 此界在你们眼中 纵然宽广 但是也不过是 诸天万界的沧海一宿 流便淡默一笑 没有把来历直接言明 但是话里的意思 已经蕴含神意 更是将大汉帝国的底蕴 体现得淋漓尽致 于此 屋子里所有的炎黄高层 都是陷入了遐想当中 原来我们所在的世界 真的不是唯一的 可笑 我们之前自以为冲出了太空 就以为接触到世界的真正奥妙 不想 却仍然是坐井观天 首脑摇头一叹 对于从流便口中而出的诸天万界之论 甚至完全侵染了心神 不仅是他 在座的每一个高管 都是被诸天万界 震得目瞪口呆 陛下 此次大汉帝国来到这个世界 难道就是为了征服吗 戴德心绪平静 首脑又向着流便问道 目光当中带着一种深意 帝国铁蹄所过 不臣者皆杀 流便淡默一瞥 吐出一句 却是带着浓郁的告诫之意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嘉音宝 文言在座每一个都是心神异经 他们何尝不明白流便话里的意思 只是说到底 他们还是多了某种思量 如今这个世界已然进入了现代 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 但是对于突变陷入古代生活 也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而且他们常年身居高位 一下子从天堂打落 成为了别人的臣子 自然在心中也是有着几分排斥 这一次之所以会这么密切的求见流便 主要是看事情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但是现在看来他们的一切都是徒劳 眼前的帝皇对于此界之心早有了定论 那便是必定 此界不过低伍世界 且是偏离了正统进化路线的科技进化 如今在此界每一个国家都是如同世界的寄生虫一样 侃食着这个世界 照现在进度 最多两百年 此界便会陷入灭亡 整个世界的生灵将不复存在 流便表情沉淀 淡淡说道 第五世界 最多两百年 世界就会陷入毁灭 在座之人又是一惊 对于流便的话 他们自然没有任何不相信 身居高位的他们注重品行 不说谎话 而眼前的帝皇自然也不会 毕竟在这个灰首可灭核弹的存在眼中 纵然是他们也不过很渺小 诸天万界包括天地至极 其中世界等级也是有着分别 而最低等的便是第五世界 后天不险 先天不出 最强的世界 强者挥手间可轻松覆灭世界 天地崩塌 一念之间可创造万物 毁灭众生 流便淡淡道 说到后续的那种强者时 眼中也是散发着炙热的光芒 一念之间创造万物 一念之间毁灭众生 这何尝不是流便向往的境界 纵然此刻的流便修为 已经达到了半部五皇境 但是距离那等真正的强者之境 还很遥远 一念之间可创造万物 毁灭众生 一挥手 覆灭世界 天哪 诸天万界未免也太可怕了吧 神话传说果然不是虚妄存在 竟然都是真实的 流便话语不断 给在座的众人带来的惊骇也是不断 敢问陛下 不知大汉帝国所在的世界是何等级 什么是后天 什么又是先天 手脑压下了内心的惊骇 五六十岁的他彻底化作了一个学生 先须向流便询问问题 流便表情仍旧淡定 瞥了一眼 也并没有生气 之所以他会说这么多 目的便是让他们知道 此界炎黄与大汉帝国的差距 大汉主界 差一步便是高五世界 流便淡默道 听这称呼便知道远超于我们的世界 哎 世界之大 我们坐井观天哪 众人的脸色又是一变 但是流便的话还没有说完 除主界外 在帝国麾下 仍掌控数个低五世界 数个中五世界 总计十一个世界 拥有子民亿万万之上 军队千万 大汉帝国 居居然掌控不止一个世界 听到这话 在座众人更是不淡定了 心中狂跳不断 至于你等想知道的后天 先天之分 朕也可以告诉你们 流便扫视了震惊当中的众人一眼 话语不停 那是属于诸天万界的修行方式之一的五道境界 五道境界 在凡俗世界分为七重 后天境 先天境 五魂境 五宗境 五王境 五皇境 五帝境 每境分为十宠 境界越高深 寿元越多 修炼到极致 可与世界天地而不朽 流便道 五道境界 难道陛下麾下的军队 都是修炼了五道 才有那般可怕的神通 孤陋寡闻 真的是孤陋寡闻啊 如果我们也修炼了五道 会不会也能活上数百上千年 在座众人 再次陷入了惊骇当中 同时 还有对于五道的一种向往 对于活得久 谁不愿意了 相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想活得越久越好 带着这种期盼 招在室内变得一片寂静 唯有首脑快速压下了惊骇 将境为目光看下了流便 不知陛下如今寿元几何 大汉主戒不灭 本源不朽 朕当永存 流便淡淡一瞥 酷声说道 话一出 好像带着一种无所谓似的 世界不灭便不朽 这哪怕是传说当中的仙神 也不如吧 这一刻 手脑没有任何的问题 看着流便的目光 已经只有一种情绪 敬畏 对于强者的敬畏 世界不灭 流便不朽永存 这等境界 只怕已经到了那种真正的武道强者之境了吧 也难怪我日国的核弹也奈何不了流便了 在流便这种强者眼中 也许核弹也仅仅是小爆竹罢了 你们可知道 朕为什么会与你们说这么多 招待事变得寂静一片后 流便威严的声音响了起来 冷锐目光 洞彻在做每一个人 陛下是让我们认清大汉帝国 与我们炎黄的实力 手脑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有一点说的对 朕是让你们认清大汉 有足够碾压你们的实力 但是有一点说错了 流便哭声道 什么错了 手脑诧异看着流便 炎黄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个国名 更是代表诸天万界的炎黄族群 此界炎黄并不能代表诸天万界之炎黄 朕之所以会来到炎黄 只是一个偶然 此次坐在你们面前也是一个偶然 如若你们放弃这一次朕给的机会 朕将不会留情 以强军念之 现在朕想看到你们的选择 融入帝国还是战 流便微声道 目光扫视众人 带着凛然 一号 许多官员目光 投向了他们最高的存在 充满了犹豫 对于融入大汉帝国 从心底当中 他们是真的不愿 可是他们却是没有了任何选择 不愿便是毁灭 如果拒绝 那么下一次 他们将不会这么美好地坐在这里讨论 而是有可能成为大汉帝国的阶下囚 大汉帝国的实力太强了 根本不是他们一个帝五世界能够相抗的 我们还有选择吗 而且融入大汉帝国也不见得是坏事 炎黄族群将再一次腾飞 君临世界 甚至还有机会修炼武道 踏上真正的进化之路 手脑表情没有任何苦意 只有一种了然 看透 说着 手脑目光当中带着一种看透的神情 最后站了起来 面向流变 我代表炎黄全体 愿意融入大汉帝国 希望陛下能够带领炎黄族群再一次腾飞 带领炎黄族群 踏上武道修行之途 从此可见 手脑并不是为了权势可以牺牲炎黄族群 而是为了炎黄族群可以牺牲掉自己的权势 没错 从一开始在大汉帝国说出汉语的时候 炎黄手脑就肯定 这一次大汉帝国降临 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但是对于炎黄来说是一场惊天机遇 到了现在 流变叙述之后 他肯定了 炎黄真的要腾飞了 武道之路 变强之路 甚至可以永远生存在天地的路 已经朝着此界炎黄族群打开 我们代表炎黄全体愿意融入大汉帝国 有了手脑的表态 剩下的官员自然不会再反对 纷纷来到了流变身前 鞠躬道 很好 你们果然没有让朕失望 听到众人的表态 本来表情冷肃的流变 也是一下子舒展开来 整个招待室内的气氛 一下放松开来 格外轻松 朕给予你们保证 待得此界平定之刻 炎黄族群将全部踏上武道之路 天赋之辈 未来兴不能踏上真正的强者之途 流变地袍一挥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眼前的众人托付而起 我们世界炎黄族群 受到了太多苦难了 如今终于有彻底站起来的机会 果真是老天有眼啊 炎黄再次腾飞 列祖列宗庇佑 众人无不是激动到 彻底放下了心中的不愿后 此刻的众高层 已然是一片豁达 对于未来修炼武道 也是越发的向往 伴随着炎黄高层的决定 整个炎黄十四亿人 融入大汉帝国 消息在当天决定后 消息便从当天放了出来 国防网站各大网络门户网站 各种平台上都是挂着相同的文字 并且炎黄各大部门也是纷纷朝着下属发布这个消息 大汉帝国天子 立临炎黄 经过炎黄高层慎重决定 从即日起 炎黄举国并入大汉帝国 从即日起 炎黄不再以炎黄而成 当以大汉子民为成 从即日起 炎黄境内大汉子民将以大汉天子流变为尊 从即日起 不尊大汉天子者剥除大汉子民身份 打入境外 永世无法恢复大汉子民之身份 在这来自炎黄强势宣告后 不出意外 整个炎黄进入了一片沸腾 天哪 没想到我们的猜测是真的 大汉帝国真的与我炎黄同根同源 哈哈哈哈 听消息说 大汉天子已经来到了炎黄 在沙士出现的 没错呀 上次有人在沙士看到了天子 还有神龙 可笑 那无耻的高利国居然还声称大汉帝国是和他们同根同源 这一次可真是被强势打脸了 从此以后 我们就是大汉帝国的子民了 有大汉帝国撑腰 看看那美帝 还有该死的温日国有什么招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像大汉帝国的士兵一样拥有那种恐怖的力量 说不定我们还能接触到传说当中的修炼呢 消息传出后 绝大多数的炎黄民众都是表现得非常热衷 情愿融入大汉帝国 毕竟帝国之前展现的实力足以让他们为之而动 但是仍然有着极少数的人是一种不乐意的 融入那个什么大汉帝国 开什么玩笑 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现在的生活 难道现在又要变成奴隶之 跪在那个什么大汉天子的脚下 不愿意 我们坚决不愿意 我们要游行 向上层宣告我们的想法 消息传出之后 在炎黄各地不愿意的民众 也是纷纷组织了起来 跑到了各地的官方举其抗议着 但是对此 流变在一开始便与各大高层言明了 融入大汉帝国的机会只有一次 如果不愿意 永世都不会再有机会 流变不是圣人 更不是圣母 虽属同族 但对于不是自己子民的人来说 流变不会为他们负责 不是帝国子民死活不论 不尊大汉天子者 剥夺炎黄子民身份 驱逐出境 在炎黄官方宣告的时候 这一句话还打出了红色的告诫印记 足以证明炎黄对这一融合事情的看重 当各地发生了许多抗议游行时 不过片刻的功夫 军队便出动了 大汉天子有令 不愿融入帝国者 驱逐出境 剥夺大汉子民之身份 一张圣旨 伴随整个炎黄风起云涌 无数的抗议被强行镇压了下来 而且官方说到做到 说剥夺身份便剥夺身份 说驱逐出境便驱逐出境 一时间成千上万的抗议者 被直接驱逐出境 这一次官方更是无比铁血 对于无心融入大汉帝国的人 流变也全了他们的意 只是希望他们日后不要后悔罢了 而强行驱逐的事情 再次在炎黄传播开来 无数民众更是心有余悸 纷纷想着 这一次炎黄为了融入大汉帝国 已经完全没有顾及了 而在世界各国 也是掀起了一种惊天波澜 炎黄要融入那个恶魔国度 天哪 这个世界真的要变了 世界民众都是惊恐不已 在这个世界 炎黄本就可以算是强国之一 而大汉帝国虽然刚刚降临 可是凶威却超过了所有国家 除了同根同源的炎黄 他们如何不拒 发消息给欧联国 我日国 高利国等总统 立即来黑工上一应对之策 我们必须立即开展核反击 不然后果就严重了 得到炎黄要融入大汉帝国的消息 特普达更是坐不住了 很是惊恐 在铁血手腕之后 震慑了炎黄内外 无数人在心中还未平静 炎黄各大网站又以官方名义上传了一个消息 但是这个消息对于炎黄来说是无比振奋的消息 我们所在世界不是唯一 大汉帝国来自更高等的世界 如若全心全意为帝国效忠 日后可登临更高世界 享受天伦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如果之前的铁血镇压 驱逐出境是对于炎黄内有心思人的震慑 但这则消息传出 则是给了所有炎黄人一种难以言的激动了 世界不是唯一 我们只是一个小世界当中的生灵 大汉帝国来自更高等的世界 难道说大汉帝国是来自传说当中的仙界 所以才会有这样强大的神通非人的力量 当大汉帝国来自更高等世界的消息传出 沸腾了 同时对于大汉帝国的敬畏 对于大汉天子流变的敬畏 也是更为浓郁 可以说静卫的种子已经在他们的心中种下 炎黄中心 皇上 根据潜伏在西方各国的特工来的消息 美帝总统特普达 已经约见了欧联国十几个国家 还有沃日国等等 准备应对我们大汉 而且他们似乎准备启动核弹攻击 一个原属于炎黄情报部门的官员 恭敬看着主作上的流变道 核弹 他们美帝好大的胆子 这可是国际禁用的 他不怕引起整个国际的围攻吗 一个官员非常愤怒的说着 美帝乃至所有西方现在都畏惧大汉 特别是我炎黄加入了大汉后 让他们更为忌惮 逼得他们高级跳墙了 原炎黄首脑坐在流变的侧边 带着强烈敬畏地看着流变道 皇上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如果美帝使用核弹 那么就危险了 一个官员忐忑地看着流变 虽然时间过去了几日 但是忽然让他们变成了古代一般的制度 他们还是有些不习惯 对此流变自然也是能够看出 而在心中 对于平定此界之后的安排 也是有着定数 封闭此界几十年 以铁血大汉律法治理此界 将此界之人的性子全部磨灭后 再行开启通往大汉其他世界的空间通道 之前便说了 流变不是圣人 更不是圣母 不利己的事情绝对不会做 在流变眼中 此界不过是翻手便可以覆灭 但是为了避免以后蹦出什么跳梁小丑 来扰乱帝国秩序 还是需要时间来磨灭 此界之人 对于核弹都有一种本能的畏惧 毕竟这是属于这个世界最恐怖的武器 没有之一 一旦开启 绝对是毁天灭天 当初的窝日国承受了两颗核弹 国力被打的十几年都难以恢复 无需担心 流变瞥了这些高层一眼 但莫说道 所谓核弹 在流变的眼中 也不过普通的烟花爆竹 不值一提 弹指尖可以灭之 而且兴许根本不需要流变动手 这个世界的核弹就会失去作用 皇上 难道有打算 核弹可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强的武器了 首脑略带担心地说道 因世界一变 本源更替 法则变换 世界将会产生大变 以往科技世界的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 最近一段时间 你们最好及时安民 流变微声说道 科技世界的一切都将是过眼云烟 室内的众人都是一惊 隐隐中 猜测到了一个意思 正如儿等所料 一切的科技产物都会殒灭在世界法则之下 科技武器 科技民社 一切都将会失去作用 你们必须尽快做出准备 否则必生大乱 刘遍道 我们明白 一众人严肃地点了点头 知晓了事情的严重性 好了 话说到这里 朕也就不多言了 朕会以最快速度将此界平定 而跨界而来的大军不过二十万 却是远远不够 故而 朕准备再从大汉逐界召唤大军降临 刘遍扫了众人一眼 随后踏步而出 走出了这个庄严的会议室 召唤大军 众人都是心中一敏 带着一种忐忑期待 跟着刘遍的身影 走出了房间 来到了会议外 无数如同标杆一样的炎黄士兵矗立 核枪实弹 守在四方 暗中更是隐藏了许多狙击枪的存在 此地堪称炎黄最安全的地方 没有之一 参见皇上 当看到刘遍的身影 外边的士兵先是一愣 然后在为首的带领下 单膝跪倒在地 很是恭敬 平身吧 刘遍微微点头 地袍一挥 将周边跪拜的所有士兵抬起 当这股无形而难以阻挡的力量 所有士兵的眼中泛出一种惊议 对于刘遍的敬畏更甚 开启空间之门 刘遍一念而动 大手突然一挥 一道金光从手中直接猛击而出 带着怒然的威力 直接破开了阵阵虚空 咔 天穷虚空之上 一个闪烁金光带着镇压 无尽虚空的巨门惊现 微视一线 镇压荒谷 那便是通往更高等世界的门户吗 不知道有生之年 能不能跨越这道门户 踏足更高的世界 诸多高层面对崇敬地看着空间门户 这等破空而玄幻的场面 他们已经有了几分的接受能力了 那是什么 空间之门一线 居于天穷之上 中心城市当中 无数人的目光也是得以注视看到 堂堂 阎黄高层都背着门户阵的表情崇敬 更别说这些普通人了 一个个都是目瞪口呆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哄 空间之门划破阵阵虚空 浩然阵落而下 戴德落在了三百米之上的虚空时 停顿了下来 定格 这么久的时间了 想必白起 李牧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吧 刘便悠悠说着 目光凝视着空间门户 而并不大声的话 落入身后的一众高层耳中 又是掀起了心中的惊涛骇浪 杀 杀神白起 赵国战神李牧 对于阎黄人来说 这两个人的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基本上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 皆是历史名将 特别是以杀神之名惯称的白起 一众高层相视一眼 眼中带着惊异 教会节 似乎都在想着一个问题 大汉帝国究竟是什么存在 先有上将赵云 之后又有白起 李牧 不会阎黄历史上所有的名将 大将都被大汉帝国收拢完毕吧 正如这些高层的想象 大汉帝国的强横实力 麾下浩荡的文武阵容 从大秦到清代 几乎有名的大将 文臣都被帝国收拢 不仅仅是白起 李牧 不仅仅是赵云马超 孙策 更有岳飞等诸多震慑炎黄的大将 天宫 出 刘便目光凝视着空间门户 意念却是透过门户 直接回到了大汉主界当中 属于主界的浓郁灵气 一下子回到了刘便的感知当中 一瞬间 在大汉帝国最神圣的帝都上空 本来沉浸的天宫 忽然爆发出一种浩荡光芒 笼罩了整个帝都 而在下方 无数帝都百姓 竟未看着天穷 对于天宫 有着一种发源于心神的敬畏 不必惊慌 在天宫外宫当中 百万将士已经矗立其中 每一个皆是带着浑身的蝶血气息 特别是居于百起跟前的一万将士 浑身散发着远超于任何帝国将士的血沙杀气 其中有着百起曾经亲手训练的杀神军将士 更有从五大军团当中挑出的最精锐将士 这些日子里 百起和李牧没有闲着 亲自挑选了数千名将士 便入到了杀神军当中 主将士听令 皇上有旨 召集百万大军出征 荡灭异界 将士们 你们可有异议 由于五大上将皆已经随军出征 此次紧急召唤而来的百万大军 指挥权归于百起与李牧督管 作为曾经的两个敌国降将 却是一步登临到了大汉帝国的权势位置 可见刘遍对他们毫无芥蒂 甚为看证 为皇上 为帝国 帝国将士 则无旁呆 百万将士 面容冷肃 带着一种为帝国赴死尽忠的决心 咆哮吼道 很好 白起满意一点头 手中的血沙剑猛然一抽 带着一股属于血沙杀神的尾士 全军听令 备战 白起高声咆哮道 百万帝国将士 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凝视着前方一望无际的虚空还宇 而在天宫后宫当中 四大后室已经全部聚集在了一起 每一个都保持着威夷之容 皇上传回消息了 不久天宫便将跨越世界 我等后宫虽不理正事 但是如若能够帮助的皇上 也是在所不惜 貂蝉一脸威夷的看着后宫嫔妃道 帝后放心 为皇上姐妹们定当竭尽全力 所有皇后嫔妃都是恭敬道 天宫 挪移 天宫内外虚空之上 忽然响彻了一声震天之威 天宫中每一个帝国臣子 都是敬畏无比 恭迎皇上 雷霆阵响之后 庞大百里的天宫定格一幕惊变 骤然动了起来 朝着主界空间之门所在 挪移了过去 轰然间 整个主界帝都 都是遍布一种属于帝皇的威夷 天宫挪移 靠着磁力的力量 只是一个瞬间 便破空数十里 来到了空间之门所在 在流变的操控下 天宫毫不犹豫地朝着空间之门撞了过去 当天宫接触的一瞬 看着空间之门并不大 可是有一种吞没一切的气息 天宫一接触 空间之门闪烁一种奇妙的轨迹 空间变换 变得无穷之大 将天宫直接纳入了进去 跨界了 而在天宫之上 所有人看着方圆的变化 穿梭虚空 如同梦幻一般 跨越世界 看似遥不可及 但在空间之门的玄奥之力下 只不过是瞬息之间的事情 都市低伍世界 炎黄中心的上空 风云变色 狂风呼啸 无尽的空间乱流 在虚空还雨上嚎啕无尽 中心 炎黄的高层 成千上万的士兵 抬头凝视 而在这中心所在的城市 有着上千万的炎黄民众 他们也都是带着难言惊异 看着虚空之上的浩荡一幕 表情惊异 心中如同韬然翻滚 唯有流变淡定的看着这一幕 静静等待着 在世界各国 炎黄中心地域 发现强大的能量波动 比当初恶魔国度 最初从百慕大出现的时候 还要强 快使用卫星探测 一定要找出原因 总统 在上一次特工侵入炎黄的时候 所有探测卫星 都被那个恶魔皇帝摧毁了 混蛋哪 密切注意炎黄 一有消息就传过来 各国总统压着心中不甘 对着手下命令道 同时 在美帝特普达的号召下 许多国家的首脑 已经成功来到了美帝黑宫 目光回转 炎黄中心 在无数双目光的凝视下 空间之门闪烁一股浑厚冲销的金光 瞬间笼罩了整个天地数百里 强烈的光芒下 让无数人都难以睁开眼 天宫 谢 流便一声尘鹤 声音不大 但是带着一种 言出法随的玄奥之力 漫天的金光在瞬间消散 空间之门 虽只重新顿入了虚空当中 但是 一个遮蔽天地 更为庞大的存在 出现在了整个中心城市民众的眼中 在天穷上出现的存在 彻底点燃了下方 炎黄民众的沸腾 我靠 天哪 这 这 我没有眼花吧 我看到了什么 天宫 还是天庭 大汉帝国 不会就是神话传说当中的天庭吧 而眼前的存在 就是 灵小宝殿 神话故事是真的 并不是虚假骗人的 天宫天庭都出现了 那南天门什么的只怕都存在了 无数炎黄民众 凝视天穷上腾空的存在 激烈讨论着 每一个的心中 好似被点燃了一种烈焰 顺着所有人的目光看去 一个连绵不断 看不到尽头的宫殿 环宇 淋漓在了虚空之上 下方便是无尽的云朵飘荡 在太阳茫茫的照射下 上方宫殿散发着金碧辉煌的金光 在所有人看来 便是现世当今的天庭 让无数人联想到了神话传说中的天庭 皇上 您 您不是传说中的玉皇大帝吧 这时 饶使炎黄一众高层 也再难压住心中的惊骇 带着难言敬畏 颤声问道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佳音宝 玉皇大帝 他还不配 刘便回头看了一众高层一眼 淡漠说道 语气当中带着的狂傲之意 藐视诸天 拥有天道系统的流变 修炼至尊功法的流变 只需要时间沉淀 日后圣人绝对不是一个虚妄 而根据流变的记忆 所谓玉皇大帝 也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拿自己与玉皇大帝相比 看似极为得当 可流变却是极为的不屑 现在的流变已经拥有了狂的资本 实力便印证了一切 听到这话 已经见证了流变实力的高层 都是哑然失色 眼中的敬畏之色更浓 再也没有了一点逆反心理 毕竟有一句俗话说得好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都是虚妄 而此刻对于重高层来说 便是此理 现在他们刚刚融入大汉 只要他们建立了功勋 未尝不会得到上等的武道功法 获得更久远一些 帝国大军何在 流变微然大喊一声 汉汉汉 大汉天威 荡灭诸敌 天宫之上 无穷的肃杀之气 惊荡于诸天 涛然的声势 传遍了大地下方的方圆百里 让无数民众惊悚不绝 在此杀鸡之下 胆战心惊 而在炎黄中心 无数民众从下方向着天宫瞭望而去 甚至可以看到上方 遍布了无数锐利刺骨的兵戈 杀鸡环绕的兵器 反射无数光芒的黑甲 具备十足的古代之风 刚有一种威荣的浩荡之气 天兵天将 这一定是神话传说当中的天兵天将 仙霞时代 我们居然能够重新回归仙霞时代 真的是苍天保佑啊 看着天宫之上的场景 无数民众沸腾了 整个炎黄中心弥漫着激动之情 甚至在民众传播下 整个炎黄各地 也是在网络下看到了天宫 看到了屹立于天宫当中的天兵天将 威士场面瞬间感染到了每一个民众 归属感油然而生 炎黄已经全部进入了沸腾 这等声势景象 只怕是过年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热闹 一方欣喜一方忧 与此同时 在美帝黑宫 原本属于美帝最严密的作战室内 现在已经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总统 或者首脑人物 欧联国十几个国家无一虚习 全部到位 阿三国首脑 沃日国首相 高丽国总统 这些可以说是穿着一条裤子的家伙 全部到位 而现在 他们这数十个首脑人物 全部都是面色沉重 好似即将大难临头一样 目光一转 在他们前方的屏幕上 几个画面随之传来 由此也明白了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一副沉重的表情 屏幕之内 正是从炎黄传回来的情报 上面 巨大而金碧辉煌 漂浮在虚空之上 宛若仙神之所的天宫 天宫之上 兵戈无尽的黑甲战士 也是这些国家眼中的恶魔军队 林立无尽 这一张张图片 一幕的一幕 都是让这些首脑惊惧 你们看到了吧 恶魔国度又开启新的手段了 好不容易 特普达勉强压下来天宫的存在 对着眼前的各国首脑道 特普达总统 你有什么打算 各国首脑实在是没有了办法 都是将求助的目光 看向了特普达 本来横扫代鼠国的帝国大军 就让他们吃不消 现在又凭空出现了一个浮空天宫 并且还有更多的恶魔大军 这让他们如何还有心思对决 而且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底当中 甚至已经失去了战意 凶煞拥有可怕力量的帝国战绩 无惧他们的顶尖武器 导弹 无惧核弹 现在更是出现了一个浮空的天宫 这 这完全是神话中的神明 才拥有的力量啊 他们甚至在想 大汉帝国根本不是什么恶魔 而是神明 来自上天的神明 与神明作对 他们会有结果吗 现在想要扭转局面 只有一个办法 特普达扫视众人 心中带着早已经决定的计划 核反击 只要我们使用所有的核弹 瞄准炎黄 瞄准戴鼠国 全部攻击 一定能够将恶魔国度 从世界上抹除 特普达冷冷道 听到特普达的话 在座的众人都是脸色一变 他们自然是知道 开启全方面核打击的后果是什么 有可能整个世界都会陷入 被核弹笼罩当中 人类将会死亡在世界 毕竟核弹炎黄也有 如果他们采取核打击 炎黄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特普达总统开启核打击 未免也 阿三国首脑有些犹豫的说道 似乎有些不愿 毕竟阿三国与炎黄是邻居 如果全方位施展核打击 只怕会影响到他们阿三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无非是害怕核打击 影响到你们国家 这一次重点的打击范围 将会是炎黄中心 以我美帝科技的精准度 绝对不会影响你们国家 我以美帝总统的身份保证 当然 这个保证也包括高利国 我日国 你们都是我美帝的盟友 我们绝对不会对你们的安危而不顾 特普达带着一脸自信 对着所有人保证道 特普达总统 核反击也许可以成功打击到 恶魔国度和炎黄 但是你想过没有 炎黄可是核大国 他们也拥有核弹 绝对会反击的 欧盟国一个首脑说道 这个问题我自然也考虑清楚了 以炎黄现阶段的科技水平 就算发射核导弹 我美帝也有把握拦截下 至于你们更不用担心了 因为核大战一开启 他们第一个就会攻击我们 而不是你们 特普达正色说道 俨然没有将炎黄放在眼里 这 在座的首脑 你看我 我看你 皆是有些犹豫 毕竟这一件事情 太过重大了 关于核武器 危害可是太大了 意识到无法说服众人的特普达 忽然眼珠一转 想到了什么 各位 看着这个漂浮在天上的宫殿 传说中 东方神仙可是有着让人 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这也就是说 只要消灭了这群恶魔 占据了那宫殿 我们就有可能获得灵丹妙药 长生不死 特普达说出这话 话里带着一种强烈的诱惑之音 纵然是身居高位 位于人类世界的权力顶峰 也难逃这个诱惑 长生不死啊 试问天下间 有谁不想长生不死 特别是掌控权势后的他们 谁不想活得长长久久 永远掌控权势 而且 这浮空天空看着这般 就是传说中的神明之物 如果真的能够掌控获得 只怕还真的有很大的机会 得到长生不死的药物 特普达这话落下后 本来还是非常犹豫的中国首脑 目光当中有了几分变换 炙热贪婪 成了 特普达看着众人的样子 心中暗暗意想 同时更是准备加一把火 各位放心 这一次核打击 不需要各位出太大的力 只需要借助各国的地方 发射核导弹就行 我要让核弹从四面拔放攻击 让那恶魔国度防无可防 彻底断绝他们的生机 而且我保证 等灭掉了恶魔国度 占据了那座漂浮宫殿 找到长生不死药 一定会给在座的美人一份 特普达保证地说道 既然特普达总统的话 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 我日国首相 阴冷一笑大声道 作为炎黄的宿敌 只要是对付炎黄的事情 他当然不让 我高丽国也同意 高丽总统也是回道 负面恶魔国度 还世界一个和平 是我们的义务 我们也同意 欧联国一伙首脑 也是假人假意地说道 一副为了世界的样子 非常恶心 那好 事不宜迟 我要求立即布下核导弹 今日就进行核打击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看到所有人同意 特普达兴奋一笑 立即宣布道 我日国一定全力照办 我高丽国也是一样 诸国纷纷表态 对于使用核弹打击大汉的提议 已经在他们的讨论中 全部通过 所谓世界权贵 一副自以为人类世界的家伙 不过也只是利益小人罢了 估计现在这伙人 都在做着同样一个美梦 吃下长生不死药 长生不死 永远掌控权力的美梦 目光回转 炎黄忠心所处 帝国将士听令 下天功 刘变微声呼喝道 沙神军统领 白起领旨 沙神军副统领 李牧领旨 两声威势冲销的声音 从天宫落下 大汉天威 荡灭诸敌 一百万帝国将士怒然大喝一声 虚空都被连天的气势 震得瑟瑟 随而 天空上百万大军 走到了外宫的边缘 纵然是与下方相距三百米的高度 但是帝国将士丝毫不畏惧 一个接一个从天宫上无谓跳跃而下 这等声势 真的如同传说中的天兵天将 从天降落 将要降妖伏魔的身为 早在当初 帝国将士修为不到后天的时刻 借助帝国公布研制的飞行翼 便可以从上千米高度的悬崖下滑落 如今出征来到了的帝国将士 皆是先天境之上 区区三百米的高度 弹河俱之 况且 他们每人都有属于他们的战绩 很快 百万大军 带着浩荡的声威 从高空上相继落下 眨眼间 大军便集结占据了天空的正下方位置 恰巧落在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平原之上 两大沙神军上将 白起礼目相视一眼 从天空之上腾空而来 两道属性的光辉闪过 便来到了流变的身前 单膝跪地 臣白起 臣礼目 参见皇上 愿吴皇胜受无疆 两将恭敬道 帝国将士参见皇上 愿吴皇胜受无疆 在两大上将跪地行礼后 后方百万将士更是不敢怠慢 兵戈激壮而响 百万人如同一人 同时败倒在地 整个炎皇中心的大地都是一阵 如同帝龙来袭 帝国将士 平身 流变微然扫视一眼 看过去 好似百万将士 都能感受到属于天子的凝视 谢皇上隆恩 百万将士恭敬回应一声 哗然一响 同时站起 用一种极为敬畏的目光 看向流变 等待着流变的圣意下达 真爱真正的帝皇天子啊 大汉帝国的底蕴 果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幸亏日前做出了融入帝国的决定 否则一旦惹恼了皇上 只怕整个炎皇都将会陷入一片炼狱 一众高层看着眼前的黑甲大军 眼中皆是闪过畏惧惊荣 还有一种后怕 朕突破五皇境的最后心结 曾经的民族心结 国之心结 前世 为炎皇遭受欺凌而无力 前世 为炎皇族群不能真正崛起而感怀 而今时今日 朕将以百万帝国大军之力 荡灭此界炎皇一切敌人 完成前世之心结 自而 半步五皇境的瓶颈不休自破 朕便可真正踏足五皇境 流变目光当中闪烁一阵野望 之所以重新回到这前世的世界 不是因为流变对此界有多么挂念 而是因为他从一开始便有着任务 晋升五皇 繁俗世界的真正顶端境界 扫视了眼前威肃的百万大军后 朕此番照你等跨林此界 目的只有一个 将所有敌人荡灭 流变腾空而起 地袍地观 地威荡漾的身影 呈现每一个将士的眼前 恳请皇上吩咐 臣等必定为皇上诛灭一切敌人 百万将士高声回应道 作为对流变最忠心的将士 哪怕是死 他们也不会眨眼 区区低伍世界 你等也如此慎重一代 朕很欣慰 流变威严一笑 满意点头 本来 以赵云那麾下二十万白虎军将士之力 足以完灭此界 但是为了以最快速度结束 促使流变晋升五皇 故而流变又从主界召获了百万大军 相对于本元晋升 流变更为看重自身之实力 白起 李牧 你等为帝国上将 身负政治信任 此番灭敌 当以你二将率军 辅助赵云平定此界 流变沉声说着 对于此番百万大军的出兵进程 流变早有规划 赵云率大军二十万 自代蜀国后将横扫北美南美 白起率军五十万将横扫高丽 窝日等国 而李牧便是自西横扫阿三国 直到欧联国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嘉音宝 总计一百二十万大军 每一个都是拥有此界超人般的力量 分为三路横扫此界 不臣者杀 抵抗者杀 不尊汉帝者杀 帝国军威将在这个第五世界 拥有科技力量的世界彻底施展 一号 不好了 刚刚得到了潜伏在美帝特工的消息 我炎黄全境 已经被美帝核导弹锁定了 就在炎黄高层沉浸在帝国军威下 难以自拔时 忽然 一个情报部门的官员 带着一种慌乱之色 迅速跑来汇报道 什么 他们竟然这么快就动手了 众高层表情一惊 也是有些失色 嗯 就在刚才 美帝已经将战略核导弹 部署到了欧联国 窝日国 高利国等地 只要一个指令 就会全部发射了 情报官员颤声道 皇上 美帝核导弹已经锁定我们了 现在怎么办 是不是采取核反击 一众高层目光都是投下了流变 无碍 既然找死 便让他们来吧 你等安定民众便可 至于所谓核反击 大可不必 刘便淡漠一瞥 微声说道 是 皇上 看着刘便这副毫不在乎的神态 众高层略感心安 但是仍然是处于一种忐忑状 毕竟核弹的威慑性太强了 朕会让尔等萧小 尝到各自的苦果 刘便冷漠一笑 彻底给这些释放核弹的国家下定了死刑 远在美帝黑宫已经达成一致联盟的指挥室内 都准备好了没有 特普达表情沉静 看向了身侧的各国首脑 特普达总统放心 乌日国无条件迎接了核武入国 只要你一声令下 核弹雨就会将阎黄从这个世界抹除 乌日国首相争鸣道 心中更是畅快不已 阎黄斗了这么多年了 终究还是我乌日国赢了 今天之后再不会有阎黄之名 代鼠国也锁定了 就当你的命令了 欧连国一众手脑道 好 立刻传令 让核导弹部队准备 特普达也不犹豫 立即下令道 眼中尽是冷意 可就在这时 滋滋滋滋滋 本市灯光明亮的黑宫指挥室内 忽然灯光一闪 继而变得黑暗 怎么回事 特普达表情一僵 对着室外的手下咆哮道 总统 应该是电力出问题了 很快就可以恢复 室外传来了一个声音 关键时刻居然停电 等灭了炎黄 我一定让你们好好整改 特普达愤愤地骂了一句 很是不爽 与此同时 在美帝黑宫的电力部门 乃至世界各国 电力都是忽然一顿 为什么电力忽然中断了 电力官员问道 我们也不知道啊 好像是无缘无故就断了打 下方的电力工人也是非常莫名其妙 加快时间恢复 启用备用电源 是 在特普达一众首脑的焦急等待中 时间过去了半个小时 终于重新来电了 立即传令各国开启核导弹打击 我要抹除在袋鼠国的恶魔军队 还有炎黄 特普达冷声令道 当命令一发出 分布在这个世界四面八方 对袋鼠国以及炎黄地域 呈现包围之势的国家 显然显露出了他们的争鸣 核导弹 发射 数千个导弹发射器同时启动 怒焰喷射 数千颗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飞速划破虚空 迅速飞上了万米高空 从四面八方向着袋鼠国 炎黄轰射而去 顿时间 整个世界都好似陷入了来自核危机的震动 无数人 无数国家 可以隐隐看见穿梭破空的导弹 如同下雨一般 很快 导弹在这个世界的最强急速下 代鼠国 炎黄 已经可以看到核导弹的兄弟燎原 核弹真的攻来了 美帝他们想世界毁灭吗 怎么办 我们上层怎么还不阻截反击 完了 这一次真的完了 我们都会死在核弹下 纵然事先高层已经通告了炎黄所有人 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过是被压下了 无法洋溢 但是当核导弹真正袭来时 真正的恐惧已经在所有人心中蔓延 代鼠国看着遍布天穷的核导弹飞射而来 赵云只是冷冷看着并无有丝毫的畏惧情绪搏动 核弹倒是一个很好的玩意儿 不过赵云目光突然一立 你们却是用错了对象 代鼠国是吧 便让你们在所谓同伴盟友的攻击下云灭吧 全军听令 够防御战争 赵云面容冷冽 手中的龙胆枪突然一摆霸道之气张扬 对着身后二十万帝国将士领导 尊将令 二十万帝国战绩高声回应一声 本来分散的阵型立即转变 以赵云马超孙策为中心 悬傲阵法新爵运转 将二十万将士的力量完全联系在了一起 构成了一个笼罩二十万战绩的魂后护照 二十万先天境之上的将士 五魂境不计其数 更由五王境强者 五宗境强者为阵心 以此护照下 哪怕是五王顶峰的强者 想要破开也需要几招 更别说此界所谓的核导弹攻击了 哪怕是覆盖性 也可以完全不惧 无畏 至于这代数国的数千万人 正如赵云先前的那句话 在他们自己盟友的攻击下云灭吧 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对待这些异族而已 赵云可不会费心思去救 代数国距离美帝本土并不远 作为世界第一的核大国科技强国 那等如雨的核导弹 以笼罩之势向着代数国落下 不不要 核武 美帝 你们是我们的盟友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们 无数代数国人看着上空坠落的核导弹惊恐大喊 可是在他们的喊叫声中 对于核武的攻击也是越发的无力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核武落地的来临 只能眼睁睁看着 当数百上千枚核导弹落在代数国大地的一瞬 轰隆 整个代数国轰然一阵 无数的刺眼的光芒向着四面八方扩张开来 无数朵蘑菇云在其大地之上向着天空蔓延 狂暴的核武在代数国彻底挥发 这一刻 好似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种哀鸣 而远在炎黄 核导弹从四面八方向着中心区域轰来 从无数民众的头顶掠过 虽然还未将其中的力量挥发而出 但是看着这冲天而压抑的速度 再联想其携带世界最恐怖的弹头 引起的恐惧是难言的 代数国已经被核武摧毁了 恶魔大军绝对有死无生 就是可惜了代数国的数千万民众了 上帝会接引他们去天堂的 因为他们是为了对抗恶魔的抗争而牺牲 看着代数国已经被一片 核武光芒所笼罩 蘑菇云 蓬灰 特普达等高层 面露一种畅快争鸣 而对于他们盟国的数千万民众的死亡 他们亲手造成的杀戮 也是恬不知耻地说是为了抗击 没有一点懊悔之色 可见所谓西方的丑恶 只要把炎黄抹除 整个世界就会是我们的 包括那一座浮空的宫殿 重点是那个恶魔皇帝 只要用核武轰杀了他 一切才能结束 上帝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恶魔皇帝必死无疑 特普达等各国首脑 透过发射的核武控制屏幕 看着核武在炎黄境内掠过 拳头也是不自觉地捏紧 相对于抹除了袋鼠国上的恶魔军队 他们更没看中的是 刘变这个恶魔皇帝 在他们心中 只有将刘变杀死 一切都才会回到 他们得以掌控的局面 炎黄中心 由美帝发射的核导弹 在强横的速度下 飞掠到了中心上空 甚至是原炎黄的各大城市 也被核武的猙獰所笼罩 该死的美帝 不顾国际条约使用核武 真是该死啊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皇上的身上了 众多高层 还有下方的炎黄士兵 表情都是显出一种 对核弹下意识的畏惧 额头上或多或少 都是显露了冷汗 但是相反之 大汉帝国两大上将 白起 李牧 半定地看着天空飞落的核导弹 似乎很是好奇 但也仅仅是好奇 并没有多少畏惧 以他们五王境的实力来看 这导弹当中蕴含的能量 不过是堪堪达到五宗境 完全威胁不到他们 同时 帝国降临的百万将士 仍旧是以一种威速军资而立 表情冷立不变 对于在头顶上空飞缩而过 即将坠机而下的核导弹 看都没看一眼 处于无视状态 这等魄力 大闪崩 而面色不变 生死临 气势不改 让众多高层 还有炎黄士兵敬佩 数量倒是很多 刘便微微恶手 瞥了一眼高空穿梭的核武导弹 闪过一种来源于强者的不屑 作为这种出入太空的科技世界 核武已经是他们的极致表现 不过 刘便倒是很期待 日后帝国进军那种星际世界 其内的科技武器 看会不会更强一点 皇上动了 在众多高层的注视当中 刘便本来静力的身影 悄然而动 腾空而起 直面那呼啸不断的核导弹 凡朕所在 敌涅定格 刘便凝视着飞梭的核导弹 淡漠的面容不变 清楚了一句 顿时 陈俊于脑海当中的信仰结晶 释放出无尽信仰之力 刘便整个人 已然被金色的信仰光辉笼罩 煞时 大预言术骤然发动 那个 恶魔皇帝出现了 他 想要干什么 透过核武上面的视角 特普达等各国首脑 看到了流变的动作 都是表情沉重 号称三千法则当中 神秘而不可测的大预言术 卷起一种属于预言法则的威势 轻刻间 笼罩了所有呼啸进入炎黄境内的核导弹 这一刻 让特普达等高层惊恐的事情发生了 所有呼啸入境的核导弹 遍布被一种无形而浩荡的力量定格在了虚空 呈现在世界无数人眼前 其后 核导弹冲销奔驰的力量消失了 喷射般的火焰推动 也是随之熄灭 神威神威 皇上神威 百万将士高举着手中的兵器 一举一动 高深鹤岛 这一幕 更是牵动周围所有的高层 还有原本的炎黄士兵 皇上的力量太强了 根本不能用凡人的力量来比拟 数千枚核弹呢 居然在皇上一句话下 全部停止了 太恐怖了 皇上神威 许多高层还有炎黄士兵 都加入了机动高呼的行列当中 怎么回事 为什么导弹不动啊 快加大火力喷射 特普达惊恐了 对着操控导弹的手下喊道 总统 我们已经失去对核导弹的控制了 但是他手下回过一句话 差点没让特普达崩溃 什么 特普达惊恐失色 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掌控啊 好端端的核导弹 为什么会失去控制 要知道发射导弹前 他们可是经过了无数次叫对的呀 难道是 特普达目光一宁 惊恐看着控制屏幕上 一个好似凌驾于天地众生的帝皇 正冰冷抒发他的地位 犯阵天威者 杀无赦 刘弹冰冷吐出一句 声音不仅传遍了炎黄中心方圆 更是传到了远在美帝本土的特普达众多首脑的耳中 他们虽然听不懂汉语 但是能够从刘弹这一句话中 感受到惊天动地的杀机 纵然相隔万万里 也只觉浑身发寒 宛如陷入了无边炼狱 朕说 从哪里来 便回哪里去 在特普达绝望的瞬间 在流变身躯之上 泛出的信仰光辉 再一次蓬发而显 顿时 定格在虚空之上的数千枚核导弹 猛然调转了方向 他 他想干什么 特普达瞪大眼睛 惊恐到 他们自然是看到了核导弹 全部掉转了方向 他不会是想用核弹轰炸我们 特普达身旁的各国首脑 都是面色大变 都惊恐想到了什么 各位请放心 核弹上面有我们美帝的管控所 就算全部被恶魔皇帝打回来了 也绝对不会爆炸 特普达压下了心中的惊恐 对着众手脑安慰道 对 核导弹上面的管控超出了任何武器 绝对不会爆炸的 各国首脑也是自我安慰的想到 但是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佳音宝 但是 就在特普达他们坐着核弹 不会拥有爆炸的能力时 指挥屏幕上令他们惊恐的事情发生了 哇 数千颗足够摧毁整个炎黄境内的核导弹 在掉头转向后 本来尾部熄灭的火焰 哗然一声 全部燃烧了起来 定格在虚空一瞬 哄 带着破碎一切虚空的怒吼之声 朝着前方疯狂的急驰穿梭 从哪里来 回归哪里去 这些核导弹 由美帝布置在欧联国 高利国 窝日等国 在大预言树的威势下 破空冲袭的核弹 重新飞上了万米高空 有上千颗锁定美帝 数百颗锁定了欧联国 数百颗锁定了阿三国 数十颗锁定了高利国 数十颗锁定了窝日国 以一种比他们发射时还要迅猛狂然的速度 破空冲出 这便是属于皇上的神威吗 数千颗核弹在他一言之下全部折返而回了 颜黄高层瞪大眼睛 看着这惊世骇俗的一幕 这等场面比之前流变一招击灭核弹还要恐怖啊 惊口欲言 言出法随 传说中属于帝皇的无上神通在流变的身上展现 核弹全部离开了 我们安全了 看着上空调转方向的核弹 颜黄境内的民众几乎都是大松了一口气 都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美帝黑宫 不 不可能 特普达的表情已经彻底麻木 眼中流淌的情绪再无一丝摧毁大汉的气势 只有惊恐绝望 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核弹朝着我们国家冲过去了 特普达总统 我们现在怎么办 忽如其来的变故 打蒙了所有的美帝盟国首脑 核弹打击 他们引以为倚仗的最后王牌 居然 居然就这么失败了 在颜黄境内几乎是寸功未见 而且这所有狂掏的核弹 将全部轰击而回 各位放心 那 那个恶魔皇帝再怎么力量 也不能让核弹爆炸 特普达此刻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用他唯一的念想作为解答 恶魔皇帝既然有防卫核弹的力量 为什么不救下戴鼠国的恶魔军队 这时 一个欧联国首脑略带凝肃的问道 是啊 那里可是有他的几十万军队 难道他那么舍得放弃 话音落 引起了这些美帝盟国首脑的共鸣 都是表情诧异 戴鼠国被核弹吞没的一瞬 他们可是亲眼所见的 整个岛屿绝对会是寸草不深 生灵不存 各位总统 你们快看屏幕 一个操控核弹的美帝军方大声道 语气惊悚 所有人目光不约而同 目光朝着屏幕看去 这怎么可能 当看到屏幕当中的画面 所有人彻底惊恐了 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流变不出手 救下存于戴鼠国的帝国将士 只见 在戴鼠国的中心陆地上 是核辐射最恐怖的地段 整个城市以及被核弹爆炸所吞噬 遍布横跨数十里上百里的巨坑 到处都布满了轻易将任何生灵 殒灭的核辐射 一个正常人存于这里面 瞬间就会被核辐射致死 但是就是在这恐怖的辐射之地 一个占据了方圆数十里 整整二十万帝国将士 威肃而立 一个闪耀灵力金光的护照 将二十万战技将士 严密地保护其中 所谓核弹的威力 所谓恐怖的核辐射 对于处于护照当中的帝国战技 没有一点效用 卫星窥探 以赵云修为瞬间便感应道 蝼蚁之气 还想对付我帝国战技 赵云冷冰冰地说道 将者霸气 帝国战技听令 齐战 杀负敌国 无大军之危所过 寸草不留 生机不存 赵云龙胆枪一舞动 怒声喝道 尊将令 二十万大军齐声一喝 意念沟通坐下战兽 大军迅速升空 锁定了美帝所在位置 笼罩平天 冲杀而去 如同锥子一般破开了连天接地的辐射 只留下了这一座被美帝摧毁的袋鼠国 到处都是尸体 死亡之气荡漾的袋鼠国 在数百上千枚核弹的攻击下 威力 核辐射完全覆盖了袋鼠国全境 在这一次下 整个袋鼠国全部殒灭 无一生灵存活 这就是此界最强武器的力量 对于普通如同神威一样的审判之力 完了 恶魔军队朝着我美帝杀来了 特普达看着赵云领着大军出动 陷入了惊慌 总统 不好了 境外反导系统传来数据 炎黄的核导弹全部飞回来了 现在请求总统下达指示 是否拦截 特普达几个手下惊慌的汇报道 首相 国内传来消息 发射出去的导弹全部飞回来了 现在官员们正请求你的指示 我日国也传来了消息 总统 不好了 核导弹雨袭击我高丽全境 女王 核导弹来袭 摩敌手脑 之前发射的核导弹 全部飞入了我阿三国境内 坏事一遭接一遭 紧接着 美帝各大盟国纷纷接到了从自己国内传回来的消息 全力拦截 尽可能把导弹全部拦下 不要让他们进入我美帝境内 特普达怒声喊道 传命令回国 全力拦截导弹 各国首脑也是纷纷下达命令 是立即开启拦截系统 美帝军方人员直接应下 从美帝境内飞出了数百颗导弹 朝着飞射而来的核导弹猛击而去 意图直接将核导弹拦截在国境以外 但是 总统 核导弹技术层次太高 根本拦截不了啊 恳请总统下一步指示 很明显要让特普达失望了 上千枚导弹穿梭而来 可是先前为了万无一失 特普达下达的核导弹技术层次是最高的 也就是说 现阶段 他们美帝自己的科技也无法拦截 只能眼睁睁看着核导弹如同下雨一样 争先飞入了境内 作为此届科技龙头的美帝都无法拦截核导弹 他们的小弟们更是不用多想了 更是无法拦截 自食其果 似乎说的就是此刻的状况 怎么办 特普达总统 核反击是你想出来的 你现在想一个办法 我们应该怎么办 现在他们所有人都是你看我 我看你 完全无解 甚至在心中生出了一种懊悔的情绪 为什么要跑到美帝来和特普达合谋 为什么要答应在国境内发射核导弹 如果不是这样 或许他们还有回旋的余地 可是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 大汉帝国不会放过他们 那个他们眼中的恶魔皇帝更不会放过他们 我 我能有什么办法 面对所有盟国首脑的冷事 特普达带着颤音说道 显然 他们已经没有了一副老大哥那样的自信 特普达 你这个混蛋 我们被你害惨了 核导弹一旦爆炸 我们的国家就完了 你必须为这件事负责 给我们一个交代 看着特普达的样子 俨然引起了所有首脑的重弄 这一刻 他们再没有了任何顾忌 对着特普达大骂道 不好了 核导弹已经入境了 美帝军官惊恐道 总统请求指示 无法拦截 核导弹已经来到了国境上空 其他各国的国内也是纷纷传来了绝望的声音 你们放心 核导弹一定不会爆炸的 那里面有我们美帝的技术管控 没有数据 绝对不会爆炸 特普达有些畏缩的说着 看着这话就不是很自信 在美帝 沃日国 高利国 阿三国 乃至欧联国等二十几个国家的上空 核导弹带着璀璨的科技烟火 迅速在上空划过 属于科技的璀璨 完全呈现在了他们民众的眼中 那是核导弹 Oh my God 怎么回事 核导弹不是全部打到了 袋鼠国和盐黄吗 为什么我们国家也飞来了核导弹 难道是盐黄的核反击 不 不对 这不是盐黄的导弹 是我们自己的导弹 他们飞回来了 当各国民众抬起头 看着上空飞速穿梭的核导弹 陷入了无尽惊恐 之前在盐黄发生的惊恐骚乱 在这些始作俑者的国家 完全重视起来 当无数核导弹顺利来到了目的地 而美帝黑宫 也是作为美帝的首都所在 也是处于核弹打击范围之内 上空也是滑落了十几枚核导弹 总统 不好了 十几枚核弹已经朝着首都坠来了 一个美帝军官惊恐道 想尽一切办法拦截下 一定要拦截 特普达惊恐道 额头上冷汗直冒 这次美帝发射的核导弹 一枚就足以把他们的首都移平 更别说现在的十几枚了 如果不拦截下来 后果不堪设想 是 军官急忙受理命令 迅速调动防御系统 尝试拦截 可还没来得及发射拦截导弹 哗呲一声 整个作战室内变得一片黑暗 仍然是和之前一样 直接断电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又没电了 关键时刻 电力再次枯竭 让特普达惊恐万分 总统 不好了 这一次不仅仅是作战室没电了 我们整个首都 乃至整个国土都没电了 这时 特普达的手下前来汇报道 这 这怎么可能 核弹不是还没落下来吗 为什么会失去电力 而且紧急的储备用电 为什么也没有了 特普达瞪大眼睛 声音越来越弱 首相 不好了 国内出现了状况 失去通讯了 我日国首相手下汇报道 总统 我们也失去与国内的通讯了 高丽手下也是向着他们总统汇报 随后 令他们惊恐的事情发生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全部失去了来自各自国内的通讯 快 我们快躲进安全室 里面可以抵抗所有核导弹的力量 此番一幕 特普达再也不敢耽搁 对着所有首脑大喊一句 朝着作战室内部冲了进去 作为美帝的核心 自然有着抵御一切现代武器的防御地方 很快 特普达带着盟国的首脑 还有美帝的众多高官 躲入了安全室内 而外边的民众以及美帝盟国的民众就没有那么好的命了 不好了 核导弹向着城市冲下去了 本来前冲的是头一顿 弹头位置猛然向着下方大地坠机而去 似乎是要准备释放属于他们的胸威 核导弹要落下来了 不 不要 上帝救救我们 无数惊恐的声音在美帝 还有这些美帝盟国当中蔓延 无数双惊恐的眼睛 看着核导弹 如同彗星一般 凶猛地朝着下方脊坠而下 但是 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上帝 更没有人会听见他们的哀嚎 他们也不会有如同流便那样的强者庇佑 当然 这等凶威近出现的核导弹 也是无法被阻挡 有一句话说得好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当他们的国家对着炎黄发射核导弹 意图毁灭炎黄时 如今的结局就已经注定 毁灭已经注定 一个瞬间 一个世纪 轰隆 无数白昼般的光芒在美帝还有属于美帝蒙古的国境内爆炸开来 属于这个世界最璀璨的光辉彻底展现 数百上千的蘑菇云在上方虚空乍现而出 怒豪般的冲向了虚空各处 在这等强悍的威力下似乎组合在了一起 狂暴的威力将整个世界都是一阵 大地在颤抖 天地在哀嚎 无数一族陨灭在了这等核武之威下 几乎移平了他们的疆土 死亡无数 颜黄中心 世界安静了 刘便看着四面八方升起来的蘑菇云悠悠道 作为让美帝美帝盟国丧生无数的主角 刘便没有任何惭愧 反而觉得心安理得 而在他本位圆满心境 也快速朝着圆满而进发 显然 离得真正的心境圆满 踏入真正的五黄境 已经不远了 神威神威皇上神威 百万帝国将士崇敬高呼道 这就是属于武道的力量吗 太可怕了 科技的力量在武道面前显得这样渺小 众多高层也是敬畏看着刘便 为武道的强大而激动间 也是暗自庆幸他们的选择 如果选择与大汉帝国为敌 与流变为敌 现在他们的下场 只怕就和美帝和他们的盟国一样了 被核弹核辐射笼罩 哪怕就是活着 也将会是生不如死 这等凄惨 这等惨状 便是与大汉帝国为敌的后果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嘉音宝 伴随着 对于此阶的收尾阶段 也是到了最后时刻 白起听令 流变目光一动 落在了上将白起的身上 纯在 白起一身血甲 格外显眼 身上凝结的杀鸡足以灭天 朕命你率领五十万帝国战绩 以炎黄境内以东 横扫高丽 窝日等国 如欲抵抗 杀无赦 如欲投降 收拢之 贬为下等奴隶 流变道 臣遵旨 必定荡平敌寇 白起恭敬领旨 李牧何在 流变目光转移 臣在 李牧一身鹦鹉 踏步上前 恭敬跪在了流变身前 朕命你率领战绩五十万 以炎黄境内以西 横扫阿三 欧连等国 如欲抵抗 杀无赦 如欲投降 收拢之 贬为下等奴隶 流变微声道 臣遵旨 必定完成皇上授予任务 李牧恭敬道 如今 这些国家几乎都已经被他们自己发射的核导弹给摧毁 整个国境内的人只怕是实不存武 可以说 帝国战绩完全不用有多大的阻力 便可横扫之 皇上有旨 横扫敌扣 主将士 齐 白起 李牧双双回转身体 面朝百万帝国将士 高声大喊道 尊圣御 尊将领 恨 恨 恨 大汉天威 荡面周敌 百万将士咆哮着 本来屹立不动的军容 煞然而动 坐下战绩轰然动 以覆盖之势 分为了两方 朝着敌国行进而去 天兵天将 用这一句来比拟完全没有过 无数人看着帝国战绩飞掠而去 感受着铺天盖地的杀气 暗自庆幸不是对付自己的同时 也是为大军之强感到惊骇 报告首长 发生未知原因 全国电力全部消失 各种军械武器全部失去了作用 这时一个官员跑到了众多高层的前方 汇报道 电力消失 武器失去了作用 这是怎么回事 众多高层精益反问道 我也不知道 而且我得到了消息 不仅仅是我们炎黄 世界各地的电力 还有其他通讯全部中断了 好像一切属于科技的产物 全部失去了作用 那个官员面露蓝色地回道 听到这儿 众多高层好似想到了什么 之前刘便说过 世界更替 本源变更 属于科技的一切都会消失 这不正是现在的情形吗 皇上 诸多高层将目光投向了刘便 本源交替 科技世界的一切都将不复 刘便回过头 陈生说道 文言 对于此届本土的高层 还有炎黄士兵 都是带着一种失望之色 作为科技现代 发展了数百年才有的成果 如今在一瞬间就打回了原形 日后他们或许也将恢复古代一样的生活 那种感觉是非常难受的 或许 朕的世界也该有所改变了 看着这些本土民众的失望 流遍目光当中闪过了一道异色 联想现在掌控朱介的情况 帝国子民的确生活的非常富足 但是也仅此于古代文明的世界 相对于科技世界的繁华享受 却是远远不曾拥有 科技乃是进化的片门 长期消耗世界资源 天地灵气都被科技片门所抹灭 而最终世界只有毁灭这一条路 但是不得不说 科技也有许多利国利民的产物 例如汽车等等 如若运用到帝国各大世界 一定能够促进民生更为繁荣 流遍面带思索 在这诸天万界当中 凡事都是一个双面刃 有好有坏 但是如果运用得好 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 如若震以灵石阵法为基础能量 代替科技世界的损耗性能量 应该能够取得奇效 此次回归主界后 便着手让供奉殿的国师们尝试一番 一直以来 流遍对于科技是抱着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 但是真正重新回归这现代科技世界后 流遍隐隐受到了感触 科技并不是全是坏的 如若利用武道手段 合理运用科技不是坏事 而是一件立国立民的大好事 此界敌寇灭 便是朕晋升武皇境之客 流遍收回心中所想 瞭望已经远去不见的大军 悠悠道 美帝境内 救我 我不想死 总统为什么还不派人来救我们 为什么没电了 我们美帝难道真的要亡了吗 无数哀嚎的声音在美帝境内响彻 与此同时 赵云统帅的二十万帝国战绩疯狂直掠 直接杀入了美帝境内 全军听令 真气护体 隔绝能量入侵 遇到敌人 杀无射 犯我大汉天为者 虽远必诛 赵云看着美帝境内的惨状 无数窜逃的人 面容上没有丝毫怜悯 龙胆枪一挥 灵力的枪芒 朝着下方的美帝人吞噬脚去 轰隆 大地一震 成千上万的人被枪芒吞噬 这便是号令一起 杀 二十万帝国战绩分散开来 每一个皆是吊动体内磅礴的真气护体 让核辐射无法侵入他们的肉身半部 朝着美帝境内绞杀而去 属于大汉帝国的天威 无尽的杀虐这方地域展现 由白起亲率五十万战绩将士 浩浩荡荡的杀父高丽窝日国 本将白起将以杀神之名 荡灭尔等萧小 全军听令 杀 白起居于天穷之上 俯瞰下方逃窜的敌人 冷然喝道 由李牧亲率五十万战绩将士 浩浩荡荡的杀父阿三 南国欧连等国 所过之处寸草生机不存 本将李牧以大汉上将之名 逐灭尔等 全军听令 杀 李牧怒声下令 手中的战刀挥斥 五十万大军分散陆杀 非我族类齐心弼异 所谓一族强盛时对炎黄而邪 落魄时百般讨好 但是如今大汉帝国将不会再给予他们任何反扑的机会 纵然是收敛奴隶 也不会是所有一族都能成为奴隶 总之杀一部分再说 至于这部分有多少 便是看帝国将士的心情 覆灭了此界所有炎黄之敌 属于我前世的心结晋结 从今往后再无前世流变 唯有属于大汉帝国至尊帝皇 流变 五皇一冲天 给朕破 在白起三将在此界敌国展现恶魔般屠戮时 流变本是残缺的心境彻底圆满 忽然间爆喝一声 身躯之内的气势如同涛浪一般冲销而起 形成了一道连接大地与天地的耀眼光柱 好似黄黄天微朝着天地渗透树发 磅礴的能量惊涛骇浪 令方圆千里万里都处于一种寂灭压抑 皇上他他在干什么 无数炎黄的民众瞪大眼睛 身体如同被万万斤锯山碾压 丝毫动弹不得 而在流变的体内 在这种气势冲销蓬勃的瞬间 却是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蜕变 丹田之内的钢气疯狂聚拢 疯狂压缩 形成了更为浑厚 更为强大的能量 肉身当中 血脉磅礴而动 在流变体内发出 阵阵呼啸奔腾的声音 身体的力量进入 飞速攀升的状态 而在距离五黄一冲天 最后一寸的瓶颈 却是遭受着来自流变身体 所有力量的冲撞 碰碰碰 浓厚如雷霆的声音 在流变体内世界响彻不断 随之 在这等猛然的冲撞之下 那坚固的瓶颈 也是产生了无数的裂痕 一个全新的境界 正向着流变 招手而动 最后一刻 高五世界也称得上 真正的强者之境 五黄镜 给阵开 流变面容带着绝对的憧憬之色 狂然展现 怒然一吼 声如雷霆的音波 朝着四面八方轰撞而去 此界虚空还宇当中的天地灵气 在主界本源有意为之下 疯狂的涌入流变的身体 此界灵气不多 但是在本源驱使下 全部调动起来 却是堪比低伍极致 哪怕是处于流变下方 炎黄中心的民众 也能感受到了天地灵气的实质化 无形冲刷下 让他们的身体 经过了一场来自天地灵气的洗礼 从今往后便将百病不生 强者突破境界 本是难得一见 难得一寻的惊天机遇 五修者见之 对日后的武道境界 也会有着强有力的促进 普通人见之 日后踏足武道 也会得天独厚 在天地灵气的疯狂涌入 流变体内所有力量的强势冲击下 咔的一声 碎裂之音 在流变体内世界 一个如天坍塌的声音破碎了 也正是这一刻 流变本来微压此界 令此界虚空惊疼不已的能量疯狂攀升 丹田之内 本来便超过同阶层数倍的钢气再次攀升 呈现已倍速的攀升速度 整个丹田闪烁着属于暴虐的钢气光辉 形成了一片金色的钢气海洋 在丹田当中 更为显眼的乃是流变炼化的各种神兵法宝 一剑一顶一喜一榜 皆是最上等的神兵法宝 在流变实力攀升下 帝国晋升时 这些神兵也会随着流变一步步增强 直到成为真正的震天神器 五皇一冲天 成 随着体内能量的疯狂增进 最终流变身体气势彻底定格 五皇一冲天 可以说得上真正的强者之境 成 磅礴的气势自流变周身 向着方圆千里万里疯狂迈进 展现真正进入五皇境的帝皇之威 与此同时 与流变相生相息的主界本源 感应到了流变的突破 哗哄 流变所在的虚空 裂痕惊陷 无尽的天地灵气从虚空涌出 化作了金花显然的地涌金莲 无数虚幻的凤凰金龙 在流变的周身虚空环绕飞舞 不时发出了阵阵喜悦的嘶吼提名 好似在庆祝流变踏入了五皇境的行列 真正的强者之列 皇上真的是传说中的真命天子啊 天地都为皇上庆贺 无数炎皇民众看到这一幕 龙飞凤舞 天地庆贺的场面 都是不由想到 心中对大汉帝国的归属感 更是直线攀升 五皇境 不愧是属于真正的凡俗顶端强者之境 朕所拥有力量 比之前半步五皇境时 至少要强了十倍 如若现在 朕与之前的我对抗 一招足矣 此等力量 五皇境顶峰也休想在朕手下走过半招 仅依靠帝皇剑 五皇四重天 朕也可以一战 如若使用朕所有的神兵法宝 底牌全出 五皇五重天 朕也可以翻手镇压 感受身体当中的磅礴力量 流变目光当中尽是野望 来到此界唯一的目的 终于达成了 戴德回归主界 将五个世界本源全部吞噬 促使大汉主界晋升为高五 便是征伐风云 军临风云之时 与此同时 120万大军在此界横扫了一圈后 美帝 沃日 阿三等敌国 已经被帝国的胸威扫灭 而躲在美帝黑宫安全室内的特普达等敌国首脑 也被赵云麾下的将士一国端全部勤拿 启奏皇上 此界敌国已经全部清扫完毕 完全纳入帝国掌控 敌国首脑已全部勤获 恳请皇上发落 孙策带领着一万战绩 压借着俘虏从美帝境内飞速而归 跪在地上 几十个狼狈灰头土脸的首脑 被将士压借着 跪在了流便的身前 恶魔 皇帝 不不 尊敬的皇帝陛下 不要杀我们 我们愿意臣服于你 我们会替皇帝陛下管控好一切 当特普达等首脑抬起头 看着眼前的威势身影 都是一改往常 只有落寞 国破家亡的落寞 可以说他们再也没有了翻身之地 特普达 安倍 文在眼 都是老熟人呢 没想到在这里能够看见你们 欢迎来到炎黄做客 这时 炎黄众多高层走了过来 看着这些跪在地上的人 都是嘲讽不断 笑容也是极为开心 曾经斗了那么久的老对手 现在全部跪在了自己身前 这不得不说是一场惊世骇俗的大胜利呀 斩首示众 刘便轻瞥了这些人一眼 冷冰冰吐出了四个字 虽然这些家伙听不懂汉语 但是能够感受到冰冷的杀鸡降临 当即一个个都是面色发寒 吓得瘫软在了地上 遵旨 一百多个虎背熊腰的将士 直接扬起了手中的斩刀 呼啸一声 几十个人头落地 也宣告着 曾经与炎黄针锋相对的几十个国家首脑 全部毕灭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嘉音宝 全部斩首完毕 恳请皇上训事 领头一个将士恭敬向着流便禀告道 嗯 流便微然一点头 看向了孙策 传指于赵云 白起 李牧 驻军与此界 清理一切障碍 至于此界是否与帝国其他世界连通 须封界三十年 将此界人性格磨灭 朕不希望日后有人要反抗朕 臣遵旨 一定将皇上原话转达给三位上将 孙策恭敬道 至于你等 流便目光回转 看向了原本炎黄的众多高层 此番 你等也为帝国立下了功勋 免于同族相战 朕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替朕管辖此界三十年 三十年后 朕会将你等接引至主界 第二 直接随朕前往主界 你等如何选择 流便目光一定凝视着这些忐忑的高层 直接前往大汉帝国的主界 那个传说中的天界 对于这个选择 众多炎黄高层都是一阵炙热 如果能够进入天界生活 那可是真正的顶峰啊 但是 诸多高层不蠢 他们自然也能够看出 流便给予他们两个选择的原因 如若选择直接前往主界 只怕日后会再也得不到什么 可如果替流便管理此界三十年 时间过后 再前往帝国主界 只怕会有着流便赐予的机缘 熟强熟弱 自然可以分明 皇上 我们愿意留在这个世界 替皇上管理此界三十年 元首脑思虑一阵后 直接对着流便说道 说实话 执掌此界 不仅仅是执掌炎黄 这可比以前的权势要大上了上千倍 不是所谓的联合国 而是真正的执掌世界 很好 你们没有让朕失望 看着他们的表态 流便威严的面容 也是露出了一抹浅笑 随即 大手一挥 一股精脆的能量 从大手当中射出 朝着眼前的高层 落了过去 这是 众多高层表情一惊 随后露出难言的欣喜 他们感觉身体内外 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来年迈的他们 生机也将要走到尽头 但是在流便的能量加深的一刻 他们感觉自己老迈的身体 好像正朝着年轻进发 眨眼间 他们本来花白的虚发 就已经变成了乌黑 恢复年轻 在流便的实力下 一缕钢气都能够让他们 蜕变成五魂镜 但是没有必要不是吗 三十年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是为了免决意外 为了让他们有寿源管理 将他们的身体调理一番就成了 而且 流便在刚才帮助他们 恢复年轻的一刻 流便已经往他们的身体 注入了一缕能量 柔弱胆敢玩什么心思 一念便可解决 此界之事已毙 朕也该离开了 流便缓缓腾空而起 环视这个已经被核弹摧毁的差不多的狼藉世界 直接飞入了天宫当中 至于这个世界的核辐射 主界本源如今已经成功掌控了此界 所谓核辐射也会在他的法则之下快速消逝 正所谓一点 所谓此界的科技力量 在法则力量下是渺小的 恭送皇上 大地上万众战绩将士恭敬败道 核枪实弹的炎黄士兵 也是纷纷跪倒行礼 此刻的他们为流便的强大所舍 也是新生归属 还有对流便的敬畏 回到天宫后 空间之门再次开启 定格在虚空之上的天宫 骤然而动 朝着空间通道飞射而去 眨眼间便消失在了此界 破空归于了大汉主界 伴随着 此界流便前世生存的现代都市世界 已经成功攻陷 只能另外四大世界被主界本源吞噬 高五世界有望 回到大汉主界后 本源 流便居于天宫之上 对着空无一物的虚空喊道 顿时 虚空波澜一现 直接裂开了一个窝口 闪烁五彩法则光芒的主界本源 出现在了流便的身前 雀跃飞舞着 显得很是沸腾 不错 吞噬了这个科技世界的本源 自身本源力又精进了不少 距离晋升高五 再一次拉短了 流便凝视着本源 足以将整个方圆万里都覆盖的意念 落在了本源意识上 一感应 便知本源力强弱 到达五黄境后 流便可不仅仅是实力的晋升 更是内外外在的晋升 在科技世界时 流便只是感受了能量层次 没有太过可以的发掘自身的内在蜕变 毕竟 如若他全力爆发属于五黄境的全部力量 整个科技世界都会陷入毁灭动荡 一个低五世界 根本无法承受流便这等境界的强者 所以 等回了大汉主界后 流便便迫不及待的将自身的力量 全部展现而出 五黄境的韬然伪力 而结果便是 哪怕是无限接近高五的大汉主界 都是引起了方圆数万里的虚空震荡 乱流惊陷 好在有主界本源及时梳理 才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这一番尝试之后 流便完全知道了自身实力的强弱 原本在武王顶峰时 意念力全部展现 最多覆盖千里范围 但是晋升五黄后足足翻了十倍 达到了万里的恐怖 这也就是说 只要流便将自身意念全部施展 意念笼罩万里之内 没有任何人或物能够逃脱他的窥探 还有 在晋升五黄境的一刻 肉身也是得到了极大的蜕变增长 本是地阶第一品神兵的层次 直接攀升到了地阶中品的神兵强度 堪称恐怖 丹田刚气 意念 还有肉身的蜕变只是三个部分 还有一个最令流便激动的 那便是体内五魂在晋升五黄境后 又一次凝石蜕变 流便地皇领域一展 也不再是覆盖千米 而是万米 如同意念覆盖一样 足足攀升了十倍 这些攀升 皆是流便实力的实质化 强大的底蕴 嗡嗡 听到流便的话 主界本源显得非常雀跃 环绕不断 四大上将将会尽快 将其余四大世界击溃 到时你便可以顺理成章地 吞噬四大世界本源 晋升高五有望 流便威严一笑 对着主界本源说道 虽然主界本源入侵 吞入了五大世界 但是想要从根本上 吞噬那世界的本源里 必须有来自帝国大军的配合 将那个世界的一切击溃 主界一时才能将一切的本源 尽数吞入 还剩四个世界 便让他们折腾去吧 朕正好突破五黄境 闭关一段时间 流便目光扫视了一眼前方的空间之门 微然一笑 直接转身进入了天宫深处 却是闭关巩固刚刚突破五黄境的修为去了 长长世界 此次五个世界当中 唯一一个达到了中午的世界 一般来说能够达到了中午 其世界内必定拥有五宗境之上的强者 但是这个世界是一个例外 因为他们人类的武道实力普遍不强 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午世界 全因此界不同于以帝国征伐的任何世界 因为此界以负面情绪而宁 世界内杀伐不断 遍布煞气 煞气种种负面气息 从而导致此界产生了一个恐怖的凶兽 陶梯 熟读神话的人想必都知道 陶梯 传说中为龙的九子之一 这个说法得到无数人的广为人知 但是却不是根本 陶梯并不具备神龙拥有的正面信息 而是聚集所有负面乃是世间最恐怖的凶兽之一 陶梯的恐怖在于其吞噬任何事物 人类 生灵 还有资源 只要被陶梯看到 就会全部被吞入他的肚子里 这个长城世界当中便拥有着一只陶梯 而这个陶梯比神话中的还要恐怖 因为他只要吞噬了资源 便可以无限分化出子体 无穷无尽的陶梯兽君 也许正是看中了陶梯无限分化子体的特征 刘变便选定了这个长城世界 如若将陶梯驯服 给予他无尽资源吞噬 分化成无数子体 那样 刘变便可以组建凶兽军团之一 陶梯军团 一个全新的陶梯战绩将产生 陶梯战绩 持奔在诸天万界 那是何等的一幕 五方神兽军团 聚集五方神兽 五方凶兽军团 刘变也同样要聚集五方凶兽 这滔梯就是其中之一 此界人类 为了抵御滔梯的凶威 在中原国度 宋国的边境 花费了无数人力物力 铸造了一座横跨百里的长城 长城之上 数十万由宋国组织的大军 驻守在城墙各处 但是 看似威势的军容 却是都带着一种疲惫之色 陶梯为凶兽 不知疲惫 但是他们是人 不能和陶梯相比 而且他们大部分的五到十力 也仅仅才后天静 并且还是后天往下走 实力弱小 不好了 掏梯杀来了 快上城防御 这时 伴随着一声惊恐的声音 顿时点燃了整个城楼上的疲惫 所有宋国士兵在一瞬间恢复神采 全部握紧了手中的兵戈 凝重地盯着城楼之下 同时 几个宋国的大将身着不同的甲咒而来 也是快速朝着城墙上聚拢 这几个大将 乃是镇守着长城军队的各大主将 其中一个身着蓝甲的女将 一脸英姿俏容 神采高挑 显得格外神采 正是这长城当中的守卫大将之一 林梅 贺军主将 之后还有少殿帅 雄军主将 还有陆军 虎军 可以说这个长城内 概括了宋国所有的大军 这是第几次攻势了 林梅冲着麾下士兵问道 禀告将军 这已经是今天的第六次了 一个士兵恭敬回道 文言 所有将领的脸色都是紧绷在了一起 该死 逃避的攻势越来越凶猛了 再这样下去 只怕有一天真的会攻破长城 冲入我大宋的境内 少殿帅宁正说道 我们只能尽可能将逃避阻挡 如果真有那一天 为了天下苍生 我愿意与逃避决一死战 誓死不悔 林梅 英荣的脸上闪过一种硬气 林梅将军说的是 我们都与这长城共存完 绝对不让涛涕踏入我大宋境内半步 其他主将纷纷说道 也正在这时 嗷 嗷 长城之下 传来了凶利到极点的怒吼声 放眼向下一看 穿过层层云雾 看到了数以十万计的庞大凶兽 朝着长城冲刺而来 这种凶兽正是涛涕的子体 大小基本上都是五六个人大 除了少数更强的更大一点 而他们的样貌却是一模一样 阳身眼睛在叶下 胡齿人爪 长了一个巨大头颅 猙獰的大嘴 其中的獠牙 闪烁着冷厉的狠光 凶兽本无灵 但是这些掏剔组织完全有序 亡命般的朝着长城攻击着 好像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 攻破这个长城 吞噬一切 掏剔的攻势越来越凶猛了 我们绝对不能有任何留守 杀 林梅还有几个主将同时嘶吼一声 数十万宋国士兵嘶吼着 手中的头枪弓箭 朝着长城之下疯狂释放着 凌厉的攻击朝着下方数之不尽的凶兽 射击着阻挡着 来自凶兽的恐怖之危 但是 看似足以对付普通人 足以覆盖此界国家的武器之危 在饕餐的神兽 却是不得呈现 面对长城上轻浮的杀机 饕餐并不是呆板之冲 而是从容的躲避着 相对于这些驻守城楼的宋军 饕餐的个体实力 每个都是堪比后天境高级之上 少数更是达到了堪比先天境 武魂境的武修强者 在上方如同暴雨一般的攻击 只有少数的饕餐被上方的攻势击中 残倒在地 但是没有被击中要害 却仍然是前行之冲 淘汰 浑身上下只有一处弱点 便是他们大眼的所在处 几位大人 千万不可留守 杀 临眉低喝一声 腾空而起 武魂境的实力展现 手中的剑刃带着兄弟剑光 朝着下方的掏剔斩了过去 一剑下 数十头掏剔远命 杀 其他几个主将见此 各自不再留守 疯狂展现杀机 在他们身处宋军顶端的实力下 普通的掏剔 根本无法挡住他们的杀机 将军神威 杀 几个大将的威势 感染了城墙上的宋军 让他们士气大震 疯狂向着下方攻击着 大战处于一种不间断的胶着 与此同时 在长城顶端虚空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佳音宝 与此同时 在宋军与涛涕的疯狂交战中 长城顶端虚空 忽然生起了从未有过的波澜 哄哄 剧烈如雷霆的阵响 传遍了方圆千里万里 如同九十级的地龙翻滚 造成的浩荡气势 将覆盖范围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随之吸引 发生了什么 天空上面发出了震响 而且还有好强的能量波动 长城之上的宋军纷纷抬头 目光当中带着一种对天威的京剧 不仅仅是他们 就连下方疯狂冲撞的涛涕 也皆是带着一种京剧的一抬头 无灵的他们 从那天穷之上的震动当中 感受到了一种威胁感 卡 在数万涛涕 数十万宋军的惊恐相视下 无数声清脆的碎裂声 在天穷上蔓延 天裂开了 难道要发生大变 迎着所有人惊悚的目光 天穷之上的虚空 轰然裂开了一个巨口 一种极其浩荡的金光 从窝口当中惊陷而出 将这个被无尽煞气 云雾遮蔽的长城 照耀开来 吼 吼 当虚空落下的金光 照耀在了数万只涛涕的身上 让他们越发感受到了不安 疯狂的嘶吼起来 天有一变 涛涕都受到了影响 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 击退他们 林梅对着各大主将说道 这个异变兴许是对我们有利 其他主将都是明了的一点头 转过头 对着各自的麾下士兵领导 全力攻击 击退逃剃 是 数十万宋军 也是把天空上的天猎异象 看作是帮助他们的福音 士气越发冲拥 疯狂手中兵刃的杀机 吼 为天穷上的金光照耀而顿神时 好一会儿后 数万只涛涕重新回过神 继续朝着长城冲了过去 朝着高耸的城墙跳跃冲刺 不时有涛涕冲上了城楼 又不时有宋军士兵从城楼跌落 被涛涕生生咬死拖走 献给真正涛涕的母体进食 也正在又一次的大战胶灼 虚空天穷之上 那一条天猎般的窝口 再次层层开裂 那惊天的阵象 越发震耳欲聋 也正是这时 从虚空当中 一个巨大的门户凭空而现 直接从虚空当中冲撞了出来 落入了此方长城世界 将军 你们看 无数正在攻击 涛涕的宋军士兵猛然抬头 看到了足以让他们惊骇连天的一幕 一个闪耀无尽厚重光芒的巨门 处现在所有人的眼中 天门 难道是上天看到我们凡间 被涛涕凶兽虎视 要派下天兵天将相助 所有宋军眼中 都是泛出了激动的光芒 神仙之说 天界之说 虽然只是书籍记载的传说 但是他们的心中 可是根神蒂固啊 恨恨恨 大恨天威 荡灭诸敌 这时 自空间之门 传出了阵阵 涛染般的怒吼声 整个虚空都陷入了 如同波兰般的壮阔 阴波震天 难道真的要出现天兵天将 长城上 几个宋军将领 数十万的宋军 都是露出了激动的光辉 充满了期待 吼 而在下方的陶梯 也是被这惊天的阴波所射 再次停顿了对长城的攻势 惊恐看着上方的天穷 大旱战机 降临 空间之门传出一声威势大喝 顿时空间之门从环宇的虚空之上迅速降落到了大地上 轰的一声 大地剧烈一震 造成了整个坚固长城的晃动 小心 几个大将惊慌大叫道 啊 但是提醒已经晚了 数之不清的宋军失措下 竟然直接从长城上坠落了下来 沦为了下方掏剔的口石 戴德空间之门稳固立在了大地之上 门户洞开 踏踏踏 威势到极点的踏动声 属于大汉帝国的威煞军容 从空间之门踏出 一片片整齐杀鸡冲销的大军出现在了这个世界 大地上的暴龙军团出现 所以而在暴龙军团之上 上十万的翼龙战绩带着微煞 临天而现 几乎在瞬间便占据了此方长城的天地虚空 整整二十万的帝国战绩出现在了此界天地 当看到这平天蔽日的二十万帝国战绩 长城之上的宋军 城下的滔屉都能清楚的感受到 来自这一支黑甲大军的强大 以及南沿的杀鸡 军队难道真的是天兵天将 老天有眼一定是看到了滔屉祸害人间 特意派下了天兵天将前来救助 覆灭滔屉 看到帝国的战绩 宋国几个主将都是激动不已 哦 而那数万只滔屉在帝国大军降临的一刻 全部都短暂收敛了他们对长城的攻势 并且转过了身 略带京剧的看向了帝国战绩 正如之前空间之门惊现的一刻 他们感受到了威胁感 而看向这些帝国大军 正是他们所有威胁感产生的源头 大军立定于此方天地的几个呼吸后 二十万帝国战绩的目光 同时看向了空间之门 齐声大喊道 功赢上将 一个中午世界 竟然有这么多怨煞之气 真是奇怪 空间之门处 一个驾驭庞大巨龙的上将冲了出来 一身火红的战甲 手持方天化己 身上散发着一种恐怖 而令人心悸的威势 正是五方神兽军团的上将之一 吕布 当来到这方世界 感受这方世界的独特 首当其冲 吕布并没有感受到 太过浓郁的天地灵气 要知道中午世界 灵气应当是很磅礴的 可这个世界的灵气含量 竟然还不如低伍高品 严格来说 这个世界遍布最多的能量气息 是负面能量 怨气 煞气 杀气 等等 这种气息对于普通人来说 兴许难以忍受 但是对于征战了万界几十年的吕布来说 一念一扫 便清晰感受到了 看来本将还真选择了一个有意思的世界 吕布嘴角一脸 露出了一抹感兴趣的笑容 达到吕布这样的武王敬实力 出征一个普通的中午世界 倒是有些大才小用了 这也让他们有一点冲动 但是现在不同了 在二十万帝国将士敬畏的目光中 吕布驾驭着巨龙冲出了空间之门 随之门户也是重新顿入了虚空 等待吕布的下一次召唤 咦 当吕布飞出了空间之门 放眼向前一看 数万只逃剃落入了他的眼中 还有在此界最为雄伟的建筑 长城 凶兽 逃剃 吕布凝视这些凶兽一眼 瞬间便认出了他们的底细 难怪此界怨煞之气如此浓郁 原因应当就是因为凶兽逃剃了 吕布对于虚空遍布无尽的怨煞负面气息 甚至超过了天地灵气 似乎明白了 不过逃剃可是难得一剑的凶兽之一 出现一头就已经是罕见了 可出现这么多 却是一件怪事 但是吕布也有想不明白的问题 在吕布宁神思所间 帝国二十万战绩也没有丝毫动弹 静静肃力等待着 大汉帝国军令严苛 将未动兵戎止 看来此界逃剃有些了不得呀 吕布目光当中闪烁着惊芒 与此同时 那些天兵天将停住了 他们想要干什么 为什么还不对逃剃动手 快杀光这些逃剃啊 等看到帝国大军静力下来 守卫在长城之上的宋军 却是有些不耐烦了 纷纷暗想着 为何帝国大军还没有动静 帮助他们消灭逃剃 稍安勿躁 临眉翘脸微宁 远远看着前方的帝国大军 同时心中涂生一种不安感 这些军队真的是天兵天将吗 好 好 逃剃对于帝国大军的惊恐 持续了一阵后 似乎是得到了逃剃母体的命令 忽然间 全部收敛了大眼当中的恐惧 数万只逃剃 同时调转了方向 嘶吼着 朝着帝国大军所在 冲杀了过去 放弃了攻击长城 这些逃剃去攻击那些天兵天将了 我们怎么办 宋国虎军大将问道 不管他们 他们既然是天兵天将 肯定有着强大的神通 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能帮忙 雄军将领冷冷一笑 说着 大有一副坐山观虎斗 看好戏的样子 嗯 你说的对 我们还是就这样看着就行 陆军将领也是赞同的 点了点头 很快 这些宋国的将领就达成了某种共识 坐山观虎斗 不下诚与大汉帝国将领的军队 合力对付涛涕 也正是这个决定下达的同时 宋军主将之一的林梅 眉头深深的皱了起来 他感觉到了心中的不安感更甚 好像有一种即将颠覆他认知 甚至颠覆大宋国的事情将要发生 但愿我心中想着的是假的 不然真的就不好了 林梅俏脸凝重 暗暗想到 看着下方的帝国大军 也罢 本将便亲自探究这个世界的奥妙 吕布看着奔腾杀来的掏剔 目光当中没有一分惧怕 只有属于帝国上将的冷傲 帝国战绩听令 吕布举起方天化戟 微声喊道 在 二十万帝国战绩 整齐紧握手中的兵器 微微举起 做出了一副前冲的攻势 剿灭凶兽 一枝不留 吕布怒然一鹤 方天化戟猛然间一摆 压抑不动的帝国战绩 终于到了展现杀伐的时刻 骤然 大军洞 兵刃斩 哇 二十万帝国将士同时爆发了他们身体蕴含的力量 二十万先天镜之上的五修 甚至夹杂着数千五魂镜 冲销般的杀机在此界展现 天哪 这 这是 我感受到了数千道五魂镜强者的气息 甚至 甚至 还有超过五魂镜的气势 难道是传说中千年不出的五宗镜 致强者 当帝国将士展现完全气势的一刻 长城之上的宋军惊恐了 特别是处于五魂镜的宋军将领 脸色被吓得发白 感受到了一种难言的渺小感 杀 帝国将士嘶吼着纵横在大地上碾碎一切的暴龙军团出动 带着踏平一切的气势冲向了数万只嘶吼杀来的淘涕 一招而动 浮尸无尽 很快 在暴龙军团的碾压之下 淘涕的迅猛前冲下 双方大军很快来了短兵相接 眼见嗜血般的碰撞就将产生 这还是凶兽 大多玄兽的境界都没达到 蝼蚁一般 枉称凶兽 死 暴龙军团大将高顺怒吓一声 身上的磅礴针缘狂涌 五宗镜战力全部展现 一刀朝着前方袭来的掏剔斩了过去 轰隆一声 虚空层层塌陷 刀芒直接笼罩了千米 以恢弘之势瞬间角落了数百只 淘涕的身上 此界宋国军队全力难破的防御 在高顺一刀斩落下 几乎毫无防御之力 瞬间 惨叫都来不及 漫天遍布了来自淘涕的绿色血雨 碎尸烂肉漫天散落 一瞬间 淘涕便折损了数百只 将军神威 帝国将士高昂大吼一声 手中的兵刃骑骑扬起 丹田真气狂涌 朝着逃剔冲杀了过去 呜吼 无数声惨叫声 瞬时间血肉纷飞 成千上万的逃剔大头连天飞起 在此前的最后一刻 哪怕无灵的目光当中 也泛出难言惊恐 剿灭 帝国战绩怒吓一声 再动军容 疯狂朝着逃剔虐杀而去 只是几个呼吸间 之前那嘶吼兄弟的逃剔 竟然被帝国大军轻松覆灭 一支不胜 让此届最强宋国人人自卫的逃剔 在帝国战绩的实力下 如同蝼蚁一样 弹指可灭 此时此刻 驻守在长城上的宋国几十万军队 上至主将下至普通宋国小兵 全都瞪大了眼睛 泛着浓浓的难以置信 那那真的是凶兽掏剔吗 掏剔为什么会变得这么脆弱 不可能吧 虎军主将陆军主将惊恐说道 不 不是掏剔弱 是那些恐怖的黑甲大军太强了 你们发现没有 这些大军 武道修为没有一个先天境之下的 宋军唯一女将临眉 吞了一口唾沫 大眼睛当中 泛出了难言惊恐 没有 没有一个先天境之下的 这一刻 宋军大将才恍然毁神 没错 刚才这黑甲大军爆发气势的一刻 的确没有先天境之下 跨界而来 难道是比我们世界还要强大的世界 难道他们真的是天兵天将 所有宋国大将不由暗自想到 禀告上将 所有凶兽全部剿灭 恳请上将指示 高顺恭敬向吕布汇报道 嗯 吕布微微一点头 目光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家音宝 嗯 吕布微微一点头 目光在遍地涛涕的尸骸中环绕了一眼 毫无任何波澜 随即 微微抬头 看向了远方的长城 以其武王静的实力下 纵然相隔千米万里 长城上的一切也是被吕布清晰可见 军队 很好 吕布冷冷一笑 骤然意念一动 身形一闪 虚空一阵 巨龙的背上只留下了一道残影 瞬息间 在长城之上 一个散发无尽威势的将领出现 落在了几个宋国主将的身后 而后者几人 堪称这长城内最强大的武将 却是丝毫没有察觉到 吕布已经来到他们身后 你们看 这黑甲大军的主将消失不见了 虎军主将一声惊呼 吸引了周边所有人的目光 嗯 的确消失了 所有宋军主将都是点了点头 却仍然没有发现 站在他们身后 戏虐看着他们的吕布 你们在找本将 吕布保持着戏虐面容 酷声道 这一声如同雷音 在几个宋国主将的耳边乍响 谁 几个宋将心中猛的一惊 转过身 体内真元爆发 纷纷握紧了兵刃 是你 那个黑甲大军的主将 这 这怎么可能 但看到身着红甲 格外显眼的吕布 几个宋将的表情 凝结在了一起 而他们的心中 几乎都在想着一个问题 城楼上相隔之前 这个黑甲大将所处位置 至少有着上千米之上 他 他一瞬间就到达了这里 这 这哪怕是传说中的五宗镜 也办不到吧 怎么 你们不是在找本将吗 如今 本将站在你们面前 怎么都没话说了 吕布仍然戏虐冷笑 你 你 看着吕布 几个宋国主将 都是瞠目结舌 面犯惊恐 为将者 当无畏 你等却是太令本将 失望了 吕布摇了摇头 对于这几个宋将的表现 尤为失望 相比帝国大将 无论是面对多么强大的存在 也不会显露出这等不堪表现 你们究竟是谁 好一会儿后 宋将临媒压着声音问道 我们是谁 听到这个问题 吕布冷峻一笑 大汉帝国 青龙上将吕布 奉大汉天子之命 平定此戒 先本将给儿等两条路 第一 打开城门 投降于帝国 第二 五帝国大军攻陷此城 当平儿等 吕布语气带着浩然的上国霸道 大汉帝国 上将吕布 平定此戒 你们不是上天派来对付陶涕的 闻声 几个宋将更是惊恐失色 城门绝对不能打开 一旦打开 掏剔就会有可乘之机 深入我大宋内部 到时黎民百姓将会遭受无边苦难 我们绝对不会答应 林梅很是倔强地说道 是吗 吕布冷冷一瞥 大手一挥 一股强横的气浪摆动 直接将这林梅打得吐血倒飞了出去 所谓此戒顶峰站立的五魂镜 在吕布的手下是何其的不堪 将军 周围士兵大惊失色 全部聚拢过来 谨慎地看着吕布 可是无论是谁都不敢动手 大汉帝国天威 尔等蝼蚁胆敢反抗 吕布冰冷道 你们是要往我大宋的 少殿帅颤声道 本将不想再与尔等多言 既不开城 本将便亲自打开 吕布冷漠地一摇头 也不想再浪费时间 手中的方天画戟悄然抬起 暴虐的刚气在画戟上汇聚不断 目光一领 锁定此间下方的长长地面 突然 画戟一扬 暴虐的能量朝着地面挥斥地过去 不要 倒地的林梅 还有几个宋将惊恐大叫道 长城 这可是他们宋国耗尽了数百年的时间 才铸造而成的 如果打开 陶剔就将以决堤之势 涌入宋境 整个宋国都会陷入水深火热当中 吕布又岂会听这些蝼蚁所言 轰隆 画戟能光 狠狠积在了长城地面上 坚固的长城 哪怕是五宗境的强者 也休想一击得开 可是在吕布的随意一击下 如同破碎豆腐渣一般 轻描淡写间 数千个宋军被化己之芒吞没 上千米的长城层层开裂 继而直接坍塌 号称此界最坚固的攻势 豁然显出了一个横跨千米的窝口 长城 坍塌了 完了 滔剔进入 我宋国将水深火热 几个宋国主将双眼无神 透着惊恐 数十万宋兵 好像看见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 混蛋 你们不配是天兵天将 我们喝他拼了 虎军将领大喝一声 握紧手中的兵器 朝着吕布冲了过去 杀 几个宋国主将全部响应 全部朝着吕布杀了过去 四面八方还有成千上万的宋军 朝着吕布扑了过来 蝼蚁之力安敢抗天 吕布扫视方圆围攻而来的宋军 冷意上扬 磅礴钢气呼啸而出 方天化己带着肃杀的光芒 向着四面挥动 数十道挤芒惊现 将四面冲来的宋军碾灭 以吕布五王静的力量 对付这些先天境斗不到的宋军 如同巨龙遇上了蝼蚁 弹指可灭 而等选择毁灭 本将成全而当 大汉战绩听令 杀 一个不留 吕布方天化己高举 一道挤芒冲天 顿时间 远在数千米之外的帝国战绩 如听天令 全部动了起来 汉 汉 汉 大汉天威 荡灭诸敌 杀 二十万凶煞战绩顺然而动 屏蔽天空大地 朝着正前方的长城 撵了过去 骤然 大地震动 虚空惊毫 一场属于大汉帝国 在此届的首战产生 驻守长城的宋国守军 皆是宋国精锐中的精锐 但是 面对来自上界的帝国战绩 却是显得脆弱不堪 在帝国战绩迅猛的速度下 很快便短兵相接 十万亿龙战绩 众奴锁定 狂逃剑羽化作收割的利器 掠夺着一个又一个的宋军性命 大地纵横的暴龙军团 透过吕布机的坍塌的豁口 冲入了长城内部 大杀四方 只是几十个户席 数十万的宋军便被战绩 威杀的所剩无几 大宋的将士们 完了 长城这一次完了 我大宋子民完了 几个残倒在血泊当中的宋国主将 看着这碟穴一幕 被碾压的一幕 面露绝望 宋国经营了数百年的长城 纵然滔剔连连攻击也击溃不得 可是在如今的天降凶军下 沦为了破碎 数百年的大忌 在今天一朝沦丧 与帝国为敌者 杀无赦 吕布腾立于虚空之上 俯瞰着这一边倒的屠杀一幕 面露猙獰 先前吕布已经给过这些人机会了 奈何他们不珍惜 既如此 那就用帝国的铁血杀戮 让他们屈服 你们几个准备好迎接死亡了吗 吕布目光悠悠一转 落定在倒在血泊当中的几个宋将 要杀就杀 我们宋国没有贪生怕死之辈 少殿帅怒目直视 成全你 吕布冰冷一笑 掌心间凝聚一道力然 直接朝着少殿帅猛击了过去 砰的一声 脑僵蹦裂 当场毕命 少殿帅 几个宋将惊恐喊道 眼中透着绝望 你们哪 想死还是想活 吕布再次出声道 活 活 我们想活 虎军陆军主将慌忙道 眼中带着强烈求生欲念 贪生怕死之途 吕布冷力一闪 掌心再次示出了两道杀机 两个贪生怕死求饶的宋军主将 步入了少殿帅的后尘 当场毕命 你想死还是想活 吕布目光落定在宋国残存最后一个将领身上 也是唯一的女将 杀了我吧 林梅愤怒地看着吕布 如同看恶魔一般 仇恨 还有一种发源于心底的畏惧 怎么 想带着你的手下和你们全部陪葬 吕布大手一挥 环视方圆艰难抵抗帝国战机的宋军 就算我投降 你会放过我吗 不必如此羞辱于我 林梅冷声道 那可不一定 你和他们不同 你是一个女的 姿色也不错 如果 吕布目光在林梅身上上下扫视了一圈 看得后者浑身发冷 随而道 如果将你献给我大汉天子 想必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妄想 是可杀不可辱 有种你就杀了我 林梅愤怒骂了一句 挣扎着站了起来 再次朝着吕布攻了过去 不 杀了你 本将怎么知道此界的情形呢 吕布语气冷忧 一道能量是出 直接将林梅禁锢其中 无论后者如何挣扎 都难以脱身 全军听令 收押俘虏 吕布刚气加持于咽喉 大声令道 尊将令 二十万战绩 一改杀伐之势 变成了击伤击败 眨眼间 残存的宋军 七八万俘虏 都落入了帝国战绩的控制 禀告上将 所有敌军已经制服 恳请上将发落 高顺酷声禀告道 现在 本将再给你一个选择 投降 本将会饶恕他们一条性命 反之 你拒绝 这些人都将和你陪葬 吕布冷冷一笑道 你怎么是如此无情 你 林梅仇恨的看着吕布 随你怎么说吧 在之前 本将已经给过尔等机会了 奈何尔等不珍惜 非要本将动手 对于来自敌人的痛骂 吕布已经免疫了 在他心中 唯有强者才能主宰敌人的命运 弱者 再痛骂也是虚假 这也是吕布 在五方神兽军团上将中的特性 脾气暴力 性格最让人捉摸不透 总之 在吕布来到这个世界开始 便是抱着嗓面一切阻挡之地 绝不留情 至于留下这个林梅一命 也是有两点原因 第一 获得此界的情况底细 包括那个涛涕的事情 第二 如此美人 如若献给吕布心中至高无上的天子 不正是一件美事吗 我还有选择吗 林梅苦涩笑了一声 看着周围七八万绝望的目光 真正的生死都在他一念之间 我愿意投降 还请将军放过他们 他们都是英雄 抵御滔入侵的英雄 林梅语气变软 低声哀求道 如若你等之前十相 奈何会动刀兵 吕布冷冷地说了一句 随即一摆手 全军听令 占据此城 收拢降足 尊将令 二十万帝国战绩纷纷行动 全部进入了这长城之内 至于那被吕布轰出的千米窝口 帝国战绩根本没有什么在意 所谓掏剔 便让他们来吧 不过是战绩手下的陆杀对象而已 很快 在帝国战绩的铁血下 本来喧嚣的长城 也迅速恢复宁静 不过之前是由宋国主宰 变成了属于大汉帝国的管控 进入长城内部 本属于此城宋将的议事之地 如今是青龙军团将领的议事之所 在其中 吕布端坐于主位 青龙军团麾下大将 高顺 郝昭 曹姓等等 分两列就坐 而在吕布的左手下方 唯一的宋将林梅就坐 脸色很不好看 告诉本将此界的情况 逃剔乃是世间难得一见的凶兽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 还有 此界为何怨煞负面气息如此严重 吕布凝视着林梅 沉声询问道 其他青龙将领 也是头以疑惑的目光 面对吕布的问题 如今生死都被掌控的林梅 哪里敢拒绝 这个世界分为两大国家 第一 唯我大宋 地域辽阔 子民亿万 第二 在长城以西的极西之地 尚有一族国度 至于滔替之所以会那么多 说到这个问题 林梅翘脸上显露出了一抹苦笑 全是因为 滔替母体吞食了生灵 资源 拥有的能量 就可以分裂出无限子体 今天攻打我长城的数万只滔替 在真正的滔替大军下 不过是九牛一毛 这么多年来 滔替已经分化了至少百万计的滔替子体 如若全部来攻 我长城早就坚持不住了 滔替母体可以分化无数子体 这倒是一个奇闻了 看来这一只滔替很特殊啊 吕布俯着下巴略带沉思 却是联想到了此界的负面情绪 那此界浓郁的怨煞负面情绪是怎么回事 吕布沉声问道 这个世界自存在起大战不断 无休止的战乱 无休止的杀伐 所以产生了遍布世界各地的怨煞之气 陶替也是由怨煞之气的原点中心而诞生 它的出生就是要摧毁这个世界 临眉目光中带着恐惧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佳音宝 倒是与传说中的相差不远 神兽的孕育是由天地正面气息而生成 而凶兽的孕育则是由天地负面气息而生成 神兽与凶兽两个极点 两个反面 不过此界孕育的凶兽滔剔 却是与古籍记载当中的差了很多 古籍记载当中的滔剔 除了吞噬一切事物外 却是不会分裂出子体 吕布仍就是一脸沉思状 启禀上将 末将想到了一个好计划 这时殿下的高顺似乎想到了什么 忽然站起身来道 高将军但说无妨 吕布笑着说道 皇上每次选定征伐世界 都是有着属于他的定义 而这个世界定然有皇上的计划 故而末将觉得 此番皇上的计划 应当就是出在这滔剔的身上 高顺速声禀告道 皇上的计划在滔剔身上 吕布表情微宁 陷入了沉思 联想在当初决定攻法五大世界之前 刘遍宣布的决议 将要在五方神兽军团外 再组建五方凶兽军团 凶兽军团 难道 想到这里 吕布似乎想明白了什么 此界凶兽滔剔 可以无限分裂出子体 如若将其运用到帝国即将组建的凶兽大军 组建滔剔战绩 那岂不是如鱼得水 吕布面露激动的笑容 凶兽滔剔可以无限分裂出子体 可以造就无数滔剔 给予帝国将士巡化便是滔剔战绩的雏形 可以说滔剔的形成对于帝国来说百利而无一害 高将军的提议让本将融会贯通 此次祭高将军一个大功 吕布带着褒奖语气说道 谢上将 高顺不卑不亢重新坐回了位置 敢问上将 皇上令我等来到此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难道是那个什么滔剔 曹姓恭敬问道 吕布环氏殿下诸将一眼 朗然一笑 皇上派我等来此届的目的正是滔剔 所以我们要捕捉滔剔母体 献给皇上 日后靠着滔剔母体 无限分裂子体的能力 组建属于帝国的强大军团之一 滔剔战机 对呀 滔剔可以分裂子体 如果运用到帝国将士身上 那可是无数的滔剔战机呀 皇上果然对诸天万界都有掌控 此界滔剔母体的特性都被打知晓 被吕布一点名 殿下的诸将都是恍然回神 联想过后 都好似看到了滔剔战机的形成 他们真是太可怕了 居然要捕捉滔剔母兽 让他们分裂子体 组建军队 在座只有林梅一人 被吕布的狂然话语所惊 同时 他也能够看出 在座的恐怖汉将言语中 对那个神秘的大汉天子 非常遵从 一个个都是死中之辈 不由也让林梅产生了某种疑惑 让这么多恐怖的存在完全沉浮 那个大汉天子究竟是怎么样的存在 不过这些恐怖存在要出手对付陶剔 这也算得上一件好事 林梅庆幸地讲道 陶剔的老巢在哪里 吕布压下了心中明白了圣意的欣喜 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林梅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陶剔藏身在哪里 她的一切活动 一切进食 都是靠着子体 母体从来不会出现 林梅苦笑着摇摇头 看来 这个陶剔母体具备灵智 而且还很谨慎 吕布喃喃说道 上将 末将觉得 对付陶剔不急在意时 毕竟他是靠着吞噬生灵变强大 想要找到他 只要沿着他的子体行动轨迹 就能找到 现在 我们可以先将此界的国家扫灭 才行对付陶剔 高顺再次出声道 嗯 吕布稍稍沉吟思索 高将军此言大善 朱将听令 吕布微声道 末将在 殿下朱将皆是抱拳拱手 面容肃目 吴等青龙军团此次到来大军二十万 本将将其分为四路 攻伐宋国 高顺 你率领大军五万 直线进攻宋国 曹庆 你率领大军五万 从右侧进攻宋国 魏旭 你率领大军五万 从左侧进攻宋国 本将亲率五万大军 坐镇中军 负责统帅调度 如若大军遭遇宋国抵抗 杀无赦 不必留情 吕布微声令道 末将遵令 朱将同时回道 大宋完了 看着吕布朱将 首先放弃了对付 逃退 转而攻伐宋国 林梅的俏脸一片紧凝 至于你 吕布目光一转 重新落在了林梅的身上 我希望你带领麾下士兵 继续驻守长城 文言 林梅一惊 什么 我来驻守长城 现在长城已经坍塌 而且大军已经缩减了大半 逃退如果来犯 绝对不可能挡住 挡不挡得住 本将不管 逃退攻过来了 本将也不管 本将只承诺一点 如若你能坚持到 本将扫灭宋国 逃退必定会被五大汉所灭 当然 如果你不驻守长城 那也大可不必再浪费时间 正好本将利用生灵 引出逃退母体来 吕布冷冷说道 哇 我看你们都是炎黄族群 在长城后面 就是我炎黄百姓 你们难道就不肯一救 林梅颤声道 唯有融入了大汉帝国的炎黄族群 才是正统的炎黄族群 受我大汉帝国庇护 但是 此界族群并非帝国之民 吕布表情不变 冷冷道 诸天万界 炎黄族群千千亿 难不成每次遭受什么大难 大汉帝国都要出手相助不成 当初 刘变曾将庇护理念 交给了回家猪将 那便是 帝国子民方可享受帝国之庇护 不是帝国子民 皆为敌 绝不留情 包 这时 一个帝国将士跑进了殿中 恭敬跪倒在了殿中心 发生了何事 吕布微声问道 属下之前巡逻时 发现了两个异族 鬼鬼祟祟的潜入了城内 现在已经切获 特请上将发落 这名将士说道 不出意外 这两个异族就是长城世界本有进城当中的两个异族 最后打败这掏剔 还是靠着这异族才行得通 异族 吕布眉头微皱 随而立策一闪 斩了 对于异族 吕布没有一分好感 如此潜入城中 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尊将领 将士立马应下 转身离去 随即 只听长城当中的某处 传来两声凄惨的叫声 两个本来是此届历挽狂澜的一族 还未正式接触到长城 便被帝国将士斩首了 也不得不说可怜至极 今日军役便到此 今晚过后 便向宋国发动攻势 解决了宋国后 再行解决掏剔 吕布微声令道 尊将令 诸将全部站了起来 面带煞容 与此同时 在距离长城不过数百里的阴暗地狱 无数套屉子体在方圆聚集 一眼看去 全部是套屉 散发着无尽凶煞的煞位 在这无数套屉汇集的中心 一个深犹如地狱的千米地底下 更是这方圆千里万里煞气的源头所在 可恶 居然杀了本王那么多的子体 在这地底洞中 一个比外面 涛屉要大上数十倍 足有十几丈之大的涛屉呈现 俨然就是涛屉子体的放大版 其凶煞身躯 犯出的气势 比普通的涛屉 强胜数百倍 能量层次至少达到了宗寿之上 而在这头涛屉的周身方圆 堆积着无数生灵的尸体 有战死的宋军 有动物 构成了一幕尸山血海 联想一下 便知道这头涛屉的底细 那便是涛屉母体 上百万的涛屉子体 都是由它分化而出 从天而现的门户 它们绝对不是这个世界的 这个世界的人类舞者 绝对不可能那么强 涛屉母体 猙獰的大眼中带着阴郁 可见这个世界怨煞之气所诞生的凶兽 不仅仅是拥有无限分裂子体的特征 更是具备非常强大的灵性 作为涛屉母体 呆在这千米地底之下 它甚至不用出去 就能知晓外界的一切 因为它分裂而出的子体 就是它的眼睛 在空间之门降落的时候 透过子体的视线 涛屉母体也是清晰地看了出来 看来必须唤醒那几个家伙了 否则我根本无法对付那恐怖的军队 涛屉抖大的眼中 闪过一抹不甘的光芒 趴福在地的身躯一动 带着一种恐怖煞威 朝着漆黑一片的地底深入 横冲直撞 无论是地底岩石 还是什么坚硬的材料 都无法挡住它冲撞的巨曲 很快 在涛屉疯狂冲撞了数个时辰之后 在距离它之前所处位置 大概过去了数百里的地底 无穷无尽的负面气息在这地底之下狂勇 世间一切负面气息的发源地 终于回来了 我的诞生之地 当涛屉来到此处后 停止了持续冲撞的动作 猙獰的大嘴带着一种贪婪的 深吸了一口怨煞之气 四个老伙计 几千年了 你们也是要醒过来了 涛屉阴冷的大眼一转 落在了负面气息最浓郁的中心 顺着它的目光看去 四个达到十几丈的巨弹 屹立在了它眼前不远处 每一个巨弹都是呈现漆黑阴沉 不含诞生生灵该有的灵性 充满了暴力 充满了凶煞 可以感受到弹壳上 弹壳内部 遍布着无穷的怨煞之气 看到这一幕 不难猜出 这四个巨弹中 孕育着一种堪比涛屉的恐怖凶兽 与涛屉是同一级别的 如果不是遇到了对付不了的家伙 我还真不想把你们唤醒 涛屉看着四个巨弹 大眼深处闪过一抹不愿 作为第一个苏醒过来的凶兽 涛屉的野心是极大的 想要占据整个长城世界 吞食一切 如果让它眼前的四个凶兽苏醒过来 那它的霸主地位就没有了 但是很无奈 它现在也没有了办法 因为它遇上了对付不了的敌人 大汉帝国 青龙战绩 老伙计们 苏醒吧 让这个世界在我们凶兽一族的铁蹄下颤抖 讨替巨大的爪子扬起 大嘴咆哮般嘶吼着 下一刻 从它庞大的身躯上 狂涌的负面之气 朝着眼前的四个巨弹涌了过去 得涛涕的负面气息加持 巨弹之上 本来能遇到极点的负面气息 如同遇到了一个眼子 被点燃了一样 顿时间 四个巨弹的外壳上 呈现了一条条显眼的裂痕 凶煞的气息 在那裂痕当中 无尽惊现 隐隐间 还听到了冷厉的嘶吼声 从弹壳当中传了出来 整个地底世界 都被一种浓郁的胸威所遮蔽 咔 弹壳破裂的声音 四颗巨弹 完全呈现破裂状 吼 骤然间 四声彻底显化实质的怒吼声 惊笑而起 轰隆一阵 四声巨响 无尽的煞气 在一瞬扩散开来 逃退 发生了什么事情 居然让你把我们提前唤醒了 贪婪的逃退 这不像是你的作风啊 难道这个世界已经被你占据了吗 世界 哈哈哈哈 我们凶兽归来了 煞然一眼看去 逃退的身前 多了四头与他大小相近 皆是长得奇形怪状 散发恐怖凶威的巨兽 仔细端想 一头 他身形肥圆 长得像极了一个球体 浑身像极了火一样同红 背部长有四只肉翅 腹部之下六条腿 但是最令人怪异的是 他并没有五官 这正是神话传说当中 五大凶兽之一的混沌 二头 他的大小与掏剔相差不远 外形像虎 却是披有刺猬的毛皮 尖锐横生 而在他的背部 却是长有翅膀 正是五大凶兽之一 穷奇 第三头 其形状长得像老虎 可是浑身披满了犬毛 长着一张恐怖的人脸 下身虎足 面带猪口牙 尾长一丈八尺 凶神恶煞 五大凶兽之一 陶悟 而第四头 最终香气着一柄 锐利宝剑 长得极其凶恶 怒目而逝 刻露于刀环 剑柄吞口 正是五大凶兽之一 雅字 传说中的五大凶兽 诸天万界 有许多世界都难以寻觅到 但是在这个长城世界 不过中午的世界 居然全部出事了 老伙计们 终于出事了 对于四大凶兽的话 陶梯没有表现的任何异装 凶兽之所以是凶兽 便是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道义 都是以各自利益为中心 套屁 说吧 遇到什么事 居然让你把我们唤醒 牙字冷冷道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 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佳音宝 姚字老伙计 别一出事就对我这么莽撞 我们同为凶兽一族的 荣辱与共啊 陶梯大眼一眨道 我们是一族不差 但是你陶梯如果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绝对不可能提前唤醒我们 牙字依旧态度冷冽 所谓牙字必报不是没有道理的 只要记恨了一个人 那就会永远记恨下去 自己报复 很明显这么多年来 陶梯一直没有唤醒他们 牙字已经记恨上了 哈哈 哈哈牙字火记名是礼啊 说到这儿 我也就不对各位兄弟废话了 现在人世间遇到了一个变数 陶梯大笑了一声后 话语变得阴沉严肃 什么变数让你都无法解决 难道这六十年来 人类的武道实力又增强了 琼琪疑惑问道 长长时间 凶兽每逢六十年一苏醒 但是这一次 陶梯苏醒后 并没有将其他四大凶兽唤醒 也是抱着撕心 不是人类武道实力变强了 而是 陶梯大头表现出一副沉重的表情 将空间之门降临 帝国战绩跨界而来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四大凶兽 按照你的意思 那个从天而降的门户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更强的世界 混沌的声音透着一种阴沉的意味 对 我亲眼所见 可以肯定 而且 那个世界的资源应当比我们现在处于的世界更多 陶梯肯定了一点头 眼中也是浮现一抹贪婪 那岂不是说我们可以顺着那个门户进入那个世界 大杀四方 穷奇争鸣道 凶兽不同于神兽 他们想要变强就是杀戮 无尽的负面气息 如今的这个长城世界负面气息浓郁 正是他们处于的大好世界 没错 所以我提前唤醒了你们 目的就是为了对付那一伙军队 然后再夺过那个门户 进入那个世界大杀四方 只要有着足够的怨煞之气 我们只怕会成长到凶兽的最高境界 陶梯大眼中带着野望 直说吧 我们现在怎么办 直接从那军队手中夺过门户 还是混沌出声道 不 钻石不着急 陶梯摇了摇头 然后道 我可以感觉到那军队的实力很强 如果光凭我们现在的实力 只怕还不是很稳妥 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发展实力 你说怎么办 我们都听你的 混沌四大凶兽沉声道 向四面发展 吞噬了那里的所有生灵 壮大我们凶兽的实力 偷偷窃眼中闪过冷芒 争宁道 与此同时 在宋国京都 威肃的宋国朝堂上 文武群臣都是表现出一副懒散的气息 在殿堂高座上 一个年幼的皇帝坐在了上端 也是很漫不经心 报 禀报皇上 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这时 一连串惊声的高呼声 在这宋国朝堂上传荡开来 如同一声惊雷 将整个朝堂的臣子 还有上座的年幼皇帝 惊醒了过来 一个宋国的传信兵 快步跑进了朝堂 跪倒在了中心 惊慌无比 发生了什么事情 慌慌张张的 年幼皇帝吓得一跳 过了一会儿后 才压下心绪 对着下方传信兵道 禀告皇上 抵御掏剔的长城遭遇变故 已经全部沦陷 驻守长城大军数十万 已经完全失去了联系 传信兵惊恐说道 头不敢抬起 事关长城 乃是宋国真正的国运之地 顿时间 宋国朝堂上 所有迷糊的臣子 全部被震得清醒了过来 面色发寒 长城为什么会沦陷 是被掏剔攻陷的吗 难道说 掏剔已经越过了长城 攻到我大宋境内来了 所有宋国臣子表情沉重 人人自卑 掏剔之兄 吞人夺破 一旦让掏剔入 他们只怕都难逃死路 回禀皇上 回禀各位大人 小人从长城方面得到了的消息 少殿帅 虎 鹿 雄等主将全部阵亡 此刻长城 已经仅存林梅将军 带领着八万残存助手 而且 而且 说着 这个传信兵的脸色变得犹豫 而且什么 快说 否则 朕斩了你的狗头 高座小皇帝冷冷喝道 小人不敢 不敢隐瞒 长城沦陷并非掏剔所为 而是从天而降了恐怖的黑甲大军 攻入了长城 杀了我大宋的几个大将 数十万将士 至于林梅将军为什么还在长城助手 有消息称 林梅将军 已经投敌了 传信兵磕头说道 惊恐无比 林梅投敌 这怎么可能 他对我大宋的忠诚不容质疑 为什么会投敌 从天而降的黑甲大军 莫不是从极西之地跑来的藩邦一左 宋国文武朝臣都是表情凝重 那些黑甲大军是什么来历 小皇帝问道 回禀皇上 根据消息说 那伙大军是来自上天 传信兵说道 他们既然是从上天而降的大军 那应当就是对付涛涕而来的 为什么要对我大宋的将士动手 小皇帝很是不爽地说道 皇上 老臣觉得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说不定是上天大军降临时 长城的守将有什么失礼的地方 这才招惹到了上天大军的愤怒 一个宋国朝臣说道 嗯 如果真的是误会 抚平了就行了 不过上天大军既然来到了朕的天下 那也必须遵循朕的命令 此番大动干戈就算了 只要他们能够帮助我大宋对付涛涕 改日朕一定会为上天奉上最上等的祭品 小皇帝一副非常高傲的样子说道 皇上所言极是 宋国朝臣都是恭维说道 但是 传信兵的脸色却是出奇的怪异 看着一片热烈的朝堂 欲言又止 既然事情已经清楚了 上天之君与我大宋诸君之间的交战是误会 待会儿朕安排人过去抚平就是 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小皇帝看着跪着不动的传信兵道 皇上 那些大军虽然是上天降临 但 但并不是帮我大宋对付涛涕的 根据边关传来千里急报 黑甲大军已经朝着我大宋境内深入而来 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目的是恭我大宋 什么 上天之君 恭我大宋 本来还为上天之君下凡 前来帮助他们对付涛涕而欣喜的小皇帝 听到这一句 吓得一跳 差点从黄座上栽倒下来 难道从一开始 他们就不是前来对付涛涕 而是对付我大宋的 小皇帝瞪大眼睛 大声道 同时他也完全失去了本有的淡定 惊慌失措 作为一个皇帝 他对自己的命可是看得非常金贵的 报 皇上 不好了 西边边城雷阳城失守 二十万大军覆灭 报 皇上 中部地区城池吴郡失守 十五万大军覆灭 报 西边北境城池失守 二十万大军覆灭 坏消息一重接一重 朕的小皇帝表情惊恐万分 雷阳城 吴郡 北境城池 这可是我大宋的三大军镇重城啊 五十五万大军 怎会覆灭得如此之快 太可怕了 宋国文武也皆是惊恐失色 久久不能回神 这三座城池 乃是宋国为了防御 掏剔布下了一个后手 如果长城被掏剔破了 尚有着五十五万大军助手 能够阻挡住掏剔 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一个后手没有隐在掏剔手上 而是隐灭在了他们从未接触过的强大国度之下 怎么办 朱爱卿 朕该怎么办 小皇帝眼中带着惶恐 求助地看着他一殿的臣子 皇上 臣等 臣等也无能为力 宋国臣子一个个 你看我 我看你 都是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 宋国 除了前几代的皇帝 后背几乎都是酒囊饭袋之辈 无为 你们太让朕失望了 看着一众手下的表现 小皇帝很是愤怒的一摆手 也就在宋国朝堂一筹莫展之际 宋国皇帝 本将给你实习时间 立即给本将滚出来 如若不然 本将轰碎你的皇宫 一声威势冲销的怒吓声 震空传到了宋国朝堂内外 强横的力量 让宋国朝堂呈现巨阵 满朝文武立根不稳 发生了什么 护驾 护驾 小皇帝惊恐失色 躲在了皇座的后面 仓皇大喊道 但是在殿外 没有一个御林军前来 好像全部死了似的 人呐 御林军呐 诸位爱卿 你们快出去看看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皇帝从皇座后 伸出了一个头 颤声道 皇上 外面太危险 我们还是待在殿中比较安全 皇上 臣等来保护你 但是宋国朝臣 一个个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没有一个赶走出殿外 你们 小皇帝气得面色战红 十 九 八 殿外 那威势冲销的声音 再次传了过来 难不成 殿外那人真的要摧毁大殿 镇的上万御林军 难道全部死了吗 小皇帝面色胆颤 狠树也是死 朕乃是真龙 天子有国运护体 哪怕是凶兽 也奈何不了我 小皇帝给自己打着气 缓缓从皇座后面走了出来 朱爱卿 随朕出去一看 小皇帝大声命令道 是 如果小皇帝待在这大殿不出去 这些臣子还有个保护的理由 但是 现在小皇帝要出去 他们也没有理由待在这里 只能不甘心的跟着出去 在殿外 一个身着火红战甲 手持方天化己的大将 腾立于虚空之上 正是大汉帝国 青龙上将吕布 在他的下方 宋国最庄严的皇宫大殿 已经沦为了一片血海炼狱 成千上万的御林军尸体 残倒在了地面血泊当中 在刚才那一声怒吓下 因波之为震天 这些所谓御林军 如何能够抵抗五盲镜的沙威 被直接震杀而亡 出来了 倒是本将小看了儿等 吕布目光一定 落在了大殿的正门口 一身龙袍加身的小皇帝 在一众臣子的簇拥下 走了出来 当看到殿外一片尸山血海的惨剧 小皇帝吓得面色发白 你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犯入我大宋皇宫 难 难道你不怕死吗 小皇帝挣扎的抬起头 看着上空的吕布 怕死 吕布戏虐的看着小皇帝 你倒是很大胆 朕 朕乃是大宋之主 真龙天子 拥有我大宋国运护体 如果你现在离开 朕可以既往不咎 如若你冥顽不灵 朕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小皇帝以为朕设住了吕布 表情略微放松 变得更大胆起来 国运护体吗 吕布冷峻一笑 目光一扫 不错 在宋国皇宫的顶端 一条百丈气韵神龙 正虎视眈眈的看着他 若隐若现的气韵之力 庇护着小皇帝 如果吕布动手攻击 气韵神龙就会展现全力的反扑 对付吕布 小小爬虫 安敢在本将面前造次 给本将面 吕布冷视宋国气韵神龙 大鹤一声 手中的方天画戟突然一斩 刚气狂有间 带着泯灭虚空天地的威势 一挤朝着宋国气韵神龙 斩了过去 轰然震响 如同远古凶兽的怒嚎 虚空层层塌陷 数十座宫殿 直接碾灭在了画戟的胸威之下 横冲直撞 直撵气韵神龙 哦 宋国国运神龙感应到了生死危机 调动全身气韵力 龙躯一阵 直接迎向了画戟之盲 浩荡的气韵光辉 遮蔽了整个虚空 朕是真龙天子 朕有神龙护身 神龙存 我大宋不灭 神龙 给朕杀了这个入侵恶徒 当看到宋国神龙的具现化 小皇帝深受感染 手舞足蹈的高喊道 似乎吻操胜券 神龙为吾 宋国朝臣也是激动 大吼着 在数百道注视的目光中 两者浩然相撞在了一起 轰隆 惊天动地的轰鸣震动 虚空嚎啕涂塌陷 方圆百里 面对吕布 武王静强势的一己 宋国神龙泛出的气韵光辉 顿的一下 直接破碎开来 涂然的化脐力芒 直接笼罩了宋国气韵神龙全身 灭 吕布震动化脐 力量一震 完全倾泻在了气韵神龙之身 吾 一声痛苦嘶吼 从宋国气韵神龙的口中传出 自其头部开始 裂痕蔓延惊陷 直接延伸到了其尾部 败相已定 不 不可能 朕是真龙天子 神龙乃是上天庇佑的显化 那他 他怎么会败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佳音宝 当小皇帝看到自己引以为倚仗的神龙 显出败相 顿显变幻 一张年轻脸上尽是惊恐 眼中透着难以置信 神龙啊 他宋国的镇国神龙 竟然败在了眼前一个凡人的手中 这 这不可能 败得帝国笼罩时 你的气运将会被帝国尽数吞骂 安心的去吧 吕布凝视着即将步入破碎的宋国神龙 冰冷说道 如同来自上国的宣判 话音落 轰的一声暴鸣 宋国气运神龙浑身裂痕连成一线 被挤芒之力一阵 化作了漫天的气运光雨 散落在了宋国境内的虚空 面对来自五王境爵士强者的吕布 哪怕是此界的气运神龙也难有对抗之力 实力不是一个正比 这一刻后 宋国满朝上下 上至小皇帝 下至普通的士兵 都好似失去了一种什么 一种悲哀感从心底涂生 障碍解决了 该轮到你们了 吕布目光转移 落定在了小皇帝 还有一众宋国朝臣的身上 如同来自地狱的注视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针对我们大宋 这与你无缘无仇 小皇帝惧怕的说道 当我上届大汉帝国天威者 一切挡住 有什么话 下地狱和盐吗 说去吧 吕布冰冷突出 在宋国小皇帝 及朝臣惊恐目光中 方天话己再次扬起 随意一道挤盲 挥斥而出 瞬间笼罩了他们 你们是那上天大军 不要动手 朕愿意 小皇帝联想之前传信兵的汇报 想明白了过来 但是不给他任何时间 画己胸光席卷而来 一生哄鸣鸣鸣 ought bridgo 臣归臣 土归土 信国所有拳跪 乃至皇帝 乃至皇宫 全部殒灭在了吕布的 凶威之下 一网打进 全部解决了 接下来就只能帝国大军 将这宋国拳镜 掌控了 吕布扫视了一眼 已经被移为平地的 宋公 也不浪费时间腾空而动 直接朝着帝国大军汇聚而去 距离吕布率领帝国大军降临此届不过几日的时间 宋国几乎全境陷落 黄泉也是陷入了凋零 而在宋国的西边最边境长城所在 林梅率领着残部八万士卒镇守着长城 从吕布率领战绩离开那天开始 林梅以及八万残存宋军就过得胆战心惊 他们生怕滔剔以决堤之势攻来 以前长城完整时 他们尚且防御的非常吃力 而现在被吕布一击下 长城坍塌了一部分 如若滔剔来袭 他们绝对有死无生 在这种胆战心惊中 几天过去了 让林梅意外的是 陶剔军团竟然没有再来攻来 一改之前疯狂的攻势 难道是因为上次过后 陶剔畏惧大汉战绩 想起几日前帝国大军从天而降 以狂涛之势覆灭了数万只恐怖陶剔 林梅的心神就不由狂跳 难以压下这等震撼 现在大宋境内如何了 林梅微微转身 看向了手下的女将 将军 我大宋已经几尽沦陷了 现在只怕皇都都不存了 女将凝重说道 唉 也许是上天注定我大宋会有此结局吧 林梅无奈一探 面对兄弟的帝国战绩 他们镇守长城的最精锐之军 都难以对抗 更别说镇守宋国境内的普通军兵了 与此同时 在长城向西进发的极西之地 也是被此界宋国称为的蛮夷藩帮之地 怪兽 好多的怪兽 不要过来 啊 饶命 不要吃我 国王 救我们呢 此刻 无数惊慌 已经笼罩了这极西之地存在的藩帮国家 伴随着疯狂嗜血的怒吼声 无穷无尽的凶残巨兽从东边涌现 带着嗜血残忍笼罩了这极西之地的藩帮国度 见人就吞食 见人就撕咬 惨烈完全席卷 在五大凶兽的坐镇之地 伴随涛涕子体疯狂收割着藩帮一族的生机 带着无数尸体被运送到了这五大凶兽坐镇之地 好美味的尸体 哈哈 几十年了 终于再次尝到这种美味了 牙字吞食着输送来到的尸体 兴奋大吼着 这一次我们必须合力攻占着人世界 然后把人类圈养起来 那样我们就会有数之不尽的美味 穷奇吞下了几十具尸体 猙獰道 这个世界只会是我们的一个过渡战 记住我们的最终目的是那个更高层次的世界 如果到了那个世界 说不定我们还能踏入更深层次的王兽境界 涛涕说道 眼中带着野望 王兽境界 顿时 其他四大凶兽也是各自泛出炽热的光芒 那个境界层次也是他们所有的追求 作为凶兽之王 他们由此界负面气息孕育而生 而受到此界法则限制 他们最高能成长到的境界便是宗兽顶峰 向着涛涛已经苏醒的十几年 现在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宗兽高级之上 并且随着吞食尸体获得能量变得更强 而其他四大凶兽相对来说要弱一点 刚刚苏醒的他们实力才宗兽中极 但作为凶兽 他们和涛涕一样 吞食的越多 实力越强 只要我们达到王兽境界 世界将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 凶兽一族将会成为世间的霸主 涛涕大声吼道 可以看出他的野心 现在这极西之地已经被我们吞食的差不多了 下一步就是对付那另一个世界的来军 夺取那个门户通道侵占那个世界 穷奇四兽说道 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们开始分化子体吧 我们以数百万凶兽大军狂逃压境 这个世界无人能挡 涛涕冷冷道 嗯 四大凶兽点了点头 随后 他们的身上突然凶煞张扬的负面能量 整个地底都被负面能量所笼罩 吼吼 汪汪 不同的售吼之声响彻不断 顿时 惊悚的一幕发生了 以四大凶兽为中心源头 无数样貌和他们一样 但是体型不相符的凶兽子体 分化子体 此界凶兽之手具备的强悍神通 很快 在几大凶兽的权力分化下 地底下已经遍布了成千上万的凶兽子体 有穷奇子体 牙字子体 混沌子体 跑物子体 转眼间 以地底负面院杀中心为原点 地面上突然增多了数百万的凶兽大军 哈哈哈哈 我五大凶兽何力 世间何人能够阻我当凶威 陶梯看着这一幕 傲然吼道 苏醒吧 我的混沌大军 混沌怒吼一声 穷奇大军将吞灭天地 穷奇怒吼 牙字 桃物也是凶威回应 这一次分化 四大凶兽几乎没有什么保留 每一头都分化出了百万子体凶兽 这也造成了他们本来稳定在宗兽中级的境界 掉落到了初级 无限分化子体 这是属于他们的神通 但是也不可能没有副作用 我凶兽大军出动 扫灭这个世界 世界将为我凶兽独尊 陶梯高喊着 领着头 冲出了地底世界 第一次登上了陆地之上 其他凶兽也不怠慢 纷纷紧随 数百万凶兽 带着毁灭一切 吞食一切的浩荡雄威 朝着长城所在 踏足了过去 所过之地 一片毁灭之景 凶兽便是世间暗面的显化 杀戮伴随 一直以来 陶梯躲在地底世界 就是害怕人类 无休者找到他 然后群起公职 但是现在他不怕了 有小伙伴一起了 数百万的凶兽大军 五个宗兽性的强者 这个世界谁又能够阻挡 当然 他们也想的没错 如果是一开始 无数数百万凶兽大军 只需淘汰的百万子体 就能扫平这个世界 宋国的五休者 绝对难以抵挡 但是现在不同了 大汉帝国的 青龙军团降临 上将吕布 更是他们几大凶兽 向往的 王寿静同级 哪怕他们五兽同上 也绝对不可能 是五王静的对手 不过很可惜 淘汰等兽并不知道 帝国战绩的实力 不然也不会傻乎乎的 送上门去了 长城 以强势扫平了宋国后 吕布率领着二十万帝国战绩 回到了长城 准备着手对付淘汰大军 而宋国境内 则是暂时交给了 投降帝国的宋国臣子管理 在见识了属于帝国的军威后 让他们也不敢再玩什么小动作 这些天情况如何 吕布看着林梅 沉声问道 回禀上将 这几日情况安好 涛替没有进犯 不过有消息称 涛替大军全部开赴了吉西之地 林梅敬畏地禀告道 不敢违逆吕布的威严 这倒是一个很新奇的事 闻言 吕布也是略带惊异 不过随后转念一想 这涛替的头只怕是灵智不弱 居然先挑那些弱小的藩帮一族来吞食 增强自身实力 随而再进攻这长城 凶兽本无灵 只知杀戮 果然正如皇上所言 诸天万界有着太多不寻常的事啊 上将 我们现在怎么办 林梅紧紧凝视着吕布 说到底对于这涛替而言 林梅乃至这长城内的残存送军 都没有一点战意 俨然将最后的希望 放在了吕布的身上 等 吕布淡漠吐出一字 上将何意 林梅表情一宁 难道等着掏剔进攻 我们被动防守 被动防守 吕布好笑的看了林梅一眼 他有说过被动防守吗 本将可不想浪费时间 损耗军力去寻找他们 故而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 再一举击溃 吕布淡漠说着 所谓凶兽大军 在他的眼中 如同土鸡瓦狗一玩 一举击溃 听到这话 林梅不由哑然 没错呀 什么被动防守 在眼前这恐怖大军 大将的面前存在吗 当初那数万只恐怖的掏剔 不过转瞬间 便被荡灭不胜 再加上吕布 这一身恐怖的实力 数千米距离转瞬而至 绝对超过了五宗境 所谓凶兽大军 在他的手下能够逃脱吗 就这样 帝国二十万战绩将士 重新回归了长城后 并没有再次启动 什么战略出击 而是非常惬意的 在长城等候着 根据谋略心理 吕布料定 这掏剔一定会主动出击 以意待劳 何乐而不为 凶兽主动出击 已经是板上钉钉 但是吕布并没有猜到 另一件事 凶兽大军不再是百万 而是数百万 母体也不仅仅是 掏剔一职 而是概括了神话当中的 五大凶兽 穷奇 逃物 混沌 雅字 最后 逃替 很快 在数百万凶兽的浩荡 冲进下 不过五日之宫 便飞速接近了长城的前沿所在 启禀上将 凶兽宫来了 高顺禀告道 有多少只 吕布淡定问道 少说四百万只 而且 这一次有一件事 拖出了我们的预料 高顺沉吟一声道 哦 吕布摆过头 看向高顺 何事让高将军如此 凶兽大军不只是掏剔 末将麾下赤猴上前打探 发现了穷奇 混沌 雅字 桃物等凶兽子体 这也就是说 高顺的双眼凝结 此戒不仅仅是套剔一只凶兽 而是五大凶兽共存于此戒 五大凶兽共存此戒 吕布双眼大范精光 好似看到了千古美女的炽热 哈哈哈哈 皇上当初在朝会所言 将要组建五大凶兽军团 来到此戒后 本将以为只能秦获逃剔一头 方可成五大军团之一 但是还有其次不得全 但是现在 吕布大声笑着 但是现在五大凶兽聚集 对于帝国来说 可是天大的好事 戴德五等秦获五大凶兽 献给皇上便可顺理成章建立五大凶兽军团 周时帝国实力将再次攀升新的顶点 吕布目光当中带着野望 达到他如今上将之位的层次 很少有功勋能够让他动容了 但是这一次 秦获五大凶兽足以让他正色相待 末将公廷上将吩咐 高顺也是被吕布点燃了炽热 大声说道 传令全军出城迎战 本将要一举击溃五大凶兽军团 活捉凶兽之手 吕布面容一速 为是贺令道 末将灵命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佳音宝 上将一令 青龙军团二十万战绩如胸而动 飞快从长城之内冲出 整齐密布在了大地虚空之上 上将吕布 脚踏巨龙 身侧诸多大将 驾驭一龙 厚力双侧 带着天崩地裂 而不心惊的气势 静候着凶兽大军的功来 而在二十万淡定以带的战绩将士侧防 林梅率领着八万宋军忐忑以待 但愿此战战胜 否则 我中原百姓将陷入万劫不复 林梅捏紧手中的兵器 暗暗想到 心中对这一场大战 却是没有多少信心 长年以来被凶兽军团攻伐 已然让他心声灰暗 很快大军没有等候多久 在惊天动地震慑天地还宇的震动声 怒吼声的笼罩中 前方碾碎虚空的一刻到来 密密麻麻 占据了整个大地凶兽军团 横冲直撞 天空之上 更有能够飞行的凶兽之穷奇 遮蔽虚空 一眼看去 天上地下 已经没有丝毫的缝隙存在 遍布凶兽的煞威 逃剔 穷奇 逃物 混沌 牙子 五大凶兽的子体 带着各自的凶威 截然不同的猙獰 好似要将不远处的帝国战绩 生生的碾碎 这一刻 方圆千万里的虚空之上 产生了堪称恐怖的负面气息 如若是普通人 只怕会瞬间被这等恐怖气息吞没 当场避亡 碾灭他们 凶兽一族 主宰世界 吃吃 吞食一切 而在五大凶兽军团的正中心 五头庞然大物更是格外显眼 正是五方凶兽的母体 作为宗兽镜之上的他们 皆是腾空非力 胸威更是如同浩日一样显眼 果然是五大凶兽 此界垂青于本将啊 待秦获这五大凶兽 皇上一定会龙眼打跃 吕布脸上挂着难言的兴奋 凝视着前方的五大凶兽 却是对于前方的凶兽冲击没有当回事 上将 是否出击 高顺驾驭一龙来到吕布身前 拱手请命道 不 他们不会立即动手 吕布淡淡的一抬手道 遵命 高顺回头看了疯狂冲击的凶兽大军一眼 并未多言 果真 正如吕布所言 当五大凶兽组成的数百万军团 冲到了距离帝国战绩不到三百米的位置 却是突然停止了冲进的步伐 大地在瞬间落定的一刻 山川崩塌 地沿惊陷 构成了数之不尽的石柱突出了地面 果真如上将所言 他们停住了 难道他们有什么意图不成 高顺看着落定停下的凶兽军团 沉声道 还记得当初五等大军降临之刻吗 吕布威严一笑说道 难道 高顺眉头紧皱 几乎在瞬间便想明白了过来 凶兽难道盯上了空间之门 这凶兽的野心可不小啊 这个世界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 吕布悠悠说道 可是听语气当中 却是带着一种冷嘲热讽 渺小的人类 这时五大凶兽 从数百万凶兽大军当中飞了出来 用一种极其高傲的姿态 看着前方的帝国战绩 几天前 你们杀本王的子孙 今天 本王来找你们来了 涛涕嘶吼叫道 渺小的人类放下武器 乖乖让我们吞食 否则本王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痛苦 穷奇凶神恶煞的吼道 陶梯 我们为什么停下攻击 直接碾碎这些卑贱的人类不行吗 五大凶兽王一唱一和 完全没有将帝国战绩当回事 传说中 凶兽本无灵 尔等倒是让本将很是吃惊 居然具备了灵志 吕布扫了五大凶兽一眼 冷冷道 你以为本王是人类杜撰出来的那种凶兽吗 不过是你们人类故意弱化我凶兽威名罢了 陶梯毫不示弱的回道 凶煞之威展现 吼 数百万只凶兽突然怒吼起来 无尽的凶威从虚幻化作实质 朝着帝国战绩撵了过去 掀起了翻天覆地 大地怒涛的冲击力 汉威 二十万帝国战绩坦然无惧 身体当中浑厚的真气骤然调动 构成了一幕无形的光照 朝着前方的凶兽气势迎击而去 轻刻间 两道截然不同的威势 在虚空轰然一撞 如同上天审判利刃 帝国军威直接破开了数百万凶兽的组合凶威 五大凶兽想要用气势击溃帝国战绩的军容 没有做到 反倒是让数百万凶兽狼狈的向后倒退了许多步 这不可能 该死 五大凶兽王怒吼道 眼中却是多了几分对帝国战绩的忌惮 果真眼前这恐怖的军队不是他们在此界面对的那些 不错 灵智俱备 本将也能献给武皇一件大礼了 正在五大凶兽为帝国战绩惊悚间 吕布冷沉的声音再次响起 渺小的人类 你什么意思 滔替敏锐听出了吕布话里的不对 五大汉帝国将组建五大凶兽军团 如若你五大凶兽愿意臣服帝国 他日 皇上必定给予而等一场造化 如若不然 吕布目光一灵 突然落在了五大凶兽身上 该死 渺小的人类 你放肆 我等堂堂凶兽 天地都不静 你竟然让我等臣服于你的帝国 好胆 本王发誓 一定将你生吞 凶兽大军 给本王碾平这些蝼蚁 在吕布话音一落 除掏剔之外的四大凶兽被全部激怒了 猙獰的表情变得更为可怕 数百万凶兽为之怒吼 就要朝着帝国战绩席卷冲去 等等 但是 也正是这一刻 陶涕却是怒吼一声 阻止了 陶涕 你想要干什么 本王要碾碎这些该死的人类蝼蚁 四大凶兽王带着愤怒看着陶涕 充满了质问之意 面对四大凶兽王的质问 陶涕也是有苦难言 就在吕布目光落在身上的那一瞬间 陶涕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 哪怕是他无限接近于宗兽顶峰的实力 都无法想象 而且陶涕可以肯定 那绝对不是幻觉 而是真实存在的 作为一个活了数千年的凶兽 对于生死 他可是极为看重的 如果我们不臣服 你待如何 压下了心中的不安 陶涕大眼凝视着吕布 陈生道 闻声 吕布的双眼紧紧凝在了一起 杀鸡凝结而现 突然 属于五王敬强者的滔然气势 从身躯当中疯狂涌出 在这气势释放下 天地都为之一阵 大地狂惊不断 稳固如山的帝国战绩 都是向后倒退了半步 前方的数百万凶兽 更是惊恐的向后逃退 无灵的凶兽也产生了惊恐 不臣服 死 吕布猛然一鹤 手中的方天化己带着无尽杀鸡 猛然向着前方的凶兽大军 击了过去 哄 闪烁夺掠生机的几盲 破空几尺 虚空在化己之盲突袭间 层层塌陷 眨眼间 便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无情倾泻在了上万凶兽之身 被几盲兄弟笼罩的凶兽 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 防御极强的身体 被恐怖的能量直接震碎 化作了漫天的积粪 消失在了这个天地之间 吴王静一招 屠灭万众凶兽 凶威比这些凶兽更为惊天 上将神威 上将神威 二十万战绩激动高吼道 吴王静 传说中的王静强者 临眉还有他麾下的宋军 惊悚相适 这一刻他们终于知道了之前敌对的是什么样的存在 少殿帅他们算是死得冤了 临眉苦涩一笑 如若在一开始他们便知道吕布的韬然实力又怎么会敌对 如若一开始他们便臣服 哪里会折损数十万的将士 大汉帝国的将领便如此恐怖 那他们的天子该是什么样的存在 这吕布要将我献给大汉天子 感受到吕布的强大气势 临眉又不由畅想吕布所效忠的存在 那岂不是更伟岸 这一招后 敌我两方都是惊恐失色 被属于吕布的强大实力所震慑 之前猖狂无比的五大凶兽 此刻全部是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 王 王静强者 这 这怎么可能 五大凶兽全部被震得瞠目结舌 心中对自身实力的仪仗 悄然破碎开来 人类 哪怕你是王静强者 也休想让我们臣服 我们是秉承于天地而生的凶兽 世界不灭 负面气息不绝 我们便不会死 你哪怕实力再强 也绝对不能奈何我们 混沌咬着牙 对着吕布说道 没错 就算你实力强 也绝对杀不了我们 让我们臣服 绝对不可能 大不了几百年后 我们重新苏醒 穷奇三寿也是咬牙道 看得出 他们现在的话虽然很硬气 但是在士气上 已经弱了许多 世界不灭 你们不灭是吗 吕布戏虐一扫 左手突然间抬起 本将说了 不臣服 唯有死 青龙军团战将何在 吕布迪鹤道 音波震天 末将高顺在此 高顺一个纵步 从坐驾翼龙之躯 腾立而起 手中的战刀 释放百丈冷芒 末将曹姓在此 末将魏絮在此 末将侯成在此 末将好音在此 末将宋献在此 随即 青龙军团八名大将 踏空纵出 号称青龙八剑将 每一个都是泛出 骇然破空的宗师镜力量 没有一个低于宗师中级 高顺更是属于 宗师高级的存在 宗师镜力量进展 配合吕布的五王镜之力 方圆百里千里 乃至万里 都被属于帝国 武道的气势所设 八 八个宗师镜武兄 那 那张门户后面 究竟是什么世界 为什么他们的实力 这么强大 我们由天地而生 都比不上 吕布挥下宗师战将线 五大凶兽 本来已经被震慑的 惊恐难言的心情 更为苦涩 如若只是吕布一人 他们合力下 兴许还能对抗一二 可是现在 接连出现了八个 相同境界的存在 他们如何能敌 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后续就好办了 吕布暗想道 陶梯 我们现在怎么办 穷奇压低声音 求助地看向了陶梯 现在 对于空间之门 通往的另一个世界 五大凶兽 已经没有了一点 觊觎之心 唯恐避之不及 撤退 我们撤回地底 保命要紧 陶梯不假思索 急忙到 随即 猛的掉头 释出体内全部的力量 朝着另一方老巢逃窜 对 逃 其余四大凶兽 没有犹豫 紧随着逃窜 之前 他们话说的那样 有耻无恐 不怕死 但是 天底下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作为凶兽的他们 在这个世界死了后 在若干年后 的确还会重生 但是 重生之后的意识 将不会是 他们现在的意识 那和死了 又有什么区别呢 而且 现在主界本源 已经入戏了 这个世界的法则核心 用不了多久 在帝国战绩扫灭此界后 就会完全掌控此界 法则变更后 这些所谓凶兽的重生 神通还存在不存在 还很难说 想逃 吕布冷冷一瞥 脸上挂起了一抹冷笑 全军听令 诸灭凶兽大军 尊将令 二十万帝国战绩 八万投降宋军 激动回应道 顿时 二十八万大军 从天到地 朝着前方数百万的凶兽 冲击了过去 纵然数量众多 但是实力 确实大多只有后天境 先天境也是甚少 诸位将军 秦获五大凶兽 为皇上效忠 高顺力声大喝 纵身一动 化作一道电光 朝着逃窜的凶兽 追袭了过去 杀 其余几个大将 也是不怠慢 分批而动 朝着前方追袭 八剑将 八个堪称 凶威的五宗镜战将 霸道的冲击所过 无数凶兽难以抵挡 凶兽尸体 如同下雨一样 从天而坠 该死 他们追上来了 五大凶兽 感受到了背后强横的契机扑来 扭头一看 八大宗师大将的身影 让他们绝望 堂堂凶兽 竟然被卑贱人类追得如此狼狈 和他们拼了 哪怕是死 也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意识到逃脱不了后 逃替挣扎喊道 转过身 不再逃窜 朝着追来的大将迎击了上去 无尽负面兄弟汇聚 拼啦 其余四大凶兽 也是咬着牙 被迫迎了上去 不逃了 正好 高顺冷冽一笑 诸位将军 留着五个家伙一命 他们对皇上有大用 高将军 五等明白 绝对不会伤他们性命 诸将明白的点头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佳音宝 瞬息间 八个大将便包围了五大凶兽 同级对同级 但是在数量方面 实力方面 这是一场不成正比的对决 试出最强招数 不必留守 高顺力声大喝一声 针元调动 战刀如同霹雳雷霆 轰然朝着涛剔斩下 斩 曹姓等丝毫没有留守的意思 全部展现最强攻击 而在下方 二十万帝国战绩 八万宋军 完全冲入了数百万凶兽大军中 大杀特杀 无数凶兽陷入了被陆杀的爱好当中 作为凶兽首领的母体 现在已经危在旦夕 他们这些子体又哪里会拥有战力 自是节节败退 时间过去了一个时辰 伴随着一场大战也进入了尾声 五大凶兽在八大宗师镜强者的围攻下 此刻已经是伤痕累累 只有招架之功 眼看着就要坚持不住 诸位将军 最后一招 伏敌 高顺环视诸将高鹤一声 战刀上的灵力突然一斩 直接以瞬息之势 斩在了涛剔的身上 涛剔一声惨叫 身躯被刀芒劈得皮开肉绽 庞大的身形狠狠砸在了地面 斩 另外骑将面容冷肃 手中的杀鸡环绕而动 带着摧毁般的怒染 狠狠掠向了其他四头凶兽 嗷 嗚 嗚 四声接连响起的惨嚎 四头凶兽皆是被强横的能量所击 早受重创的坠杂在大地上 五个巨坑随之惊现 五凶兽残倒在其中 非常挣扎 却是再难站起 诸将下手非常的有分寸 打成重创 却是不会要他们的性命 于此大战到了这一刻 已经看见了结束的尾声 在五大凶兽被成功制服的一瞬 本已经是惨壮显出的数百万凶兽大军 同时发出了一声哀嚎 全部停下了对帝国战绩的还击 他们虽然不具备凶兽母体拥有的灵志 但是他们的命与母体息息相关 母体死了 他们一个都活不了 会直接暴体而亡 启禀上将 五大凶兽已成功制服 请上将发落 高顺高声向吕布禀告道 不愧是我青龙战将 吕布兴奋一笑 踏空飞临而来 俯瞰着下方巨坑当中的五大凶兽 直到如今 臣服还是死 想要我们尊贵的凶兽一族臣服 绝不可能 有本事 你就杀了我们 我们凶兽一族不怕死 你一个渺小的人类 终有一天会死在我凶兽一族的手下 五头凶兽凶狠地看着吕布 不屈说道 神兽拥有作为神兽的尊严 凶兽作为与神兽齐名的存在 自然也有他们的自傲 放心 你们的命运生死不是本将说了算 吕布无所谓的摇摇摇摇摇头 与不在意五凶兽的拒绝 封印你等 交由皇上处置 吕布目光一扫 大手之上浮现五团磅礴钢器 随之一动 直接朝着五凶兽落了过去 强如凶兽的暴虐的兽元力 却是根本抵挡不了吕布钢器的侵入 我的力量 你想要干什么 被剑的人类 哪怕你封印我们的力量 我们也绝对不会屈服 就算杀了我们 我们也会重生于世界 五凶兽感受身体的异状 兽精被吕布的钢器所封 此刻的他们 已经使不出一分一毫的力量 只能任由吕布宰割 你们还以为能重生吗 封印五凶兽后 吕布话语又悠悠的响起 你什么意思 五凶兽心中泛出不安感 吕布冷漠扫了五凶兽一眼 本来体现细虐的表情一收 变得无比尊敬而肃穆 缓缓抬头看天 微微躬身 大汉帝国 青龙上将吕布 恳请本源现身 吕布面带崇敬 朗声喊道 顿时 天穷之上 击线无穷电闪雷鸣 虚空塌陷不断 天 天微 五凶兽虚弱的身体 伸出一股力量 让他们把眼睛瞪大 看向了天穷 咔 虚空一裂 从天穷虚空当中 一个戴着冷漠无情的苍天之眼 惊陷于世 呈现在了帝国二十万战绩的眼前 煞世间 二十万战绩将士 八万宋军 皆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老天爷的威势 大汉 大汉帝国将士参见本源 二十万战绩恭敬丹西贵地 为何丹西 本源虽说是帝国将士的头顶老天爷 但是更高的存在乃是大汉帝国的至高天子 双西贵拜 唯有帝国天子能够受之 丹西贵拜是彰显对于天地本源的尊敬 老老天爷 天竟然是隶属于大汉帝国的 这究竟是怎样恐怖的国度啊 林梅 还有他麾下的数万宋军 全部吓傻了 老天爷 听到这个名字 便知道世间生灵对天的敬重 但是 他们看到了什么 老天爷居然在吕布的呼唤下出现了 天威 天威 五星兽为本源的出现 仍旧难以挥神 强如拥有重生之力的他们 在世界本源面前 是显得多么的渺小 他们可以肯定 如果这苍天之眼降下审判雷霆 他们与世界的联系 都会被轰得一干二净 什么重生 在苍天面前是多么的可笑 现在 你们还认为所谓重生 对吴等有威胁吗 吕布缓缓直立身体 冰冷凝视五大凶兽 如果是之前 面对吕布的这话 五凶兽肯定是不服 但是现在 他们只有发源于灵魂深处的惊恐 不敢有丝毫的反驳 最后的仪仗都被吕布破灭了 现在他们只能无助地接受 被擒的命运 高顺听令 以破甲材料铸造五座牢笼 彻底平定此戒后 本将要将这五大凶兽献给皇上 吕布微声命令道 末将遵令 高顺欣然领命 本员在上 恳请禀告皇上一句 此戒即将平定 待得凯旋而归之时 臣将为皇上献上大礼 吕布恭敬看着苍穹之上的本员 道 苍天之眼的目光 再次扫视了下方一眼 最后落定在了吕布身上 随之必合 那伴随而来的天地之威 也在一瞬间如潮水一样的退却 下方生灵都是大松了一口气 浑身放松了下来 面对天威 生灵的力量是那般的渺小 大汉主戒 天宫闭关室内 经过几日时间的沉淀 流变五黄静的修为 已经彻底稳固 浑身上下 透着一种来源于帝皇的霸道 五黄静的煞威 端得相视一眼 虚空被流变的气势 震得冲撞不断 卡 就在这时 虚空猛然一荡 本员直接顿射而出 来到了流变的身边 何事 流变缓缓睁开眼睛 目光顿射无穷尽忙 刺破虚空 本员意识在流变的面前 一改之前面对生灵的傲然天威 显得极其的温顺 随而一道光芒 直接射下了流变 长城世界竟然拥有五大凶兽 不错 五大凶兽军团的组建有望 吕布此番 却是为帝国立下了大功 流变接受本员传道的讯息 淡漠的面容上 浮现了一抹笑意 帝国之下 流变地权掌控 五大神兽军团立足了几十年 大战上千次 无往不立 但是相对于日后的征伐进度 五方神兽军团已经有所局限化 这便是流变当初朝会宣布 五方凶兽军团即将组建的原因 应运而生 相对于神兽军团的威势 凶兽军团则是越发的令敌人闻风丧胆 修为已经巩固 朕或许也该出去走走了 此番都市现代世界已经初步平定 长城世界也将定 剩下一天世界 二战世界 货比特人世界 等待平定 流变目光当中带着思虑 兴许 朕或许可以去二战世界一趟 多久未杀罚了 不知全力出手的情况下 朕能涂灭多少敌寇 流变眼中带着灵力之芒 随之盘坐在闭关式的身形一动 虚空裂开一道祸口 流变直接进入其中 挪移到了洛阳城外 空间之门的地点 而这一番破空瞬移 流变并没有借助任何主界本源的 法则力量 更没有借助领域 而是凭借自身的实力 武皇境 号称真正强者之境 已经可以掌控初步的空间力量 破空挪移 便是武皇境的强大神通 一瞬 挪移万里 并且随着实力的攀升 挪移距离会变得更远 当流变实力达到了武皇顶端的境界 大汉主界的距离 只怕也是在流变的一念之间 以天世界 一个武道实力并不高端的世界 实力最强的武修者也不过武宗境 并且也是凤毛麟角 而此刻 阎黄中原并不是掌控在中原政权的手中 而是被草原异族原国所掌控 在原国的掌控下 铲除一击 抹除高端战力 中原落入了难言的苦难当中 也正是如此 引起了中原武道势力的强烈反抗 各路起义军叠起 让原国的气数也接近走到了尾声 同时 伴随日前 主界本源直接侵入了这个世界 在暗面当中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悄然的改变 堪称中原武道圣地的武当山上 武当派创始人张三丰 抬头看着逐渐消失的天地威压 雷霆乌云正缓缓的退去 张三丰 在此界不仅仅是一个门派的掌门 更是让中原诸派向往敬畏的存在 因为他是此界唯一一个武宗境的强者 声誉与威望 威震中原江湖 更是所有人向往对抗元朝的倚仗所在 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之所以原国没有对中国武修斩尽杀绝 便是因为张三丰的存在 武宗境强者 在这个世界便是堪称和武一样的存在 天地大变 一世叠起啊 但愿不会酿成我炎黄诸族之落幕 不会让原国政权再持续下去 张三丰凝视着天威退去 表情却是异常的沉重 在此界其他生灵的眼中 刚才那几乎是转瞬间的天地威压 只会让他们恐惧无比 但是在张三丰的眼中 却是看出了某种不同 天变了 透过他本土世界晋升的武宗境修为 他感受到了这一点 但愿不会朝坏的方向发展 但转瞬一会儿后 张三丰缓缓从天穷上收回目光 摇头一探 武宗境的强者在此界武修者眼中 的确是强如第一人 但是面对天威 张三丰也是没有与天抗争的能力 禀告祖师 各大门派的人都来了 这时一个身着盗袍的武当派弟子来到 该来的终究会来呀 张三丰本来凝重的表情上显出一种无奈之色 随后转过身 在看向自己徒孙的一刻 无奈消逝 转变而来的是一种威严 召集派内所有人前往真武堂 弟子遵命 武当派弟子敬畏领命 随后离开 与此同时 在武当派最庄严的真武堂内 数百个身着各式各样服装的武修者 立于殿堂之中 概括了这个中原天下所有的武道门派 结合起来 足以让原国都为之动荡的力量 张真人弟子张翠山与魔教妖女结合 还淡下了子嗣 这对于我中原武林来说 是一个耻辱 空同派掌门 看着周围的一众人 沉声是道 嗯 空同掌门所言极是 这一次我们武大门派号召 更有几十个门派响应 目的便是恳请张真人出手 惩治这中原的不正之风 峨眉派掌门 灭绝师太也是酷声说道 对 对 两位掌门说的对 张真人作为我们中原武林的泰斗 一定会顾及我们各大门派的恳求 惩处背叛武林的张翠山 魔教妖女 还有那个孽种 十几个门派的掌门都是附和的说道 这时 真武堂后殿门大开 张三丰表情沉默 踏步而出 在他的身后 几个亲传弟子紧随 张真人 虽然是来到武当山找麻烦的 但是当看到张三丰本人 都是面带敬畏的尊称道 面对中原江湖唯一的武宗敬 他们由不得不敬重 武大门派 十几个小门派 中原武林倒是齐聚了 本座倒想知道 诸位掌门今日来我武当山 有何贵干 张三丰来到正殿中心 扫视了堂中诸多人一眼 沉声问道 张真人 我等是奉中原武林 全部武林同道的心愿 来找张真人讨个说法 灭绝师太沉声道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嘉音宝 话音落 张三丰略带冷冽的目光 投向了灭绝师太 宗师静的气势在身躯之上环绕不断 你要向本座讨说法 面对宗师静的气势 纵然灭绝师太是五魂静的高手 但是也是面色发寒 张真人 不是贫妮向你讨说法 而是整个中原武林的同道 灭绝师太强撑着张三丰的气势压迫 说道 中原武林要向本座讨说法 张三丰目光一灵 向着殿内的门派众人扫视而去 目光所过 没有一个人胆敢与之对视 宗师静的威严不容侵犯 而他们这一次聚众而来 很明显就是侵犯了宗师静的威严 如若是大汉帝国的文武 在灭绝师太说出这一句话的瞬间 迎来的恐怖就不是张三丰一样的气势压迫了 而是来自帝国威严的杀机 张三丰为何会如此顾忌 不轻易下杀手 原因无他 侠之大义者 为国为民 张三丰乃是如今中原武林最强的宗师静 更是对汉家诸族如今的惨状感到伤怀 而聚集汉家诸族的力量 反抗原国更是他生平所努力 为此张三丰必须得做出表率 为中原武林的表率 轻易杀伐之 唯恐整个中原武林师心为原国所设 这群混蛋 来之前说好一同面对 现在却一个个如同鼠辈 看着中原武林众人的表现 灭绝师太眼中闪过一抹韵怒 张三丰 你的徒弟张翠山可以归来 灭绝师太压下了心中对宗师的恐惧 再次出声道 日前已归来 张三丰深深地看了灭绝师太一眼 沉声道 武当派乃是张真人所创下的名门正派 更是我中原武林的魁首第一派 如此 当作为我中原武林之表率 可贵派弟子张翠山竟然与妖教魔女结合 还诞下孽子 魔教 人人得而诛之 而我正道第一大派之徒 竟然与之苟合 这等劣势 如若武当派不给我中原武林一个交代 张真人日后还怎么团结我中原武林 故而 灭绝代表峨眉派恳请张真人给予一个交代 灭绝师太阵阵有词地说着 一副大义凛然 为了天下武林的样子 魔教妖孽 人人得而诛之 故而 我空同派恳请张真人给予我中原武林一个交代 空同派一行人 咬着牙也是站了出来 少林寺恳请张真人给予交代 有了灭绝师太的领头后 其他五大门派掌门纷纷开口 再之后 几十个小门派的代表也是硬起头皮开口 面对着几十个门派掌门的凝视 张三丰的合法童言的表情带着一种冷漠 看着这些人的态度 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 在张三丰的心中留他 这些年来 我极力维护中原武林 稳定门派繁荣 甚至不惜以实力硬抗原国 才换来了中原武林的数百年宁静 可管他们 却是没有丝毫进取 所谓汉家诸族的荣耀 已经被他们忘怀 满脑子都只是想着自己的利益 我到底做错了没有 张三丰不由苦涩自问 现在的中原 乃至万万里的庞大地狱 皆是被原国的暴政所侵蚀 但是在所有人的眼中 只有中原武林 是天下的最后一片净土 原国似乎在顾及什么 没有对中原武林各大门派斩尽杀绝 对于拥有恐怖力量的武林门派 朝廷一样是比较忌惮的 但是这一手却是让所有人不知所措 原国没有对中原武林动手 这是为何 如若是数百年前的人物 或者是中原武道门派的典籍记载 便会发现原国为何不对中原武林动手的原因 武他 武当派张三丰 当初他破入武宗境 宗师之境 一生实力在此界可达通天 当原国要对中原最后的力量 武道门派铲除的时候 张三丰应运而出 以强势屠灭原国大军十万 武道人士不计其数 极大震慑了原国 当初的原国皇帝害怕张三丰 会对他原国权贵直接下杀手 碍于性命危机 被迫与张三丰签下了契约 原国存于一日 不会对中原武林下手 但是中原武林也必须不犯上作乱 遵于朝廷 张三丰有感 签订这契约 对中原武林百利而无一害 只要表面上遵从朝廷 暗地中可以发展势力 日后可重新击溃原国 振兴汉家国度 但是令张三丰失望了 现在的中原武林 已经腐朽到了骨子里头 唯一一个积极对抗原国 救助汉家诸族的名教 被中原武林定义为了魔教 而其他所有的武林门派 打着名门正派的幌子 大肆扩张实力 可是对于抗原 没有丝毫的帮助 甚至有些门派 已经被原国掌控 在张三丰沉浸的一刻 一时间 庄严的真武堂 呈现一种压抑的气息 隐隐间 一种诡异的火花 即将爆发 也正是这一刻 轰隆 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雷霆 在武当派的天穷上空惊响 将殿中忐忑的诸多门派之人 全部震惊回了现实 什么声音 蓝天白云 为什么会突生雷霆 所有人诧异地想到 这就是你们今日 来我武当派的目的 张三丰沉浸了一刻 清冷说道 还请张真人给予一个解答 听到张三丰的话 所有门派之人被拉回了现实 没有太过在意天穷上雷霆的一阵 如若本作不给 你等当如何 张三丰纵然是得道高人 此刻的心中 也是生出了一种愉怒之色 听到张三丰略带愉怒的语气 诸多门派掌门都是表情一宁 此番 如若他们再这样紧逼下去 彻底惹怒了张三丰这个宗师静强者 他们只怕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失去了宗师静的庇护 原国想要除掉他们 轻而易举 但是就在诸多门派掌门迟一间 灭绝失态又开口了 如若张真人执意包庇 魔教妖孽 我等正道门派也没有办法违逆张真人宗师之威 但是从今以后 我等中原同道将会离心离德 当初的抗原联盟将不复存在 灭绝师太似乎知道张三丰的软肋所在 却是仍旧没有给张三丰面子 执意地作对下去 对于魔教 灭绝失态是当今中原门派最憎恨的 曾经他的得意弟子被明教左使勾连 直到被他亲手必杀 从那以后 灭绝失态便视明教为眼中钉 当然 迫使张三丰诚治张翠山夫妇 是有他们的目的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也是各大门派的统一点 为了张翠山夫妇所知道的 金毛狮王谢迅所在 灭绝 你胆敢威胁本座 张三丰眼中的韵怒再也压制不住 本来平和的宗师气势 陡然变得伶俐 师父 却不可为了弟子而动怒 这时 一个声音在后殿响起 却是这一几十个门派 上真武堂的目标所在 张翠山夫妇 顺眼一看 一个身着武当道袍的男子 一个女子 还有一个少年小孩 快步走了出来 翠山 听到声音 张三丰本来的怒容 稍稍缓解了几分 武师弟 谁让你出来的 快回去 这里有我们就行 武当派几个弟子 纷纷朝着张翠山夫妇喊道 魔教妖女 人人得而诛之 张翠山 你迎娶魔教妖女 生下孽种 忤逆了武当派的名声 更剁了张真人的脸面 你说 该当如何是好 灭绝师太一脸杀意地 看向张翠山夫妇 哪怕是那个年幼的小孩 也在他的杀鸡范围之内 如若说男还女爱 也是违逆了中原武林的准则 那么这个过错 我张翠山愿意一力承担 但是 张翠山忏悔看了张三丰一眼 随后道 但是 这一次与我师父无关 与武当派无关 更与我的妻儿无关 一人做事一人当 各大门派如若想要处置 张翠山任凭发落 哼哼 好一个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勾连魔教之罪 我中原正道不能容忍 这乃第一罪 你与我中原正道的敌人 金毛世王谢迅击败 更是胆大包天 此乃第二罪 无论哪一罪 你都必死无疑 但只要你将功不过 说出谢迅的下落所在 我们武林正道 兴许还能对你从轻发落 空桶派掌门冷冷看着张翠山道 对 说出谢迅下落 谢迅罪恶滔天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将他无马分尸 所有门派的掌门人都是举手说道 够了 看着眼下如同菜市场一样的场景 张翠山眉宇间阴霾更甚 我说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 想要我说出谢大哥的下落 绝无可能 张翠山冷冷道 张真人 令途如此固执 只要你亲自开口 才能解决 灭绝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张三丰 张三丰冷漠的面容越发越冷 对于灭绝的不喜 已经达到了极点 只见他转过身 缓缓看向张翠山 目光当中带着一种慈爱 翠山 苦了你了 师父 徒儿让您失望了 有贝斯恩 竟惹得武当派成为笑柄 让师父脸上无光 今时今日 徒儿将会一己承担 说着 张翠山苦涩地跪在了张三丰身前 连磕了三个响头 师父养育之恩 教导之恩 徒儿今生是难以偿还了 但愿有来事 徒儿一定白死报答师恩 张翠山眼中闪过一抹决然 突然 手一动 拔出了手中握着的利刃 寒光四射而起 朝着自己的脖子狠狠抹去 翠山 爹 五师弟 诸多惊恐地大叫声 不好 张三丰表情一凝 袖袍猛地一挥 一道近忙朝着张翠山击打了过去 叮铃一声 张翠山被直接抛飞 却是被张三丰阻止了自尽 轰隆 也正在这时 殿外 那天地苍穹上 再次响彻一声震天的惊雷 但是这一次 不是如之前一样 惊雷在一声雷霆后便消失 而是轰鸣不断 伴随着还有着碎裂的翠鸣 恨 恨 恨 大恨天威 荡灭 朱迪 震天动地的嘶吼声 从四面八方的天际 传荡而来 无尽为事化作怒嚎般的凶兽怒笑 狂然向着这武当山内外的武林人士 冲击而去 整个武当山数百里 都处于一种战力当中 雷声 又响了 恨 什么意思 那是什么声音 真武堂 所有武林人士 无暇顾起张翠山是死是活 都是瞪大眼睛 感受着震天的威势 天地法则动荡 比前日的动荡更为强烈 不好 难道要发生什么大事 张三丰凝视着真武堂外 目光当中带着难言凝重 随而张三丰将目光投下了几个徒弟 看好你们的武师弟 为师出去一看 画壁 张三丰纵身一动 朝着殿外飞掠而去 消失在了一众武道人士的眼前 张真人说 天地法则动荡 难道要发生什么大事 数百年前 天地法则一变 是因为张真人 晋升武宗镜强者 难道世间又要多上 武宗镜的强者 这可是一个极大的机缘呢 如果能够看到 武宗镜强者突破 说不定日后 对武宗镜的领悟 大有弊异 诸多武道人士 带着各自遐想 纷纷紧随张三丰的步伐 踏步而出 在真武堂外 数千米的高空之上 天穹 已经层层开裂 一种无形而耀眼的金光 笼罩了整个大地环宇 千里都能清晰见到 上苍显眼了 神迹啊 上天的神迹 难道要驱除达达 救我汉家诸族 无数汉家百姓 看着天穷金光闪耀的一幕 被原国压迫了几十上百年的他们 心中生出了无穷期盼 天地法则动荡的源头 就在上方 张三丰身形脱离了地心引力 浮空在了数百米之上 抬头摇看着虚空之上的金光源头 不是有人突破武宗镜 诸多武林人士看到这一幕 更为诧异 咔咔 天地动荡不断 阵阵碎裂声不绝 转然间 一个巨大的窝口 从天穷上惊现 一个闪耀无尽金光的门户 在天穷上迅速向着下方 坠落下来 汗汗汗 那猙獰而凶威肃穆的大鹤声 便是从这掌惊天门户当中传送而出 天门 天穷上的门户 这 这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佳音宝 当看到天穷之上同立的空间门户 下方所有的武道门派都震惊了 他们当中有活了数百年 但是对于此刻的一幕 所有人都难以想象 从未见过此等场面 天门 一座从天惊现的门户 大家快散开 那座门户要落下来了 张三丰看着天穷上的门户动静 身形急忙向外一躲 眼看着 天穷上的轰眠不断 那座带着惊天威势的金光门户 急速向着下方的大地坠落而下 几乎只是在转瞬间 轰 整个方圆千里的大地剧烈震动 无数来自地底的突石崛起 高耸的武当山也是剧烈摇晃一阵 山目颤动野兽乱窜 一幅毁灭景象即将到来的场面 就连武当派最为雄伟的建筑之一 入山大门 也被这一座庞大的金光门户 直接压得坍塌 退后 张三丰面色仍旧沉重 凝视着空间门户 同时对着身后的武当派弟子连连摆手 看着张三丰的动作 其他各门各派也是不敢怠慢 纷纷退离 武宗境的强者都是如此慎重 他们这些不过武魂境的修为 还是得更慎重点 恨恨恨 大恨天威 荡灭诸敌 当空间之门落定之后 没等一会儿 滔然的军威煞气从空间门户当中绝地涌现 化作暴虐的龙卷风暴朝着四面八方四掠而开 气浪翻滚 何其亥然 好强的能量波动 啊 此界无数武林人士惊慌失措 还有许多修为不过后天 先天境界的 被这股来源于莫名的滔然雄微 直接先飞 狠狠坠倒在地 只是一个瞬间 空间门户当中的存在还未现身 强横气浪 便将这武当派内处于的数百位武林武修 给震得一片狼藉 唯有张三丰靠着武宗境的真元护体 面对这股亥然的威势 方可以轻松对待之 不过伴随着 他老脸上却是愈发的凝重 里面的存在比我想象的更为强大 但愿不会是坏事 张三丰暗想道 这门户当中是什么事物 为什么我感觉到另一面 拥有着比这武当山福利 更为磅礴的灵气 灭绝失态 还有其余四大门派的掌门 略带惊异地看着 眼中泛出一种莫名之光 这个倚天世界虽说是一个中武世界 但是底蕴却是难以比你低武极致 突破到武魂境便是困难无比 更别说武宗境 只不过张三丰却是一个例外 靠着领悟太极异境 让其破开了鸿沟 踏足到武宗境 也是这个世界唯一的武宗境 打破了这个世界本有的束缚 不得不说张三丰的天赋之强 但是这空间之门开启的那一刻 磅礴的灵气蜂涌而现 让灭绝失态等人看到了某种修为晋升的希望 机缘 天大的机缘 几个门派掌门激动响到 与此同时 空间之门的帝国大军 也终于到了跨界而临的时刻 踏踏 大地震荡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武当山 再次陷入了难以抑制的震动当中 里面要出来什么 张三丰瞪大眼睛 丹田之内的真缘调动非常戒备 哇 如同火山爆发 层层音爆阵响 一连接一连 威荣肃木 偷着恐怖凶威的帝国战绩 从空间之门踏出 好 恐怖的寿吼声 庞大凶利的暴龙踏足大地 飞天略地的异龙战绩 夺掠于虚空之上 眨眼间 便遍布了整个天地环宇 战绩出 无物能挡 眨眼间 整个武当山上 便被战绩的凶威踏足遍布 天穷环宇 也遍布恐怖的黑色凶威 整个武当山 已经被帝国战绩 处于团团包围当中 二十万帝国战绩 正式降临 来到了这方世界 天哪 这是什么军队 竟竟然从整个凭空 升出的门户当中 出现了 下方的武道人士 瞪大眼睛 惊骇难言 更有一种发源于 灵魂的敬畏 升出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援国的军队 不 不可能 援国的军队 也不可能如此可怕 几个大派的掌门 惊悚想到 从未见过的妖兽 恐怖至极的军队 上界之说 难道不是虚妄 日前天地法则的动荡 再加上近日的天门 难道就是预示 这上界之力将现 张三芳表情沉重 目光扫视着 遍布方圆的黑甲大军 透过他此届 武宗境第一人的感知 他甚至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眼下方圆的黑甲大军 没有一个低于仙天境之下的 皆是仙天终极之上 武魂境的武修 甚至都有着数百上千名之上 武魂境啊 在这个倚天世界 可是掌门层次的高手存在呀 可是在这黑甲大军当中 竟然拥有如此之多 而这些士兵坐下的妖兽 透出的杀机也是骇然 至少都是后天境的能量层次 武道大军 恐怖 恐怖至极的武道大军 这等强大的军队 哪怕是当初援国的开创之地 哪怕是最强盛时期的援国军队 也绝对望尘莫及 随便挑出一万 便能扫平整个援国 武道的力量是可怕的 竟 竟然还有我看不透的存在 当张三峰向着帝国战绩的中军扫探而去 令他更为惊恐难响的一幕 震惊心底 表情陷入了惊慌失措 此界武道第一人 变得无比紧张起来 他感受到了至少八个 八个看不透的存在 这也就是说 这二十万黑甲大军当中 至少存在着八名武宗镜之上的强者 武宗镜竟如此之多 张三峰老脸露出苦涩的笑容 恐怖的气息 这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虽然没有张三峰那般的实力 但是灭绝师太等人 也是感受到了上千道 令他们窒息的气势 不由陷入惶恐 但是对于被包围中心的武林人士的惊恐打量 帝国战绩没有丝毫在意 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把心思放在他们身上 或许在帝国战绩的眼中 这些武林人士不过只是爬虫一本弱小 随手可灭 功赢上将 在几大武宗镜战将的率领下 二十万战绩的目光 统一看向了空间之门 带着无穷敬畏高呼道 正迎着二十万战绩的呼喊 空间之门当中 传出一声威士的怒吼声 随而 一个庞大的身影 从门户当中冲了出来 带着一种属于帝国上将的超强威士 一个身着灰色战甲 手持神兵力枪的将领 威临此戒 正是帝国玄武军团上将 张辽 根据皇上所言 此戒唯一个中武世界 可是为何灵气如此之稀少 当张辽跨临此戒后 稍微的一感应 此戒天地灵气浓郁度 便被清楚的感知 这 这是 这支恐怖军队的大将 张辽一现身 立刻吸引了下方武林人士的注意 当他们将目光逃向 上至此戒唯一武宗镜张三丰 下至每一个武林人士 都是感觉面对着一个浩荡高山般的存在 自身一感受 顿生渺小无比 这一种感觉 哪怕他们面对武宗镜强者也从未有过 难道是武宗镜之上的强者 张三丰带着几分苦涩的想到 先前八个超过他许多的强者 现在更有一个超越武宗镜的存在 这等已然让他的心神受到了打击 感受下方数百个武林人士的凝视 武王镜的张辽一眼便感受到 顺而 目光一动 冷冽的直光朝着下方俯瞰而去 好恐怖的目光 当张辽的目光落在了诸多武林人士的身上 顿时所有武林人士只觉被一头恐怖的地狱凶兽 所凝视 浑身发寒 最强不过五宗镜 五个武魂镜中旗 其余后天先天不等 这个世界的实力竟然如此之弱 张辽扫视了所有武林人士一眼后 眼中闪过一抹失望 对于征伐世界而言 五大上将都喜欢具备一些挑战性 但是很明显 此界并没有多少挑战 大军全出 足以横扫 想着 张辽纵步一动 从坐下巨龙的身上跃起 走 瞬间一闪 来到了此界武林人士所处的正上空 速度之快 哪怕是张三丰都没有捕捉到一点痕迹 此乃何地 张辽目光凝视着张三丰 道 这将领的实力太恐怖了 如果要杀我 只怕我根本毫无反手之力 张三丰心中更是凝重无比 面对张辽的询问 自然也不敢拒绝回答 此地乃是元国境内武当山 张三丰老实回答道 元国 张辽略带思索 似乎在哪里听过这等名号 一会儿后 当初与皇上出征伐 在神雕世界 好像便有元国之名 张辽想到 成吉思汗与元国有没有关系 随后张辽再次问道 成吉思汗乃是元国的开国帝王 张三丰压着声音道 语气当中颇有一种无奈 此界中原被境外族群占据 说到这里 连想当初在神雕之战 张辽也是想明白过来 嗯 纵然不想承认 但是事实便是如此 中原诸族的确是被境外族群所击败 广阔的中原之地已经沦陷了数百年之久远 当初在神雕世界 成吉思汗统帅的元国便拥有虎吞中原的气势 不过遇上了帝国让他们灭国而亡 但是此界元国却是没有灭亡 而是得以延续 诸天万界呀 有相寻 但是也有相悖 果然奇妙的很啊 张辽不得不感到诸天万界的奇妙之景 本将官你为五宗境 此界是否还存于其他宗师五修 张辽再次询问道 目标仍然是张三丰 作为一个五宗境 活了至少数百年之久 此界的一切应当都能知晓 中原武林乃是天下武道最繁荣之地 其余境外 武道根本没有发源 所以整个世界应当只有小老儿义武宗境 张三丰无奈摇头道 别告诉本将这些人就是中原武林的最强 张辽扫视了在场数百米中原武林人士道 嗯 正如将军所料 张三丰沉声说道 老脸上也是异常无光 中武世界竟然这么弱 张辽冷不丁吐出一句 文言 灭绝师太等武林人士都是低着头 非常苦涩 心中更是涌现一股愤怒之意 身为各大门派的掌门 武林的翘楚 他们哪里受过这等侮辱 弱 毫不留情地打脸 这些武林人士多么想愤怒公职 可是看向张三丰都在张辽面前唯眉诺诺 他们哪里生得出公职的勇气 只能压抑着心中的怒火 主将听令 脱饿的张辽微然出声道 末将哉 玄武军团所属八大武宗境战将踏步而出 来到了张辽的身前 感受属于大汉帝国战将的威势 二十万帝国战绩的胸威 在场武林人士无不胆战心境 他们生怕张辽一声令下将他们剿灭 但愿不要动手 否则我中原武林就完了 张三丰黯然想到 面对着足以碾压般的实力 他没有丝毫反抗的力量 境外族群 安杆占据属于炎黄族群大好河山 泛入中原境内者 当许以诛灭 以此武当山为中心 分为八股大军 欲敌灭之 欲成破之 本将希望在无日内 此界中原半片江土 落入帝国掌控 张辽酷声下令道 末将领命 八大武宗境战将欣然领命 随而八大宗师战将 飞出各自统帅之军 上将有令 攻之 罚之 灭之 大汉天威 杀 八大宗师战将 力声大喝 阴波震天 二十万帝国战绩 分为八路大军 以洪水决堤之势 以武当山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 扩张开来 即将摧毁此界原国的统治 官者军队 的确为我汉甲族群之军 难道是上苍有眼 派遣而下摧毁原国的暴政 张三峰不由想到 老连也浮现了一抹激动之意 曾经的期望 便是破灭原国 拯救炎黄 汉家诸族 到今日 难道真的要实现了 很快 在大军迅速扩张下 本来兵戈展现 杀伐压役的武当山 一瞬间 恢复了清明 帝国大军 只留下了上将张辽 还有不到一千的精锐亲卫 本将很好奇 你等聚集于此 所为何事 张辽目光突然一转 看向了聚集在此的武林人士 感谢收听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菲鲁小说网 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佳音宝 话音落 张三峰 本来为帝国大军 讨伐原国而激动的脸色一变 变得有些落寞无神 诸多门派掌门的表情 也是变得有些古怪 踏空而来 恐怖的妖兽 那通天的门户 不过看这个将领的样子 似乎对我们并没有恶意 而且他们旨在讨伐原国 与我等中原武林无关 灭绝师太等人不由想到 颇有一种生死过后的后怕感 回禀将军 我们此番诸大门派聚集于此 只为向我中原武林正道 讨一个公道 正我中原武林之名 灭绝师太眼珠一转 姿太放得极低地看着张辽 公道 张辽表情也变得颇为怪异 目光从张三峰的身上掠过 在环视周围所有的武道人士 前者表情苦涩无奈 非常忧愁 后者一个个都是气焰链接在一起 似乎是聚集而来 目的便是张三峰 一些连武宗都不到的蝼蚁 竟然去找一个武道宗师的麻烦 这倒是一件怪事 不过本将正好无聊 看看他们究竟玩的什么花样 张辽脸上挂起了一抹戏虐 你们继续你们的 当本将不存在 张辽对着这些武道人士说道 随后给身后林立的亲卫打了一个眼色 后者立刻会议 上将请坐 几个亲卫从空间戒指当中 拿出了一张虎皮座椅 张辽威严点头 缓缓坐了上去 目光则是没有变换 看着这些武道人士 等待着看好戏的样子 看来可以肯定 这个大将不会插手我们这武林之势 甚至可以利用这将领 威震张三峰 脚踏不得不从 那么经过此意 张三峰的声望将会遭受重大打击 中原武林的泰斗之位 将会是属于我峨眉派 看着张辽的态度 灭绝师太心中一喜 生出了一种计较 诸位武林同道 灭绝师太站了出来 环视所有的武林人士 今日将军大人来得正好 遇上了我们中原武林第一次如此聚集 也正好 我们可以请将军大人做一个见证 不好 张三峰的心中忽然生出不妙的感觉 灭绝掌门所言极是 我们今日就让将军大人 做一个见证 这些门派掌门一个个都是成了经一样的人 哪里会不明白灭绝的想法 借着张辽的威打压张三峰 让后者今日不得不乖乖就范 毕竟他们已经看到了张辽的实力 所谓武宗静 在张辽面前不过是一个笑话罢了 扯着虎皮当大旗 这正是这些门派之人的想法 倒是生出的好计较 不过本将的威是那么好借的吗 灭绝等人只想到了借助张辽的威 却完全没有想到已经触怒了属于帝国上将的将威 在大汉帝国有一句流遍亲口定下的圣誉 犯我大汉天威者杀无赦 欺我大汉臣民者灭九族 圣玉一言大汉帝国上下无不遵循 属于大汉帝国的上国之资 在每一个臣民的身身体现 暂时先留而等一命 张辽冷冷看了灭绝等人一眼 已经定下了他们的死期 不过张辽倒想看看 他们所谓的讨公道是怎么一回事 看看好戏再说 张真人 金毛世王谢迅的下落还没有说出 事情还没有了结 还请将令图搅出来 灭绝冷冷看着张三丰 有了张辽坐镇于此后 似乎给灭绝找到了所谓的倚仗 让他面对张三丰愈发的无礼 再没有顾及任何的宗师之境 峨眉派 灭绝失态 你当真要如此苦苦相逼 张三丰眼中闪过一缕寒芒 张真人言过了 不是我峨眉派相逼 而是我中原武林 要向你讨个公道 灭绝冷声道 还请张真人交出令图 还我中原武林一个公道 所有门派掌门出声道 看似 众多门派逼着交出张翠山 是为了谢迅的下落 但是 想借此机会打压武当派的意图更甚 长年以来 因为张三丰宗师之名 各门各派都处于武当派声势之下 如何不让他们嫉妒 而这一次大汉帝国降临 张三丰将不再是此界最强 他们正好借着这个大好的机会 打击张三丰 峨眉派 这个倒是颇为熟悉 如今在军中供职的供奉郭靖之女 不正式开创了峨眉派之人 张辽默然想到 脸上更是浮现了一抹计较 这下好玩了 好 好 你们很好 张三丰本来和蔼的老脸上 尽是愤怒之意 他万万没想到 当初誓死保下的中原武林 竟然会是这样的一幕 对他这个拯救了武林的恩人 道哥想象 一种懊悔在张三丰心中产生 五师弟 你不要出去 一声惊呼 张翠珊终究还是从真武堂内冲了出来 灭绝 还有你们这些自演正义的门派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张翠珊愤怒的看着这些武林人士 张翠珊 你这个勾连魔教的叛徒 有什么资格说五等过分 灭绝杀鸡一展 看向了张翠珊 张翠珊深呼了一口气 脸上的忍让已经不在 三百多年前 要不是我师父 你认为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 还会存在 三百多年前 师父将你们从原国的大军手中救下 目的便是为了让你等积蓄实力 有朝一日可以对抗原国 拯救中原无数汉家子民 可你们呢 三百多年了 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 从未想过救助黎民百姓 唯一一个服从师父指令的名教 三百多年来一直对抗原国 拯救黎民 如此功勋被你们这等所谓名门正派诋毁 变成了魔教 魔教 好一个魔教啊 相比这个称位 你等这些所谓名门正派 不觉得可耻吗 张翠珊愤怒的说道 本来他是为了让张三丰不识脸面 自信了断而了结今日之事的 但是这些门派太让他愤怒了 竟然如此对他的师尊 听到张翠珊的怒然之话 大部分的武林人士的表情 都是非常怪异的 因为张翠珊的话 说得完全不错 因为他们这些所谓中原的名门正派 的确没有给武当派一点面子 更没有给予他们免遭灭派之祸的张三丰 恩人一点尊重 几十个门派兴师动众而来 全部带着的是咄咄逼人的态度 再有所谓魔教之称 没错 在明面上 各门各派都是称呼名教为魔教 可是在暗地当中 他们不得不承认 对于拯救中原黎民百姓 对抗凶残的原果 他们完全不如名教 甚至可以说 他们就是一群 披着名门正派名义的魔派 勾连魔教的贼子叛徒 事到如今 你竟然还如此狡辩 在各大门派 对于张翠珊的话而挣扎间 对于名教有着刻骨铭心仇恨的灭绝 却是咄咄逼人的骂道 魔教贼子 祸害百姓 滥杀无辜 我中原武林名门正派 人人得而助之 诸位掌门 千万不要被这个贼子的话所唬骗 想一想当初 谢迅是如何图露我武林人士 想一想魔教是怎样的可恶 灭绝看向诸多门派掌门 挑拨道 没错 张翠珊 任你今日如何胡言乱语 你也脱不了魔教贼子之名 今日你要么说出谢迅的下落 我等可以酌情 看在张真人的面子上 免你一死 要么我们便代替张真人 为武当派清理门户 空同派等掌门 都是冷冷的看着张翠珊 杀意惊羡 显然在灭绝时代的一话后 他们再次被挑动了起来 交出谢迅 清理门户 交出谢迅 有了五大门派的带头 所有小门派都是大呼起来 表示附和 一时间 本来张翠珊靠着言语上 有所平静的场面 变得更为混乱 坏蛋 你们都是一群坏蛋 你们都会下地狱 看着这么多人针对张翠珊 又粘着张无忌忍不住了 小脸扭曲 对着灭绝师太等人骂道 这就是你和这个魔教妖女生下的孽种 灭绝寒芒一闪 锤立在腰间的手不留痕迹的一样 一团暴虐的真缘汇聚齐煞 以迅为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张无忌披杀了过去 魔教虐种不当流 贫你来帮张哲人清理门户 话音落 暴虐的掌风 已经朝着张无忌幼小的身体吞了过去 五魂静在大汉帝国之下虽然不强 但是在此界也算得上强者 张翠珊不过先天静 面对这股亥然之力 却是根本动弹不得 眼看着暴虐的掌风 就要将张无忌吞噬 本座的徒孙还容不得你放肆 张三丰被灭绝的举动彻底点燃了怒火 太极拳骤然一动 带着一股柔和之力 将灭绝挥斥击出的掌风碾灭 那等吞噬夺人的杀鸡 也在一瞬间消逝 这一手实力不错 初入五宗境 竟然拥有至少五宗终极的境界能力 张辽看着张三丰这一手太极 眼中也是略带赞誉 咦 这个小子身上的气韵居然这般浓厚 当张辽将目光投向了张无忌 不由一惊 这般浓厚的气韵加深 差不多都有大汉帝国一个六品大臣的国运了 大汉帝国分九品大臣 一品最高 当今帝国还无文武可胜任一品 二品为帝国真正权贵 而六品看似不高 可拥有的国运加深却是亥然 堪比中午之下世界的气韵之子 五道根骨也不错 不出意外 此子应当是这个世界的气韵之子了 张辽目光一定想明白了过来 作为流变的心腹臣子 气韵之子的概念自然也是被流变传输 而且流变并且明确地以圣誉告示帝国文武 征伐诸剑时 如若遇到气韵之子 不能收服便摧毁之 这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张辽眼中的笑意不断 继续看热闹 翠山带着无忌和素素 站到为师背后 张三丰温和说道 师父 张翠山面带犹豫 他明白 如果站了 就是宣告着张三丰将与中原武林为敌 在你刚才说出那番话的时候 为师想明白了 张三丰自然看出了张翠山的顾虑 老脸上也是带着一种欣慰之色 三百多年前 为师做错了 话音落 如同雷霆一般 在所有各大门派的耳中乍响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张 三丰 做错了 张真人是什么意思 灭局师太等人都是质问道 三百年前 本座从原国的大军下将中原武林救下 是为了我汉家族群留下重新振兴的火种 推翻原国暴政 可你们哪 太让本座失望了 每一个门派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 从不管中原黎民的死活 有甚者甚至被其族群沦为汉奸 勾结了原国权贵 一同加害中原黎民百姓 如若早知道今日之景 当初原国大军压境时 本座便不该护持 你等本应该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 张三峰悠悠说着 脸上的懊悔之色完全表露 张真人 难道为了这个勾结魔教的匿途 你要背弃整个中原武林 与武林为敌 灭绝眼中带着忌惮 为师者 如若连自己徒弟都无法护持 那还如何为师授业 今日张翠山夫妇以及吴迹 本座互定了 如若你等要动手 本座奉陪到底 张三峰的语气变得愈发伶俐 再没有对武林各派有任何的忍让 张真人 你可要想清楚了 如若你护住着魔教妖孽 中原武林将离心离德 不会再有能力对抗原国 百姓将会被原国愈发欺凌 灭绝表情冷然 还是拿出了之前对付张三峰的底牌 以民族大义为要挟 本座抱着让你们对抗原国的念想 三百多年了 可你们对抗了吗 如今本座也乏了 不想再等下去了 因为你们从未有过对抗原国的心思 安于现状便是你等的决议 你们太让本座失望了 再次面对灭绝的威胁 张三峰的脸色愈发铁青 隐眼间对灭绝乃至整个武林人士产生了杀意 不过张三峰实在太过心善 始终下不了那个决心 毕竟如今的中原武林 可是张三峰一手保存下来的 正在这场面有些凝结间 张辽有所动作了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家音宝 今日本将倒是开了眼界 张辽缓缓站了起来 声音响起 瞬间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 将决 张三峰看着张辽的目光 仍然是敬畏无比 如果张辽要插手这一件事 哪怕张三峰如何竭尽全力 只怕都无法护持着张翠山夫妇 所以 作为局外人的张辽是今天一场闹剧的关键人物 当看到张辽出生 所有武林门派先是一惊 毕竟他们也是抱着和张三峰一样的心理 害怕张辽动手 那样他们就完了 一个宗师就不够他们承受 要是再多上张辽这样恐怖的存在 他们必死无疑 但在随后 狡猾的灭绝又寄上心头 看向张辽 将军 先前有所言 你今日当为我等见证 如今 张真人背弃了我中原武林的准则 勾连魔教 还请将军主持公道 请将军主持公道 所有武林人士相视一眼 皆是朝着张辽一拜 完全把张辽当作了他们的仪仗 只不过他们没有看到 在他们话音落下后 张辽的表情非常的古怪 这些人全部都是傻貌嘛 张辽冷不定想到 尔等要让本将主持公道 张辽面容一收 戏虐的看着灭绝等人 在座唯有将军能够为我中原正道 主持公道 灭绝等人将姿态放得极低 尔等可是本将麾下 张辽冷冷道 身上的气势略带展现 向着灭绝等人碾压了过去 并不是 灭绝等人头冒冷汗 本将可认识尔等 张辽再次出声道 并不认识 灭绝等人浑身发寒 心中突然生出了一种 不安感 本将乃大汉帝国上将 尔等在本将眼中 便是如同蝼蚁一般 蝼蚁有何资格 让本将为尔等主持公道 张辽冷冷出声道 温生 所有的武林人士的脸色 都是一变 惊恐失色 之前对张三丰咄咄相逼的灭绝 想要出声 可是眼中 却是泛出来源于 一种死亡的惊恐 不只是他 所有的武林人士都被镇住 不敢有丝毫的动作 大将军 说得好 在这个寂静的场面 年幼无知的张无忌大声叫道 但是话一说完 张翠山就急忙捂住了张无忌的嘴 面饭敬 张三丰是吧 随而张辽目光一转 落在了张三丰的身上 将军 张三丰自然不敢违逆违言 恭敬地站了起来 本将送一句话 张辽面饭肃然之色 张三丰表情一敏 面容敬畏 小老儿洗耳恭听 诸天万界 以强者为尊 弱肉强食 乃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弱者泛入强者之面 无需留情 斩之 灭之 杀之 张辽淡淡清土 这一句话中带着难言的寓意 强者为尊 诸天万界 亘古不变的真理 张三丰表情沉浸 略有所悟 身上本来温和的气息 向着另一种地步蜕变 张三丰 本将乃大汉帝国五大神兽上将之一 玄武上将张辽 今日 本将以帝国之名 将你招入帝国供奉殿 效忠大汉天子 你可愿意 这时 张辽目光一转 沉声道 进入供奉殿 效忠大汉天子 张三丰面带思索 心中则是暗想 眼前这大汉帝国军队 来自更为强大的上界 恐怖无比 此上将之力 远超于五宋境 大汉帝国底蕴 定然无穷 如若我投身大汉帝国 便可进入上界 攀升更强的武道之巅 在张三丰思虑的一阵 灭绝师太等人 却是炸开了锅 心中酿出了浓郁的绝望之意 完了 这个恐怖的将领 竟然对张三丰 发出了橄榄枝 一会儿后 张三丰脸上的思虑 变为决染 丹西跪在了张辽身前 回禀张辽上将 老朽张三丰 愿意效忠大汉帝国 为大汉天子效忠 好 张辽满意地看着张三丰 不过眼中却是带着一种深思 为帝国效忠 岂能是柔和之辈 现在本将希望你证明自身能力 是否有资格投身帝国 让本将看到你的强者尊严 张辽力声道 强者尊严 张三丰自然明白张辽口中的意思 目光一转 落在了灭绝师太等人的身上 身体当中 曾经对于中原武林的寄托 也在这一刻化为乌有 隐忍的杀鸡 缓缓地释放 宗师镜 此界的顶峰境界 杀鸡一经展现 整个真武堂前陷入了一种难言的压抑当中 所有武林人士陷入了惶恐难言 张证人 不要动怒 我们错了 我们辜负了你的期望 还请你原谅我们 张证人 还请饶恕我们 到了这一刻 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终于知道了害怕 纷纷开口求饶 完全没有了之前对于张三丰的咄咄逼人 只有对死亡的恐惧 强者尊严 不容亵渎 今日 你等一而再再而三的践踏本座之尊 当诸 张三丰哭声大喝道 太极箭 张三丰低喝一声 大手向外一招 在真武堂内 供奉台前 一柄闪烁灵力的宝剑 嗡名震动不断 突然从供奉台上拔起 化作一道电光 朝着张三丰飞掠而去 不过眨眼间 真武堂外所有人的目光骤定 张三丰的手中 已经多了一柄带着古朴之气的宝剑 太极箭 这张真人真的都怒了 完了 都是灭绝事态 这一次我们全部都完了 太极箭出血雨腥风 没想到竟然是我们中原武林人士 自己开启的 当看到张三丰手中的宝剑 所有武林人士陷入了更为难言的恐怖 甚至已经转变成了绝望 哪怕是一直针对张三丰的灭绝事态 空铜派 少林等掌门 都是面容失色 他们似乎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太极箭呢 这可是数百年前遥远封存的记载 更是属于原国的禁忌 天下武林的惶恐 三百多年前 张三丰在中原武林无数人的敬畏当中 自创太极奥义 在天地法则的帮助下 强势晋升到了武宗敬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人 而三百多年前 正值原国铁蹄大举入侵中原之际 脆弱的宋国殒灭在了原国铁蹄嘴下 繁华的中原瞬间沦为了战争炼狱的存在 无数中原黎民 无数中原武道人士 皆是惨遭原国铁蹄的徒鹿践踏 也正是这一刻 张三丰应运而出 手持太极箭 五日内 以一人之力 屠灭原国大军十万 中原武道第一人 以他的超强实力 奠定了武道之强大 也正是此意 张三丰杀的原国全国接据 并且签订了不侵犯中原武林的契约 只要张三丰存于武林一天 原国不会对中原武林动手 反之张三丰也不得再出手干预原国的一切 为了大局 为了中原武林日后能够抵抗原国 张三丰只得同意了原国的请求 并且当着全天下的面 封存了吐露十万之众的太极箭 并且立誓 如无意外 终生不会再启用太极箭 但是 如若再启用太极箭 必定会展现血与腥风 杀法不断 三百多年了 太极箭一直被张三丰存在了真武堂中 从未启用 但是今日 在他曾经力敌原国 保下的中原武林门派面前 在他咄咄逼人的态度之下 终于 这柄尘封多年的利剑再次出事了 此剑竟然有着低阶低品 却也是难得一见 张辽目光一定 落在了张三丰手中的太极箭上 面对来自张三丰的狂然杀击 中原武林人士再也无法淡定了 哪怕是灭绝失态 此刻也是一脸失色 陷入了惶恐当中 他也万万没想到 事情会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张真人 息怒 我峨眉派这一次莽撞了 还请张真人原谅 从今日起 我峨眉派以张真人为尊 一定以拯救炎黄族群为己任 为了活命 灭绝失态已经不要脸了 我 我空同派也愿意为张真人 马首是瞻 我少林寺 所有门派在死亡的威胁下 全部表现得极为低下 为了活命 这些所谓名门正派的无耻嘴脸 完全展现而出 果然 以前我的路子完全是错的 倘若三百年前 我直接以强力整合中原武林 而不是任由他们自己发展 现在中原黎民百姓 只怕都已经摆脱原国的控制了 看着这些门派的表现 张三丰眼中闪过一抹后悔 以前对于这些门派 张三丰是抱着怀柔的想法 没有强行约束 可也造成了众多门派的自私自利 故而 当初的张三丰没有误导 属于强者之道 弱者 岂会有决策权 当初他以铁血手段 镇压各大门派 又怎会有今日 被各大门派逼迫之警 如若是之前 大汉帝国未曾降临之前 本座或许还能相信你们的鬼话 对抗原国 但是现在 已经晚了 张三丰脸上 已经没有了一点对中原武林的宽容 只有冷然至极的杀机 强者之尊 不容践踏 你等一而再再而三地践踏本座的尊言 今日 本座便告诉你等 强者之尊 当以铁血偿还 杀 张三丰怒然扫视方圆的武林人士 突然 手中的太极剑轰鸣一震 带着透彻虚空的剑气 一剑挥动 看似柔和的剑光闪耀 带着一种压迫虚空的暴虐杀机 剑芒清洗 几乎在转瞬间 上百个武林人士便被夺掠笼罩 反应都来之不及 便被凌厉的剑芒所吞噬 血肉横飞 飘散在漫天虚空 一瞬间 地上便多了一百多具尸体 生机顺散 出招吧 本座的太极剑尘封数百年 不想斩杀无抵抗之人 张三丰一剑夺掠百条性命后 冷眼看着灭绝师太等人 力剑冲着他们挑动 灭绝 我们怎么办 一起上武当山 都是你提出来的 今日激怒张真人 全是因为你 看着从温和儒雅的张三丰 转变成灵力无情的杀伐之人 所有门派都将怒火的目光 投向了灭绝师太 张三丰不会放过我们 想要活命 只有和他拼了 灭绝冲着各门派掌门怒吼道 随之 灭绝拔出了握在左手上的宝剑 以天剑 无限接近于地阶的神兵 虽说比不上太极剑 但也是在中原武林极具盛名 以天剑 屠龙刀 江湖上两大神兵利器 传闻两大神兵皆得 便可号令天下 莫感不从 而这些门派之所以对谢迅如此看重 不仅仅是因为当初的仇恨 更是因为谢迅手中拥有的屠龙刀 他们每一个都想获取屠龙刀的秘密 号令天下 呜的一声 以天剑出 在灭绝手中 化作一道刁钻的流蛇 直直向着张三丰突刺了过去 只能如此了 武宗镜实力悍然无边 今日我们便挑战武宗镜 不胜则死 诸大门派掌门表情一应 各自施展武器拔出利刃 七伤拳 金刚指 杀 面对张三丰 这个世界的五道第一人 没有人敢有任何留守 一出手便是最强一击 几十个门派掌门 数百个门派弟子 带着强烈的喊杀声壮胆 一窝蜂的朝着张三丰围了上去 当初你等是有本座保下 才能活到至今 今日本座便将你们欠我的 全部拿回来 看着蒙贺公来的武林人士 张三丰的眼中 没有显露丝毫波澜 没有对杀之一字的坚定 对强者之道的明朗 太极顿 在数百多剑气 武器的轰击下 张三丰的身影 如同被狂风骤雨所笼罩 但是后者不慌不忙 浑身一震 浑厚的真缘透体而出 带着一种白彻的光辉 化作一个四面光盾 将自身严密护持其中 哄 下一瞬 狂风骤雨般的攻击 爆然轰来 击打在张三丰的护盾之上 只是溅起一阵阵水花般的波澜 没有伤到张三丰一分一毫 太极傲义 以柔克刚 任凭你如何刚硬 也被太极之柔和所谢 大家加把力 武宗镜不是不可战胜 张三丰 你既然要我们死 我们就和你拼了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家音宝 看到自己最强的一击被张三丰轻松挡住 没有给后者造成任何伤害 灭绝等人惊怒而愤怒 但是又没有任何办法挽回 投降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张三丰不会接纳 与此只能死占到底 精血 燃 杀 灭绝低贺一声 面容扭曲 决然的他将存于体内各处的精血燃烧起来 自身能量波动疯狂攀升 超越了先前的几倍 气势一阵 随后 以天剑带着灵力光辉 再次朝着张三丰斩了过去 如同夺空毒蛇 不死不朽 灭绝 各大门派掌门都是一惊 他们都没想到灭绝会如此决然 但是在随即 看着冷戎杀机的张三丰 所有人都是一敏 知道事情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 精血 燃 所有门派掌门咬着牙 将自身五道根基的精血燃烧 相对于活命 五道根基就没有那般看中了 以你们最强的姿态 让本座终结 也罢 该结束了 张三丰悠悠一叹 手中的太极剑洞 目光一灵 看向了灭绝飞速展来的一剑 在以天剑的力量加持下 刚猛而暴虐 金色的剑芒侵染了方圆虚空 此剑之力只需一瞬 便可将整座大山移为平地 真 张三丰嘀吓一声 无形的音波四射 虚空气流被震得瑟瑟发抖 没有使用任何的招式 手中的太极剑带着白彻的光辉 一剑迎向了灭绝的一剑 叮鸣一声 太极剑与以天剑轰然相撞 白光与金光交融侵蚀 不 啊 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灭绝惊恐吐出一句 剑上强横的金色剑芒 被太极剑的柔和之力瞬间消磨殆尽 以天剑变得暗淡无光 失去了本有的身兵光辉 太极剑厚力依旧 看似柔和而带着暴虐杀机的一剑 轰然碾上了灭绝的身体 数百道剑气瞬间将灭绝的身体贯穿 鲜血激流 生机飞速流逝 眨眼间 地面只留下一具并未变得冰冷的尸体 峨眉派掌门 富有野心的灭绝师太 云 张三丰 你 你真敢下杀手 灭绝身死 彻底让各门派掌门看明白了 张三丰这一次真的怒了 死 没有多废话 张三丰冷面而行 右手婉转而动 太极剑闪耀灵力剑芒 连连斩出四剑 洞穿虚空的剑芒 直袭其余四大掌门 带着属于宗师经的霸道之力 不 张真人饶命 四人惊恐的大叫声 但是在转瞬消止 四大门派掌门手中的攻击还未斩出 面无表情的呆愣在原地 左摇右摆 在他们四人的心口处 晶莹的血液横流而出 扑通四声 直接瘫倒在地 空铜派掌门 允 少林四方丈 允 华山派掌门 允 昆仑派掌门 允 中原五大门派掌门 全部殒灭在了张三丰剑下 掌门死了 全部被张真人给杀了 张真人饶命 我们联合上武当山 全部是被灭绝事态指示的 不关我们的事情啊 请张真人宽恕我们 五个为首挑事的家伙 全部深远 剩下的小门小派 哪里还有抵抗之心 纷纷惊恐求饶 但是 强者之尊 不容亵渎 张三丰已经被这些 所谓的武林人士伤透了 曾经他造就的一切 今日将全部到了偿还之时 再而 想要加入大汉帝国 进入上界 攀升更强的武道 张三丰必须在张辽面前 证明自己 而证明他自己的唯一方式 便是路 便是杀 杀光这些藐视他武宗敬尊严的楼仪 斩 张三丰力喝一声 真元狂勇而现 带着威严的煞气 朝着四面挥斥展出 嗖嗖嗖 数百上千道灵力的剑盟 突袭而出 朝着方圆斩击而去 残存的武林人士 根本没有一分一毫的抵抗力 秦克简 惨叫不断 血液激流不断 全部隐命在了张三丰的剑下 砸眼前 地面上便多了数百具尸体 横其数拔地躺在了武当派 庄严的真武堂前 鲜红的血液侵染了整片地面 血煞之气浓郁 在这尸体堆积当中 有着当今中原武林顶峰撬除掌门 有他们各门各派的精英弟子 几乎半个武林 殒灭在了张三丰的手中 而这一场一边倒的图灭之战 从开始到结束 半注相斗不到 师尊威武 早就看这些家伙不顺眼了 想要逼死武师弟 更践踏师尊的尊严 他们活该 对于眼前的一片惨状 武当派弟子没有丝毫的怜悯 每一个都是带着兴奋的笑意 早在诸大门派冲向武当山兴师问罪之时 便奠定了他们的死期 张三丰的醒悟不再忍让 让每一个武当派弟子振奋无比 翠山 素素 从今往后 为师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你们 斩灭了数百条性命后 张三丰烧运真元 将释出的杀气压下 缓缓转身 灵力目光变得柔和 在张翠山夫妇还有武当山弟子眼中 张三丰仍然是他们敬爱无比的师父 祖师 师父 张翠山夫妇跪倒在张三丰身前 泪流满面 好孩子 起来吧 张三丰眼中带着恋爱 在他眼中 每一个弟子都是被他视为亲子一样 特别是张翠山 与张三丰更是具备更浓的感情 一会儿后 老朽张三丰成功剿灭这等无理蝼蚁 还请上将训事 张三丰转过身 敬畏地看着张辽 心中生出一种期待 能不能加入大汉帝国 攀升更强的武道顶峰 就看眼前这个将领的一句话了 你可明误强者之道 张辽肃目道 承蒙将军点拨 老朽若有所悟 强者尊严不容亵渎 如若亵渎强者之尊 当杀当诛 张三丰正色道 对也不对 张辽点了点头 却是又摇了摇头 还请上将辞教 张三丰如同一个好学的弟子 躬身拱手问道 在此界 他的确已经攀升了最顶峰的武宗镜 但是在大汉主界 胜过他的人比比皆是 在诸天万界 武宗镜也不过是一个蝼蚁罢了 唯有坚定武道之心 向往武道方可是变强的基础 对于张三丰的谦逊一问 张辽威严一笑 直接道 强者 在修为比你弱之人面前 你也可以称作强者 但是 在比你更强之人的面前 你也就称不上强者 强者之道 不仅仅是要拥有属于自身的强者之尊 更要拥有明悟武道的强者之心 欲强则强 不容退缩 领悟强者之心 欲强则强 不容退缩 张三丰的表情变得审速 陷入了某种思索状态当中 没错 强者这个称呼 有两方面的理解 面对比自身弱的存在 他们便会视你为强者 保持敬畏 但是 面对比自身强大的存在 所谓强者 还能称得上强者吗 强者之心 欲强则强 张三丰陷入其中 难以自拔 整个脸上 表情完全紧凝在了一起 师尊 祖师 当看到这一幕 武当派弟子 露出一种强烈担心之色 有甚者 准备朝着张三丰走去 无许惊慌 他在明悟自身强者之道 张辽扫视一眼 大手微抬 掌心微微一摆 一股强横的气流 朝着武当弟子推进过去 一百多个武当派弟子 只觉一股难以抵抗的力量 阻挡住了他们 无论他们如何挣脱 都摆脱不了 这就是这个帝国上将的力量吗 太恐怖了 张三丰的几个亲传弟子 表情紧凝 最真切感受到了张辽的强大 看来这次来到此界 也并非没有收获 这个张三丰应当是此界 数百年前的气运之子 加入供奉殿后 用心培养 日后应当能够再上一尊 武王敬强者 张辽宁是处于蜕变当中的 张三丰满意一笑 强者之道 便是领悟强者之心 强者之心便在于无畏无惧 我懂了 张三丰神情肃穆 来源于他的身体之内 先是一种更为飘散的气息是出 继而方圆百里的天地灵气 以张三丰的身体为中心点 疯狂地汇聚过来 太极密点 转 张三丰知道 自身突破之机已到 自然不会放过 疯狂吸纳着天地灵气 朝着武宗二重天的瓶颈 冲击过去 时间持续 在许多目光的注视下 轰隆 一道强横的气势 自张三丰的身体扩散而出 朝着四面掠去 在张三丰本就造就的身后基础下 武宗二重天 在张辽的点拨下轻松达成 不错 没有让本将失望 张辽抚着胡须满意一笑 师父突破了 恭贺师父 武当派弟子身受感染 激动宝 多谢上将点拨之恩 老朽张三丰 莫尺难忘 突破之后 张三丰来到了张辽的身前 恭敬道 脸上尽是感激之意 不必 张辽威严一白手 随而表情变得崇敬 今日 本将奉大汉天子之命 招揽你为帝国供奉殿三品供奉 张三丰 你可愿意 老朽张三丰谢国将军 谢大汉天子 张三丰感激败倒在地 到此刻 张三丰加入帝国后 想要攀升更强的武道之巅 也将作为定局 这不由不让他激动兴奋 带得本将平定此戒 回归主戒 皇上将会正式射封于你 到那时 你便可享受帝国供奉的荣耀 以及相对的国运加深 自此 修为将一日千里 张辽臣声道 一白手将张三丰扶起 谢上将 虽然不明白国运为何物 但是看着张辽 这般肃穆的样子 张三丰也能看出不凡 之前你明误的 乃是个人的强者之道 如今你已成为 我大汉帝国之臣 于此 本将便教你身为 我大汉臣子的强者之道 中军便是一切 护国便是一切 倘若有人胆敢欺凌帝国臣民 帝国之弄 必定狂逃惊天 犯我大汉天为者 虽远必诛 张辽面容严肃的说着 每一句话落 强烈的上国姿态冲涌 老朽明白 张三丰表情一鸣 恭敬道 好了 今日势必 本将也不多言 这些蝼蚁门派的后续 想必你不会让本将失望吧 张辽道 如今各大门派首脑已经浮诛 但是他们残余在各门派驻地的力量 仍然是很多 只有扫灭了 才会是真正的以绝后患 上将放心 老朽会亲自带领门下弟子 将那些萧小覆灭 当初由老朽留下的祸根 老朽连本带利拿回来 想起之前被各门派的咄咄相逼 张三丰也是气愤得很 要不是张辽成功点醒了他 只怕他还是被各大门派以道义相威胁 处处忍让 将军大人谢谢你 这时小张无忌走到了张辽的面前 跪了下来连磕了几个响头 眼中尽是感激 在这一次 张辽虽然没有直接出手干预这中原门派 但是如若不是张辽的点醒 只怕他的父母都危险了 所以这一次的改变 让张无忌感激涕灵 小子你很不错 日后如若修炼武道 未尝会逊色你太师父 张辽缓步一动 走到了张无忌身前 笑着道 承蒙将军如此看重无忌 还请将军收他为徒 张三丰眼中金光一闪 拱手恳请道 无忌快得跪下磕头 张翠山立刻明慧了意思 急忙喊道 恳请将军收无忌为徒 张无忌也是一个小滑头 又重新跪了下来 现在这般情况 相信谁都看了出来 张辽是来自上界 上国的强大存在 如果能够拜得张辽为师 以后一定是飞黄腾达 武道修为必定能够得到几点盼胜 你们哪 张辽无奈一笑 自然也是看出了张三丰等人的打算 将张无忌收为徒弟 日后好生培养 定能为帝国培养出一个中流砥柱 张辽暗暗想道 想罢 也罢 既然你们如此 那本将也就顺了你们的意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加音宝 张辽严肃说着 强横的威压 从身体当中示出 张无忌 你当真想成为本将弟子 张辽速声道 将军 只要能成为您的弟子 武忌愿意付出一切 张无忌稚嫩的脸上 带着一种常人男友的倔强 好 张辽大声一鹤 满意点点头 本将官你根骨皆是上家 也算难得的练武天才 今日本将便收你为记名弟子 如若你完成本将对你的考验 方可成为本将真正的弟子 大汉天子坐下 玄武上将之弟子 请师父吩咐 武忌一定完成考验 张无忌道 此戒平定之后 皇上会开启连通此戒的空间之门 咒识 帝国官员将会下界管理 一切都会按照帝国秩序来管束 而在帝国主界 有一最上等学府 皇家学院 如若你能顺利进入其中 本将就会正式收你为亲传弟子 张辽晨生说道 皇家学院 张无忌脸上带着倔强之色 师父放心 武忌一定会顺利进入皇家学院 学成之后 为大汉天子效忠 绝对不会辜负师父 对武忌的期望 嗯 话 本将便说到这里 帝国拥有武道学院数以百计 但皇家学院 乃是帝国最高深的学府 其中拥有武王敬强者坐镇 宗师敬更是不计其数 乃是由帝国天子亲自督建的学府 能不能进入其中 只能靠你自己 张辽告诫说道 在帝国上将眼中 所谓弃运之子 也并没有多少出奇 如若能够收服 假以时日 的确也能为帝国添加一个 至少宗师敬界的高手 但是在如今的帝国手下 宗师敬已经不计其数 可以说 对于收徒张无忌 张辽也不过是兴趣使然 算是平定此界的一支调味剂而已 前者能不能顺理称章地成为张辽弟子 还很难说 拜师事宜结束后 张三丰邀请张辽进入了殿内 后者直接坐在了主位之上 上将 敢问帝国主界究竟是怎样存在 莫非是传说当中的天界 张三丰直接问到了他比较关切的问题 天界之说 张辽瞥了一眼 威严一笑 天界之说在诸天万界都存在 只不过说法不同罢了 譬如此界为中五世界 所谓此界想象当中的天界 或许也不过是高五世界 而五大汉帝国之主界 差一步便是高五世界 你口中的天界之言 倒也可以用到帝国主界之上 高五世界 诸天万界 老朽本以为五道之路已经达到了最顶点 可是在大汉主界之下 诸天万界之中 我这所谓五宗境 也不过如蝼蚁一般罢了 张三丰略带感叹 通过张辽之言 张三丰才明白这个世间的奥妙 诸天万界 让人也忘不已 你可知五大汉天子实力为何 张辽面容变得无比崇敬 还请上将相告 张三丰面容一紧 充满了期待 在他心中 强如张辽这等实力 也处于大汉天子之下 足以证明后者之强大 你当前境界为五宗境 寿元便是数千年之上 拥有的力量足以图灭 上十万精锐大军 而本将乃是五宗境上一层 五王境 达到此境界 凡俗大军已经不能对本将 造成任何损伤 只要本将愿意 低五世界 本将全力下可以毁灭 哪怕是此界 本将耗损些力量 也可以强横破坏大半 达到五王境 已经可以称得上真正的陆地神仙 张辽捏紧拳头 调动身躯当中蕴含的无边力量 充满了感怀 五宗之上之境界 竟如此之强大 张三丰眼中 也是透着对五王境力量的亥然 毕竟此界不过一个 五道颇为落幕的世界 五宗境也仅仅是张三丰一人达到 对于更上层的境界 只是一个谜 而五大汉帝国的天子 至高无上的帝皇 乃是超越五王境的存在 张辽眼中的崇敬 达到了最顶点 尽是敬畏 超越五王境的存在 那 那是怎样的境界 张三丰惊骇问道 心中如同热火一般涌动 对于更深的五道境界 充满了野望 五皇境 真正的强者之境 这等境界在先武之下的 繁俗世界当中 已经接近无敌 敌武世界 挥手间便可将之崩灭毁灭 而像此界这等真武世界 皇上只需要稍微用出几分力量 也足以将之毁灭 在当初流变了却心结 在都市世界突破到五皇境后 帝国文武都是广为传颂 为流变道贺 皇上便是我大汉帝国最强大的存在 当初我等帝国上将重臣 皆是起于威莫 全靠皇上带领下 传授武道 跨界而行 五等帝国大臣 才有现在的境界 在武帝国文武合力下 效忠皇上 成功开创掌控了十几个世界 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顶峰 张辽眼中带着敬畏 沉声道 听到张辽所言 张三丰眼中惊骇的表情 完全凝固了 嘴唇喃喃 似乎无法从武魂境的惊骇中 回过神 或许大汉帝国的天子 才是这世间的第一人吧 我这等修为 在张辽上将手下 姑且走不过一招 如若在大汉天子手下 我估计连半招都走不过 便灰灰烟灭了 张三丰暗暗想到 心中对于未曾谋面的大汉天子 未来效忠的存在 也是多了几分敬畏 这或许也就是张辽 故意说这么多的目的 让张三丰知道 帝国的强大实力 好为帝国办事 不过 大汉帝国跨界而来 却是让我找到了 攀升更强的武道之路 只要为大汉天子效忠 武道之路应当不会停滞 此番帝国大军平定此界 我武当派一定要尽最大的一份力量 这便是属于我张三丰的投效之理 张三丰坚定了心中的决心 为帝国全力效忠 与此同时在张三丰铲灭十几个门派的掌门 以及弟子后 帝国二十万大军 以武当山为中心点 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大战已经成功打响 帝国大军 以武当山为中心点 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大战已经成功打响 张辽麾下拥有八大五宗镜战将 文丑炎梁 陈武等八将 其中每个人的修为都不等 但皆是宗师镜终极之上 武当山位于中原境内的中心 八股大军分为八路 却是直接在元国的境内扩散了开来 元国共计有着三读 元国皇帝妥欢铁木尔所处的正是上都 随后两大军事重城为中都和下都 而此刻 文筹所率领的两万五千亿龙战绩 已经以匈威声势 压向了元国三都当中的一都 中心都城中都 在这军事重镇当中 有着元国五十万铁骑 元国最骁勇的大军 包大王不好了 我中都拱卫五座城池全部城破 城中镇守将士无一存活 在中部最奢华 以汉家百姓的鲜血铸造而成的王宫大殿当中 几名元国将领慌忙的跑了进来 惠禀道 是明教那伙叛逆攻陷了五座城池 汝阳王表情一冷道 但随后又想到了什么 不可能啊 明教叛逆 一直是在暗地当中对抗我大元 怎会有实力攻陷我中都城池 禀告大王 不是明教贼子 更不是这中原武林的武人 一个将领带着惊恐之色 那是何人 别告诉我 那五座城池是自己沦陷的 汝阳王冷冷道 是是一只从武当山飞出来的大军 不 不是普通的大军 他们全部驾驭了恐怖的飞行妖兽 不有分说 直接攻陷了五座城池 除露我大元将士 将领似乎想到了什么 眼中的惊恐已经达到了顶点 飞行妖兽 大军 汝阳王一愣 你给本王说明白点 这股大军从哪里来 武当山 回禀大王 正是武当山 将领颤声道 武当山 汝阳王双眼紧宁 释放出一股寒意 难道说 是张三丰玩出来的花样 他竟然背弃了三百年前的契约 对我大元动手了 大王 你所说的可是三百年前那个吐露我大元将士的张三丰 几个元国将领都是面露惊慌 嗯 本王怀疑正是他玩出来的花样 汝阳王重重的一点头 当真是他 元国将领眼中显出畏惧之色 三百年前的那一战 对于元国乃是国力打击的那一战 可是被元国上下看作了禁忌 看来本王必须得汇报给大汗 想出应对举措了 汝阳王道 大王 那武座被不知名大军攻陷的城池当如何 一个将领问道 我大元的国威不容亵渎 历来只有我大元能攻打别人 别人胆敢触犯我大元 诸无灭之 传令中都全军 五十万开拔 发往五座城池 务必以最快的速度夺回城池 否则城池沦陷的消息传开 对我大元的铁血声望是一个打击 那些卑贱的汉人 只怕也要借此兴风作浪了 汝阳王眼泛汉光 问命 几个元国将领齐省道 也正在汝阳王确定了出兵攻伐的举措 在中都城外 足以遮蔽天穷进白里的恐怖异龙战机 已经迅速的向着繁华的中都略进 一股来自上界上国的凶威煞气压迫了整个正都 城中无数百姓瞪大眼睛 惊恐看着天穷而来的大军 军队攻城 难道是明教的义军攻来了 当城中的汉家百姓看到了天穷平天的妖兽大军 不恐反喜 常年生活在了元国的统治之下 他们过着诸狗不如的生活 被元国压迫得几近寻死 唯一支撑他们活着的信念就是有朝一日 有一军推翻元国暴政 重新建立属于汉家的王朝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军队攻来 那些卑贱的叛逆大军已经发展到了这般地步吗 这可是中都啊 我大元最安全的城池啊 与之相反 在汉家百姓为天穷大军而激动时 城中的元国贵族却是惊恐不已 作为常年鱼肉汉家百姓的他们 深知被敌军攻陷后 他们会有怎样的惨状 那绝对是被群起攻之 入阳王府内 报 报大王 城外邀寿大军攻来 请求大王指示 一个援兵火急火燎的跑进了王府内 惊恐道 什么 叛军打到我中都来了 这不可能 汝阳王难以置信地大叫道 中都可是元国三都之一 拥有着上十座城池拱位 要想破开这等防御 哪怕是最强军队 没有十天半个月也休想成功 话虽如此 但是汝阳王怎么都不可能想得到 攻伐而来的并不是此界的军队 而是来自上界上国的兄军 汉 汉 汉 大汉天威 荡灭诸地 正在汝阳王为帝国大军攻来而惊慌剑 一股积代声势冲销的音波震天而来 强横的军威平天蔽日 将整个中都城都陷入了压迫之内 快 快封城 赵令城中五十万大军迅速不防 汝阳王大手一指 惊恐后处 生死存亡一刻 他已经顾不得什么礼仪了 汉语 他们说的是我汉家官话 真的是我汉家的义军 老天有眼啊 我们的折磨终于要结束了 当听到那震耳的音波声 城中的汉家百姓更是沸腾了 喜不自圣 这一下他们可以确定了 城外的大军必定是他们的义军 因为原国的军队 绝对不能说出这样正统的汉家官话 在中都城外虚空 二万五千亿龙战绩一字排开 身上战刀重弩齐全 每一战绩都是散发着属于千战之军的杀击 五宗境战将文丑 屹立在战绩大军之前 冷冷凝视着眼前封闭的中都城 这便是原国三都之一啊 也不过如此 文丑无比狂傲的说道 看着这一个高达石杖的城墙 却是非常不屑 相比帝国之城 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将军 是否直接发动攻势 击溃此城 一个战绩将士 眼犯炙热战役 听本将号令 文丑丝毫不浪费时间 缓缓举起了手中散发冷芒的战刀 所有战机大军捏紧了手中的武器 蓄势待发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演播 佳音宝 战 文丑爆喝一声 手中的战刀一动 带着破开一切虚空的威煞 夺空向着中都城斩了过去 一道带着厚重厚土之色 横空千米的刀芒破空而显 虚空都被这股刀芒斩得破裂不断 快躲 这 这是武魂镜的武道高手 城楼上的援兵惊恐失色 看着那掠空斩来的刀芒 惊恐向着四面逃窜而去 但是 刀芒破空已经超越了他们能够认知的速度 转瞬间 刀芒狠狠轰击在了城楼之上 轰隆一声 啊 伴随着援兵痛苦的惨叫 那千米的城楼瞬间被刀芒轰出了一个祸口 石杖城楼猛的向下塌陷 无数城墙石块四散浮空 成千上万的援兵被刀芒吞噬 绞杀成了漫天血肉 云命在了来自文丑的杀机之下 本来横跨数千米的城楼被文丑夺空斩成了两段 两边侥幸没有被刀芒绞杀的 都是面犯惊恐的看着近在咫尺的坍塌处 这一击之力可见属于武宗镜战将的强大 不 这绝对不是武魂镜 武魂镜的实力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破坏力 难道 难道这个人是武宗镜 传说中的武宗镜 见到这般恐怖的破坏力 一击就将援国耗费心血铸造的钢铁成龙 给斩灭千米 这等力量绝非武魂镜能拥有 由此所有援兵惊恐想到了一个可能 他 他是张三丰 三百年前杀我大元十万将士的张三丰 无数援兵惊恐看着文丑 显然在这个世界人的认知当中 唯一一个成就武宗镜的存在 唯一有张三丰 随着文丑一刀斩灭城楼 号令便出 二万五千名翼龙战绩毫不留情的大鹤一声 售售售 首当其冲 作为翼龙战绩杀伤力覆盖力最强的重弩 连弩 加持了将士们的真气之力 化为狂逃咒语一般 朝着城楼上的援兵洒落而去 蹦 援兵们惊恐大叫着 慌忙将尖盾竖起 意图抵挡来自战机的狂掏剑羽 但是令他们失望了 破甲剑在加持真气之后 不仅仅是灵力 更拥有着爆炸般的破坏力 剑尸击中盾牌 强横真气蓬发炸开 将城楼上的援兵生生给震飞 后续狂逃的剑羽疯狂洒落 收割着无数援兵的生机 眨眼间 整个城楼上的援兵便被屠戮而空 结合之前被文丑一刀斩杀的 少说殒灭了四万之上 所谓强大的援国精锐 在大汉帝国的战绩面前 实力却是脆弱无比 中都城的防御 在帝国不到三万的战绩面前 竟然连半炷香的时间都没坚持到 启禀将军 援国的援军来了 一个负责观测的士兵 对着文丑禀告道 文丑点点头 目光向着前方一瞥 只见在城中各处 数十万的援军 正在迅速向着城外开进过来 却是这中都城当中的主力 很好 正面对决 没有让本将失望 文丑冰冷一笑 大手微抬 全军听令 敬礼 尊将令 二万五千战绩整齐如一人 重新归于了文丑身后 两万多道目光 静静看着城中的援冰冲出 不过一会儿 汝阳王亲自带队 身边有着诸多武道高手保护 坐镇五十万中军当中 作为当今援国当中 汝阳王便是一个封疆大力 这些军队便是他强大的底蕴 怎么可能 镇守城楼四万将士 全部阵亡了 还有我中都城 竟然被斩破了 这 这可是采用最上等的炼裁 精铁锻造的呀 五魂镜也难以破开 为何会如此 当汝阳王带着大军 来到了接近城楼前 看到已经沦为一片废墟的城楼 失衡遍野的场景 表情已经完全凝结在了一起 尔党终于来了 温丑库上说道 强横的音波直接锁定了汝阳王 好强的武道气势 汝阳王一惊 哪怕他的实力达到了先天顶峰 也只觉浑身被来源于死亡锁定 猛的向着前方上空看去 顿时 一律于天穷的战绩大军 完全呈现在他的眼中 咬兽 黑甲大军 当真如此 汝阳王惊悚难难道 而等一族 陆我汉家子民 占我汉家中原 可知犯了大计之罪 文丑带着审判般的威严 冰冷喝道 犯我大汉天威 猪 二万五千帝国战绩 高举兵器 真气调动 狂吼而出 强横的气势音波 朝着下方的原国大军 压了过去 啊 好强的气势 他 他们难道都修炼了武道 好可怕 纵然双方兵力相差极大 援军拥有足足五十万 比帝国战绩多了足足二十五倍 但是 双方的实力情况却是不成正比 帝国战绩气势一展 压迫的五十万援兵 军容涣散 军旗摇晃不定 士兵也是狼狈向后退却 躲避着那强横的气势逃浪 仙天静 全部都是仙天静 两万多名仙天静 这怎么可能 明教如若拥有这样的实力 为什么还会折服到现在 在普通援兵看来 这股气势逃浪 只是来源于五道威压 但是在汝阳王身旁拥有的两大 五魂镜来看却是清晰感知到了仙天静的气势 全部都是 玄冥二老 你们在说什么 汝阳王听到身旁两人的对话 宁正问道 王爷 如若你听我们一言 立刻撤退 玄冥二老都是带着强烈的惊恐道 为什么 本王有大军五十万 其中大部分都修炼了五道 踏足了后天静 而这伙叛军不过区区数万 本王为什么要撤 汝阳王诧异问道 双手向着身后一挥舞 好似表现五十万大军的存在 显然 他并没有看明白真正的情况 王爷 如果我告诉你 眼前这一支大军 全部都是仙天静终极之上 你觉得我们五十万大军能够对抗吗 陆丈克苦涩说道 什么 什么 全部都是仙天静 这不可能 汝阳王完全不敢相信 但是在随后 陆丈克身旁的贺比翁 再次说出了让汝阳王更为惊恐的坏消息 本来看着中都城坍塌 我不明白为什么 但是看到这一支黑甲大军的主将 我明白了 因为 贺比翁 贺比翁露出一种更为苦涩的表情 好似面对了仰望的存在 余光偷偷看着溢立于半空上的文丑 甚至不敢用全部的目光注视 因为那个黑甲主将乃是五宗镜的存在 我可以肯定 这中都城楼的坍塌 是他所为 话音一落 如同雷霆的爆炸 在汝阳王 以及他身旁数十个武道人士的脑海中炸响 五宗镜 五宗镜 在这个世界 可不仅仅是一个境界那么简单 而是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哪怕是元国权势最强的皇帝 也只能仰望 无敌便是五宗镜在此界的名词 玄冥二老 你们是不是当本王是三岁小孩 可是听到这一句 汝阳王却是怒了 众所周知 当今天下 五宗镜本有张三丰一人 而且突破五宗镜的动静极大 一旦突破 天下都知道了 又怎么会有其他的五宗镜 汝阳王愤怒说道 面对这个反问 玄冥二老表情一愣 随即苦涩一笑 没错 汝阳王说出的是天下共知的常识 他们也无法反驳 但是他们没有欺骗汝阳王 他们清楚感受到了文丑身上 无形事出的恐怖凶威 王爷 玄冥二老还想再说什么 让汝阳王率领大军撤退 因为这样才能让汝阳王保命 或者说是保住这五十万的精锐援兵 武者一旦达到了先天境 拥有的破坏力是无法想象的 一个对付几十个上百个普通人 毫无压力 更别说还有一个以一敌万的五宗镜巨强了 玄冥二老也正是看到了此点 不必废话了 汝阳王直接出声 喝止了两人 随后摆过头 用一种极为高傲的样子 看着驾驭一龙一粒半空的文丑 你等究竟是谁 恭我大元称池 可知道这是死罪 汝阳王怒声道 死罪 文丑目光一条 如同死亡的凝视 锁定在了汝阳王的身上 本将的命 是你这区区楼移能够审判的 大胆 本王乃是大元汝阳王 你这叛逆竟然敢如此无礼 今日一定会把你用最残酷的刑罚处死 汝阳王面犯杀鸡 但是他每说出一句 他身旁玄冥二老的脸色就越是如冷霜一般 眼中带着强烈的苦涩 他们似乎可以预料到 待会儿 隶属他们的军队会迎来怎样的狂风咒语 汝阳王是吧 本将会留你一命 将你陷于五大汉帝国至高无上天子 让你知道在帝国天威面前 你这小小的凡俗王爷是多么渺小 记住 待会儿切祸你之人 乃是玄武军团坐下 大将文丑 画壁 文丑身上的气息忽变凌厉 随之 屹立在文丑身后的数万战绩将士 也是再次叙事大发 狂勇的杀鸡在天穷上 一瞬间凝结 奉大汉天子之圣誉 定此戒 战绩听令 文丑冷容洋溢 煞然间 身躯当中气势狂涌 无边的真元化作灰土的光芒 涌入战刀之内 顿时战刀上泛出 威压百丈的灰色光芒 带着呼啸破空的傻气 双手握住战刀 突然一摆 轰隆一声 自战刀刀山所在 虚空一颤 带着比之前 斩他中都城楼 更为兄弟的暴虐威势 狠狠向着下方的援军 斩了过去 一道横跨方圆数千米的刀芒 斩破虚空 直击而下 而在下方援军的感知 却如同陷入了绝望 透过他们惊恐的目光 笼罩方圆的夺空刀芒 压得成千上万的援冰 丝毫动他不得 刀芒未至身体便已经到了将要崩溃的边缘 轰隆 大地剧烈一阵 刀芒直接展出了一道链接上千米 横跨上百米的巨坑 上万援冰直接被刀芒吞噬成了血物 强横刀芒向着方圆扩散 更是将不计其数的援冰 生生搅成了血浆肉泥 一瞬间 死伤足以让援军崩溃 无数援军惊恐看着被文筹斩出的血肉断层 无数同伴的瞬间死亡完全震害了心神 只剩下了前所未有的惊恐 放箭 伴随文筹的动作 所有表现静止的帝国战技再次出动 仍然是战技一贯的攻击方式 弩箭绞杀 咻咻咻 万千弩箭破空席卷而出 眨眼间 援冰更是如同蚂蚁一般 北瑞利的弩箭轻松收割了性命 整个城前尸横遍野 弩箭上的能量一释放 更是陆敌无数 一轮箭与收割后 杀 帝国战绩乘胜追击 所有人朝着援军军阵飞略杀了过去 不惧危险 冲入了数十万援军的中心 这动手的一刻如同恍然 五宗静的威势 帝国战绩的杀戮胸威 一下子把援军给打蒙了 我五宗静 传说当中的五宗静强者 这一下不仅仅是汝阳王看出来了 包括所有的援冰 那惊天的一刀 那骇然的一斩 将汝阳王对拥兵的傲然击溃 他 他真的是五宗静 汝阳王瞪大眼睛 看着已经冲入军中的帝国之威 颤声道 王爷 不要多想了 如果想要活命 就尽快撤退 玄冥二老急忙说道 撤 撤退 三百年前的五宗静之威 就杀得最顶峰时期的援国肝胆接距 现在即将落幕的援国汝阳王 哪里还敢应对 当即策马掉头 就准备离开 保护王爷 撤退 玄冥二老对着左右将领大贺一声 一左一右 掩护着汝阳王 向着城中逃窜 想逃 温丑冰冷一笑 看着迅速远逃的汝阳王 闪过一丝不屑 刚才汝阳王叫嚣的一幕 还让文丑以为 遇到了一个不怕死的家伙呢 没想到 仍然是一个酒囊饭袋之辈 帝国将士们 诛杀殆尽 一个不留 文丑冲着所有的战绩将士 大喝一声 随即纵身一动 朝着逃窜的汝阳王 略杀了过去 梁老救我 汝阳王感受到了身后刺骨的杀鸡 回头一看 便看到了急速略定而来的灰土流光 眼看已经不足百米之巨 顿时惊恐失色 王爷对我们兄弟二人有大恩 今日 我玄冥二老当为王爷赴死 玄冥二老相视一眼 皆是带着一种决然 身为中原武林人士 却是为着原国贵族效力 不得不说是嘲讽至极 感谢收听三国帝皇之万界征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订阅 吴订阅 吴订阅 吴订阅きます